他们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毕竟如果唐军反应过来 他们想要离开怕也不容易 金国的这些人就这样走着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来 此时正是春天 天黑下来的时候还是很暗 这些金国人也不敢走大路 更不敢在客栈斜脚 到了晚上只能够就地露营 夜是越来越深 午夜之后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困得不成样子 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梦乡 只有几人还在站岗 这个时候几道影子一闪而过 很快这些巡逻的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割去了脖子 一个接着一个的金人被杀 他们甚至连响声都没有发出来 这个时候那些唐军这才慢慢地出现 把东西都给运走 他们为了避免上次的事情发生 只能够先把轰天雷运走 运走之后再去解决那些金国的将士们 轰天雷在马车上 唐军赶着马车离开 马车很快就发出了一些响声 一名金国的将士行转过来 当他看到马车渐渐远去的时候 顿时就愣住了 不好上当了 快起来 轰天雷又被唐军给抢走了 这名金人不停地喊着 其他人也很快就醒了过来 不过就在他们坐起的时候 四周突然传来利剑 利剑如雨他们这些人 有很多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射成靶子了 唐军在这里已经布局许久 很快便解决了这些金人 解决这些金人之后 那些唐军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好 解决问题回山海关 山海关 轰天雷被夺回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山海关 圣上 好消息啊 轰天雷被抢抖回来 太惊险了 那些金人还挺狡诈的 幸亏我们也不笨啊 来人把夺回轰天雷的情况 跟唐玉以及徐茂公他们说了一下 众人听完之后 都是很是兴奋 这个将军不错 有勇有谋 对了 他叫什么名字 唐玉对于这个将军 很是看好 回圣上的话 他叫魏清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唐玉愣了一下 因为一直以来 他所见过的猛将谋士什么的 都是一些开国的猛将或者谋士 魏清在他们那个时空 是属于汉武帝时期的 离开国已经有些年头 可是他竟然出现了 这让他很是奇怪 当然这也是因为唐玉明白 系统里面并不是只是说 出现开国的武将谋士 可能整个华夏五千年历史里的 一些谋士武将都会出现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魏清 好 英雄出少年 等他回来之后 朕还要重重地赏他 对于此没有人有意见 能够把轰天雷抢夺回来 可以说是莫大的功劳 唐玉要赏魏清 理所当然 唐君这边是一片喜情 金国这边却是另外一挥手 王爷 太后 我们的人夺回了轰天雷 说到这里 多尔滚和大鱼儿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意 这个时候又有人苦着脸说道 可是后来又被唐君给夺了回去 听到这话 多尔滚的脸色顿时就凝了起来 紧接着一脚就踹了过去 以后不要大喘气 真是可恶 多尔滚很不开心 本来以为他们能够得到轰天雷 与唐国分庭抗礼 让他们金国强大起来 至少可以度过此次危机 可是没有想到 唐国竟然又把轰天雷给夺了回去 这简直就是不能忍了 难道老天 真的要往我金国吗 多尔滚内心暗暗想着 他十分不爽 可是面对如今的局面 他又深感无能为力 大鱼儿坐在一旁不言语 他只是摇紧着牙关 如今的金国是他儿子的 无论如何 他都要确保自己儿子的江山稳固 可现在的情况看来 想要保住他们经过的江山 难了呀 他有点无助 从来没有过的无助 但很快他没有坚强的起来 就算没有轰天雷 我们金国照样不用怕 在这草原上 我金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唐军不足距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到了这个时候 也只能这个样子了 洪天雷很快就运到了山海关 唐玉拿到洪天雷过后 便把群臣召集起来 诸位爱情 如今洪天雷不羁已经到了 诸位觉得 我唐国是不是是时候 攻打金国王城了呢 唐玉询问 一群群臣互相张望 紧接着 他们就点了点头 圣上 洪天雷既然已经到 那我们还犹豫什么 直接攻打金国王城 灭掉金国就是 没错 有了洪天雷 要灭掉金国 还不容易吗 直接打他们 爆出血痕 为了那些 死去的唐国百姓报仇 没错 报仇 灭掉金国 群臣这样说着 恨是激动和兴奋 唐玉剑辞 点了点头 好 既然诸位爱卿 都觉得我唐国 是时候直逼金国王城 灭掉金国 那我们便出发 前往金国王城 不仅唐玉很是自信 就是群臣什么的 也都很是自信 在他们看来 山海关 他们都能够攻得下 就凭借金国 那个小小的王城 能够阻挡得住 他们唐国的大军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只要他们进攻 就一定能够灭掉金国 这样说好之后 唐国这边 便做了一番的准备 而后 便集结兵马 直奔金国王城而去 与此同时 金国王城这边 金国的探子 已经得到消息 鸡匆匆上报了 金国大殿 群臣神色十分凝重 只有福林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仍旧坐在龙椅之上 很是好奇 打量着自己的臣子 唐军带着十几万的兵马 正在朝我 金国王城进发 几天之后便可赶到 这个消息传来 整个大殿之上的臣子 顿时就愣了几下 紧接着 整个大殿就哗然了 什么 唐国竟然这样出兵了 这 难道我金国真的要亡了吗 没有轰天雷 我们如何阻止 唐国兵马 这样可怎么办呢 是啊 我金国不行了 我金国要亡国了 苍天哪 谁来救救我金国呀 金国的臣子 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恐惧 而他们恐惧的时候 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杜尔滚坐在上面 眼眉微凝 突然高声喝道 够了 就算我金国要亡 我们也要站着灭亡 更何况 我们金国还不一定灭呢 杜尔滚大喝一声 大殿上的那些臣子 顿时就闭了嘴 不过 他们的心里 仍旧感觉到恐惧和害怕 因为他们不想死 不想做亡国奴 可他们没有其他办法 唐军来了 他们是唐军的对手吗 大家互相张望 这个时候 杜尔滚说道 唐军的轰天雷 的确很厉害 不过 我们可以发挥 我金国骑兵优势 骑兵速度很快 轰天雷奈何不得我们 所以这一战 我们不守城 出城 我们要与唐军 在草原之上 展开一场厮杀 虽然知道唐军的唐刀啊 磨刀队什么的都很厉害 就算在草原上打斗 他们也占据不了什么优势 如果他们足够灵活的话 倒是可以把轰天雷的优势 给抹杀掉 没有轰天雷 唐军就得跟他们死拼 到那个时候 神输神赢还不一定呢 听到多尔滚的话后 众人互相张望 许久之后 才终于有人点头 然后说道 好 我们就听摄政文的 出城与唐军拼了 唐军还没有到 天气越发地暖和起来 金国王城变得有些不安 很多百姓都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 可若是往年这个时候 他们是绝对不会有的 往年这个时候 草原开始复苏 水草变得更加丰美一些 他们都会去放牧 在草原上狂奔 可是今年他们不敢 一切都没有 一切都没有 王城的皇宫里面 大玉儿正在交弗林认字 哪怕他们金国 要面临着灭顶之灾 他还是希望弗林能够认字 能够做一个有用的帝王 哪怕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遥远 窗外有紧 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 福林认字之后 又开始背诵诗词 诗词是诗经 他不懂 可他也不想懂 他想出去玩 他记得皇宫某个地方 有一块水潭 里面有鱼 很漂亮的那种鱼 阿娘 我们金国要打仗了吗 虽然福林年纪还很小 但他多少还是明白一些事情的 看着自己额娘有点心不在焉 他的心突然痛了一下 大玉儿看着福林这个样子过后 心神越发不忍起来 自己的儿子还只是个孩子 可他现在竟然要承受王国之痛 他不甘心 不甘心啊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命真的可悲 没能嫁给喜欢的人 也没能够保住自己儿子的江山 这经过江山是好保得住的吗 草原上的风是越来越轻柔 有人好像人就没有在意即将来临的危险 人就在放着纸园 纸园很大 很漂亮 但因为飞得太高 连纸园上画的是什么都看不真切了 唐军的军队在草原上是浩浩荡荡地行着 他们的速度并不算很快 一来他们带着轰天雷走不快 再有就是他们需要劳逸结合 不然荆国以异代劳 他们想要灭掉荆国就不容易了 不过走得再慢的队伍 只要一直在走 最终都会达到目的地的 就在春风月发暖的时候 唐玉带着自己的兵马到了 金国王城外面 来到金国王城外面的时候 这是傍晚 金国王城里面有炊烟燃起 城楼之上并不算很高的城楼 有不少金国的将士在巡逻 唐玉远远看了一眼 随即便带着兵马在五里外安营扎宅 夜已经降临 他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攻打金国 必须再等一等 等到明天 明天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攻城 对他们来说 金国的王城太矮 他们随随便便 就可以把金国王城给破了 然后直接杀到金国的王宫里去 那个时候 那金国就必灭之了 草原上的夜很是安静 唐军安营扎寨 唐玉却在大帐之中睡不着 于是便走了出来 军营里面很是安静 只有一些将士在巡逻 火光摇坠 唐玉看着安静的军营 心竟然也慢慢地安静下来 他仿佛突然很享受此刻的安宁 没有杀戮 没有战争 也没有鲜血的弥漫 远处突然飞来一些萤火虫 萤火虫很美 这是在长安很难见到的东西 唐玉此前也很少见到 萤火虫就这样飞着 没过多久就飞到唐玉这里 他们好像并不怕神人 唐玉伸出的手 有几个萤火虫飞到他的手心 很快那些萤火虫又飞去了远方 夜又安静下来 唐玉终于有了困意 他遥望一眼经过王城 然后才终于回去休息 经过王城 在唐玉望了一眼之后 那皇宫最高最高的屋顶 坐着一个妇人 妇人也在遥望夜空 今夜是繁星满天 他知道每年的春天 草原上的星空 都是星星最多的地方 他今夜突然很想看看夜空 也许以后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很爱很爱这片天空 他的心突然有些空了 许久许久 他才终于站起 望着唐军大鹰的方向望去 这座楼很高 但还是望不到唐军大鹰 一夜就这样过去 此日一早 唐军带着兵马 向经过王城赶来 他们觉得 他们要攻城的 虽然城池很好攻打 但还是要费一些力气的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来到 金国王城这里的时候 金国的十几万兵马 竟沾出了城 而且严阵以待 显然要与他们 唐军决一色战 身上 金国倒真是 有一点釜底抽薪的意思啊 徐茂公宁梅 金国若是发起狠来 他们唐国想要灭掉金国 也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忌惮轰天雷 所以想要利用 骑兵灵活的长处 来避免我唐军轰天雷 对他们的轰炸 陈平说了一句 很显然 他看得更透彻的一点 金国没能够偷到 他们的轰天雷 自然就要想办法 克制他们的轰天雷 骑兵的确很是灵活 听陈平的话后 大家都隐隐觉得有道理 也都觉得有点担心 如果他们的轰天雷被克制 那可怎么办才好呢 唐玉坐在马背上 望着金国的兵马 冷冷说道 我们唐国 难道没有轰天雷 就不能够一战了吗 更何况他们的起兵 也不一定能够克制我轰天雷 唐玉说完这话 众人顿时已愣 紧接着就恍然过来 他们唐国 以前凭借着糖刀和磨刀队 也能够杀得金国人 仁仰马翻 没有轰天雷 他们照样可以击败金国 刹那之间 唐军气势如虹 双方兵马对阵 多尔滚亲自领兵 双方士气都很不错 多尔滚看了一眼唐玉说道 唐玉 今天你领兵来攻打我金国 我会让你后悔的 唐玉 耸得耸肩膀 你没有机会后悔 双方各说一句都是 针锋相对 而后 杜尔滚一声令下 金国骑兵便飞速狂奔而来 他们就是要利用骑兵 快速冲破唐军的队伍 让唐军的轰天雷 无法使用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312集 而后 多尔滚一声令下 金国骑兵便飞速狂奔而来 便飞速狂奔而来 他们就是要利用骑兵 快速冲破唐军的队伍 让唐军的轰天雷 无法可用 而就在金国骑兵 向唐军阵营 飞速飞奔的时候 唐军这边 立马将投尸机 拉了出来 一声令下 轰天雷便开始朝着 金国的军队轰炸了出去 虽然骑兵的速度很快 但是金国后面的将士还有很多 在唐国的 轰天雷没有被大乱之前 轰天雷就可以在金国的军营之中 造成一定的伤害 不过 同时机 乃 扔轰天雷的速度有点慢 扔不了几轮 金国的兵马 差不多就来了 唐军看到这种情况过后 觉得他也差不多 该把红衣大炮弄出来了 有了红衣大炮 那轰炸的速度就快了 就算金国的骑兵很快 但轰天雷不停地发射 也足以产生震撼的效果出来 可惜现在战事已起 他们并没有时间来做红衣大炮 很快金国起兵就冲了过来 唐玉挥手怒喝道 随阵杀敌 一声喝 唐玉身先士卒 拿起霸王枪就杀了过来 唐皇清零战场 唐军战士顿时气势如虹 伯托使便与金国将士冲杀在了一起 金国将士其实也算是十分应用的 他们如今更是面临着亡国之战 因此更是拼命厮杀 如此 哪怕唐军有唐刀以及磨刀队 面对这些不要命的精兵 唐军也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 厮杀 血腥味变得有些浓郁 这些血腥的味道令人作呕 而不难想象 今天之后 这里的草原将要染上一片血红 尸体开始堆积 一个接着一个的将士倒下去 哀嚎之声不绝于耳 惨痛惨痛 战士从早上一直持续到黄昏 但哪怕到了这个时候 双方也没有能够分出胜负 唐军的战斗力是很强悍的 但面对不要命的金国兵马 唐军真的无法轻易取胜 而唐军的轰天雷 更是没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夜幕降临 血腥味道还是没有散去 金国兵马已经十分疲惫 可是他们没有丝毫要退缩的意思 他们仍旧在与唐军拼杀 唐军也在拼杀 这是一场无法结束的战斗 圣上夜色将晚 我们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他们孤军深入 如果休息不好 对他们来说真是很是不妙 而且夜已经快要来临 他们必须休息 唐军看着战局 也知道一时半会儿无法结束 最终点了点头 退兵的鼓声响起 唐国的将士开始有序地后退 金国兵马 金国兵马没有追下去 因为他们不知道追下去之后 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坚持得住 当唐军完全退出他们的视线之后 一些金国将士忍不住就躺在了地上 他们太累了 太累了 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怎么累过 多儿滚 站在马背上 神情有些欣慰 他们击退了唐军 虽然没有胜利 但既然击退了唐军 那就给了他们希望 唐军并非不可战胜 这场虽说没有胜利的战争 给了金国希望 只要他们能够击退唐军 他们相信唐军一定会退去 因为他们不可能一直这样打下去 他们孤军深入 他们的补给是需要时间的 唐军如果久攻不下 势必退兵 多儿滚回到王城之后 此时王城中的百姓 都已经回到各自的家中 灯火不是亮起 只是在这里的百姓都没有睡着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金国接下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大玉儿一直在关注着城外的消息 他很担心 不知道他们金国这一战怎么样 太后 唐国退兵了 一名侍女跑了过来 把城外的战士跟大玉儿说了一下 大玉儿听完之后一愣 随即便有眼泪流了出来 好 好啊 唐军能够撤兵 便说明我金国没有败 只要唐国能够退兵 我金国就有希望了 大玉儿也觉得 大玉儿也觉得金国有希望 他觉得如今的金国 必须依靠多尔滚才行 今天晚上他要好好地犒劳一下多尔滚 去 把摄政王给我叫来 他是一个女人 他有的东西多尔滚都有 但他唯一能够用来 靠上多尔滚的 那就只有他的身体 女人的身体 永远是女人最厉害的武器 多尔滚来了 他来的时候 大玉儿刚刚沐浴完出来 他的身体上还有水珠 他的身上还散发着一股体香 让多尔滚闻了之后 不由地就沦陷进去 金国今夜寒算安稳 唐军退回了军营 唐玉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他们唐军与人打仗 但凡是硬拼的就没输过 可如今与金国一战 他们虽然没有输 但也没有赢 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 是很不利的 至少这给了金国一些希望 而金国有了希望 士气就会更深 诸位爱卿 今天一战失利 接下来这仗该如何打 你们可有什么良策和建议啊 唐军打仗 唐玉望着群臣询问 今天一战 可以说是杀得十分霸道的 他们就是在硬拼死伤的人 很多很多 这一张惨烈 触目惊心 接下来怎么打 大家都心底没有底 再这样打下去 他们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取胜 就算能够取胜 也是必定是惨胜吧 草原上的夜已经来临 大战当中的火把随风摇坠 不停地摇晃抽影子 大家互相张望 而后 徐茂公 站出说道 圣上 金国拼死一战 士气很高 我们要灭掉金国 不妨用我们的攻打山海关事后的办法 让金国将士疲惫 如此 我们说不定 还会有机会 让他们疲惫 办法 自然是 搅得金国将士 不得安宁 徐茂公这样说完 其他人都觉得可以 圣上 如今金国出城一战 他们的骑兵速度很快 我们的轰电雷 失去了很大的作用 如此 也只能够搅乱他们 让他们不得休息了 是啊 我们在山海关用这个办法 灭了他们 那在这里 也应该可以 没错 只要他们金国将士疲惫 我们就可以 打了进去 当时山海关的那些将士的情况 就说明一切 金国将士若是疲惫 他们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很多 如此 他们要灭掉金国 也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 大家赞成 唐玉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于是 便点点头说道 好 那就从今夜开始 夜色已深 金国王城很是安静 军营也很安静 今日一战 这些金国将士都疲惫得不成样子 他们现在只想睡觉 而他们也真的就在睡觉 他们睡觉的时候 天空之中 唐军的热气球 已经飞了过来 很快 唐军就从热气球里 把他们的轰天雷扔了下去 轰天雷的响声 顿时将整个寂静的夜都吵醒了 金国军营之中 很快就乱作异团 将士们都开始狂奔嘶吼 他们的马手机乱跑 很多将士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那些马踏就给踩死 与此同时 皇宫上面 也有人扔下轰天雷 在这里倒是诈不死几个人 但是能让金国的人知道 他们唐国的厉害 却是很有必要 轰天雷在军营和皇宫 不停地轰炸 多尔滚和大狱儿 含在温存 轰天雷的巨响 把他们给吓得一愣 随之 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的时候 他们已经狂怒起来 可恶 唐军可恶 竟然轰炸皇宫 多尔滚破口大骂 大狱儿这个时候 才算是终于明白 唐军的轰天雷的厉害 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轰炸到皇宫 这样的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大狱儿的心神有点不宁 他们知道 唐军只是在向他们搞得很疲倦 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精神与唐军一战 没有精神唐军自然就可以取生 轰炸身不就余儿 金国今夜 本来很是安稳 但现在却变得不得安宁 金国军营大乱一夜 次日天亮的时候 金国的将士都困顿不醒 他们本来就很困 昨天晚上又没有休息好 如此困上加困 可恶 唐军实在可恶 太可恶了 谁说不是 他们真的是卑鄙小人 竟然用这种办法 来扰乱我们的休息 不是人 不是人啊 唐军的人太不是人了 金国的将士很是愤怒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多尔滚带着一众人 来到军营之中 我知道诸位将士都很困 但唐军这般扰乱我们 实在是可恶至极 如果任由他们这个样子 我们最后只怕会疲惫得 毫无战斗力 所以本王决定 趁着这个时候 只逼唐军大赢 与他们一决死战 而等 以为如何呀 多尔滚是个聪明人 他很清楚这样做 才能够对他们最为有利 与其等他们这些将士疲惫不堪 再与唐军一战 倒不如主动出击 趁着他们还有体力 并不是很困的时候 杀 与唐军一战 这些将士们 都是这个样子怒吼了起来 经国的将士虽然很累 但是他们也很气愤 而这种气愤 让他们的气愤变成了事情 让他们比之前 更想与唐军决一死战 多尔滚的几句话 很快就激起了 将士们的事情 好 随本王出城 与唐军一战 多尔滚说完 随即带着兵马出城 直奔唐军大营而来 与此同时 唐国这边 已经有探索得到消息 匆匆来报 圣上 清国兵马并没有因为困乏而休息 他们竟然出城 要与我唐军决一死战 听到这个消息 唐玉和徐茂公这些人 倒也是愣了一下 他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多尔滚 还真是与其他人不一样啊 既然如此 但我们就与他们一战 说完 唐玉立马派人集结兵马 他们也不出城 就在唐营当中与金国作战 唐营里有栏杆 这些东西不利于起兵 可以让金国的速度方慢好多 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唐军军营内严阵一带 很快 多尔滚便带着兵马杀了过来 唐玉 你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我金国 今天我要你唐国死无葬身之地 多尔滚望着唐军大营这边骂着 唐玉却是黑黑一笑 兵不厌诈 打仗嘛 要是死人的 用什么手段都行 我唐军可以用 你管得着吗 可恶 给我杀 愤怒的多尔滚狂吼一声之后 便身仙士卒带着兵马冲杀过来 唐军这边唐玉挥手 随即轰天雷便被扔了出来 他们的栏杆的确可以阻拦金国兵马的速度 不过也可以稍微缓上那么一点罢了 不过就是那么一点 就可以让轰天雷多炸那么一轮 这么一轮炸过去 就有不少金国兵马炸死 双方这样不停地厮杀 力剑 轰天雷 死亡和惨叫血腥的味道开始弥漫开来 尸体又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 终于金国兵马冲入唐军大营 他们的骑兵在这里并不是很方便 不过愤怒他们还是与唐军厮杀 他们的士气逼人 唐军也这样与金国的将士杀着 唐军的武器锋利 但他们并不是那么多占据优势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疯子 杀略持续许久 下午的时候金国将士已经疲惫得不成样子 唐国这边却要比他们好上许多 他们休息够了 所以他们能够持久 相比之下金国这边就弱上许多 他们完全没有怎么休息 在这么打一架之后 就算他们的士气有 可士气有的时候是管不了身体的 当身体真的是极其疲惫的时候 他们的士气也就没用了 现在的金国兵马只想睡上一觉 哪怕让他们躺在这样的战场上 他们估计也很快就能够睡过去 疲倦 金国的兵马十分疲倦 唐军开始慢慢占据优势 杀 给我杀 唐玉身先士卒地杀着 唐国猛将左右冲杀 根本没有什么金国兵马能够阻挡 金国折损越来越严重 很多将士疲惫得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 杜尔滚看这种情况 心中猛然也沉暗到不妙 王爷 不能够再这样打下去了 我们疲惫呀 再这样打下去 我们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王爷 退兵吧 很多的金国将士已经不怎么想打了 哪怕他们来的时候嚷嚷得很厉害 要与唐国决一死战 但当他们真的疲惫得不成样子的时候 这仗真的是不能打了 东尔滚也知道这仗不能打 他们金国的兵马正在快速地锐减 唐军现在就是在收割 对他们进行大面积的收割 退兵 命尽收兵 东尔滚喊了一声 金国将士听到之后 心中顿时大喜 对于连忙退兵 他们现在只想赶紧回城休息 金国兵马这样退着 唐军自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立马就开始追击 在追击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杀了许多的金国兵马 黄昏之前 金国兵马终于逃回了他们的王城 但此时他们的兵马折损严重 已经剩下的不太多了 多尔滚回到皇宫之后 气得是脸色发白 他以为凭借他们金国的士气 要取得胜利 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可等他们真的出手之后 才发现士气有的时候是不管用的 人困了就是要休息 不休息你就会疲倦 疲倦你就没法打招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此时的多尔滚也很疲惫的 他也很想倒头就睡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够这样睡 今天晚上唐军可能寒回来捣乱 他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才行 他把一众文臣武将叫到了一起 商讨对策 诸位大人 对于此事 你们可有什么好的办法 多尔滚询问 只是这些人互相张望 面对唐军这样的攻击 他们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群废物 废物 朝廷平时出钱养着你们 有什么用 愤怒的多尔滚破口大马 这些大臣互相张望 随即低下了头 他们很紧张 但他们也很无奈 面对这样的唐军 他们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没有 他们一点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传了出来 要破唐军的侵扰也不难啊 声音出来 大家就知道是谁 他们的太后 大玉儿 看到大玉儿又站了出来 多尔滚这一次 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不开心 她反而 伸出了一些希望 希望大玉儿的办法 能够 有用吧 太后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多尔滚询问 其他人则是把目光 投向走过来的大玉儿 此时大玉儿也是很憔悴 他也没有怎么休息好 虽然他有时间休息 但经过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睡得着 大玉儿扫了一圈众人说道 要破唐军的侵扰也不难 有两个办法 第一 夜间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习营乍营 让唐军也不得安宁 再有就是 将军营中的将士 分散开来 大玉儿把这两个办法说了出来 众人顿时一愣 紧接着就觉得 这是个好办法 唐军不想让他们休息好 那他们也不让唐军休息好 这样耗着 看谁能够耗得过谁 而他们在城内 可以让这些将士 在四周分散休息居住 军营里故弄玄虚一番 如此唐军炸的空营 他们的将士 反而能够休息好了 而唐军这边 只因为有军营 他们要去捣乱的话 唐军怕也不好过吧 这两个办法 对他们来说 都是极其有利的 太后这个办法极好 我也觉得极好 就用这个办法 我们非得 让唐军吃个大亏不可 就是就是 这样做太好了 所有人都赞成 多尔滚也赞成 他没有想到 大玉儿竟然屡出其谋 看来今天晚上 本王要好好地 奖赏他一番了 昨天晚上是 大玉儿奖赏的多尔滚 但今天晚上 多尔滚却想奖赏一下 大玉儿 但效果都是一样 他们这样商议好了之后 多尔滚便很快 派人下去安排 夜渐渐地深了 经过军营 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人 但其实大部分已经空了 他们将将士 要么回家休息 要么就去了 其他比较近的地方休息 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家里 唐军是不会进行轰炸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军的热气球就来了 他们好像昨天晚上一样 对军营和皇宫进行轰炸 夜色是有点深的 以唐军在上面看不出 经过军营的具体情况 而经过的军营 在这边又故弄喧嘘 唐军以为 他们真的又 扰乱了经过将士的休息 而就在经过王城这边 被唐国的轰天雷 进行轰炸的时候 一只骑兵 却是快速地向唐国军营赶去 他们赶到唐军军营的时候 突然把他们的牛给砍了几刀 他们带来的牛有很多 这么多 砍了之后 立马就发狂 他们在唐军大营之中 来回冲撞十分疯狂 不好 不好了 经过兵马来洗营了 唐军大营之中 对于这样的情况 有点始料未及 一些发现早的将士们 不停地高声喊着 军中大战 唐玉他们都已经休息了 毕竟对他们来说 他们只要听到轰炸声就行 有轰炸声 那就是证明 他们对经过进行着洗扰 可就在唐玉这样休息着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阵阵嘈杂 嘶喊之声 唐玉是个睡眠很浅的人 他一下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 外面是怎么回事 唐玉询问 很快就有人匆匆跑了进来 身上 经过诈营 我们军营乱套了 所谓的诈营 就是让敌人以为他们在吸营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吸营 此时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们只是做出诈营的假象 然后扰乱唐军大营 听到经过诈营 唐玉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闹得经过休息不得 那经过肯定也想他们休息不得 这样谁都不占优势 这仗也就没法继续打下去 没有想到 经过竟然还学会了以笔之道 还师笔身 唐玉暗骂了一句 随即连忙出了大仗 开始安抚自己的将士 他们必须尽快安静下来 只有安静下来 他们才能够尽快尽多的可能减少损失 安静 都给我安静 唐玉高声地喊着 但整个军营实在是太大 他一个人的声音根本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想要让军营快速地安静下来 只能够让声音足够地大了 唐玉宁眉 但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他可以买一个喇叭呀 很快唐玉就用金币在系统商城里面 买了一个高音大喇叭 都给朕安静下来 不要乱 不要乱 唐国军营至终 本来唐军将士都在慌乱地跑着 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天而降 他们顿时就愣了一下 这个声音好响啊 是肾上的声音 肾上的事情 没错 是肾上的声音啊 唐军将士们都很快安静了下来 而他们安静下来之后 都惊讶得这声音 军营外面那些金果兵马 本来看着唐军大营乱了 还在自鸣得意 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他们都吓得差点从马背上跌下 这个声音是什么鬼啊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声音 他们都惊讶得不甘置信 唐军怎么会有嗓门这么大的 可是没有办法 唐军大营安静下来了 探子把唐军大营的情况跟惊人说了一下 惊人听到唐军大营安静的消息 就有点气愤了 当然今天晚上他们也是有所收获的 让唐军无法休息 但效果仍旧没有达到极致 让他们多少有些失落 算是一个遗憾吧 但如今唐军大营安静下来 他们再留下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走 这些惊人说走就走 很快他们便离开唐军大营 回到了金国王城 而此时金国王城唐国的热气球 还在不停地对金国军营进行轰炸 不过 对于这样的轰炸 惊人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将士都已经去了其他地方 而且现在正在睡大觉呢 今天晚上虽然唐军的高音喇叭 让金国的炸营失去了效益 但相比之下 金国的折损要更为严重一些 一来炸营成功了一半 二来 唐军对金国的军营进行轰炸 导致了唐国的轰天雷消耗严重 轰天雷价值不菲 这可都是钱了 这些钱财的折损太过严重 而金国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折损 他们的军营就是一个空壳子 唐军伤了 消息传到皇宫之里 多尔滚正在大玉儿的寝宫 对着大玉儿进行讲法呢 而对于他的讲法 大玉儿很是喜欢 唐军大营后半夜的时候 终于安静了下来 将士们还是得到一定的休息 唐玉这边却是极为愤怒 一众文武大臣聚集在大仗之中 金国竟然敢对我唐军诈营 真是其右次力 十分可恶 如果不能够有效地防止他们这个样子的话 我唐军怕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休息 诸位爱卿 你们可有什么良策啊 诈营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挺不好办的 虽说伤亡不是很大 但其却很影响他们的休息 万一没有休息好 敌人又攻了上来 那他们可就惨了 一众将士互相张望 都有点不知所措 这位爱卿 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唐玉又问了一句 这个时候 刚刚被提拔上来的魏卿 站了出来 身上 要防止诈营 末将倒是有些提议 听到魏卿有办法 唐玉点了点头说 讲 对于魏卿 唐玉还是很看好的 就算现在他的地位不是很高 但对于他的任何意见 唐玉肯定都会极为重视才行 身上 防止诈营 首先我们要加强防备 不仅军中要加强防备 这是经国王城附近 要派出探子随时打探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根据唐国派出多少兵马 来确定他们是习营还是诈营 魏卿弟弟姑姑说的一通 他说的这些方法还是很系统的 也就是说 很有规范化 一整套下来真的可以起到效果 大家听到魏卿这样说完 都表示赞成 好啊 这个办法好 我们用了这个办法 就不怕经国兵马乍赢 以后打仗也不用怕了 这个办法好啊 身上 马上实施下来吧 大家嘀嘀咕咕说着 唐玉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于是 点了点头说道 好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魏将军去做吧 很显然 经过此次的事情过后 北清又要得到提拔了 他已经得到圣宠 不过对于他的提拔 大家都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 唐玉对于官员的提拔 从来都是只看功绩 只要你有本事 有功绩 你就可以得到提拔 身上放心 陈一顶将这件事情办好 卫青许下了承诺 唐玉点了点头说道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都快点休息吧 明天说不定 还会有一场战事 众人此时也得到了确定 有点困 于是 他们也就没有再多演 各自领命之后就退去 卫青倒是没有急着休息 虽说这个时候了 经过兵马不太可能 诈赢或者吸赢 但他还是要从现在开始 有所提防 然后设施都给弄出来才行 只有他自己的这一套防范措施 实施下来 他们堂过以后打仗 基本上就不用担心 害怕诈赢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 春风仍旧是暖的 此日 唐军将士都不怎么想起 但唐玉此前有规定 到了一定时间 就必须起床 因为只有起来吃了早饭吗 他们才能够 可能应付随时出现的问题 将士们起来之后 吃过早饭没多久 一名将士急匆匆来报 圣上 金国兵马又来了 听到金国的兵马又来了 唐玉的眉头微微一宁 紧接着 呵呵笑了两声说道 这金国 还真是自以为是 昨天晚上 被我们那般侵扰 今天 还有精力来打仗 圣上 金国只是在找死 如果再继续来这么几次的话 要灭掉金国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就是 他们既然敢来 我们就与他们打一仗 反正我们的将士 昨天晚上也有休息 没错没错 与金国打一仗吧 金国的多尔滚 带着自己的兵马来了 就算他们不想打这一仗 好像也不太可能 唐玉起声说道 集结兵马 与金国一战 唐国这边的兵马 很快集合完毕 他们仍旧站在军营之内 与此同时 军营外面 他们放了更多的 拦截骑兵的东西 春风吹来 很是舒服 不过 昨天的血腥味 还是隐隐可闻 金国的兵马 来到大唐大营之外 多尔滚望着 唐玉呵呵笑道 昨晚上的滋味 怎么样啊 唐玉呵呵笑道 你们的滋味 又怎么样呢 多尔滚 哈哈大笑 还不错 见多尔滚 这个样子笑 唐玉眼眸微凝 如果金国的兵马 很是疲倦的话 东尔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而且金国的兵马 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看起来很精神 士气十足啊 情况不对 唐玉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 但如今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既然还不错 那你起来攻打吧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更加是不错的 唐玉喊了一声 多尔滚这里挥手喝道 傻 报仇 保家卫国 多尔滚喊叫之后 金国兵马立马就冲了过来 唐国这边 轰天雷 跟着就炸了过去 轰隆隆的响声 不断地在金国阵营之中爆炸开来 金国骑兵 则快速飞奔而来 一切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金国虽然一开始受损严重 但随着骑兵的干来 轰天雷也失去了效果 双方兵马 很快就杀到了一起 两军杀到一起之后 唐玉身先士族地拼杀起来 他们唐军的兵器很是厉害 但真的这样杀了一番之后 唐玉发现 金国的将士 真的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疲倦来 怎么会这样 难道他们不在军营 唐玉只是微微想了一下 随即就杀了起来 这又是一场死战 他们从早上一直杀到黄昏 尸体早已是堆积入山 血早已血流成河 但他们杀的人就是难解难分 不见胜负 金国竟然学能了 真是气人 唐玉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随即就又与金国杀了起来 血腥的味道弥漫开来 久久不散 直到夜幕降临 多尔滚才终于带着兵马退去 双方势均力敌 不见胜负 想要灭掉金国 有点困难 夜幕降临 金国兵马退去 他们没有输 也没有赢 唐国也没有输 也没有赢 但局面对金国来说有利 对唐国来说却是不利 只要一直这样下去 唐国肯定是最先耗不起 因为他们的补给线太长 一旦拖的时间太久 他们接下来的日子 就会恨不好过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相比较之下 金国就没有这样的担忧了 他们可以在王城里面 很好地休息 这里有足够的粮草 金国退回王城里 开始休息 而一部分人 已经再次准备好 对唐国进行诈引 唐国这边退回军营之后 士气并不是很好 都有点低落 圣上 真是没有想到 金国竟然如此般的顽强 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还能够跟咱们这样耗下去 圣上 不能够再这个样子了 我们必须尽快 想出破敌的办法才行 不然真的不行啊 没错没错 必须尽快想出破敌的办法 大家嘀嘀咕咕说个不停 唐玉抬头问道 那诸位爱卿觉得 应该有什么办法 破敌才好呢 唐玉这么询问之后 众人互相张望 还真就有点为难他们了 大家突然就安静下来 真要让他们想出破敌的办法 他们还真就想不出来了 要是能够想出来的话 他们何至于落得现在这种地步啊 大战之中的气氛有点不对 唐玉见此 眼眉微宁 他们在金国王城这边 受到挫败有点多 他没有想到 都已经把火药这种热兵器发明出来了 他们要灭掉金国 还怎么麻烦 就在这个时候 诸葛孔明站了出来说道 圣上 要破金国 也不难 诸葛孔明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 现如今他站出说了这么一句 大家都是疑了吗 要灭掉金国不难吗 他们觉得挺难的呀 诸葛爱卿 你说灭金国不难 可有什么良策 唐玉询问 诸葛孔明点了点头说道 圣上 我们此行目的是要灭掉金国 那么 怎样才能够算是 灭掉金国呢 诸葛孔明先问了一句 众人却是有点不解 唐玉神所未非一动 似乎有所了无 诸葛爱卿的意思是 圣上 我们要灭掉金国的象征是 攻入金国王城 而我们攻入金国王城 金国那些将士 必定气势低落 那个时候 我们要决定战局 就容易得多了 甚至当我们的兵马 控制了整个皇宫的时候 整个金国就随之溃败 我们只要想办法 攻入金国王城就行了 击败一个国家将士士 起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城池已被迫 城池被迫 他们的心里 自然会失去了一些依靠 没有了依靠 士气自然就是不行 诸葛口明这样说完 众人顿时恍惚过来 不错不错 诸葛大人真是好主意 我们可以想办法 攻入金国王城 那个时候 我就不信金国的那些士气 还可以一战 就是 金国王城被迫 那么金国还怎么作战 攻入金国王城 灭掉金国 大家嘀嘀咕咕说着 很显然 一旦溃败了金国的士气 那么在士军力敌的情况之下 金国肯定会溃败 唐玉听完大家的话后 点了点头说道 好 那明天金国再来作战的时候 我们就派出一支起兵 从后面绕到金国王城 给我快速攻破 金国王城 听到这里 唐玉扫了一拳 随后说道 李安巴 明天你带五千兵马 突袭王城 一定要给我攻下金国的王城 五千兵马不算很多 但金国若是开战 金国王城守卫肯定不多 他们有李元巴这种猛将 要攻破王城 确实不难 当然 轰天雷是肯定不能够用了 轰天雷一用 那边的东尔滚 很快就会察觉 他们若是退兵 他们唐国的计划 可能就要泡汤了 但有李元巴在 要攻破金国王城 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 李元巴这边并无丝毫指引 点了点头就硬了下来说道 审舍放心便是 有我李元巴在 就经过王城这样的城池 我轻易就能够给他破了 唐军这样商议完的时候 夜色意识很深 他们仍旧派人去轰炸 金国的军营和皇宫 当然这一次除了军营之外 军营附近的一些民宅 也在唐军的轰炸范围之内 没办法 从今天情况看来 金国的将士明显不在军营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但轰炸民宅引起伙势 对于这些金国将士的休息 还是有一定影响 他们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 这样吩咐完之后 夜色越发地深深起来 唐国将士开始休息 就在金国王城这边 轰炸之声响起的时候 唐国军营这里的金人 也开始炸淫 他们仍旧像昨天晚上那样 弄了很多牛 把牛砍伤之后 轰入唐军大营 这些牛受伤之后 变得很是狂躁 很是发狂 在金国人看来 今天晚上唐国的军营 肯定还是大乱一下的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牛进入唐军大营之后 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音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我们的牛冲进去之后 唐军应该是 慌乱才对的呀 就在他们这样 慌慌不安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从 唐军大营响起 这个声音很是响 跟昨天晚上的声音一样 多谢金人送来的物质啊 这些牛我们就收下 平日里舍不得杀牛 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牛肉了 这两天恐怕要过过瘾了 牛肉汤好像还挺好喝的 明天就喝牛肉汤了 声音是从唐军大营里响出 金国的那些人听到之后 顿时就是愣了一下 他们没有想到 唐军竟然早有防备 他们那些牛不仅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反而是为了唐军嘴里的餐了 真是可恶至极啊 可恶 可恶 唐军实在是太可恶了 金国人很是生气 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此日一早 东尔滚带着金国兵马 再次与唐军作战 他们本来是可以休息的 或者等唐军前来 但是东尔滚他们很清楚 如果任由唐军这样 在我们的王城逗留 很容易就会发生意外 池则申辩 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唐军击退才行 对于多日滚来说 只有唐军真的退出了 他们的金国地界 他们金国才是绝对的安全 金国兵马来了 唐军仍旧在军营内等着他们 很快 两国兵马就这样杀了起来 两方杀起之后 仍旧是使军力敌 尸体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 血腥味道开始弥漫 整个草原都让人觉得很恐怖 就在这边的兵马不停厮杀的时候 李元霸带着五千的唐国精锐 绕到了金国王城的下面 虽然金国多尔滚带着兵马去杀敌 但是王城这边 仍旧留了一定的兵马的 唐国兵马突然出现 让金国这边的将士 扔了一下 有点意外 因为就算他们留守兵马 他们金国王城这里 绝对算不上是守卫空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很可能守不住王城 而且他们的王城来说 并不是很坚固 城楼上的守卫有点慌乱 不停高声地喊着 很快立剑就朝唐军这边射了过去 李元霸带着兵马冲杀而来 也有立剑飞射 不过李元霸冲来之后 却是直奔城门而去 金国的城墙很不牢固 城门做的也是一般般 李元霸飞奔而来之后 直接一锤就击打过去 他的力气很大 而且颇有一点用不完的感觉 这样不停地一锤一锤地击打着 整个城墙都给人一种 一直在摇动的感觉 这样击打差不多几十下之后 就听到轰隆一声 金国王城的大门 就这样被李元霸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再炸一锤下去 直接就把城门给砸破了 李元霸带着唐国精锐冲入了金国王城 这些留守的兵马不敢迟疑 连忙来挡 只是当他们真的短兵相接的时候 他们这里哪是唐军的对手 更何况唐军这边 又有唐国第一猛将李元霸作争 很快李元霸就杀了这些金国将士纷纷溃逃 给我执逼皇宫 控制金国皇宫 李元霸一声下令 便冲着皇宫而去 此时皇宫早已荒作业团 这些大臣平日里很是高调 可现在他们只求能够活命 很快李元霸就掌控了整个金国皇宫 而就在李元霸这边攻入皇宫的时候 这个消息传入了多尔滚这里 王爷 大事不好 唐国将士攻入王城 此时正向皇宫赶去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什么 王城被迫 听到了王城被攻破 多尔滚整个人就有点不好了 他们又想到 唐军竟然趁着他们在这边作战的时候 派人去攻打他们的王城 如今王城被迫 李元霸也肯定带着兵马攻入皇宫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就一战怎么打 他们金国都是网啊 可恶 给我回城 现在多尔滚 还有最后一个希望 那就是 能够把李元霸给击杀 再次控制金国王城 可他也知道李元霸的厉害 想要击杀李元霸 谈何容易啊 而且这边的唐宇 也肯定不答应 金国兵马开始撤退 唐宇看到这个之后 就在李元霸那边 攻城成功 不作迟疑 唐宇宇立马就拿出他的高音喇叭 高声喊道 金国将士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的金国王城已经被我攻破 你们的皇宫已经被我们掌控 你们金国亡了 唐宇宇的声音很大 哪怕战士已经很是嘈杂 可这一刻 这声音大家都听得十分真切 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金国将士往后退的兵马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后退 一听到王城被攻破 皇宫被控制 他们这些人顿时就失去了士气 他们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而战 气势低落 失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宇大喝一声 唐军将士们 给我杀 一声令下 唐军失去振奋 疯狂地向金国这边追杀而去 这些金国兵马本来在逃 如今又突然失去士气 哪里还是唐军的对手 战事开始发生变化 东尔滚不停地高声喊着 可是面对如今这种情况 他已经完全无法掌控局面 王城被攻破了 他们的皇宫也被唐军掌控 他们的天子只怕已经被唐军给掌控了吧 如此他们还有什么士气 逃生是每个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 都会有的一个想法 当金国开始溃败的时候 那些金国的士兵就开始四散地逃窜开来 他们现在只想活命 而当这些金国的将士忘记了抵抗 只想活命的时候 他们就更加没有杀伤力 唐军在后面不停地追杀 一个接着一个的金国将士倒下 唐军杀得疯狂 独尔滚完全无法掌控局面 恐怖让他们的金国将士 失去了所有的信心 他们开始溃败 开始逃散 开始忘记了军令 他们越是溃败 就越是被杀得彻底 唐军在进行收割 在进行最后的收割 多尔滚见此 已经没有其他办法 他只能够带着兵马冲回王城 他们的草原很大 北边还有广阔的土地 虽然那里有一些部落 但实力都不是很强大 他可以带着大鱼儿去那个地方 只要去了那个地方 他就还有希望 多尔滚退回王城 而这个时候 唐玉已经带着兵马直奔王城而来 剩下的人进行收割 他要到王城做最后的解决 金国也是时候灭亡了 就在多尔滚进入金国王城之后 没多久 唐玉也进入了金国王城 而在此之前 李元霸已经来到了金国大殿之上 并且开始控制整个金国皇宫 他已经来了 就没有不能够控制的事情 金国皇宫已经乱成一套 李元霸带着兵马直接来到大殿之上 他来到大殿之上 便立马控制了小皇帝弗林 而后望着这些群臣说道 金国已经灭亡 投降我唐国者可以活命 不投降者就是死 他看了一眼又问道 现在做出选择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金国官员站得出来 可笑 我是金国臣子 绝不投降你唐国 你们做梦去吧 而这个金国官员 其貌不扬 平日里在大殿之上 也不这么出彩 但谁都想不到 在这样危急关头 第一个站出来 不做亡国奴 不投降的 竟然是他 不过 就在他这么说完一句过后 李元霸突然 一锤就砸了过去 直接把那人砸成了肉酱 不投降就是死 我要看看 谁还不投降 血腥味道有点淡 至少 比外面的血腥味要淡 不过 被砸成肉酱的尸体 对于众人的冲击 还是极其巨大的 这些官员 忍不住打了个寒展 紧接着 他们整个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 说不出的恶心感觉 一个人气愤地骂了一句 但很快 他就又被李元霸 也吹给砸死了 李元霸 杀人如麻 仿佛对人命 也是如同蝼蚁一般 剩下的人 现在算是见到李元霸的厉害了 因此 他们也都不敢多言 只能够 联盟表示投降 与气节想必 活着更加重要 古往今来 有气节的人 从来都是占据少数的 很大一部分的人 都是投降派 因为活着 对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 大家都想活着 大部分官员 想着投降 其他没有投降的 就直接被杀 对于李元霸 来说 他不需要那种 不肯 臣服的硬骨头 金国 灭亡之后 就不再有这些 硬骨头存在了 这样控制 这些大臣之后 李元霸 看了一眼弗林 此时的弗林 哭得很是厉害 他很害怕 也很委屈 李元霸 哈哈大笑 小皇帝 你的金国没了 李元霸 刚说了一声 外面突然就传来 一个声音 谁说我金国没了 声音落下 多尔滚带着自己的兵马 就冲了进来 弗林见到了多尔滚 立马就嚷嚷了起来 弗林喊小 说话是乃生乃气 在他这个年龄 本应该是无忧无虑 可现在的他 却开始承受着 本不应该属于 他的那种耻辱感 看到弗林这个样子 多尔滚顿 顿时就是怒上心头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一十五集 他不确定 多尔滚顿 弗林是不是他的儿子 但他认为是的 那么现在自己的儿子 被人这样欺负 他如何能够受得了呢 李渊霸 不要太得意 说着 多尔滚提着兵器 向李渊霸杀了过来 多尔滚整个人 都是极其厉害 不过 在李渊霸这里 他还差一些 两人交手几招过后 多尔滚手臂就已经发麻 李渊霸黑黑一笑 你既然回来了 那正好 我就成全你 让你死在这里 说着 李渊霸突然一锤挥了过去 直接就把多尔滚 砸飞老远 扑得一身 一口鲜血喷洒而出 多尔滚顿时觉得 五脏六腑都在疼痛 而且是那种特别的疼痛 他感觉自己的 七经八脉都被震断 他感觉自己要死了 而就在多尔滚倒地的时候 唐玉带着兵马冲了过来 看了一眼多尔滚 唐玉笑了笑 多尔滚 你之前不是挺狂的吗 在镇这里 你也敢狂 说着 唐玉突然一脚就踢了过去 他要教训一下多尔滚 虽然他已经快要死了 但是还是要教训一下 这一脚很重 直接把多尔滚 整个人踢出了残匪 但是这一脚虽然很重 但多尔滚并没有丝毫投降的意思 他怒视唐玉 哈哈大笑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来呀 杀了我 东尔滚是金国的猛将 是金国的摄政王 他不想接受这样的耻辱 他就是死也不接受 狂笑 整个大殿都是这样的狂笑 而就在他这样狂笑的时候 一名唐将飞升而出 直接砍掉了他的头颅 既然你想死 那就送你去死 不错 多尔滚的身份很高 在金国的威望也很不错 杀了他肯定会引起一些压力 但对唐滚来说 他们不在乎 而且像多尔滚这样的人 根本就养不熟的 既然养不熟 那肯定就要杀了的 杀了他 才不会对唐国以后造成什么威胁 大殿之上 很多人都看着这个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的摄政王就这样死了 弗林哭得是越发厉害 但此时已经 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个了 唐玉命人控制了整个 金国王城该安抚的安抚 该除去党羽的 除去党羽 毕竟 愿意为金国效命的人有很多 若是不杀了他们 肯定会留下祸 还 将士们开始在金国进行安抚和除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玉则去了后宫 很快 他便见到了大玉儿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玉儿 而他觉得大玉儿整个人 并不算特别的漂亮 他只是给人一种很健康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让他很有吸引力 金国王了 大玉儿并没有表现出过于悲伤 他知道就算悲伤也没有用 也觉得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而且只会让人觉得他们很可怜 他偏偏不让别人觉得他很可怜 当黄豪本事 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们母子两个人呢 大玉儿开口询问 他只想知道自己的儿子还能不能活命 唐玉看了一眼大玉儿说道 冯林可以活着 只不过只能够充当庶民 至于你妈也可以活着 不过我要你 唐玉很少对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 活着说 他很少对一个女人产生这么激烈的欲望 可是当他看到大玉儿的时候 他却有了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欲望 但他就是有了 大玉儿神色微非一动 随即脱去了自己的衣服 他的皮肤更白一些 美人永远都是能够吸引男人的 哪怕这个美人曾经有过几个男人 亦或者是生过孩子 唐玉在大玉儿这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征服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征服永远能够给他带来快感 不管是战场对敌人的征服 亦或者在床上对女人的征服 唐玉很喜欢这种感觉 不过在征服完大玉儿之后 他并没有对大玉儿有多少优待 这个女人很恐怖 恐怖的一旦给他机会 他就有可能酿成一些灾祸来 所以他可以要大玉儿的身体 但绝对不能够给他一个名分 更何况他还有个儿子呢 金国王城很快就被控制 徐茂公开始安抚百姓 如此大概半月之后 金国所有问题差不多都得到了解决 金国问题解决 唐玉他们便开始往长安城去 他们春天的时候来 在回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盛夏 盛夏的长安很热 惹得让人有点受不了 街头巷尾 娇美冰棒的小贩叫着 几个孩童拿着几文钱 兴冲冲地跑来买 唐玉的兵马回京 再一次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 百姓们兴奋 唐玉快速回到皇宫 他离开了几个月 不过长安城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唐玉将群臣 召集之后 随便说了几句 便命令他们退朝 而后 他就直接去了皇后苏荣的寝宫 因为是盛夏天气有点热 唐玉进去的时候 苏荣正是苏兄半裸地躺在床上乘凉 旁边的宫女不停地扇着扇子 苏荣的皮肤很白 让人看了之后 有点黄眼睛的那种白 唐玉见到苏荣之后 整个人顿时就有了反应 皇后 唐玉叫了一声 苏荣本来正眯着眼休息 听到声音之后坐起 抬头一看 见是唐玉 不由得欢喜地就扑了过去 先生 您总算是回来了 慢点慢点 见到苏荣急匆匆地扑了过来 唐玉连忙让他小心 因为现在苏荣怀着孩子呢 肚子老大了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那该怎么办呢 被唐玉这么一提醒 苏荣才终于反应过来 朕就是回来了 想你 所以来看看你啊 虽然内心有冲动 但是苏荣如今有了身孕 她断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 当然这种事情 也不是说不能做 到底不安全啊 苏荣听到唐玉这话 心里顿时有点感激 因为唐玉回来之后 第一个想要看的女人就是她 这让她如何不感激感动呢 身上 苏荣忍不住 依偎在了唐玉的怀里 唐玉搂着她 感觉很是舒服 不过两人这样温存一会儿过后 唐玉起身离开 在苏荣这里做不了什么事情 实在是有点憋得慌 她还是去其他地方好了 对于此 对于此 苏荣自然是清楚明白 对于男人 她还是很了解的 爱你是爱你 但你不能够阻碍她去找别的女人做那种事情 他们是憋不住的 离开苏荣的寝宫 唐玉有点犹豫自己去什么地方好 这样犹豫片刻之后 她决定去洪府女的寝宫 来到洪府女的寝宫 她正在忙 她主要就是替唐玉收集一些消息 派遣一些密探什么的 相对来说 她比较其他妃子要忙一些 爱妃 唐玉进来之后就喊了一声 洪府女穿着很少的衣服 基本上就是一个薄薄的衣衫 没有办法长安城这里太热了嘛 唐玉喊了一声 洪府女就抬起头 看到是唐玉 洪府女顿时就欣喜起来 圣上您来了 唐玉回来的事情 洪府女是早就知道了 所以她只是惊讶 唐玉回来到她这里 毕竟唐玉的妃子 现如今还是有好几个 而唐玉来她这里 说明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也并不是失去圣宠 爱妃 朕来了 你还在忙吗 她进来的时候 见洪府女 还在朕里的一些消息 洪府女笑地讲 圣上来了 臣妾就不忙了 洪府女是个聪明人 唐玉出去打仗这么长时间 肯定很久都没有接触女人了 她来来回回回到这里 是理所当然 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 这样的事情 就是她再忙 也肯定会放下 唐玉见此笑着就把洪府女搂进怀里 朕一楼 唐玉就有了反应 其他妃子相继都有了身孕 爱妃一直忙着帮朕 倒是让朕对你有点过意不去 今天就让朕好好地恩责你一番 在后宫之中 没有孩子是不行的 至少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唐玉想要让洪府女也有孩子 洪府女这里又何尝不像为人母呢 听到唐玉的话后 她越发地把唐玉搂得紧了一些 不多时 二人动情一番大战 大战结束之后 已是很反 洪府女躺在唐玉的身边 头枕着唐玉的手臂 忍不住称赞起她 她是真的觉得唐玉又强了许多 唐玉得到这样的回答 自然是满心欢喜 朕 可以再来一次 洪府女听到这个 脸颊顿时就发败起来 还是算了吧 臣妾有点受不了了 而且臣妾 还有事情对您说呢 听到洪府女有事情说 唐玉就震惊起来说道 爱妃要跟朕说什么事情啊 圣上 最近几年 我唐国开疆拓土 可以说是战无不胜 圣上主要精力都放在上面了 不过根据臣妾最近得到的消息 我唐国境内的一些地方 可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许多百姓的日子 过得并不是很好 特别是一些被我们最近消灭的一些国家的地方 那里也是时常出现问题 圣上该再派人去许案这些地方了 以便解决这些地方的一些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 唐玉基本上是疏于管理各个地方了 洪府女给唐玉说的情况还是有些严重的 一个国家什么时候都灭亡 就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 如果地方得不到安稳 只长安城繁华发展 只怕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派人去寻案其他地方 解决其他地方百姓的问题很有必要 洪府女这样说了之后 唐玉点了点头 爱妃说得不错 明天正考虑一下 看看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说到这儿 唐玉一顿随其沸沸一笑 不过现在嘛 你是真的 世上 不要吗 夜色渐身 唐玉在洪府女这里得到了满足 此日 唐玉并没有起得很早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打仗 她都没有好好休息 如今是温香暖郁的 她要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她没有怎么休息 一名工人就急匆匆跑来 圣上 魏征大人请您上朝 他还说您要不去 他就要冲进来了 这话向魏征说的 整个唐国只怕只有魏征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而唐玉听到这话过后 一下子就从床上翻身做起 她知道 如果她再不去上朝的话 魏征真的能够做出这种事情 后宫啊 要是让魏征进来 那可就要出事了 所以唐玉是急匆匆穿戴好了之后就来到大殿 大殿之上群臣都已经在等着了 他们望着唐玉 望得唐玉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唐玉跟这些人嘀嘀咕咕说的一同 群臣说是 因为之前唐玉带兵打仗 所以朝廷积压了事情不少 他们这样跟唐玉说着 倒也用了不少时间 唐玉没有怎么休息好 与群臣商讨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的精神不是很好 当然 跟之前那段时间比 还是强了很多 所以群臣发现的时候 倒也没有说什么 主要是不好说呀 只是这些大臣不说 唐玉却是极其不喜欢这种状态 想好好休息一下 都是不能的 待在长安城 还真的让人有点疲惫啊 比打仗都疲惫 其实今天大臣说的很多事情 都是小事宰相都能够解决 完全没有必要在朝堂之上说 如今唐国大事情还是没有 唐玉坐在龙椅之上 突然想起昨天洪府女说的事情 派人寻暗全国 不过他想到的不是派人 而是自己去 他要为父私房 领略各地的丰土人情 这样还能够休息一下 不至于在长安城怎么累 想到这之后 唐玉的精神顿时就好了很多 这样与群臣把事情说得差不多过后 唐玉便宣布退朝 不过却把几位宰相 以及徐茂公他们这些人 叫到了御书房 神尚 叫我们来御书房 不知所非何事啊 唐玉看了他们一眼说道 昨天洪府女告诉郑 这大唐新开拓的一些地方的问题 有很多 郑决定微服私房 去勘察一番 了解一下百姓疾苦 这大唐长安的事情 就有劳诸位了 虽说是微服私房 但是 还是要跟朝中大臣通通气儿的 这样的话 很多事情也好办一些 不然他们一声不吭就走了 这非得及死一帮人不可呀 而唐玉这样说完过后 朝中群臣顿时互相张望 愣了一下 神尚 您不是开玩笑的吧 您刚从金国那边打仗 回来现在又要出去微服私房啊 是啊 微服私房怎么能行 太危险了 您就是要去巡岸 那也得带上兵马呀 这些人嘀嘀咕咕说着 又说微服私房不行的 又说要加大人员跟随的 反正就是不怎么赞成 当然对于巡岸这事 他们都觉得 这事是必要做的 众人这样说着 唐玉也是很无奈 他撇撇嘴说道 好了 之外请担心朕 这个朕明白 既然如此的话 那朕就再做一些安排 徐茂公和李元爸 裴元庆 玉吃宝林跟着朕 而后再给朕找一些高手 在暗处保护就行了 不过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候 不准他们出现 听到有徐茂公 李元爸等人陪同 众人这才稍微放心一些 要知道 徐茂公才智双绝 李元爸武力惊人天下第一 他们两个人再加上裴元庆等 安全是绝对不成问题 安全不成问题 那很多事情基本上就可以做了 这样说好之后 唐玉便让徐茂公下去安排 其他人则开始准备接下来的事情 唐玉又要离开京城 这朝中的事情 可就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群臣陆陆续续地退去 唐玉这里便只能够 他们安排好后 就可以微服私房了 而唐玉要微服私房的这个消息 很快在后宫传开 苏蓉听闻之后 最先赶来 圣上 千金之子不坐垂堂 您的身份太特殊了 怎么能够微服私房呢 危险呢 还是不要去了 唐玉笑了笑 微服私房能有多危险呢 能有打仗危险吗 皇后就不要管了 你在临盆之前 朕肯定能够赶回来 放心吧 毕竟我唐玉的问题不解决不紧啊 唐玉已决 苏蓉见此很是无奈 只能够点头应下 而苏蓉来了之后 红服女也来了 先生 您怎么决定自己去寻案呢 您万一出了事情 臣妾可就是罪人了 这一事是红服女跟唐玉说的 唐玉要真的出了事情 她红服女还真就成了罪人了 唐玉却一下子把她搂进怀里说道 爱妃放心 朕能够出现什么事情啊 放心吧 不会的 红服女撇了撇嘴说道 身上几人自有天相 肯定不会出事的 不过臣妾心里还是不放心 身上要微服私房 臣妾也要跟着 这样有个女人 身上一来可以解闷 二来也可以照顾身上吗 听到红服女这话 唐玉顿时露出了一丝倾向 爱妃想跟着 那就跟着吧 有美人陪伴是件乐事啊 微服私房的事情 徐某公很快就安排 有徐某公做安排 安全什么的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这样做好安排之后 唐玉便带着徐某公 李元把 彭元寝 以及玉吃宝林 红服女他们 开始微服私房之路 这个时候 真是盛夏天气 长安城很热 其他地方也很热 而他们是准备 往魏国 以及民国方向去的 所以相对而言 那些地方更热 出了长安城 他们便这样一路走着 唐玉虽然是天子 但多年打仗 倒也不算娇生惯养 这样酷热还能够忍受的 而这样出了长安之后 唐玉便询问红服女 出城之后 接下来我们该往什么地方 红服女对各地的一些问题 都比较清楚了解 唐玉当初让她跟着 一来有美女相伴 路上不至于太过无聊 二来就是红服女 知道的事情多 有她在 很多消息 想要知道 不是什么问题 红服女说道 神圣上 面前上城地界时常有强盗出没 害得附近百姓是苦不堪言 我们不妨在这里调查一下怎样 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不缺强盗 哪怕是太平盛世也有强盗出没 不过一个地方平凡出现强盗 那就让人苦不堪言 所以唐玉作为唐国天子肯定要去了解一下 不然任由强盗发展下去 百姓日子不好过 他们自然就会反撑强盗 一旦恶性循环下去 事情就真的难办了 唐玉点了点头 好 那我们就去上城看看吧 说好之后 一行人便向上城赶去 上城是属于以前魏国的一个城区 相对来说还是很富饶的 就在中原之中 四周山脉不多 算是平原地区 唐玉他们马匹都是好马 又在这样的平原上 速度自然快很多 一天之后他们就到了上城地界 这个时候四周种植绿油油的庄稼 不过要等丰收的话 还要再等一等 唐玉他们就这样走着 不知不觉又到了一条小路那里 而就在这个时候 四周的树林里突然就冲出一群人 唐玉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就撇了撇嘴 因为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些人就着强盗 这些强盗大概是二十来人 长得寒酸魁梧 哥哥凶神恶煞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这些强盗拦路之后 说了一句很常见的话 唐玉听了之后 忍不住想笑 这些强盗要抢劫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吗 就算没有 直接强也比说这个强吧 至少在唐玉看来 应该不会有人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就算有人把钱交出来了 这些强盗还不死心 想要更多的钱财 所以说这些都是废话 倒不如直接一点的好 唐玉是呵呵一笑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这些强盗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 遇到个倔脾气的 不由得唐玉的话 惹怒这些强盗 他奶奶的 杀了这些人 钱都是咱的 强盗发狠 顿时就亮出兵人 李元爸很是不懈看了一眼 不过不等李元爸出手 旁边的裴元庆就站了出来 这种事情 我出手就行了 你们都歇着吧 裴元庆已经长大不少 但看起来人就有点 稚嫩的模样 他站出之后 那些强盗都觉得很有意思 忍不住哈哈大笑 就你一个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告诉你 我一个人就能够把你打趴下 这些强盗 还有点看不上裴元庆 都觉得裴元庆 还是个小孩子 要打败这样一个小孩子 那还不是一如反掌的事情吗 强盗哈哈大笑 裴元庆撇撇嘴说道 别说大话 有本事你起来跟我打一下呀 刚说一个人就能够把裴元庆打趴下的人和和一笑 直接就站了起来 好小子你还真是不到南枪不回头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看拳 说着 那男子一拳就向裴元庆打来 裴元庆站在那里不动 伸手就抓住那男子拳头 紧接着就是呵呵一笑 就你这功夫 还在我面前才能 走着 说着 裴元庆顿时用力 直接将那男子就扔了出去 而且还扔出去老远 众人看到这么一幕 顿时就愣住了 那裴元庆看着挺嫩的 怎么力气这么大 直接把一个人就给扔出去了 那些强盗在看唐玉等人神色 一副气定神贤 不由有些凝眉 但到今天是栽了跟头了 遇到了一个厉害局儿 没有想到 他们拦都拦了 还能够就这样善罢甘休吗 所以很快 这些强盗互相之间对视一眼 紧接着便突然出手起来 一个打一个不是对手 那他们二十几个打一个呢 二十几个打一个 还不是对手吗 二十几人出手 显得其实很是轰打 不过裴元庆根本就没把这些人当回事 就在他们动手的时候 裴元庆立马出手 片刻之间 便把这些强盗给打得一个个 倒在地上是不断的爱好 哎哟 好生厉害 好生厉害呀 没见过力气这么大的 逆天了 太逆天了 一群强盗躺在地上惊叹 他们就没见过像裴元庆这样的人 而此时的裴元庆望着他们笑道 怎么样 你们还要跟我打吗 一听这个 这些强盗顿时摇头 不打了 不打了 好汉饶命啊 我们再也不敢跟您打了 真的您是天神下凡啊 我们这里哪是你的对手啊 这些强盗开始求饶 想要离开 裴元庆本是没有杀他们的意思 挥手让他们离开 不过这个时候 唐玉却是干咳了两声说道 张什么急啊 唐玉淡淡一笑 看了一眼在那些地上躺着 嗷嗷指甲的强盗 而这些强盗却是心神一阵 有点担心害怕 饶命 饶命啊 他们以为唐玉不准备放过他们 唐玉撇撇嘴说道 放心 我不会杀你们的 只是想问你们一些问题 请问 请问啊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 这上城 怎么会有这么多强盗啊 唐玉询问 这些强盗听完之后 却是苦笑一声 你们不是上城人吧 所以不知道这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强盗 唐玉宁眉说道 我只想知道 我想知道的答案 少废话 不然割了你的舌头 嗯 这话 强盗一听 顿时就缩缩脖子 然后这才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 上城险令 欺压我们 我们受不了 才当了强盗啊 听到因为官员 欺压百姓 百姓 被逼无奈才造反 唐玉的脸色 就有点难看了 他知道 地方官员 各种各样的都有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微服私房 第一个遇到的 就是这样的贪官污吏 他的心里 突然伸出了一股 恨意和杀气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唐玉明白怎么回事过后 便挥手放行 那些强盗 有点不敢置信 真的放我们离开 滚吧 但是要记住 以后别做强盗 不然 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这些强盗 连连点头称使 伯多使 便急匆匆逃了 这些强盗 离开之后 互相张望一眼 强盗四散而去 唐玉他们 则开始往上城走 中途 唐玉问道 这上城县令 是何许人也 这上城县令 叫江不同 她是朝中 一品大员 江炎的侄子 不过平时 政绩不错 没有想到 她竟然欺压百姓 洪夫女 是专门收集消息的 对此 各种消息情况 都比较了解 这个江不同的事情 她有点疑惑 不知道 是他们所知道的 消息正确 还是这些强盗 说的正确 徐茂公这边 露出了一丝浅笑 说道 公子 想知道具体 是怎么回事 我们去一趟上城 就知道了 问问那里的百姓 看看江不同 怎么办事的 如此 那个是真 那个是假 就一目了人 唐玉抬头 加快步伐 向上城赶去 上城并不算很大 但繁华热闹 还是有一点的 进入上城之后 唐玉他们 就找了一家客栈 住下 而后他们才想办法 弄清楚 他们想要知道的消息 初晨 这里的事情 你就派探子打探一下 虽然他们只有几个 但他们的探子 却是无处不在 想要知道一些消息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唐玉吩咐下去 红服女立马去班 而且很快就安排下去 这边 唐玉叫上徐茂公说道 我们先休息一家 待会上街逛逛 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徐茂公点了点头 他们在客栈 稍微休息了一番过后 便出了客栈 街上天气很热 人并不算特别多 他们这样走着 却突然发现 前面出现了几个牙异 这几个牙异 态度十分蛮狠 让开 给我让开 他们一边高声喝着 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鞭子 把那些挡落的百姓 给抽搭着 街上的百姓 可能早就已经习惯 这些牙异 连忙堵上开来 唐玉见到这种情况 却是眼眉为宁 十分不喜 公子 要不要我教训一下他们 彭元庆说了一句 唐玉却是摇摇头 然后带着众人闪到一旁 他们是要观察一下 那个江不同围观如何 如果这么早就暴露了 自己的身份 那很多事情要调查起来 自然也就难了 他们躲到一旁过后 那些牙异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 唐玉拉到了旁边一名百姓 这些牙异是做什么去的 那名百姓向四周望了一眼 并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才小声说道 你是外地来的吧 竟然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 唐玉点了点头 的确是外地人 请老丈告知 他们呀 是要去抓明女呀 抓明女 唐玉有点不解 抓明女做什么 哎 县令每隔几天呀 都要换一个新鲜的黄花大闺女 他们这些牙异呀 是去找闺女去了 听到作为一名县令 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唐玉的眼眸顿时就凝了起来 一个说不出的愤怒 就并发出来 公子 怎么办呢 徐茂公问了一句 那江不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那他想必肯定不是一个好官 不是好官 他们就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唐玉思虑片刻眼眉微明说道 走 去县衙看看 等着那些衙衣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抓出什么明女来 如果他们真抓来了明女 唐玉绝对不会放过那个江不同 这样说完之后 唐玉便带着他们前往县衙赶去 这个时候 其他百姓仍旧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们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并不觉得有什么 或者说 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已经起不了任何的波澜 他们只是突然同情一下 那些被抓的明女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些被抓的明女是谁 一切如常 百姓做着各自的事情 裴元庆和唐玉 李元爸他们则直接去了县衙赶去 这个时候 那些衙衣还没有抓到明女回来 县衙外面热得很 他们只能够在县衙衙 斜对面的一个茶水铺子坐着等 卖茶的是一个老大爷 他只卖大碗茶 很解渴的那种大碗茶 唐玉他们来了好几壶 他们就这样坐着等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着 太阳毒辣辣的让人受不了 让人心生烦躁之意 时间慢慢 太阳由毒辣变成西尘 几位客官啊 你们是否要走 我这要收摊了 卖茶的老大爷准备走了 因为时间真的不早 他要回家 家里还有婆娘等着他回家做饭呢 唐玉看了一眼 那老大爷这个时候 徐茂公拿出一丁碎银子说道 你这茶摊我们先用着 明天你再来收吧 茶摊简单 就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 不值什么钱 徐茂公给的这点碎银子 可以卖好几个茶摊了 那卖茶的大爷拿了钱之后 有点喜出望外 连忙点头应下 卖茶的急匆匆离开 唐玉他们仍旧在茶摊上 等着那些牙医回来 看奶奶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那些牙医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大家慢谈着 唐玉却很有耐心 因为他知道 有些事情急不来 比如说 要黄花大闺女这事 要等到晚上才行啊 而就在大家这样说着 街头的那边 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接着他们就看到 之前那几个牙医 压着两个小姑娘走了过来 小姑娘也不算小了 十五六岁的样子 但并未褪去稚嫩 此时被压着 不由地哭哭啼啼 让人看了之后 也是想要联系一番 谈奶奶的 这群畜生 竟然真抓了几个名女回来 公子 揍她们吧 李源爸脾气火爆 一看到这些牙医 真的抓了名女来 他就气愤得不成样子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一十七集 唐玉宁梅 她很清楚 如果这两个姑娘 被压了进去 只怕今天晚上 他们要遭受破瓜之痛 可恶 唐玉骂了一句 不过还是忍了下来说道 等他们去了县衙之后再说 有些事情需要证据 很快这些牙医 带着两个姑娘 就进入了县衙里面 唐玉算着时间 估摸着差不多之后 她就带人冲进了县衙 县衙这边是有人把守的 唐玉他们走过来的时候 立刻就有县衙的牙医 冲了出来 你们是什么人 要做什么 唐玉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要做什么 要见你们县令大人 这个时候了 县令不见人 有要事的话 明天再来吧 唐玉宁没 这个时候 徐茂公说道 我们是江炎大人派来的人 有要事 要跟县令大人说 若是耽搁了 只怕你的小命赔不起 这事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他们还是不想闹大 必须要突然袭击才行 所以硬闯有点不妥 徐茂公这样说了这么一番话后 那个牙医就有点忧郁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元爸突然伸手将他拎了起来骂道 是不是找死 但我的事情 你全家性命都不够赔的 李元爸这么一下唬他 那牙医顿时就慌了神 连忙说道 请请 李元爸挥手将那人扔了下去 而后和唐宇他们直逼江布桐所在的厚牙 而就在他们这样来到厚牙的时候 厚牙这里 两个黄花闺女 已经被送到了江布桐的房间 而江布桐一点衣服不穿 在两个黄花闺女的面前晃悠 哎呀 这小模样水凉 还真是让人看了之后欢喜非常啊 不错不错 这也不错 身上该瘦的瘦该肥的肥 哎 不错 今天晚上老爷我可是有福了 想其人之福啊 这样说着 江布桐伸手向其中一个黄花闺女就摸了过去 那黄花闺女就惊叫了一声 女人的声音很尖很刺耳 把那江布桐吓了一跳 她突然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贱女人 真以为自己是谁啊 告诉你 老子没有了你 还有很多女人 再给我叫 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 恶人发狠的时候是很恐怖的 江布桐这么骂的一句过后 那女人顿时吓得不敢再叫 不过在这个时候 江布桐对她已经失去了兴趣 她直接把手转向了另外一名女子 那女子因为刚才另外一个女子被打恐吓的缘故 也至于她现在紧闭的嘴巴一声不吭 而江布桐的手已经是越来越不老实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房间突然被人从外面踹开 畜生 放开那两个女孩 李元巴是大喝一声 江布桐听到这个眼眉微凝 紧接着就愤怒 你们是什么人 真是好大胆子 竟敢闪窗后衙 来人 来人哪 江布桐高声嚷嚷着 唐玉这个时候只是微微凝眉 喝道 杀了 一声令下 李元巴不作迟疑 直接一锤就砸了过去 把那江布桐砸成了肉泥 等那些牙医过来的时候 江布桐已经死得不能够再说了 那些牙医见到这么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们不是阎老爷派来的人吗 怎么把县令大人给杀了 这些牙医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是他们没有见过这么残暴的场面 李元巴却是哼了一声 江布桐为官不仁 杀了就杀了 你们这些人 有谁欺负过百姓 谁欺负过百姓 给我站出来 吃我一锤 这些牙医本来想动手 可一见李元巴这般厉害 那手还敢动吗 此时又听到李元巴这话 他们更是不敢承认曾经欺负过百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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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欺负过百姓 真的 真没有 他们这样说着 眼神之中带着惊恐 李元巴哼了一声 直接朝其中一人一锤就打过去 直接把那人就给砸死了 我他妈看到你欺负其他人了 喊说没有 李元巴杀人如麻 其他人看到之后 心里顿时是瓦凉瓦凉的 不过这个时候 唐玉却只是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 江不通已经死了 这些人就饶了他们吧 派人复查这里 任何做了坏事的人 都不准放过 唐玉他们解决了江不通过后 从县衙大摇大摆地出来 这件事情可以说做得十分痛快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 唐玉却是觉得效果并不是很好 在他看来 如果真的要解决这种事情 应该将江不通神之于法 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让百姓知道恶人会有恶报 朝廷不会任由这样的官员恶下去 以暴制暴是不行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百姓 对他们唐国更加的归心 不过今天发生的事情 太让唐玉生气 而且当时的情况 也不容他们再去慢慢一步一步地调查 然后将江不通神之以法 更重要的是 唐玉的身份不好暴露 如此种种 也只能够用这种最简单直接的办法解决 而就在他们解决这件事情过后 江不通被杀的消息就在上城传开 百姓们这样嘀嘀咕咕咕说着 而上城的那些强盗听到这个之后 也都兴奋 什么 江不通就这样死了 不敢置信 不敢置信啊 谁把他们给杀了 老大 就是当初我们拦截的那一伙人啊 他们可是勇猛啊 直接闯进县衙就杀人 要是咱们还真就没这个本事 江不通被杀 很多强盗都陆陆续续回归到了正常生活 而唐玉他们在这里的事情解决之后 便继续前行 在路上但凡遇到不平事 他们都会管上一管 其实在唐玉说来 只要他们躺过百姓的事情 就没有什么小事 夜袭对他们来说 这些人都算是小事 但对很多百姓来说 却是关乎他们生存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事情 他们可不敢掉以轻心 遇到能够解决的 他们肯定会立马解决 而就在唐玉 这样在唐国境内微服私房的时候 一些消息传到了宝岛 宝岛是华夏大陆东边的一个小岛 这个岛此前是由一个小国占领 不过唐国灭明的时候 民国王爷朱利带着兵马逃走 而他逃跑之后 就带着自己的水军来到了宝岛 并且与宝岛上的一个小国 发生了一场战争 小国到底是小国 被朱利虽然战败 而且仍旧是大国的王爷 所以很快就灭掉了那个小国 并且在宝岛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他在宝岛这里 弄了一个难民小朝廷 朱利在这里称王 而且他一直在企图复仇 灭掉唐国 奖励他们大明朝 所以在这里安顿下来 一边练兵 一边派人去收集唐国消息 一边自己有机会 对唐国出手 灭掉唐国 而就在朱利 在宝岛上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关唐国的一些消息传了过来 王爷 有消息 而且是个好消息 这天 就在朱利与自己属下商讨事情的时候 一名工人急匆匆跑了过来 朱利听到这话 有点好奇地问道 什么好消息啊 王爷 刚刚得到消息 唐国天子唐宇 竟然离开了长安城 只带了很少人微服四方 如今离开长安城 已经很远了 听到了这个消息 朱利顿时就站起 消息可是真的 王爷 千真万确 肯定是真 朱利点了点头说道 好啊 好啊 唐宇竟然微服四方 这不是给我们民国机会啊 只要杀了唐宇 他们唐国必定大乱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席卷唐国 东山再起 天子微服四方 甚是可疑 但在这样的乱世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 此时朱利很是兴奋 她兴奋地忍不住走来走去 来人 给我找一匹杀手来 而且是要一匹最最厉害的 最最顶尖的杀手 我要他们 要了唐宇的性命 唐宇如果是死了 很多事情 都好解决 所以现在朱利要杀唐宇 而要杀唐宇 就得弄杀手去唐国 做这件事情 朱利一吩咐下去 很快就有人应了下去 王爷放心 才是下官去办 保证万无一时 唐宇只有几个人 要杀几人 还不容易吗 不过 这人领命之后 朱利又觉得缺少一点什么 于是又吩咐道 把这个消息 传给中国和宋国 他们如果知道 这个消息过后 肯定也会出手 到时候 这么多杀手 我就不信唐宇 能够活着回去 朱国 肯定是希望唐宇死 如此 当朱国的人 得知唐宇 微服私放的话 他们也会肯定 派人去杀唐宇 至于宋国嘛 虽然是宋国 跟唐国 现在联盟 关系挺好 至于宋国 还要相应唐国 弄个什么大运河 那朱利太了解 宋国的情况了 如果可以灭掉唐宇 宋国肯定会想办法 除去唐宇 毕竟 唐国太强大 而宋国 也是极具野心 宋国肯定也想杀了唐宇 朱利这样安排下去 立马就有人领命 把这个消息 传递到了 中国和宋国那里 当然这个消息 不可能直接传过去的 他们会有一些手段 让中国的周五妹 和宋国的宋元朗 觉得这个消息 更为真切一点 而且是他们的人 给察觉到的 他们不相信 其他任何人 查出来的消息 做完这些过后 朱利这才最终 松了一口气 唐宇啊唐宇 以前打仗 不是你的对手 杀不了你 不过现在 你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你死 死无藏身之地 夏末时候 唐宇他们一路往南 此时他们已经离开旧式卫国地界 来到了就是民国的地界 这天 他们来到了南城 南城以前是民国时候最为繁茂的一个都城 四周水路发达 而发达的水路 成为这个城池带来了不错的贸易往来 所以这里经商的百姓很多 这里也有很多富裕有钱的百姓 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红夫女说 这里的官员十分的可恶 不仅贪赃妄法 而且还肆意的欺压百姓 唐宇他们准备来到这里教训一下 这个贪官五十三 乘船走水路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南城地界 进入南城的时候 正是黄昏 黄昏南城很是美丽 美得像是一幅画 唐宇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夕阳 真是没有想到 在这么一个并不出名的小城里 竟然能够遇到这么美的夕阳 唐宇望着远处天空 忍不住感叹 这个世界很大 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 都有着不同的景致 不过很多都是他们有见过的 夕阳很快落近 街头的百姓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往家赶 几只蜻蜓飞得很低 唐宇他们找了一家客栈 然后便在客栈里休息了一晚 四日一早 他们就准备开始调查五十三 公子 五十三今天座堂处理百姓的事情 要不咱们去看一下怎样 听到五十三还会处理百姓的送祖 唐宇就觉得很有意思 像五十三这样的贪官污吏 他真的会为民办事 而且他这样的人 那些百姓会请他断安 那简直就是开玩笑嘛 五十三只怕 趁着这个机会收取费用吧 不过 虽然五十三真的是在县压开唐审安 那他唐宇便去看看 看看他唐国的官员 到底是怎么审安的 除了客栈 街上百姓 就有很多人成群结队向县压方向赶去 看到这么多人向县压赶 唐宇就觉得奇怪了 那五十三真的是个贪官污吏 这些百姓怎么还这般兴奋地去县压呢 唐宇就觉得奇怪 于是就拉了一个人 问一下 这县令断案有什么好看的 那个人看了一眼唐宇 嘿嘿一响 当然好看了 我们这个县令啊 断案如神 每一次解决救风啊 都能以一种让我们非常惊艳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都觉得这个县令大人 判案是一种享受啊 看断案是享受 这种情况唐宇还是第一次遇见啊 他看了一眼红服女说道 初晨啊 你之前收集的那些消息是真的吗 这五十三真的是个坏人 红服女 勉露苦涩说道 公子 我的消息是绝对不会错的 这个五十三的确是个坏人 而且很坏很坏的那一种 他就是那种死了之后 我都想踹上两脚的人了 说这话的时候 红服女摇着嘴唇 疼遇见红服女这个样子 倒也是心里泛起了嘀咕 如果红服女说的是真的 这个五十三的确是个坏人才对啊 那为何这里的百姓 对五十三又是十分的看好呢 奇怪 奇怪 真是有意思了 走 我们也去看看 说完 唐宇便带着他们向县衙赶去 来到县衙之后 县衙外面已经站了很多百姓 这些百姓站在外面 就可以把里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唐宇更是疑惑 因为县衙里面 从大门到大唐这段距离 其实有一个墙来隔断的 这个墙有时候就是一个装饰品 还挺好看的 百姓站在外面就算能够看到 也只能够看到一点点 可是这么多百姓拥挤在一起 除非他们能够看到县衙的全貌 唐宇想着 就和李源把他们挤了过去 就这样挤过去过后 唐宇顿时就有点恍惚了 因为他发现这里的县衙里面 竟然把这堵墙给砸了 这样的话 县衙里面 如何断案审案 百姓在外面就能够看得是一清二楚 而敢这样把断案审案给百姓看 除非这个官员是个清官 不怕被百姓骂呀 看到这些 唐宇又觉得 事情让人难以解释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他抬头看向大唐 很快便看到了县令五十三 那五十三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留着胡须 看起来一脸正气 倒也不像是个坏人 唐宇摸着下巴 这个时候 大殿上的两个妇人 一个半岁的孩子 他们就现在 要找五十三 短案的人 大人 我的大人哪 就是这个贱女人 她非得说 我的儿子是她的儿子 真是冤枉啊 真是我的儿子 一个妇人 指着另外一个妇人 破口大妈 好像对另外一个妇人 痛恨至极 另外一个妇人被骂 顿时也哭了起来说道 老爷 冤枉啊 这是我的儿子 我与这人 以前是很好的姐妹 我儿子出生之后 他便时常来 偶尔也会把孩子 抱到他家去 可是曾想 这个怨毒的妇人 把我孩子抱走之后 却说是她的儿子 不肯还我 我这心痛啊 请大人明察 还我公道 两个妇人 在大汤汁上 不停地争吵着 五十三 听他们说完之后 眉头就微凝倒 这孩子 有一个 母亲有两个 真是不好分 我看这样吧 你们两个母亲 把这孩子拉扯拉扯 看谁能够抢到 就算谁的 怎么样 孩子还很小 拉扯的话 一下子 那不就是毁了吗 李源爸 听到这个之后 眼眉顿时就凝了起来 他奶奶的 果然是狗怪 完全没有丝毫同情心 公子 你一句话 我上去一锤子 就把它砸成肉酱 听到五十三段 按的办法过后 李源爸就十分的 气不大意出来 很想直接冲上去 杀了五十三 不过这个时候 唐玉却是浅想 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挺好 这个五十三 比我想象的当中要聪明 别人不清楚五十三 是怎么想的 他唐玉却是很清楚 李源爸听到这话 有点不解 撇嘴说道 聪明什么 我看就是个残暴 太残暴了 竟然敢对一个孩子 下这样的手 果然是十分残暴 李源爸 他很是看不惯五十三的这种断案方法 而这个时候 大堂之上 那个最先开口的妇人说话了 老爷 这个办法我看行 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一定要抢回来 这是母爱的力量 母爱的力量很强大 有的时候足以惊天地气鬼神 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妇人却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大人 不可 不可呀 孩子这么小 怎么能够进行拉扯 这孩子 我 我不要了 两个妇人的态度 差别很大 一个要进行拉扯 一个不要了 外面的百姓一阵地虚谈 觉得这个案子到这里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判了吧 可就在这个时候 五十三突然大喝一声说道 世间母爱是最伟大 但却不是力量 真正的母爱是宁愿自己心痛 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伤 这孩子分明就是另外一妇人的孩子 你为何不还人家 五十三断案 众人一愣 而子妻一想 她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 如果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她又怎么舍得拉扯自己的孩子呢 原来 五十三并不是想要拉扯孩子 来判断这孩子是谁的 而是 她想看看 谁更有母爱 有母爱的人 才是这孩子真正的母亲 现在她有了结果 李元爸对这个五十三 本来没有丝毫的好感 可是现在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恍惚过来 公子 还真是这样 你说 这是什么情况 一个在红夫女的资料当中 显示是一个大坏蛋的人 现在却断案如神 而且深受百姓爱戴 这件事不管怎么看 都觉得很有问题 而且问题很大 李元爸完全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唐宇摸了摸下巴 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五十三还在不停地断案审案 他的能力很强 每一次都能够把事情很巧妙地给解决 外面的百姓纷纷叫好 他们看得很过瘾 仿佛只要有人做了恶事 在五十三这里是无处遁形 审案结束 百姓这才有一点依依不舍地离开 唐宇觉得事情真的好生奇怪 所以在众人陆陆陆续续离开的时候 他又拉住了一个人 这五十三五大人 还真是好本事 断案如神 厉害厉害 这五大人以前也是这样子吗 唐宇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那个被拉扯出的百姓笑了笑 这事啊 说来也奇怪 以前五大人还真就不是这样 这就是他一次去游玩 结果一不小心撞到了头 然后就变好了 以前的五大人好坏好坏的 那百姓说完是摇了摇头 然后便扬长而去 而从这个百姓的话里 唐宇算是听明白了 红扶女以前收集的消息 没有问题 这个五十三以前就是个很坏的人 只是因为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些脑袋 才变好的 听到这儿 唐宇内心不由得苦笑 按想这该不是是那个又穿越了吧 因为这个五十三身上发生的事情 还真的像是被穿越占据了身体一样 他唐宇能够穿越到这里 那其他人也想必可以吧 可能他运气比较好 穿越成了皇子 然后又成为天子 只是这个人运气不好 穿越到了一个贪官身上 但是他又想做事 所以就改变了一些这个官员的作风 我的妈呀 这该不会是真的吧 唐宇突然有点激动 但随之而来就是恐惧 如果他所在这个空间里 存在着其他穿越人士 那他很真就觉得有点危险 也许这些穿越人士也拥有系统呢 要真是这样 事情恐怕不容想象 同类 本来在一个地方发现同类的话 会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但如今在这样的地方发现同类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想 一个人发现了一块新大陆 而在这块新大陆上 有着很多丰富的资源 如果没有其他人来的话 这些资源都是他的 可是如果来了一个人 那他们就要分 谁愿意把自己手里的东西 给其他人呢 这样的话 他们就有了矛盾 而双方彼此也是很是了解 那么神圣神父也不好说了 唐玉的内心起了波来 他突然很想跟这个五十三接触一下 如果这个五十三真的是穿越人士 那他会很快找个机会杀掉五十三 他不允许有其他穿越者出现在这个时空 哪怕这个穿越者现在做的事情是好事 对百姓很好很好的事情 那也不行 恐惧会让一个人发狂 从县衙里面离开过后 唐玉便对徐茂公说道 你是不是拿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的东西 徐茂公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道 这个的确是有的 徐茂公做事比较谨慎 所以很多东西他都有准备 唐玉点了点头说道 好 明天我们再来 我做你的跟班 我们进去见一见这个五十三 我想看看这个人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只是头被撞了一下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有些事情自然是不能够随便暴露出来的 唐玉这样跟着徐茂公说了一下 徐茂公也觉得有点奇怪 他点点头说道 这个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两人这样说好 便在客栈休息一夜 只等明天去县衙找那五十三求证 可能是第一次感觉到一股无法严明的危机 唐玉在自己的房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如果五十三真的是穿越者 他会不会有现代化的武器 如果真有的话 自己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武器也准备上呢 以防万一啊 唐玉躺在床上想了很多 他越是想就越发睡不着 担心还是担心 恐惧还有恐惧 一夜就这样过去 此日唐玉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看起来都比较疲惫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他只知道自己睡得很晚 很晚 公子 您没有休息好吗 见到唐玉这个样子过后 徐茂公就有点担心地问了一句 唐玉拜了拜托说道 没什么 我们走 去县衙看看吧 今天不是县衙审案的时间 所以县衙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许多 唐玉他们来到县衙之后 徐茂公就把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递交了上去 很快 五十三就从里面迎了出来 下官五十三拜见徐大人 徐茂公点了点头说道 本官此次出宫 比较私密 没有带什么随从 五大人不必这般身长 是 是 徐茂公这样稍微安排一些 随后便进了县衙 来到县衙之后 徐茂公并没有开问 唐玉在旁边突然来了一句 Hello 唐玉说了一句英文 而且是一个任何人都知道的英文 徐茂公听到这个词过后 先是愣了一下 他不明白这个Hello 是什么意思 而这个时候 五十三也是一脸的懵逼 嗯 徐大人 这位是什么人 他这个Hello 是什么意思 五十三很好奇地问了一句 唐玉却是宁眉思虑 从五十三反应上来看 他好像不是穿越者 如果是穿越者的话 听到这个Hello的时候 肯定不是这个反应 见此 唐玉一直悬的心 这才终于放下 不过 如果这个五十三不是穿越者 那他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唐玉心里满是疑问 呃 Hello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五大人 还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嘛 徐茂公 没有必要向一个小小县令 解释Hello 是什么意思 更何况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Hello 是什么意思 徐茂公这样说完一句过后 五十三已经发现 自己有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连忙笑道 没有 没有 就是不明白而已 这样又聊了几句 但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徐大人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徐茂公说道 可能要待上一段时间吧 我要考察各地的 风土民情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只需好好当你的官就行了 听到这个 五十三自然不敢多言 连忙就硬了下来 这样说完 徐茂公和 唐玉他们 才终于离开 离开县衙之后 徐茂公明显发现 唐玉的神情舒展许多 公子 您今天到底是什么目的呀 那个Hello 又是什么意思 徐茂公真的不明白 唐玉为何要这么做 他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 唐玉却笑了笑 有些事情 徐爱卿 你不需要知道的 唐玉的回答 跟徐茂公刚才说 五十三的差不多 有些事情 真的不需要解释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也不能够解释 徐茂公见此苦笑 但并没有再次继续询问下去 而就在唐玉他们 这样回到客栈休息的时候 五十三这里 却是急匆匆回到了后衙 他的神色有点紧张 有点难看 怎么办 怎么办 漏馅了 要出大事了 他一个人在后衙 骑着团团转 他有些心急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心事 他以为这件事情 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 可今天徐茂公的到来 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 特别的不安 回到客栈之后 唐玉左思又想 但就是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 怎么可能从一个坏人 一下子变成一个好人 唐玉是怎么也不相信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一个坏人 就是坏人 他的骨子里就是坏的 想让他学好 很难很难 而头被撞了一下子就变了 这也太不可能了吧 唐玉把徐茂公叫了过来 把自己的疑惑 跟徐茂公说了一下 徐爱卿啊 你觉得这件事情 该怎么调查才好呢 徐茂公想了想说道 身上 您说的的确让人觉得可疑 一个人突然转性 真是奇怪 不过 我们想知道更多情况 其他也有办法 唐玉有点好奇 问道 哦 什么办法 身上 简单啊 只有最了解五十三的人 才知道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把五十三的家卷弄来 然后调查一下 五十三是有老婆的 问五十三的老婆 才能够知道五十三的秘密 一个朝夕相处 甚至是夜夜同床的人 自然是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唐玉看了一眼徐茂公 笑了笑说道 好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 一定要给我办得漂漂亮亮的 徐茂公点了点头说道 剩下放心吧 这种事情真的要办 那简直太容易了 这事还真是很容易 很快徐茂公就派人去打探一些消息过来 然后便开始制定计划 以图将五十三的老婆找来 五十三的老婆叫陈娟 是一个略微有点肥胖的女人 不过样貌倒还说得过去 给人的感觉还算好 而这个韩娟 可能是因为自己相公以前做的坏事太多 所以她经常礼佛 希望可以得到佛祖的原谅 不过 对于她相公以前弄来的钱财 她还是照样花 该怎么花 还是怎么花 她就是心里有点不安 希望可以通过礼佛来达到内心的安宁罢了 而对于世俗的一些诱惑 她又无法阻挡 只能够一边礼佛 一边享受着欲望里面 她几乎每隔几天就要来礼佛 这天她又来了 一大早 她就坐着马车出了县衙 准备前去无量寺 无量寺是这里一个很大的寺庙 信徒还是很多 陈娟每一次来都会有僧人给她单独弄一间房间 因为她身份尊贵 因为这些和尚不想得罪五十三 不过 就在陈娟坐上马车出城没多久 忽然道路上就出现两个人 这两个人出现之后 立马就冲进了马车里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一十九集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好的胆子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陈娟不停地嚷嚷着 想要用自己的身份 把这两个歹徒给吓走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歹徒绑架的就是她 把她的嘴堵上 驾着马车离开 工资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控制了陈娟之后 马车立马朝着一个十分披静 甚至可以说是人计汉制的地方赶去 陈娟不停地挣扎着她 突然就害怕 很害怕 从来都没有过得害怕 也是夏末初秋时节 城外仍旧不见任何秋色 阴影还能够听到阵阵禅明 禅明有些烦躁 仿佛要在临死之前 把所有的精力都宣泄出去 风吹得确实有点凉 但凉得舒爽 树林秘处唐玉和徐茂公他们 在这里等着 没过多久 一辆马车就从远处飞奔而来 最终停在他们的面前 紧接着 两个人就把陈娟的马车给拉了下来 陈娟脸色发红 整个人脸都是胖嘟嘟的 她有些紧张 徐茂公命人去除她嘴里的东西 紧接着她就立刻嚷嚷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 知道我是谁吗 竟然敢绑架我 我告诉你们 女人嚷嚷的有点让人不耐烦 唐玉宁没 这个时候一名下人突然一巴掌就冲了过去 闭嘴 让你输的时候再说 这一巴掌打得很重 直接就把陈娟给打蒙了 她长这么大 谁打过她 可今天竟然让人给打了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啊 但虽然不可理喻 却也真的是管庸 一直嚷嚷的陈娟 这下子终于是老实了 唐玉看了她一眼说道 找你来呢 只是想问你一件事情 回答得好 可饶你性命 放你回去 可若是回答得不好 今天这里我随便挖个坑 都能够把你活埋了 四周空气无人 就算真的埋了 也不会被人发现 陈娟的头 嗡的一下就愣了 她感觉一定是报应来了 她相公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现在老天要来报复她了 她微微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就说道 饶命啊 饶命啊 你们要问我什么 问我什么 我都说的 只要让我一条性命啊 这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 应该十分的胆小怕失 唐玉撇了撇嘴 然后问道 五十三以前很坏 怎么突然就变好了 我家相公一直都是好人 真的是个好人的 陈娟是战轻轻轻说着 唐玉凝着眉头 紧接着旁边的一人 一巴掌就又朝着陈娟抽了过去 老实回答 不然 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 陈娟这一次 是真的抽打得更痛了一些 痛得他都不敢再抬头了 说吧 有些话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这是一个很冷酷的人 他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杀气和暴力 让陈娟从心里都感觉到害怕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那天我家老爷出去玩 回来之后就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唐玉和徐茂公他们都是知道的 所以唐玉并没有满足这个答案 除了性格上不一样 有没有其他的让人觉得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身体上有没有多些什么东西 或者少些什么东西 或者说跟以前的五十三不一样的 在唐玉看来 五十三这种情况只有一种 如果不是穿越附体的话 那就只能够是这个五十三不是五十三 而是其他人假冒的 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两个完全一样的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吗 唐玉这样询问 陈娟倒是陷入了沉思 紧接着 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但很快 脸颊又通红起来 见陈娟如此 唐玉知道她肯定是发现了一点异样 说吧 哪儿不同啊 被问 陈娟反倒是犹犹豫豫起来 很是不想回答 或者说 不好回答 旁人的见词 顿时又要动手 这个时候 陈娟突然害怕地说道 别 别 别打我 我说很不行吗 别打我 见词 那下人这才 把杨琪的手又收了回去 唐玉的脸色一直都很难看 她有点失去耐心 说吧 陈娟点点头说道 她那方面不一样了 好像 大了 那方面 是哪方面啊 听着陈娟这样的话 唐玉他们就有点不明白了 陈娟的脸颊越来发红 说道 就是 就是 那方面嘛 晚上做的那种事情 就是我明显觉得 她比以前强横很多 也比以前厉害 但是 我此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你们现在这么一说 我才觉得有问题 这话陈娟已经说得十分明显 她说的那一方面 是指男人的那个东西 唐玉怎么都没有想到 陈娟所能够想到的不一样 竟然是这个东西 只是这个东西虽然算得上是一个证据 但还真不好开口 也不好和他们作为证据 毕竟这个东西 是会大会小的 完全没用啊 再想 再想不出来 你就等着死吧 唐玉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 她不要这种 没有用的证据 她要的是能够证明 现在的五十三 根本就不是五十三的证据 陈娟被唐玉的话给吓到 浑身哆嗦一下 紧接着她又说道 我想到了 想到了 唐玉点了点头问道 说吧 想到什么了 是这个样子的 我相公以前肩膀上有颗痣 但现在 我相公肩膀上没有了 以前我没有在意 毕竟 我相公很厉害嘛 陈娟的这个很厉害 很容易让人异想 因为自己的男人变得很厉害 所以连一些怀疑都不去想 不去在意 因为这个男人 比以前的男人更加的优秀 所以 他宁愿相信这是假的是真的 也不愿意去揭穿他 唐玉和徐茂公 然后 听到这个证据 倒是松了一口气 那个大了的证据实在是不靠谱 但是这个肩膀上的一颗痣 就不一样了 这绝对是一个完全可靠的证据 唐玉点了点头 好 我们现在就去县衙 如果你说的有错 去的县衙 我就弄死你 现在既然有了证据 那唐玉就要去验证 就要去弄清楚这件事情 他要弄清楚 为何以前那么坏的一个人会变好 会有人假冒吗 可是 这个假冒的人 又是怎么假冒的 他又为什么要假冒 所有的谜团 都将会慢慢地揭开 唐玉和徐茂公他们坐在马车上 带着陈娟向着县衙赶去 而此时的陈娟 整个人都崩溃了 难道自己这一段时间 一直睡在一起的男人 不是他的相公 想到这一点 他就忍不住有一股的寒意袭来 唐玉他们直接进了县衙 而他们到了县衙的时候 县令五十三正在后面 紧急着往前走 一名牙医急匆匆跑了过来说道 大人 徐茂公又来了 听到徐茂公又来了 五十三心中顿时就沉了一下 他总有一种事情要被揭穿的感觉 虽然担心 但他还是连忙迎了出去 而他走出去过后 看到徐茂公等人的时候 顿时又愣了一下 因为今天早些时候去礼服的城眷 竟然跟徐茂公他们一起回来 他越发觉得不安起来 事情不对 拜见徐大人 徐茂公看了一眼五十三 然后说道 五大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想跟本官说啊 徐茂公语气有点冷 冷得仿佛早已洞穿一切 五十三眼眉为宁 看了一眼陈娟 此时陈娟神色紧张 可又显得有点恍惚 五十三这个样子看了一眼过后 连忙向徐茂公问道 回大人的话 下官真有事情要说 说吧 徐茂公并没有着急把事情说出来 他都要看看这个五十三能耍出什么花招 五十三点了点头 又突然用手指着陈娟说道 徐大人 这个女人 被这下官红性出强 下官正准备把他找来 教训一顿呢 他简直太不受辅导了 五十三突然说出这话 让众人愣了一下 不仅是徐茂公和唐玉他们很是意外 就是陈娟都没有想出会有这么一处 自己什么时候红性出强了 自己又有什么时候不守妇道了 五十三简直就是对他的污蔑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简直就不是东西 既然这样污蔑我 我 我跟你拼了 陈娟飞扑过去 五十三立马就跟他纠缠在了一起 两人竟然就这样打了起来 唐玉宁眉 然后喝道 住手 神鹰略带一点不耐烦 很快就有人把五十三和陈娟两人给拉扯开 两人被拉开之后 唐玉看了一眼徐茂公 然后徐茂公点了点头说道 不实在 陈娟说他相公肩膀上有一颗汁 可你却没有 你以前很坏 现在却又为名做事 这实在是很古怪 本官怀疑你是 其他人冒充的 如今你老实交代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徐茂公这样开口询问 五十三的心里就沉了一下 事情 终于还是被人发现了 不过 就算被人发现了 他也不肯束手就擒说道 打着冤枉啊 肯定是这妇人 红杏出墙 所以才这样污蔑我 我就是五十三呢 要是我为什么改变了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对于以前的事情 我很多都不知道 打着明鉴啊 这样说完的时候 五十三突然想起 唐玉之前的那句哈喽 他有点奇怪 难道 就是因为那句哈喽 自己才露价了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伪装得很好 肯定是因为 才被徐茂公给察觉 五十三这样说完 陈娟立马就又哭了起来 谁诬蔑你啊 我相公的肩上就是有一颗枝 但是你就没有 你不是我相公 你到底是谁啊 好你个贼婆娘 自己红杏出墙 还来诬陷我不是五十三 恶毒 真是恶毒的妇人啊 两人很快就又骂了起来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明白 五十三刚才为何要说 陈娟红杏出墙 他这是为了让自己 相信陈娟所说的话都是假的 都是有目的的 而他的目的就是想弄死五十三 来掩盖自己的红杏出墙 不过相比之下 徐茂公和唐玉更相信春娟的话 也就是说 五十三撒谎 不过他能够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之下 有所察觉 还真是足够聪明 聪明的让人有点不敢置信 唐玉浅笑 这样的人还真是少见 颇有极致 好了 既然 五十三不肯说明情况 那就直接砍了吧 砍了审视 管他正假 唐玉在旁边说了一句 徐茂公点了点头 来人 把五十三 此前欺压百姓 无恶不作 该死 现在给我砍了他 以前的五十三 的确做了很多坏事 现在要砍了他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妥 徐茂公这样说完之后 立马就有人动手 五十三一看这种情况 顿时就有点傻眼 自己现在怕是替 那个五十三死了 一着急 他连忙求饶起来 饶命 饶命啊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听到这话 徐茂公又是淡淡一笑 好 那你说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假冒五十三 男子苦笑说道 回大人的话 其实我叫李卫 也不知道我为何 要假装五十三 纯粹有一天我游玩 突然遇到了强盗 而这一伙强盗 把那真的五十三给杀了 当然那伙人 也算是替天行道 毕竟这五十三 也不是什么好人嘛 而他们杀人之后就走了 过这一来 这五十三 竟然和我长得是一模一样 我想这与其 流利失所地到处流浪 倒不容假冒五十三 来这里当官呢 李卫把情况 这样嘀嘀咕咕说得一通 唐玉听到 他的名字的时候 愣了一下 李卫 不是他那个年代的 雍正时期的那个李卫吗 李卫当官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假冒五十三的人 竟然是李威 这个时空的事情 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唐玉心里想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茂公哼了一声 原来你真是假冒的 那你知不知道冒充朝廷命官 是要被砍头的 你这个样子 罪该万死 来人 把他给我砍了 真的是假冒了朝廷命官 那也是要杀头的 不然 这个世界 岂不是要乱套了吗 李卫听到 他要被杀头 顿时就有点无语 但如今这种情况 他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 只能够认命了 而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唐玉 却突然开口 住手 唐玉让住手 徐茂公一冷 有点不解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都忘了过来 但唐玉并没有多说 徐茂公稍微反应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算了 念在你有功就不杀你了 你还继续当你的官 不过 要是欺负百姓 定杀你不饶 徐茂公并不知道 唐玉为何要饶李卫的性命 但他知道 唐玉要饶李卫的性命 所以唐玉只是一个助手 他便立马反应过来 饶了李卫 而且还让他继续当官 李卫这里有点不甘置信 但还是连忙 跪拜下来 连忙撑血 徐茂公摆了摆手 而后看了一眼唐玉 唐玉遣笑 这里的事情差不多 算是结束了 他们可以离开了 离开县衙后 徐茂公不解 身上为何要饶了李卫 唐玉笑了笑 因为他罪不至死啊 真的该死的五十三已经死了 一个愿意为百姓做事的人 显然杀了可惜 你不觉得吗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唐玉这样说着 李卫的性命其实并不重要 他真正看重的 还是那些有座位的官员 一个有座位的官员 可以为百姓谋取很多的福利 如果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官员 那么就怕这个官员 有一点瑕疵 他唐玉也是不在乎的 徐茂公明白唐玉的意思 他笑了笑 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在这里又待了一天 而后他们便继续往东赶去 这样往东走了十几天左右 他们来到一个小镇 叫齐丰镇 齐丰镇四周都是山峰 小镇在群山之间 显得很是清油 小镇不大 人口也不是很多 唐玉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正是黄昏 这个时候亦是秋天 黄昏秋天 景色很是不错 夕阳晚照 美得像是一幅画 他们的到来 并没有在小镇上 引起什么风波 他们就只是找了一家客栈休息 客栈也只是普通的客栈 而就是在他们进入客栈的 第一天晚上 夜里就起风了 风很大 而且刮得有些厉害 仿佛从来都不曾停歇一般 唐玉被外卖的风刮得有些烦躁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客栈房间的门却支压地一声开了 唐玉眼眸凝着 紧接着夜色之下 便见几条黑影闪过 直扑唐玉 刀光有点闪光 略带无尽地杀起 唐玉神色大惊 一个翻身飞升而起 直接就抄了那个枕头的霸王枪杀了过去 一枪杀出 立马斩杀一人 鲜血喷洒 冲进的黑衣人似乎没有料到唐玉竟然没有睡 一个人倒下 唐玉再次凭杀 来人 有刺客 徐茂公和李源爸他们救助在隔壁 唐玉高声喊了一声 紧接着再次出枪 又斩杀一人 片刻之间 小小客房之内 亦是血腥肺弥漫 兵格之声不绝 很快 李源爸等人 听到声音就冲了过来 何人大胆 真是找死 说着 李源爸一锤即杀 那些进来的黑衣人 片刻之间 便被杀得一个一干二净 他们这些人武力不错 相对来说也十分厉害 但跟李源爸比 还是差远了 人很快就被杀了个干净 血腥味道越发地浓郁起来 屋内很快就亮了起来 外面的风含在呼呼作响 屋内的灯光 咬嘴 徐茂公和李源爸他们 都集中在唐玉的房间 圣上 只怕您离开长安城的消息 已经传开 如今我们待在这里 未免太危险了一点 有人要刺杀唐玉 很显然 是这些人有预谋的 唐玉继续微服私房很危险 随时都有危险 徐茂公眼眉拧着 然后说道 圣上 我们明日一早 即便启程回京吧 这些刺客虽然死了 但保不及 还会有其他的刺客呀 徐茂公并非胆小怕事的人 但如今有了唐玉的安全考虑 也只能够劝唐玉 尽快回到长安城 到了长安城 一切都就安全了 不过 徐茂公虽然这样说 李源爸却是不以为一说道 有我李源爸在 谁能够杀了圣上 还有 你不是派了不少人 在暗中保护吗 如此还怕什么 李源爸意高人胆大 并没有把这一次暗杀当回事 唐玉这里却是在思虑着 说道 如今镇在外面 的确是有些不安全 不过有些人想刺杀镇 镇必须要弄清楚 这些人是什么人才行 敢刺杀镇 镇就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付出惨痛的代价 刺杀应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刺客也必须成为一个很危险的职业 选择的刺客就要选择失败过后 所面临的危险 而这个危险并不只是自己死亡那么简单 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要面临危险 唐玉要让这些人知道 他们既然来刺杀他了 那后果 那么就得他们自己来承担 后果是什么 灭九族 唐玉要让他们知道 谁要刺杀他 徐茂公见此有点无奈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在徐茂公看来 自然是安全重要 但他也清楚 唐玉决定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轻易改变 所以他也只能够点头映下 想着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夜色越来越深 寒风呼呼吹着 有点凉意 而就在祁风镇某一个山峰之间 有人副手而立 任凭夜风吹拂 他的名字叫做贪冷 事情怎么样了 唐玉可有刺杀成功 声音冰冷 不带任何感情 作为杀手 就是不需要有感情 他这么说的一句 很快就有人应了一声 老大 我们的人都失败了 那唐玉显然很厉害 而且据我们所猜测 他除了身边高手如云 恐怕在暗中 也藏了不少高手 就凭借我们这些人 想杀了他 不容易啊 听到这些 贪狼神情仍就平静 唐玉是唐国天子 何等荣耀 杀他若是容易的话 王爷就不会派我们来了 周国和宋国 快有来人呢 都派人来了 而且他们的人 现如今就在四周 不过他们似乎 并不着急动手啊 都是聪明人 想要官方 不过不急 很快他们就会出手了 贪狼这样说着 紧接着嘴角 就露出一丝冷笑 他是一个超级杀手 他善于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 在这样的能力之下 他的任务 从来没有失败过 这一次 显然也不会是例外 夜 寒在继续 寒风寒在呼呼地吹着 一处山峰暗处 一名断壁男子 正凝着眉 看着山下的气风阵 他看到灯光四起 也很快得知 唐玉的消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属下急匆匆来道 大哥 南明小朝廷的贪狼 要见你 他们都有着 共同的目标人 对于彼此存在 都很清楚 因为他们早已经打听过了 如今听到贪狼要见自己 独壁男子 嘴角露出一次轻笑 他的人败了 说到这儿 断壁男子点了点头 让他过来 下人领命 不都是贪狼来了 周国断壁刀 在下早有耳闻 今日一见 果然与众不同啊 贪狼来了之后 先是说了这么一句 在整个周国 若是说刺客之中 谁最厉害 那就属断壁刀了 断壁刀不是刀 而是一个人民 断壁刀 看了一眼贪狼 有点不屑 冷冷说道 民国已经被灭 那朱丽寒 真能够有野心的呀 这话有点冷嘲热讽 那贪狼不以为意说道 野心有没有不重要 我家王爷 只想要唐狱的心理 你们前来 也是如此吧 如今周国 可不安全呢 独壁刀宁眉 贪狼则是继续说道 我们有相同的目标 各自围阵 但不能够有效地 杀掉唐玉 所以 我们合不合作呢 听到贪狼这话 独壁刀笑了笑 今天晚上 去刺杀唐玉的人 是你的吧 你们失败了 那只是试探 我想看看唐玉身边 到底有些什么人 他在暗处 又安插了多少人 而经过我的探视 唐玉的安全 可以说是十分有保障 如果 只是我们其中 某一股力量去的话 真的是很难解决到唐玉 联手 才是我们必须的选择 贪狼说着 对于今天晚上自己的失败 他一点都不记忆 那几个人本来就是去送死的 他很清楚要杀唐玉不容易 他只是去试探一下 独壁刀看了一眼 贪狼犹豫了一下 他要考虑考虑 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单独杀唐玉 唐玉是天子 身边的高手应该很多吧 如果错失了此次机会 他们中国就危险了 虽然看不上贪狼以及他的人 但联手对他们来说 很显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许久之后 独壁刀露出一丝浅笑 说下你的计划吧 贪狼点了点头说道 唐玉除了身边几个高手之外 暗处肯定还藏友人 这些人一直都在秘密地保护着他 虽然这一路他们都没有出现过 但肯定他们都有的 我想要杀的唐玉 必须先把这伙人引出来才行 我带人去击杀唐玉 逼一伙人出洞 那伙人肯定实力不弱 我希望他们出来的时候 独壁刀可以带着你的人去阻拦他们 这样的话 我就有机会动手杀了唐玉 说到这里 贪狼笑了笑 在暗处 还有送过的一匹兵马 我们不用招局与他们接触 只要有机会杀了唐玉 他们肯定会出手的 我们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就行了 他们两拨刺客人马都不弱 想要杀了唐玉也不难 对于此 贪狼还是很有自信的 独壁刀 眼眸微宁 躲在暗处的人实力肯定很强 贪狼这样做 等于是给自己增加压力 不过 要杀唐玉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双方分工 并没有什么多少不公平的 他独壁刀 目的只是杀唐玉 只要唐玉死了 他就算是完成任务 所以考虑一番 独壁刀点了点头 好 那就这样说了 明天一早 我们便动手 今天晚上 贪狼他们已经打草惊蛇 若不尽早行动 唐玉回到长安 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而且 就算唐玉不回长安城 只要离开启丰镇 很多事情做起来 都会麻烦很多 这里 才是他们击杀唐玉的最佳位置 两个人 这样商量好后 便很快 隐秘在了夜色之中 此日 天晴 风也停 天空变得很白很亮 唐玉和李渊 把他们起来之后 并没有着急离开 因为他们知道 刺客一击不中 可能会有后续手段 他们要等刺客再次动手 他们在客栈 吃过早饭之后 这才慢悠悠地 离开了其风阵 虽说离开了其风阵 但并没有离开其风阵地界 而是某一处山头 而就在他们走这样的路上的时候 突然一只利剑 破空袭杀而来 不过就在利剑飞来 直取唐玉的时候 李渊把一捶下去 就把那只利剑给打了下去 紧接着 四周突然出现了许多刺客 这些刺客很多 而且看样子 在这里已经埋伏许久 刺客杀来 杀得疯狂 只不过 面对这些杀来的刺客 唐玉却是 不丝毫紧张 他好像早已经等着 这一场厮杀 贪狼带着自己的人杀来 唐玉这边 挥手拿着自己的霸王枪 李渊把也是拿出了各自的武器 不停地自杀 这些刺客都是很厉害的人 只是 他们再厉害 面对李渊把 裴元庆 唐玉他们这样的人 都显得不怎么厉害了 李渊把的铁锤 在这些刺客之间来回地杀着 一锤下去 直接就把这些刺客 打成了肉泥 李渊把很是厉害 彭渊庆这边一点不差 他们这样杀着 杀的时候 杀的那些刺客 是心惊胆战 他们 以为唐玉虽然厉害 但已不至于特别厉害吧 可真这样杀起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了唐玉的厉害 这样 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不过他们人多 他们还有希望 只要他们这样一直杀下去 他们就有不幸杀不辞唐玉的可能 而且他们还有两拨兵马 只要他们出手帮忙 要杀唐玉会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 杀戮继续 鲜血的味道开始弥漫开来 唐玉他们虽然不至于落败 但情况却真的慢慢地不妙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躲在暗处的兵马突然飞奔出来 何人大胆敢刺杀我堂皇 徐茂公在他们后面 一直都有人安插人手 只要他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这一批人马就会飞奔出来前来救驾 而唐玉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他们的人躲藏在这里 只要刺客出手 他们的人马就能够快速地出东 唐国兵马飞奔而来救驾 而就在这个时候 暗处的独笔刀眼眉微宁 紧张喝了一声 一声令下 很快中国刺客 突然向着唐军这边的人杀了过来 双方很快站坐一团 看到这种情况 唐玉眼眉微宁 他没有想到 除了与他们拼杀这一波刺客之外 竟然还有一波刺客躲在暗处 要这样的话 他们的情况还真就有点不妙 徐茂公安插的人手其实很是厉害 但只要那一波刺客拖住他们一段时间 他们在这边就不一定真的安全 杀略继续 两边的杀略都在继续 唐玉这边越来越感觉到吃力了 李元爸很是厉害 所以遇到他的人都得死 但唐玉这边的情况却是不妙 而李元爸被那些人纠缠着 想要救出唐玉 也不是那样的顺利 战士就这样继续着 暗处仍旧有一波兵马存在 老大 看样子唐玉快不行了 他虽然厉害 但这么多人杀他 他也支撑不住 要不咱们出手 直接杀了唐玉得了 一名喽喽说着 不过被称为老大的男子却十分平静 他只是嘴角露出了一次淡小 紧接着挥了挥手 不急 看这种情况 中国和南民的人都能够杀了唐玉 我们又何必出手呢 唐玉真的有点不行了 所以他这个人觉得 他们出手能够杀死唐玉的话 那他们何必要暴露自己呢 再暗处静静地看着一出好戏就行了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 他们再出手也不迟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等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战场之上 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321集 唐玉一只手挥动着长枪 另外一只手把他们的手枪给抢了过来 如今这种情况对他们唐军来说太不理了 所以他只能够拿手枪出来解决了这些刺客 不然他们真的就完了 手枪拿出之后 唐玉直接朝贪狼就打出一枪 贪狼这里哪知道唐玉手中是什么东西 而且手枪打出的子弹速度很快 比利剑不知道快出多少倍 如此 贪狼在毫无防备之下的情况 就可能逃脱得掉吗 只听得一声响 贪狼顿时觉得自己心口痛了一下 那个痛让他的眼眉微微一凝 紧接着那种痛就开始四散开来 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强烈地让他完全没有其他感觉 疼痛让他的神经完全失灵 他突然浑身虚弱 紧接着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他的眼神变得空洞 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死了 贪狼倒了下去 其他刺客顿时就懵了 他们完全不清楚贪狼是怎么被杀的 好像就是突然就这样死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元爸和裴元庆他们 杀得是越发疯狂 这些刺客失去了头领 却是一盘散杀起来 逃跑的逃跑 被杀的被杀 片刻功夫 难民的那些人 就被解决了一干二净 暗处 男子见到突如其来的变故 眼眉微宁一下 刚才 那是怎么回事 刚才的情况 完全让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算是一直盯着战局的他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个贪狼竟然就突然死了 而随着贪狼被杀 贪狼的刺客军团也随之覆灭 老大 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出手啊 这可是唯一的机会啊 看到贪狼死了 他的手下也没了 这边的人想起他们的任务 是出手还是不出手 如今恐怕是杀唐狱最好的机会 不过被称为老大的男子 却突然犹豫了一下 刚才贪狼死 让他的心里产生了恐惧 作为刺客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恐惧 可是那种离奇的被杀 还是让他恐惧了一下 他想再等等 而这个时候 唐狱已经带着李源 把他们向着断臂刀 等人杀了过去 断臂刀的实力 比贪狼要强大许多 不过他遇到的对手也很强大 所以双方一直都是处于僵持状态 这也是断臂刀要做的 他只需要拖住唐军就行 杀了唐狱的事情交给贪狼 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贪狼不仅没有能够杀死唐狱 反而被唐狱给杀了 废物 断臂刀暗骂一句 心里却是疑沉 因为唐狱的到来 肯定就生出了变数 他现在只希望宋国兵马 能够快速进来 如果宋国的刺客肯出来的话 他们兴许很有机会杀掉唐狱 可是就在唐狱带着李源 把他们杀来的时候 宋国的刺客都没有出现 战士对中国这边恨事不利 唐狱再次开了一枪 一枪之后断臂刀就倒下来 没有人能够躲过手枪的速度 断臂刀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疼了一下 然后便失去了知觉 断臂刀倒下之后 他的那些手下也是纷纷四散而去 没有人还会继续厮杀下去 他们是刺客 他们没有了头领 任务也就是作废了 他们四散逃取 唐狱这边却很快抓住了几个活口 这是唐狱要求 他想要知道是谁要刺杀他们 自然要留下几个活口 而就在断臂刀的兵马被解决的时候 暗处宋国的刺客 却是越发地恐怖了起来 这种恐怖让他们不安 不安地不敢又丝毫非分之想 让他们在那一刻突然想逃 而很快他们便做出了这个决定 没有人能够杀了唐狱 他们就算冲出去 也不过是送死罢了 贪狼和断臂刀都已经死了 他们若是不走的话 也只有死 他们要走就走 唐狱不知道宋国的刺客就这样走了 他不知道还有一拨人 被他的枪法给吓得不敢露面 他现在只想知道谁要杀他 而这并不难 血腥的味道汗在弥漫 很快徐茂公就从他们抓到的活口嘴里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埋 圣上问出来了 这拨人是中国派来的刺客 我们之前杀的那一拨是南明派来的刺客 他们想要杀了圣上 以此让我们唐狗一决不振 唐狗有了经典 全靠唐狱 如果唐狱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唐狗只怕很快就会分崩离席 也许不会 因为唐狗现如今有太多的名城武将 有这些人在 应该可以保护太子登基 确保大唐安稳 但唐狱的不在 肯定会让唐狗出现一些危机 所以他们想要杀了唐狱 不过他们的运气不好 唐狱现在还活着 唐狱的眼眉微微凝着 周国和南明 没有想到南明竟然还想杀他 朱莉 这是一个极为有野心的人 他若是不死的话 早晚是他们唐狗的祸害 他必须找个时间对付南明 不过在对付南明之前 最大的威胁还是中国 看来是时候对中国动手了 唐狱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惊小 中国和宋国 唐狱一直在犹豫着该对谁动手 现在看来对中国毫无疑问 虽然中国多散乱 有些地方不适宜大规模的作战 但是灭掉中国 在唐狱看来也并非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听到唐狱这话 徐茂公声色微微移动说道 神圣 那我们是否现如今就会惊呢 既然要对中国作战 那他们现在的确应该回去 唐狱点了点头 回京 他微服私房的时间不长 也就几个月而已 办的人和事也不算多 这一趟的微服私房并不算特别成功 但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也只能够先回去 至于寻案的事情 他可以回去交由其他人 现在要计划灭掉中国 决定之后 唐狱便带着兵马往长安城赶去 兵马一路前行 等唐狱他们回到长安城的时候 已经是冬天 冬天的长安城很冷 唐狱回去之后便召集群臣 起来大殿商议事情 诸位爱卿 正微服私房期间 中国竟然派遣刺客前来暗杀阵 对于此事 你们是怎么看呢 听到唐狱遭遇了中国刺客的暗杀 寻臣神色顿时就变得愤怒起来 而且他们开始纷纷议论 周国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派遣刺客前去暗杀圣上 应该灭了周国 是的 周国竟然派遣刺客来我唐狱境内杀人 他们还真没把我唐狱放在眼里 圣上派兵灭了周国 唐狱的人本来就有彪悍之气 看谁不顺眼就想灭了谁 如今的周国又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更想灭掉周国 群臣嘀嘀咕咕说着都非常气愤 觉得如果不灭掉周国 简直是天理难容啊 唐狱这边也正和周国灭掉的心思 所以群臣这样说 唐狱就点了点头 既然诸位爱卿都觉得 周国可灭 那就等明年开春之后 集合兵马攻打中国 唐狱要对中国开战 这个时候 陈平站出说道 圣上 周国虽然不及我唐国强大 但他们实力也是不弱 而且他们的环境颇为复杂 想要灭掉他们也不容易 陈的意思 不妨派使臣去宋国 联合宋国一起出手 只要宋国肯出手 灭掉中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中国的确没有办法跟他们唐国比强大 但中国也绝对不算是弱国 他们唐国若是与中国一战 怕是要折损不少 会削弱他们的兵力 那个时候反倒让宋国占了便宜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合宋国灭掉中国 哪怕给宋国一些好处也行 但不能只是他们唐国自己与中国作战 陈平这样说完之后 朝中群臣互相张望 如果灭掉中国 宋国只怕也很危险 那宋国人也不是笨蛋 怕是不会与我唐国联手吧 谁说不是 宋国若是聪明 应该会联合 弱国灭掉强国才对 他们会跟咱们联手 就是 这不太可能啊 所以 我们还是直接与中国用兵算了 难道我唐国就灭不掉中国吗 陈平的办法是好 但朝中的人都觉得不太靠谱 因为宋国不会傻到跟一个强国联手 灭掉一个弱国 中国若是被灭 下一个就是他们宋国了吧 纯亡齿寒的道理 大家都懂 宋国肯定也是懂的 大家说着 陈平却是不语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 宋国的确知道很多道理 但知道很多道理 不代表他们真的就会去做 只要他们抓住宋国的心理和痛点 要么要宋国跟他们唐国联手灭掉中国 也不是没有可能 陈平只是听这些人说着 等这些人说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也正要开口 诸葛孔明却站出说道 甚至啊 沉着的陈平所言极是 的确 宋国不太可能跟咱唐国联手 但只要方法得当 这个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陈愿意充当使臣 前去宋国 劝宋国与我唐国联手 灭掉周国 一直以来都是诸葛孔明 在和宋国打叫的 对宋国最为了解的 也就是诸葛孔明 所以他有信心 去了宋国之后 可以说服宋元朗 与他们唐国联手 灭掉周国 诸葛孔明开口了 陈平也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因为相比之下 这事情 诸葛孔明比他要更为合适一些 如果诸葛孔明愿意去宋国的话 那是最好的 而就在诸葛孔明开口之后 朝中的这些官员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诸葛孔明的确是有这个本事 以前开凿运河 诸葛孔明就去了之后 宋国通意了 现在 诸葛孔明要去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既然事情能够得到解决 那宋国联手当然是最好 唐玉点了点头说道 好 既然诸葛爱卿有这个信心 那你就充当使臣 前去宋国 与宋国谈一谈吧 务必 让他们与我唐国联手 诸葛孔明再次出使宋国 对于 他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他已经去了宋国很多次了 只要他再去 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而就在诸葛孔明出示宋国的时候 中国这边已经得知他们刺客刺杀失败的消息 以及唐国准备对他们中国用兵的事情 听闻这些中午妹有点震惊 我们的人居然失败了 可恶 这是他们杀掉唐玉最好的办法和机会 可是他们却失败了 这让中午妹就觉得有点惋惜 而刺杀失败 唐玉已经知道是他们中国派去的刺客 现在唐玉要报复了 因为跟唐玉接触过几次 所以中午妹知道唐玉的脾气 得罪了唐玉 唐玉就要报复 他们中国要灭临灭国的危险 虽然唐国想要灭掉他们中国没有那么容易 但要论实力的话 他们跟唐国还真就有一定的差距 身上唐国已经派遣诸葛孔明前往宋国 要与宋国联手灭我中国 如今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一名官员站了出来 而当这名官员站出朝堂之上 顿时是一片喧嚣传来 可笑 真是可笑 唐国把宋国当傻子 以为宋国会一直跟他们站在一起 就是就是 真有意思 现在应该是两个弱国联手灭掉唐国才对 宋国只要不笨 肯定会选择我中国的联手啊 中国群臣这样嘀嘀咕咕说着 他们虽然觉得唐国派遣使臣去宋国有点可笑 可他们又有点担心 觉得他们也应该派人去才行 中五妹这边思虑一番 觉得有道理 如果能够联手宋国的话 唐国肯定是灭不了他们周国 现如今华夏大帝三国鼎立 一个国家联手任何一地方 都有可能灭掉另外一个国家 面对宋国这个同盟 他们中国不能不要啊 至少联手的宋国 唐国就别想灭掉他们中国 至于他们中国和宋国联手 是不是能够灭掉唐国 那就另外一说 宋吉 此事就交由你 你带领使团 快速前往宋国 如果能够赶在中国孔明之前 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有利的 想比较之下 他们宋国的距离更近一些 而且走水路的话会更快 如果他们能够在唐国赶到宋国之前 提前赶到临安城 那他们拉拢宋国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中五妹这样吩咐下去 宋景立马点头领命 而后不作迟疑 一番准备过后准备直接向宋国赶去 宋国这边 宋元朗已经得知刺杀结果 什么 南明和中国的刺杀头目突然被杀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被杀的 是啊 甚少 那唐玉好生恐怖 所以我们的人没有贸然出手 在那种情况之下就算出手 我们也是绝对无胜算了 宋元朗神则为宁 片刻之后点点头 如果南明和中国的刺客都杀不了唐玉 那他们的刺客就算出手 只怕效果不大 如此 不暴露自己是最好的选择 甚少 如今唐国对中国用兵 而他们又把诸葛孔明给派了过来 看样子是想跟我们宋国联手啊 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宋元朗 宋元朗眼眉凝重 现如今的情况 他们联手周国抵御唐国的话 很显然是最好的 毕竟 唐国若是灭掉周国 接下来被灭的就是他们宋国 所以 想要保持这种三足鼎立的情况 他们宋国才会安全 至于灭掉唐国嘛 他们倒是没有想过 唐国的长安城太牢固了 他们根本就攻不下来 攻不下长安城就灭不了唐国 现在他们只求能够保持这种平衡 诸位爱卿觉得 我宋国应该怎么做 甚少 那肯定是联合周国 与中国联手保住周国 就同等于保住我宋国呀 朝堂之上 群臣陆陆续续说着 宋元朗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不管是谁都不帮 亦或者与宋国联手 这都是完全可以 而与唐国联手 在他看来 是根本就不用想的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当唐国灭掉了中国 他们就是在为自己掘坟墓 就是他宋元朗绝对不想看到的事情 朝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但也算是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他们绝对不会和唐国联手 至于与宋国联手 还是谁都不帮 那就看宋国来了之后 给什么好处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好处不能够解决的 如果真有 那就是 好处给的不够多 宋国惦记着中国的好处了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宋元朗突然有点兴奋 一直以来 他们宋国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如今 因为唐国和周国的决战 他们宋国却成为了 决定胜负的那枚棋子 这种感觉很爽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喜欢诸葛口明 从昌安城出发 要来临安城的话 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天气有点冷 很多河段都寒结着冰 这让他的道路 变得越发地缓慢起来 诸葛口明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几乎一路都没有怎么歇息 就这样 一直马不停蹄地赶着路 而就在他这样赶路的时候 很快就到达了宋国境内的时候 天空之上突然就下起了雪 雪下得很大 很快就把道路变成了雪白 在这样的大雪天气里 继续赶路是十分危险 所以诸葛口明也只能够尽快找一个地方休息 他出使宋国 带的是有使团的 大概是几百人 几百人要安排住宿可不容易 不过他们往前走的一段路过后 就看到了一座庄园 庄园很大 此时被白雪覆盖 看到这个庄园之后 立马就有人兴奋起来 当然那里有个庄园 兴许咱们能到庄园里 借宿一两天 诸葛口明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兵马来到庄园跟前 很快庄园的门就打开 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管家模样的男子 几位是 唐国使臣诸葛口明 因为大雪封了路 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两天 不知可否方便 此时他们还在唐国境内 这里的百姓对于唐国 还是很有依赖感的 诸葛口明把情况说了一下 这位管家立马就应了下来 哦 原来是诸葛大人 曹明对诸葛大人早有耳闻 你们要结束 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我庄园虽大 房间却是不多 只怕很多人要在前面搭建帐篷才行 几百人住宿问题不好安排 搭建帐篷很显然是必不可免了 对于此 诸葛口明也没有强求 点点头就同意了下来 这样说好之后 管家就把他们领进庄园的客厅 很快又有人给庄主报信 不都是一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就走了过来 诸葛大人 曹明知道你 今日能够见到诸葛大人 这是三神有幸啊 庄主一上来就兴奋地说起 诸葛口明笑了笑 只怕要劳烦庄主了 庄主摇了摇头说道 不麻烦不麻烦 在下姓贾明田 诸葛大人可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假装主客气了 如此那我们也只好叨扰了 只要许一听我们就离开 无妨无妨 这样很是热情的客套一翻过后 贾田便命人给诸葛口明他们准备饭菜等等 这样吃完之后血寒是没有停 但夜色也是越发地生了出来 诸葛口明这段时间赶路是十分匆忙 所以有点疲惫 如今有暖床软背 他很快就觉得困意袭来 所以躺在床上没多久 便昏昏欲睡进入梦乡 他睡得很香 外面的风雪还是没有停 可是 到了后半夜的时候 诸葛口明突然觉得府内有点疼痛 他从床上爬起想要方便 他推门要去茅房 风雪还在下着 冷得席人 而就在他推门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的很多人竟然也肚疼起来 看到这一幕 诸葛口明眼眉微微一宁 暗道不妙 他们肯定是被那甲田给下了药 一路走来 诸葛口明都是很谨慎 任何饭菜他都会验证一下 但是卸药却是验不出来的 如此 那甲田是给他们下了血药 而人一旦拉肚子 那还有多少还手的余地 情况有点不妙 诸葛口明知道 他把自己置于险境之中 退 退出庄园 诸葛口明很快就反应过来 庄园里面可能是十分危险 显如今这种情况 想要活命只有退出庄园 与此同时 命人治疗拉肚子的兵 拉肚子这种兵不好吃 但有药吃了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效果的 只是 就在诸葛口明这样喊了一声 并且带着兵马 准备退出庄园的时候 甲田突然带着一波兵马 就赶了过来 他们的人也不多 也就是一两百人 但是他们都是精壮的男子 相比之下 得了拉肚子的唐军 反而不是他们的对手 既然来了我的庄园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呀 甲田四十来岁 看起来却是相当魁梧 他望着诸葛口明是呵呵一笑 仿佛根本就没把诸葛口明 放在眼里 或者说 诸葛口明对他来说 已经是个死人 他没有必要对死人 有什么想法 风雪呼呼作响 天地 仿佛都要被一场大雪覆盖 天起 冷得初起 诸葛口明 却在这个时候平静下来 平静着他脸上不带丝毫的不安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 老狐狸 你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看到诸葛口明这个样子 甲田神色是微微一宁 他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他知道诸葛口明很厉害 想要让他上当不容易 而如今诸葛口明说出这样的话来 还真让他有点担心他们的计谋 是不是早就被诸葛口明给看出来了 怎么 你没有肚子疼吗 诸葛口明却这黑黑一笑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们的计谋吗 你们太热情了 而且一个管家不跟庄主打招呼 就能够把我们引进来吗 可笑 真是可笑 说吧 你们是谁派来的 说了 我还能够饶你们一条性命 不说 今天在场所有人都得死 跟了唐玉久了 诸葛口明也是沾染了一些暴虐之气 面对敌人的时候 他也会心狠手辣 而诸葛口明的话 把那甲田顿时就给吓住了 如果唐军真的没事 就凭他们这点人 还真就不是对手 他有点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诸葛口明的话 来人 给我杀了 见甲田犹豫 诸葛口明立马高声喝倒 他这么一喝 唐军立马拔出刀来 甲田一看这情况 暗道不好 于是也不做迟疑 带着自己的人就冲了出去 肯定是不行了 现如今也只能够冲出去了 他们在庄园立马设了机关 先把诸葛口明他们困在里面再说 甲田带着兵马冲出去 诸葛口明却并没有急着追出去 快点吃几药 等肚子不疼之后 再想办法 诸葛口明他们并没有好 他们是真的中了毒 而且肚子很痛 但在刚才那种情况 他们也只能够把甲田他们给吓走 以此来争取时间 对于诸葛口明来说 并没有什么难的 要把甲田这样的人吓走很容易 而他也成功了 甲田带着兵马离开之后 诸葛口明他们便命人吃起解药 所谓的解药就是一些治疗拉肚子的药 他们这里有大夫跟着 而拉肚子又是一种最常见的病 要弄一些药来也是不难 吃药的吃药 拉肚子的拉肚子 风雪仍旧刮着 很多人动得屁股都有点痛了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着 诸葛口明眼眸微凝 十分地紧张担忧 夜色越深 风雪越来越急 甲田带着人把诸葛口明他们所在的院子围了起来 他们在外面设有机关 只要诸葛口明他们不知道机关 而且他们还在冲出来 他们就会触动机关 一旦机关触动 诸葛口明他们就是死 可是他们在外面等了许久 却并没有等到诸葛口明等人冲出 怎么回事 按说他们应该冲出来才对呀 庄主 是不是他们知道咱们在外面布置的陷阱机关 所以那诸葛口明不敢出来了 甲田宁眉 思虑片刻之后摇摇头 他们就算知道机关 他们也肯定会试一下吧 可他们没有 这就很奇怪了 朕说着 一个人捂着鼻子说道 好臭啊 听到这个 甲田的眉头微微一凝 紧接着骂道 他奶奶的竟然上当了 诸葛口明 诸葛口明他们真的拉肚子 刚才咱们被他给吓到了 明白怎么回事之后 甲田十分的愤怒 紧接着他就再次带着自己的兵马冲了进去 而就在他们冲进去的时候 诸葛口明 诸葛口明却是神色平静地等着他们 甲庄主前来送死吗 呸 好你个诸葛口明 竟然敢把我都给骗了 你以为我是好骗的吗 现在我就要了你的性命 甲田说着带人就杀了过去 诸葛口明仍旧不及 而他旁边的人 则立马向甲田迎了过去 双方片刻便杀在了一起 诸葛口明带的人还是很厉害 绝不是甲田这些喽啰能比 所以双方杀起之后 甲田兵马顿时就露出了溃败的形态 只要这样杀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全军覆没 看到这种情况 甲田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疑惑 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拉肚子吗 怎么能够这么强悍 再这样杀下去 他们就真的要晚了 一念起 甲田再次领兵退了出去 外面有机关 他们不妨以意代劳 而就在甲田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之后 诸葛口明却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刚才与甲田等人打的 那都是情况稍微好一点的 要知道 拉肚子虽然很难受 但是不可能一直拉 拉了之后 还是能够撑一段时间的 而刚才那些 是拉完之后 能够撑一段时间的 不过现在 他们又想拉了 好在 甲田又被吓走 而等甲田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差不多 就可以好了 后半夜的时候 大雪变得小了很多 整个天地仍旧是一片雪白 诸葛口明他们仍旧在里面等着 甲田在外面是越来越奇怪了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庄主 会不会咱们又上当了 就算咱们上当 也要看看刚刚他们杀敌的情况 我们也不是对手啊 时间就这样过着 黎明来临的时候 雪停了 整个庄园很白 雪很厚 甲田在外面等得有点不耐烦 而就在这个时候 诸葛口明带着人走了出来 他们已经好了 一个晚上足够让他们拉肚子这个毛病 给解决 见到诸葛口明带着兵马出来 甲田的心里是微微一沉 虽然他们现在还有机关这个最后的筹码 但看到诸葛口明这样走出 他还是有点不安 而诸葛口明嘴角带着冷笑 他扫了一眼地形 随即黑黑笑道 就你这点机关 也想困住我们吗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我诸葛口明最擅长的就是机关吗 对于甲田说这些东西 诸葛口明都是不屑 甲田却是不信 说道 诸葛口明 别以为你很厉害 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 有本事你就过来呀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出我这机关打针 甲田说着心里却仍旧有点不安 诸葛口明不以为意 挥手之后带着兵马就冲了出去 机关很多 但很奇怪 他们一个都没有出动 诸葛口明这一次说的是真的 甲田的机关对他来说 真不算什么困难 而甲田看到这一幕过后 就已经有点惊恐起来 诸葛口明他们好了 而且还破了他的机关大阵 就凭他手里这点兵马 他们哪里是诸葛口明的对手啊 一念起 甲田就带着人家要逃跑 他觉得 那个人真的要害死他 不过 诸葛口明 却又怎么会让他逃跑呢 很快 双方就追在一起进行厮杀 甲田的人更不是对手 没过多久 便被击溃 诸葛口明的人 很快就控制了他们不少人 告诉我 谁指使你们 如此涉及陷害我们的 诸葛口明望着甲田他们询问 不过甲田却是黑黑一笑 杀了我 你也不可能知道 诸葛口明却是哼了一声 杀了 一声令下 立马就有人一刀向着甲田砍了过去 片刻之后 甲田的脑袋就搬了家 其他人看到这个之后 都吓得是浑身哆嗦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诸葛口明竟然真的杀人 告诉我 谁指使你们的 中国 宋井 当两个国家开始交战的时候 有很多隐藏在暗处的势力 就会慢慢地浮现出来 在和平时期 他们是隐忍的卧底 一直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可一旦战争爆发 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甲田便是这样的人 他是中国安插在唐国的卧底 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庄园的庄主 当唐国和中国开战的时候 他就是为中国做事的 他直接接到 命令很是简单 拦截诸葛口明 为宋井到达宋国争取时间 如今甲田虽死 但是也算完成这一点任务 拦截诸葛口明一段时间 不过谁能够最快赶到宋国的临安城 却还不好说 得知甲田等人的情况过后 诸葛口明并未在做任何的停留 带着他的人就向临安城赶去 如果让宋井先赶去临安城 那他们就失去了先机 虽说宋井先去赶到临安城 不一定会影响结果 但他们能够最先赶过去的话 对他们来说 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唐君这边的速度也是快速向临安城赶去 与此同时 宋井正带着自己的兵马向临安城赶 而且他们的速度明显要快一些 寒风呼啸 宋井就这样走着 对于神仙赶到临安城这件事情 他并不怎么担心 因为他们的速度要快一点 再有就是 他们在路上为诸葛孔明设下了不少的障碍 也许这些障碍 要不了诸葛孔明的性命 要让诸葛孔明的速度变得更慢一些 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们就这样走着 快到新年的时候 宋井的队伍终于来到临安城 此时的临安城很是热闹 宋国的这里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影响 百姓该怎么庆贺新年 就该怎么庆贺新年 宋井来到临安城之后 把明帖交了上去 很快他便得到了宋元朗接见的日期 这一天 宋井便进了皇宫 大殿之上 宋国臣子立在两旁 宋井上了大殿之后 宋元朗便开口问道 宋大人来我宋国不知所谓何时 宋元朗有点明知故温 宋井也不点破说道 宋皇 唐国要与我中国决战 唐国实力强大 若他冻兵的话 定灭我中国 而一旦我中国被灭 只怕剩下要灭的就是你们宋国 是以我中国天子希望能够得到你们宋国的帮助 共同抵御唐国 宋井把来意说了一遍 这些来意以及理由都是宋元朗他们之前早就猜想到的 听到宋井说完这些过后 宋元朗倒也不及点破说道 哦 唐国要对你们中国用兵 看来你们中国麻烦了 宋皇 纯寒齿王 我中国若是麻烦 你们宋国只怕也会很快麻烦 所以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好好的合作 说到这里 宋井又道 只要能够帮我们中国抵住唐国 我中国必有重谢 城池钱财你们宋国想要 我中国就给 城池和钱财一向是各个国家最最看重的东西 但现在为了能够抵住唐国 中国送的也很随意 宋元朗听到这些过后 顿时就有点动心了 城池多了就有百姓 钱财多了就可以增强他们的实力 如此他们才有与唐国争天下的资本 不过 虽然有了这些 但宋元朗并没有表态 因为祝国孟明还没有来 不听一下祝国孟明的有什么决定 这不是他宋元朗的风格 所以虽然宋景说了很多 宋元朗也只是最后敷衍了失 把他打发了 要他暂时挡着 宋景对于宋元朗这种行为有点意外 因为在他看来 宋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难道他还行与唐国合作 与唐国合作 他宋国是想被灭吗 这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嘛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跟他们中国合作 他知道 宋元朗在等诸葛孔明 宋景暗骂一举 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觉得宋元朗还真是太蠢了 竟然还想指望着从唐国那里得到好处 难道他不知道 从唐国那里吃出来的东西 早晚都要吐出来的吗 鱼不可及 鱼不可及呀 宋景无奈 他们中国给宋国的好处已经够多了 可这么多好处 竟然还不能够让宋元朗动心 他是真的不知道宋元朗是怎么想的 不过宋景并没有绝望 就算诸葛孔明来了 宋元朗也不一定能够和唐军联手 再有就是 他还有他们的女帝周五妹 送给宋元朗的一封信 不过 这封信要在他们彻底没有任何办法说服宋国的时候 才可以交给宋元朗 在此之前 谁都不能够看 更不能够给宋元朗 对于这封信 宋景自然是好奇的 他不知道他们的女帝卖的是什么棺子 不过既然周五妹不让他看 他也是绝对不会看 宋景在驿馆待着 临安城的新年越发热闹 天气虽然不是特别的寒冷 但也是有一些冷一袭来 时间慢慢就在大年三十之前 诸葛孔明带着他的人来到了临安城 而且就住在了宋景的隔壁 得知诸葛孔明来了 宋景内心突然一沉 虽然他不觉得宋国会和唐国联手 但是诸葛孔明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的到来可能会将这件事情出现一些变数 而他宋景并不是一个喜欢变数的人 说白了他有点害怕诸葛孔明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临安城 很显然假天失败了 而且失败得很彻底很速度 诸葛孔明来的时候见到了宋景 两人碰头 诸葛孔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宋大人的英招不错 可惜 可惜还不够强 一个国家不够强就要被灭掉 你们中国便是如此 听到这话 宋景呵呵一想 那可不好说 的确 我中国综合实力没有你们唐国的墙 但想要灭我中国也不容易 大不了最后同归于尽嘛 而且你觉得宋国会帮忙吗 诸葛孔明松松肩膀 就算宋国不帮忙 我也有办法让他袖手旁观 如此你中国能是我唐国对手 诸葛孔明说出这句话之后 宋景神色突然一变 的确 如果唐国想让宋国袖手旁观的话 办法还是有很多的 毕竟 唐国与他们周国作战之后 宋国可以渔翁之力 最后的好处 绝对比他帮任何一方来的都好 而如果只是他们周国和唐国交受的话 他们周国还真不一定是唐国的对手 情况不妙 不过 宋景神色却是依旧平静 他并没有因为诸葛孔明的话 而有丝毫表面的情绪波动 作为周国周五妹最信任的人 他的臣服很深 诸葛大人很是自信啊 你可以试一下 我周国鱼丝网破 也会让你唐国流血 也会让你唐国知道痛 宋景说着 嘴角又露出了一丝淡笑 紧接着转身离去 风 糊糊地刮着 有点冷 冷得出奇 诸葛孔明眼谋为宁 等于接下来的事情 他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至少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让宋国与他们唐国联手 而一旦失败 唐国和中国单独决战 与他们唐国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鱼丝网破 并不是他唐国想要见到的 光脚不怕穿鞋的 如今中国势力弱 他们就是光脚的 诸葛孔明也转身离去 此日早朝他来到宋国大殿之上面见宋元朗 宋元朗见了一眼诸葛孔明 他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 所以并不算这么陌生 诸葛大人又来了 诸葛孔明浅笑说道 又来了 宋皇决定聪明 想必已经知道在下的来意了吧 宋元朗点了点头 中国的宋景已经来了 你们唐国想要与中国作战 你来自然是想让我与你们唐国联手攻打中国吧 诸葛孔明点了点头 不错 正是如此 我唐国可是救过你们宋国的 如今中国派刺客刺杀我们唐皇 我们唐皇很是生气 要与中国一决死战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你们宋国的帮忙 听到诸葛孔明这话 宋元朗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说道 宋景来了 他答应给我宋国城池和财产很多 宋元朗的意思已经不言而语 他只是想看看唐国给出什么条件来 诸葛孔明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出 因此也并没有丝毫为难说道 灭掉中国之后 我唐国只要极少数的几个城池 剩下的中国土地全部给你送过 这些绝对比中国 送你们宋国城池要多得多 这个生意绝对是可以做的吧 他们两国联手要灭中国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而灭掉中国之后 把中国大半的领土给宋国 唐国还是舍得的 而对于宋国来说 如果能够得到中国大半领土 他们的国土面积和实力 跟唐国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整个华夏 就只剩下他们两个超级大国在争斗 这对他们送过来说 绝对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机会 宋元朗又动心了 他有野心 而对于有野心的人 只要给他好处 就能够让他动心 而唐国给的绝对是好处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宋国宰相赵普却是呵呵一笑 你们堂皇打得好如意算盘啊 赵普和诸葛孔明那是老相识 不过在国家之前 再老相识也没用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诸葛孔明听到赵普这话 眼眉微微一宁 他知道宋国有实力和才能智慧的人很多 想要骗宋国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哦 赵大人何出此言 我堂皇如何就是好如意算盘了 赵普说道 周国前来宋的城市和财富都是自己的 你们唐国倒好 宋的都是周国的 你说你们这不是如意算盘是什么 赵普这么一说 整个宋国的大殿顿时哗然起来 大殿之上 群臣嘀嘀咕咕说着 把唐玉说的是一文不值 简直就是奸诈之中的奸诈之人 宋炎朗坐在龙椅之上 虽然觉得赵普的话并不是很合理 但如今面对诸葛孔明这样的游戏 他也并不是很看好 他们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不是堂皇允诺的这些虚的东西 灭掉周国 这些东西是他们的 若是没能够灭掉周国的话 这些东西他们可都不要了吗 他们可以又出兵了 这对宋国来说就是折损 折损并不是一件好事 诸葛大人 我宋国臣子的话 你已经明白了 想让我宋国出手帮忙 那就需要一点点的诚意 没有诚意 这个买卖我们恐怕是做不成的 宋元朗望着诸葛孔明说的一句 诸葛孔明嘴角抽搐一下的穴 允诺给宋国 中国的领土怎么听都是空手套白狼啊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说道 轰天雷 想必宋皇一定听说过我唐国的轰天雷吧 听到轰天雷 宋国大殿顿时又哗然起来 激动啊 宋国的臣子都突然激动起来 就连宋元朗的神色都是微微移动 你突然说起轰天雷是什么意思 宋元朗还是很快让自己保持平静 他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只要宋国肯出兵 我唐皇愿意把轰天雷送给你们送过 不知道这个礼物怎么样啊 轰天雷绝对是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得到的东西 因为轰天雷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得到轰天雷 他们就等于拥有了争夺天下的实力 如果宋国没有轰天雷的话 他们与唐国争斗的胜算绝对不多 轰天雷梦寐以求啊 宋国大殿之上 因为诸葛孔明的一句话而喧嚣不止 宋元朗思虑片刻之后 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 诸葛孔明你要知道 我们宋国还真就要轰天雷 只不过要一些可以炸开的轰天雷 我们还要火药的配方 宋元朗可不是个笨蛋 他们想要的其实是火药配方 而面对宋元朗的这句话 诸葛孔明浅笑说道 自然我唐国给的就是火药配方 不过宋国若真的愿意与我唐国联手 我们可以先给你们一批轰天雷 等我们攻打到一半的时候 再把火药配方给你们 毕竟我们唐国也是要谨慎小心一点 不知道宋皇觉得如何呀 如果一开始就把火药的配方给了宋国 那宋国不肯出兵的话 唐国赔的可就大了 所以等他们真的开战之后再给配方 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宋元朗听到了这个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其实有了轰天雷 他们自己也可以研究火药秘方 当然有了轰天雷和火药秘方 再加上中国一大半的领土 他们差不多就可以与唐国抗衡一下 宋元朗动心是真的动心 不过他并没有立马同意下来 他还要再考虑考虑 而且要与群臣商议一下 唐国为灭掉中国 还真是够下本的 好 本皇考虑一下 明天给你答复 诸葛孔明听到这话 便知道宋元朗动心了 而宋元朗只要动心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许多 这样说好之后 诸葛孔明就离开大殿 而诸葛孔明离开之后 宋元朗望着自己的臣子说道 诸位爱卿 唐国给的条件怎么样 你们说我们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呢 宋元朗询问 整个大殿顿时就有人站了出来 身上 轰天雷会在以后战争当中 取到决定性的作用 有了轰天雷 我们才有一统天下的资本 就是就是 身上 为了轰天雷 我们可以答应唐国的条件 朝堂之上 愿意与唐国联手的官员 占据了大多数 而在此之前 他们都不怎么愿意与唐国联手 情况变化之快 宋元朗见此点了点头说道 好 如果唐国真的愿意拿轰天雷来换的话 我们就与唐国合作 宋景虽然在宋国 但他的消息还是很灵通 今天早朝上的事情 他很快便就听到了 而得知 唐国愿意把轰天雷和火药的配方 拿出来交换 他就隐隐有点担心起来 火药配方 弥足珍贵 可以说任何人都是眼红的一个东西 唐国如今拿这个来与宋国进行交换 那宋国跟唐国联手的可能性很大 而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中国就十分的危险了 宋景望着窗外 眼神之中带着些许的忧虑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二十四集 宋景望着窗外 眼神之中带着些许的忧虑 外面的风寒在呼呼地吹着 吹进屋里的时候有点冷 医馆外面的街道 不是传来阵阵的马蹄声 以及孩童嬉闹的身影 宋景深深地感觉到 他们周国的飞机 他想起钟五妹送给他的那封信 那封让他在最后关头 交给宋元朗的信 他把信拿了出来 信上还带着一股香味 那是钟五妹所特有的芬芳 信指是那种上号的信指 看起来颇为雅致 宋景闻了一下 紧接着整个人就露出了一些陶醉神色 许久之后 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信封 本来钟五妹是不准任何人看的 他宋景自然也是不允许的 但是这紧要关头 他很想看看钟五妹到底写了什么 以至于让他的女帝那么有自信 可以让宋元朗答应与他们周国联手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宋景的好奇心已经更重 他打开这封信 拿出里面的信 里面的信仍旧带着一股子钟五妹 所特有的香味 宋景微微一看 眼眸微动 紧接着整个人都愣了 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真的是不太可能 他不相信女帝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竟然要出卖自己的身体 来换取宋元朗与他们周国的合作 当然身体是一定要给的 除此之外 就是他们宋国与周国的联姻 中国天子 嫁给宋国天子 然后中国和宋国 连为一体 这样的联姻 在整个华夏的历史上 也都很少见 但不可否认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 宋元朗可能会 真的 一来拥有钟五妹 这样的极品美人 再要就是 两个联姻 唐国自然就不会对他们动手 而诸国的很多东西也都是宋国的 宋国是最大受益者 女帝 女帝呀 宋景的心头突然一通 那是他心中的女帝 可是他心中女帝 如今却要做出这种事情来 他不忍 他不甘 他也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宋景是喜欢女帝 而喜欢女帝 自然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女人 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 虽然他很清楚 这只是女帝的权宜之策 但就算权宜之策 他也绝对不允许 被他珍藏许久的信 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灰烬 甚至连一缕烟都没有 宋景看着这封被烧掉的信 许久之后才终于叹了一口气 他突然觉得空落落的 宋元朗没有立马答应诸葛孔明 他还在等宋景的消息 如果宋国给的条件更好 那他不介意选择宋国 毕竟任何事情都是讲条件和利益的 如果宋元朗难得撑得住场面 所以他现在很喜欢这种状态和感觉 他觉得自己就是掌控者 是主宰一切的人 而就在宋元朗这样 等着的时候 他却什么都没有等到 宋景却没有再给他加任何的条件 只是来跟他说 与唐国合作无异于是与虎谋皮 唐国就是老虎 想让他们的皮 他们不吃你才怪呢 宋景说的也有道理 宋元朗也知道这个 与唐国联手 就是在与虎谋皮 说不定那一天 这个老虎就要吃了你 不过 轰天雷的诱惑太大 在周国抠得不肯在家筹码的情况之下 他还真就不想和周国合作 所以很快 宋元朗与诸葛孔明达成协议 只要唐国的轰天雷到了 他们就立刻对中国开战 这样说好 诸葛孔明也不再宋国多坐停留 直接就向唐国的唐安城赶去 宋景这里自然也再没有停留 匆匆赶了回去 而就在他们这样赶回各自都城的时候 长安城这里 唐玉却命人制作了红衣大炮 攻打金国的时候 唐玉算是看出了投石机的弊端 投石机射程还是不够远 而且射出的威力不够大 速度也相对缓慢许多 如果红衣大炮的话 就可以连续很快的不停发射 这样不管是工程还是双方近距离的打仗 对他们大唐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红衣大炮这个东西在有唐玉 这些工匠只需要打造就行 根本不需要再弄其他的什么东西 很快红衣大炮这东西就做出来了 红衣大炮做出之后 唐玉就找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试验了一下 跟着去的有徐茂公、李静 这些唐玉十分信任的文成武将 那是一个很是荒凉的地方 初春时节 风吹来还有些凉意 旁边的一些树木也都还没有发芽 一尊红衣大炮就这样被拉了出来 红衣大炮拉出之后 唐玉望了一眼前面的树干说道 给我瞄准那棵树发射 唐玉吩咐了一句 很快就有人点燃了红衣大炮 紧接着只听到轰隆一声响 一颗轰天雷就炸了出去 直接就炸在了前面那棵树上 紧接着只听到咔嚓一声响 那个很大的树就炸断了 众人看到这个威力和射程之后都很是震惊 厉害 厉害呀 这东西比同时机厉害得多呀 是啊 只要有几十门红衣大炮 敌人根本就进不了我唐军的身呢 大家望着唐玉 他们都知道唐玉给宋国的条件是什么 但他们觉得这个条件完全没有必要 有了红衣大炮 他们还用得着去讨好宋国 让他们出手帮忙 不过唐玉却是浅浅一笑 宋国想要置身世外那是不行 让宋国帮中国与我们为敌也不行 所以最好的办法 暂时调动宋国兵马与我们练手 虽然我们没有能够灭掉中国 但这样的话 我们才不会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 等灭了周国 那宋国后悔的时候 唐玉虽然想要一通天下 那么他自然就是不会让宋国安稳下去 早晚有一天他要灭掉宋国 红衣大炮实验的结果还不错 所以回去之后 唐玉命人家境制造 在他们对周国动病之前 一定要弄够一百门红衣大炮 有了一百门红衣大炮灭掉周国 应该不会什么大问题吧 而就在工匠们家境制造红衣大炮的时候 诸葛孔明说服宋国的消息 已经传了过来 这天早朝大殿之上 有人把这个消息就说了一下 圣上 诸葛大人已经说服宋国 如今宋国愿意跟我们联手 而条件正是圣上答应的那些条件 所以我们是不是现在就送一批轰天雷过去 听到诸葛孔明说服宋国 朝中一群群臣 都是兴奋的 好啊 有了宋国联手 再加上我唐国的红衣大炮 灭掉周国 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没错 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唐国一定能够灭掉周国 大家激动地说着 对于诸葛孔明来说 说服宋国的事情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得意 他们只是有点兴奋 这个消息罢了 好像只要诸葛孔明出手 就没有搞不定的人 唐玉嘴角露出了一次浅笑说道 吩咐下去 立马给宋国送去一批轰天雷 还有 二月初的时候 开始击合兵马 对周国用兵 二月初兵的话 二月底 他们就能够与周国进行抵折战争 而他们第一个要攻破的城池 便是周国的黑城 周国黑城是他们唐国与周国 临近的城池 周国在那里囤积了五万兵马 如果他们能够攻破黑城的话 那么他们想要灭掉周国 就会容易很多 因为周国地势复杂 大的城池并不算多 攻破黑城 紧接着就只是攻破虎门关 就可以直闭周国都城秦安城 也就是说除去地形 因素之外 他们唐国只要攻下黑城和虎门关 就可以达到了秦安城 再要就是宋国这边 也差不多要破两座城池 才能够到达秦安城 而只要他们两国的兵马 将到达秦安城 要灭掉周国 也只是破城一个问题而已 有了红衣大炮 还怕破城吗 对唐国来说 灭掉周国 是百上钉钉的事情 初春 周国在南方 春来得极早 当长安城的天气 很很是冷的时候 中国这里已经很暖 宋景回到了秦安城 秦安城有着与其他都城 不一样的热闹和繁华 这里也是热闹的 但就是跟其他地方 很不一样罢了 回到京城的宋景 心情有些沉重 他并没有完成 他们女帝交代的任务 而是 在很多周国的官员看来 舒服宋国 与他们周国联手 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 可是他宋景 却失败 大殿之上 十分沉寂 宋景一步一步地走来 当他来到大殿的时候 扑通一下 跪了下去 最沉宋景 没能够完成 圣上交代的任务 含请肾上责罚 声音十分红凉 含带着一股低沉之感 中五妹坐在龙椅之上 也没凝着 她望着宋景有些疑惑 有她给宋景的那封信 宋元朗不可能不与他们中国联手的 一来 与他们中国联手是最有利 二来 他们中国给宋国的条件 也十分地丰厚 再有就是 他对自己的姿色 也很是自信 整个华夏 能够抵挡得住 他美色的男人 能够有几个呢 他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除了聪慧之外 全部靠的 还不是他的美色 很多男人 是愿意为了他的美色 把江山拱手相让 那宋元朗 怕也不例外吧 可宋元朗竟然没有 中五妹 眼眉凝着 你的确罪该万死 不过 如今我周国 正是危机时刻 朕也不杀你 再给你一次 戴罪立功的机会 你去黑城 帮朕守住黑城 抵挡住唐军的进攻 如果黑城破了 你也就不要再回来见朕了 周五妹的意思 已经很明白 如果黑城破了 宋景就直接自杀好了 面对这样冰冷的命令 宋景反而露出了 一丝浅笑 从他失败开始 他就知道自己 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好结果 如今 他只能够为周五妹 做出这样一件事情 他觉得很幸福 在他看来 只要为周五妹做的事情 哪怕是死 都是幸福的 身上放心 陈者就去赶去黑城 部署一切 绝不让汤军攻破 我周国半步 宋景 已有必死的决心 与此同时 周五妹又吩咐说道 薛丁山何在 身上 末将在 这命你带领五万兵马 镇守虎门关 再有 把我周国大象军团也带上 我要让汤军知道 我周国的厉害 如果黑城守不住 汤军必定长驱直入 来到虎门关 那个时候 虎门关就是他们 中国临近京城的一道屏障 虎门关若是破了 他们中国就离灭国不远 汤军直逼京城而来 所以作为他们周国的秘密武器 大象军团肯定要在 虎门关留着用的 而中国第一猛将 也必定在虎门关 薛丁山拱手说道 请圣上放心 末将必定守住虎门关 不让汤军越雷迟一步 周五妹这边调兵潜将 唐国那边两个关卡 十万兵马 中国这边 少不得也要十万兵马 最后京城秦安城 也只能够留十万兵马了 京城这十万兵马 他并不希望用得上 因为一旦用上 这十万兵马的时候 就是他们周国灭亡之计 吩咐完 一众猛将谋士纷纷应下 之后下去准备 开始各往各自的地方进行防守 宋景这边先回了一趟府邸 他回到府邸 他的家人已经在等着了 他也有妻儿的人 相公 身上有没有为难你啊 宋景的夫人楚氏 以前是一个小国贵族的女儿 周国灭掉那个国家之后 周五妹便把楚氏送给宋景做夫人 楚氏虽是出生贵族 但身上并没有那种贵族小姐的脾气 对宋景一直都是照顾有家 还给他生了儿子 宋景对楚氏也说不上是举案其媒 但也说不上是怎么坏 对他也很好 如今见到楚氏这般担心自己 宋景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了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男人 有时候还真够失败的 想爱的女人爱不了又耽误了另外一个女人 楚氏是漂亮的 但他就是无法拿来和情爱之心来 这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身上倒是没有为难 不过我很快要去非诚 你照顾还我们的孩子吧 最好去乡下赌一段时间 虽然抱有必死之心 但是连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周国是不是能够阻挡得住 宋国和唐国的进攻 如此的话 他们早晚都是被攻破的 作为宋景的契儿 唐军和宋军岂会放国 如果能够到乡下躲避一番 兴许能够幸免于难 楚氏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在听到宋景这番话后 便立马明白他们周国的处境 只怕他们周国离灭亡不远了 其实她也是经历过亡国之痛的人 周国并不算是她的国家 所以周国亡国亦或者是不亡国 对于她来说没有太大的痛苦 她就只是为了宋景和他们的孩子而活的 所以听到宋景的话后 楚氏没有多问其他问题 她只是点点头说道 好 我很快就离开秦安城 去乡下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拜二十五集 宋景为官多年 而且在宫中的地位不低 这些年 他自然是积攒了一些财富的 想想他们也有不少的田地 只要能够躲过这一关 自己的妻儿下辈子生活无忧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夫妻二人这样说完之后 宋景便让楚氏下去安排 而他也开始做起准备 并且在第二天一早 他便骑着快马 匆匆地向黑城赶去 作为抵御唐国的第一道防线 就算他抵挡不住唐国 他也要跟唐国耗上几天 不然他如何对得起 钟五妹对他的信任 他知道 就算钟五妹对他很是失望 但钟五妹还是绝对信任他的 不然钟五妹又怎么可能 把他派去黑城去 那可是中国抵御唐国的第一道防线 如果这个崩溃得很快 整个中国的士气就随之崩溃 钟五妹是信任他的 所以派他来 而他来了就不能够辜负 周五妹的信任 二月初的时候 长安城的天气已经渐渐地暖和起来 湖城河里的水全部融化 流绿了心涯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玉带着十五万虎狼军 兵发周国 唐玉带兵离开长安城的时候 长安城的百姓都很兴奋 好啊 好啊 唐皇要对周国动手 这一次如果能够灭掉周国 我唐国离一统天下也就不远了 就是就是 看来我唐国要一统天下 唐皇万岁呀 对 唐皇一定能够灭掉周国 唐国的百姓对唐玉是十分自信 在他们看来 只要他们唐皇出马 就没有灭不掉的国家 以前的金国就是这样 魏国和民国也是这样 现在的中国也肯定是这样 以后的宋国也不会例外 每次唐玉出征的时候 最兴奋地莫过于是这些唐国的百姓 而对于此 唐玉倒是显得平淡许多 从二月初开始 他们便直接向中国赶去 这样赶了快一个月 他们便来到中国的境内 并且兵马直逼黑城 这个时候 唐玉把文武官员 召集了官员 再走两天 我们就要到黑城城下 如今黑城是由中国的宋景把守 这宋景能力不凡 不仅是治国的能守 而且还是辱将 很会用兵 要破黑城 你们有什么良策 唐玉询问 一众臣子互相张望 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 身上 我们有红衣大炮 直接把黑城的城池炸开不就行了吗 就是就是 把城门炸开 我十五万兵马 中国只有五万 他们还没有我们厉害 灭掉他们 简直是易如反掌 不少人都建议用红衣大炮 直接把中国的城池给炸开 不过这个时候 徐茂公却站出说道 身上 红衣大炮虽然厉害 但却是我唐国秘密武器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还是不要用 不然在黑城用 灯到的虎门关 恐怕就要失灵 至少威力要减少许多 如果能够用其他办法攻下黑城 我们最好 还是用其他办法攻下黑城 徐茂公这样的一句话 其他人顿时就撇了撇嘴 在他们看来 有能够快速攻城的方法不用 而是要用其他办法 他们是有兵吗 可他们谁都不能够 说徐茂公说的没有道理 万一他们用了红衣大炮 而虎门关那里的薛丁山 又想出了破解的办法 那他们要灭掉诸国 恐怕就麻烦一些了 徐大人 不让用红衣大炮 那我们怎么攻下黑城 就是 你可有什么良策 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听啊 大家是七嘴八舌地说着 而且都把矛头指向了徐茂公 是你说不用红衣大炮的 那你想一个不用红衣大炮 就能够攻下黑城的办法呀 大家望着徐茂公 徐茂公笑了就要说道 首先投石机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嘛 虽不及红衣大炮 但威力肯定也算不错 再要就是 这个宋景初始宋国失败 被周五妹派到这里守城 她心里肯定十分憋怯和不好受 如果我们能够刺激她一下 说不定能够把她刺激的出城 与我们一战 打仗有的时候打的就是心理战术 在徐茂公看来 拿捏住宋景说不定就能够激怒她 不过这个时候 陈平却是摇了头说道 徐大人 若是其他人 说不定你这个办法是可惜 但宋景却不一样 此人有谋略有胆识 而且心智过人 想要用一些心理办法激怒她出城一战 只怕是不太可能 在我看来要攻破黑城 没有硬攻啊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办法对某部分是失效的 比如说像宋景这样的人 他有着别人没有的坚韧之志 想让他上个当啊 或者被激怒的都不是很容易 黑城要破只能够硬攻 听到陈平这话 徐茂公笑了笑 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弱点 宋景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拿捏住他的弱点 想激怒他 自然也就可以了 好 那这么说来 徐大人是拿捏住了宋景的弱点 徐茂公点了点头说道 宋景自然暗恋周五妹 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周五妹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上面入手 要激怒宋景 怕是很容易的多吧 听到宋景暗恋周五妹 周围的人都是疑愣 连唐玉都感觉到有点意外 他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不过如果徐茂公说的是真的 那他们说不定 喊真的就能够激怒宋景 徐大人 你怎么知道这事啊 一名官员问了一句 其他人也是好奇 偷懒了疑惑的目光 徐茂公怂怂肩膀说道 我猜的 瞎猜的 听到徐茂公是瞎猜的 众人顿时就有大跌眼睛 不过这个时候 徐茂公却是不以为意地说道 不管真假只要扯上了 就能够激怒宋景 而且不要忘了 那周五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哪个男人见了他不动心 那宋景作为中国在相 与周五妹时常来往 要说宋景不动心 好像不太可能吧 对于漂亮女人 男人一向都没有什么 自制力的 更何况是周五妹这种 极度漂亮的女人 而宋景与周五妹时常讨论正午 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如此 宋景对周五妹 没有一些小心思 还真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虽然这只是猜测 但徐茂公觉得是巴九不离十 而且就算不是真的 我们可以说嘛 反正只要能够激怒宋景就行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明白了 徐茂公华丽的意思 而明白之后 他们就觉得 徐茂公这个办法有点损 不过损却很有用 只要能够快速攻下黑城就行 不管他用的办法损不损 唐玉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 这个办法可以 我们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如果宋景出城一战 我们正好快速灭掉他们 唐玉带着兵马 又走了一两天 然后来到中国境内 黑城城外 来到黑城之后 唐玉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攻 而是在城外 五里安营扎寨 等着次日再行进攻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黑城城内 宋景已经把一种武将 召集过来 唐国十万兵马要灭我周国 如今就在城外 如何抵御他们 诸位可有什么良策 宋景虽然是个文官 但在军中的威望还是有的 所以能够压得住这些武将 而这些武将在听到宋景的话后 互相张望 宋大人 唐军兵马强悍 我们肯定是不能够出城 与他们一战 所以我们只能够守住黑城 没错 有大人在守住黑城一两个月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一两个月我们能够把唐军给耗得实力大减 唐军的厉害 他们这些人都是知道的 所以他们并不想与唐军短兵相接 因此只能够补出城就行 不过他们这些人这样说着的时候 宋景却是眼眉为宁 这仗还没开始打他的兵马 就对唐军产生了恐惧之一 如此这仗还怎么打 士气都没有了 想赢那是容易的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士气 宋景挥手打断这些武将的言论道 唐军十万大军前来攻城 我们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我们也不能够一昧地失守城门 唐军长途跋涉而来 势必十分疲惫 如果我们能够突然袭击的话 说不定能够成功 而只要突然袭击成功 我们便可以打击唐军士气 为我们守城拖延一些时间 诸位觉得如何 宋景想要出城一战 唐军一定认为他们不敢出城 那他就偏偏出城 这样的话他们说不定 还能够突袭成功 众人互相张望 虽然他们觉得宋景这个策略 有点冒险 但如今他们这种情况 好像不冒险也不行 突袭嘛 万一成功呢 对他们肯定是大大的有帮助的 所以宋景说完之后 其他人便开始表态 我赞成 突袭 我也赞成突袭 今天晚上 我们就狠狠地突袭 唐军大营 一众武将也表示支持今夜西营 宋景看到这种情况过后 才终于满意地点点头 如果自己的这些武将 连西营都不敢去的话 那他们周国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而他们敢西营 那他们便能够带领着他们 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样说好之后 宋景他们便只等明天晚上 时间慢慢 春天夜晚来临的还是比较早 而在夜晚来临的时候 整个黑城的夜空 就是漆黑一片 今夜无星无月 明天可能是一场雨 但是这谁 又能够说得准呢 中国的这些人 并不在乎明天是不是下雨 午夜来临 夜色如墨 唐军大营这边 还亮着一些灯火 一些将士 按部就班地 进行着巡逻 唐军看起来并不像是有些大意的样子 不过 中国这些武将并不在乎 他们都已经决定西营 那肯定是要西营 不可能因为唐军没有大意 他们就不行动 中国兵马 趁夜赶来 就在唐军 正在巡逻着的时候 他们突然 发动攻击 攻进了 唐军大营 一声声高鹤 响起 接着中国兵马 便向唐军杀来 在他们看来 唐军 长途跋涉 很是疲惫 再加上唐军 肯定没有料到 他们会吸营 一开始肯定是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 等他们杀过去之后 唐军这边 立马就有不少利剑飞来 阻挡住他们的进攻 而这个时候 中国西营的消息 已经在军中传开 唐军的将士 立马就开始准备开来 他们的确 没有料到 中国会在这个时候吸营 不过唐军大营 早已经实施了 未清的那一套政策 他们可以在发现敌人 西营之后拦截住他们 然后为他们唐军 争取准备的机会 这样的话 就算是有西营 他们唐军之中 也不会因此惊慌 而发生打乱 很快 一些唐军将士 准备好冲了出来 与中国的这些将士 产生了凭啥 中国将士实力不弱 但唐国比他们还强 这样短兵箱截止后 中国基本上 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而且他们发现 唐军竟然能够阻挡得住他们 而且其他兵马来得很快的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上当了 所以他们显得有些惊慌 一些将士因此而萌生了退役 如此一来 中国就越发觉地婴弱起来 唐军这边 趁着中国兵马出城 越杀越勇 将军 不行啊 我们西营失败 干净突围吧 一名将士来到负责西营的将军面前 把情况说了一下 那名将军自然已经察觉到的情况不妙 于是不再多言 立马带着兵马 就向外突围而去 夜色之中 中国兵马仓皇逃团 唐军对他们展开了追杀 一直杀到中国兵马逃到黑城城下的时候 中国兵马还在逃 唐军将士 这才终于停下 而此时宋锦 一直都在黑城城内等待消息 在他看来 他们中国突然出兵 唐军没有防备 要西营的成功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 可是就在宋锦这样想着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黑城城下 有兵马逃来 他拿着火把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他们中国的兵马 怎么回事 大人 唐军昊是厉害 竟然早有防备 我们中了他们的埋伏 损失惨重啊 快开城门 让我们进去 听到唐军竟然早有防备 宋锦心里 隐隐就觉得不安 这是他怎么都没有料到的 唐军怎么就早有防备了呢 不过看到他们的兵马 已经逃了回来 他好像也没有理由不信 所以他也就来不及多想 联盟吩咐说道 快打开城门 放他们进来 一声令下 城门打开 那些中国兵马 蜂拥着就冲了进来 面对这种情况 唐国的兵马 并没有再继续追杀 已经到了这里 再追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且城楼上 有周国兵马 放力剑压制 他们也追不上来 一切只能够等到明天前去攻城 再做断绝 一夜就这样过去 此日一早 唐玉带着兵马 浩浩荡荡来到了黑城城下 城楼之上 送进眼眉为宁 唐玉 你好 什么有道理 我周国没有招惹你们唐国 缘和要对我周国动手 言语上占了上风 在这样的战事当中 是没有什么用的 至少不会让一个国家的兵马退去 但有的时候 有人就是喜欢用一些无用的东西 比如说嚷嚷一下 想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面对宋景这样的一份 唐玉只是呵呵一笑说道 真是可笑 你中国派出刺客前来刺杀镇 就因为这事儿 镇难道不应该出兵你们中国吗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这是事实 不过宋景却是呵呵一笑 我周国派兵刺杀你 真是有意思 你看我分明是你们唐国 想对我周国动手 所以找出了借口吧 我周国用得着刺杀你 双方是唇枪舌剑地骂了一通 唐玉觉得自己的嘴上功夫 没有很厉害 就是遇到宋景之后 他才发现文人就是文人 他们的嘴上功夫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了的 唐玉见此 看了一眼徐茂公 徐茂公点了点头 接着就挥了挥手 很快一名将士就站了出来 而这名将士拿出之后 手中拿了一个阔鹰喇叭 宋景 你真是不要脸 竟然暗恋你们女帝周五妹 可惜呀 那周五妹看不上你这样的人 她好像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回事吧 高鹰喇叭的声音很响 这个将士开口之后 整个现场所有的将士 都能够听得清楚 而且是一清二楚 这些将士们听到这些消息过后 顿时就愣了愣 接着城内就一片哗然 我去不是吧 我们是宋大人 竟然是想当女帝的面首哦 真没想到 不过女帝要求很高 宋大人还真不合适 大家是嘀嘀咕咕说着 中国将士已经完全没有了纪律 没有办法 这个事情对他们的刺激太大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而此时的宋景却站在城楼之上 气得突然吐出了一口血来 汗血喷人 汗血喷人呐 唐玉你可真是无耻 无耻啊 宋景发狠地骂着暗恋中妩媚这事 是他心里隐藏了许久许久的事情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可今天 竟然被唐军的人给说了出来 他很意外 唐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 愤怒 宋景现在恨不得能够立马出城与唐军一战 他要狠狠地教训一下唐军 让唐军知道他诸国兵马的厉害 下面的将士还在不停地说着 而且越说越难听 越说越劲爆 把宋景整个人都给侮辱得抬不起头来 至少如果是其他人这样的话 肯定是抬不起头来的 可此时的宋景 在经历了一开始的愤怒之后 居然又慢慢地恢复了冷静 他知道 这是唐军故意激怒他 想让他出城一战 他偏偏不上当 恢复过来 宋景脸色很快就平静下来 他望着城下的唐军 呵呵一笑 有本事你们就来攻城 用这句话来污蔑我宋景 算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唐军 真是不要脸 供不下黑城 就用这种下三拉的手段 我周国女帝 其实你们能够随便侮辱 暗恋这种事情 只要他宋景不说 谁能知道 唐军这分明就是胡走的 宋景明白之后 越发地不肯随便发怒 唐玉看到宋景这个样子 导致有点意外 有意思有意思 这个宋景还真是 有一点不一般 我们小瞧他了 徐茂公的办法不是很管庸 唐玉看了看随手挥道 攻城 随即激怒宋景的办法不管庸 那他们也只能够强行攻城 黑城只有几万兵马 他们将攻下黑城 也并非是什么难事 而且刚才他们这般羞辱宋景 周国将士的气势 肯定受到了影响 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可能性很大 一声令下 汤君立马蜂拥杀来 投石机和利剑就这样飞了过来 轰天雷轰隆隆地响着 把中国的城池都给砸了土枪飞扬 当轰天雷就这样炸开的时候 中国将士顿时就懵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碰到的轰天雷吗 他们感觉他们的耳膜特别地难受 脑子里也是嗡嗡地叫着 这 这就是轰天雷吗 真的是 好大的威力呀 汤君有这样厉害的武器 我们还怎么跟汤国斗啊 不少中国的兵马 被轰天雷给吓破了胆子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武器 自然也就有点害怕了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兴师武器 他们内心不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宋锦的心理素质到底要好一点 他高声喝道 给我顶住 汤君也没有那么可怕 轰天雷又如何 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给我守住黑城 守住黑城 宋锦站在城楼之上高声喝着 他的将士有一部分已经反应了过来 开始抵抗汤君的进攻 不过很多人还是被轰天雷给吓到了 他们不敢随便攻上去 周国的兵马本来就弱 再加上士气不振 此时更是看到了这样武器 唐君丰庸攻城 中午的时候 他们已经攻上了城池 而随着攻上城池的唐君越来越多 中国的兵马越发地控制不住局面 宋锦是个文人 此时也拿起了刀 不过就算他拿起了刀 他也阻挡不住唐君攻上城池的步伐 唐君越发地英勇 今天攻下黑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唐玉他们有点意外 他们觉得黑城会很难攻 竟然宋锦不是笨蛋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国兵马对轰天雷的恐惧 对于未知的事情 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恐惧心理 任何人都不例外 中国的将士是第一次见到轰天雷 他们此前从来没有见过 对于这一点唐玉他们忽略了 他们现在忘了这一点 而等到他们看到中国兵马的情况过后 他们才突然反应过来 当年三国围攻长安城的时候 中国因为折损比较严重 选择了退兵 所以他们没有见到后面的轰天雷 如此的话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中国士气已经溃散 击败他们就是早晚的士气 哪怕宋锦这个人能力很强 可面对无法凝聚起来的士气 面对今天这么一场鄙视 他也是无可奈何 唐君登上城池的越来越多 很快他们便掌握了主动权 城门被冲开 进来唐君 黑城 城婆 唐玉见到城门打开之后 立马挥手喝倒 一声令下 唐君蜂拥就冲了进去 宋锦这个时候 突然感觉到了一股绝望 他对自己的能力 其实很自信 他觉得就算他守不住黑城 但守住一两个月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可当他领着兵马 真的与唐君作战的时候 他却连一天都守不住 他有点纸上贪兵了 给我杀 给我杀 宋锦高声怒吓 带着兵马与唐君拼杀 可是 面对强悍的唐君 他们中国 这些兵马根本就不知一体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 可以跟唐君一战的实力 双方就这样杀着 黄昏来临的时候 战事终于接近尾声 大人 我们守不住了 突围吧 一名将军 看了一眼宋锦 此时的宋锦满身鲜血 他的手臂 还被人砍伤 他已经痛得 完全不知道痛了 宋锦看着越来越多的汤君 忽然哈哈大笑 神上 臣对不住你 唯有先走一步 中五妹说过 如果他宋锦守不住黑尘 那就永远不要回来 意思很明白 守不住就是死 而现在 宋锦守不住了 一声喊叫之后 宋锦扒刀自吻 鲜血喷洒 宋锦就这样倒了下去 宋锦自杀 中国兵马 更是溃不成军 四处逃生 唐君很快就掌控了黑尘 攻下黑尘 比他们想象当中 要容易许多 神上 看来灭掉周国 并不是什么困难啊 我们就算是枪攻 也在一天之内 攻下了黑尘 是啊神上 有您在 灭掉周国 没有任何问题 一众文臣武将 兴奋地说着 唐玉嘴角 却露出了一丝浅 笑说道 好了 出外爱亲 黑尘虽然攻下了 但我们也不可大意 派人安抚 这里的城中百姓 那些投降的将士 也挑选一下 真的没有问题地 让他们补充进来 接下来的战事 我们还有许多兵马要用 能够补充 是最好的 打仗 就是要消耗 消耗钱财 粮草 也消耗将士 所以 很多时候 兵马补充 就显得 尤为重要 而兵马补充 有几种 其中一种 就是将 降兵 收编 而这些虽是降兵 但他们都是打过仗 不用怎么训练 就可以 上战场 杀敌 另外一种 就是招募兵马 攻下一个地方过后 就在这个地方招募 不过 招募兵马 有时候 并不是很好用 所以 招降 就变得很重要 唐玉这样吩咐下去 徐茂公 他们几人 立马 就下去安排了 只等黑城这边的战事结束 他们便向虎门关赶去 天气是越来越暖和 黑城城破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虎门关这里 徐丁山听到宋锦自杀 黑城城破之后 燕梅顿时就凝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唐军一肩就攻下黑城 黑城的防守 与虎门关是差不多的 如果黑城都守不住一天 那他这虎门关是不是也守不住了 他徐丁山武力是很强 可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 唐军之中 武力比他强的有好几个 他完全不可能仗着武力来解决唐军 事情有点难办 让他一时之间有点紧张 薛丁山在虎门关这里不防 只等唐军到来 而消息就像是春风 何况吹到了青安城 这天早朝 一名官员站了出来说道 身上黑城城破 宋锦宋大人自杀了 这个消息出来 整个大殿顿时乘机 黑城啊 一天都没有守住 就被唐军给破了 这算是什么事啊 周五妹眼门凝着说道 宋锦自杀了 他没有想到宋锦会自杀 当时他的确说 黑城若是失守 宋锦就不用回来了 但他那只是一句气话 宋锦这样的人 治国的能力还是很强 真杀他 他周五妹 还真就有点舍不得 可如今的情况是 宋锦就这样自杀了 可恶的东西 好你个宋锦 居然辜负朕的一片苦心 你个宋锦啊 宋锦死了 周五妹还是有一点伤心的 如果宋锦知道 肯定会很高兴 不过周五妹并不是那种 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悲痛的那种人 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诸位爱卿 唐军如今攻破了黑城 你们可有什么要说的吗 周五妹询问 朝中群臣虎相张望 其实他们心里都有点紧张害怕 万一中国真的被灭 那他们这些人的日子 恐怕就不好过了 被唐军继续用的人 还好说一点 可如果不被用 他们就只能够当一个庶民 而一个人当习惯了官 当他让他做百姓 他只怕是习惯不良 身上 我周国武力不弱 人才积极 而且虎门官由薛将军阵守 又有我中国秘密武器大将军团 想要阻挡住唐军 甚至击败唐军 应该问题没有太大 很多人看到现在的情况 但有一个人看好 这个人站出说了这么一句话 周五妹点了点头 心里舒服了一些 其他人这个时候 也不由得在绝境之中 伸出了一朵希望的小花 天气越来越暖和 唐军在黑城这边 诊修了一番之后 唐宇便带着兵马 向虎门官那边赶去 虎门官要相对难攻破一些 毕竟虎门官比黑城坚固 而且虎门官首将是薛丁山 薛丁山的武力虽然没有李源霸 宇文化级这些人强 但也绝对算不上弱 而且薛丁山此人 剑法很神 用兵也很厉害 他比宋景要更会打仗一些 像这样的人想要击败可不容易 虎门官相比较之下不好打 不过虽然知道不好打 但他却又必须打 兵马这样走着 不多久便来到了虎门官外 虎门官看起相对雄伪 唐玉带着兵马来到虎门官后 休息了一个晚上 因为黑城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薛丁山并没有派人洗淫 此日一早 唐玉才带着兵马来到了虎门官下 城楼之上 薛丁山带着兵马严阵以待 薛丁山 朕念你是一个不错的猛将 若是肯投降我唐国 朕可给你高官厚禄 如若你还执迷不悟 还要为诸国守城 那就别怪我唐国对你不客气了 唐玉拿着高音喇叭喊了起来 声音哼响 薛丁山听到之后震撼了一下 但随即又是呵呵一笑 想让我薛丁山投降 除非你能够击败我这五万兵马 他也这么随口一说 可唐玉听了之后 甚至笑了笑 哦 你这话可是当真 朕若是击败你的兵马 你真的会投降 唐玉说出这话过后 薛丁山才知道唐玉误会了 他的意思是说 除非唐玉杀了他 不然他是不会投降的 可也怪他刚才没有把话说清楚 说只要击败他的兵马 他就投降 他想要更正一下唐玉的话 可一想如果自己更正 是不是被人笑话 自己大丈夫 中国第一孟将 怎么能够说话不算话呢 这样想着 薛丁山也是挺起胸膛说道 自然 你能够击败我 我就投降你唐果 不过你若击不败 就请你带着你的兵马 回到你唐果去 想要他薛丁山投降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也要一些彩头 彩头 唐玉是哈哈大笑 好 好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既不败你的人 朕自会带着兵马回去 两人这样说完之后 唐玉一声令下 便命人开始攻城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刺杀声响起 紧接着就是轰天雷 在城楼上的响声 一部分兵马 是逃到虎门关来的 他们见识过轰天雷 还不知道有什么 可其他的兵马 却没有见过轰天雷 被轰天雷 这么一轰炸之后 顿时就有点惊慌害怕 连薛丁山自己 都有点不敢置心 这就是汤君的轰天雷嘛 果然好大的威力啊 薛丁山心里想着 但想让他投降 却是不容易 给我守住 杀 利剑如雨 各种守称的东西 就这样朝着 唐君砸了下去 双方拟来我往的 不停厮杀着 唐君虽然勇猛 但虎门关牢固 再加上城内的兵马也不少 所以唐君想要攻下虎门关 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样攻打的一天 唐君未能够攻下虎门关 看到这种情况 唐玉苦笑一声 虽然同样都是第一次遇到 轰天雷 但因为薛丁山的人 早已有心理准备 在他们很快适应了 轰天雷过后 他们很快便把 虎门关给把守的水写不通 黄昏来历 远处的夕阳 轰了半边天 这里的血染红了城墙和冰刃 圣上 看来今天是攻不下虎门关了 不如暂且退去 见九宫不下 徐茂公向唐玉提议退兵 唐玉点了点头 唐国的兵马退了回去 薛丁山站在城楼之上 是呵呵一笑 唐国的轰天雷也不过如此 那宋经真是个废物 居然连这个都挡不住 因为抵挡住唐君的进攻 所以薛丁山现在完全有资格说宋经 他就是觉得宋经是个废物 有他在 唐君就别想攻下虎门关 更何况他还有秘密武器没有使用呢 大象军团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抵挡得住的 唐君退回军营 夜幕降临 今夜有繁星满天 唐玉把一众 武将召集了过来 诸位爱卿 今天攻城 我军失利 对于如何攻下虎门关 你们可有什么良策啊 唐玉询问 一众群臣互相张望 紧接着就有人站出说道 身上 用红衣打炮 用了红衣打炮 直接把城门轰炸开一个口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攻下虎门关了 就是就是 红衣打炮也是时候亮相了 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没错 身上就用红衣打炮吧 轰开虎门关 不少人提议用红衣打炮 他们制造出的红衣打炮 不就是为了打仗吗 现在不用更待何时啊 众人嘀嘀咕咕说着 唐玉却是犹豫了一下 红衣打炮算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现在用的话只怕不好 身上 这薛丁山乃是有些狂妄之针 我们不妨用计 引他出城 与我们一决死战 陈平在这个时候战处 而且给了一个主意 通过他对薛丁山的了解 他知道薛丁山这个人有点狂 仗着自己武力很好 很是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突然他们唐君可以 故意示弱的话 兴许可以把薛丁山跟引出来 也许新颖宋景这样的人是不行 但是薛丁山却是有可能的 陈平说完 就这样 其他人互相张望 徐茂公说道 身上 陈大人的办法 兴许可以用一下 不行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再不行再用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本来是想留着 攻打庆安城的时候在用 但如果真的攻不下虎门关 那他们就只能够提前使用红衣大炮了 大家都支持陈平的办法 毕竟有其他办法的话 红衣大炮后推 唐玉见词点了点头 好 既然你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那我们就试一试 明天让我们的人诈败 一夜无花 此日夜早 唐玉领着兵马 再次向虎门关进发 来到虎门关过后 唐玉也没多眼 直接就派人攻城 唐军进攻十分猛烈 红天雷仍旧不停地轰炸着 轰隆隆地响声在城楼之上 震得人耳膜深疼 双方就这样不停地厮杀 咸血喷洒 血腥味道弥漫开来 让人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而越来越浓的血腥味 却又让它更像厮杀 只有利刃穿入身体的声音 才能够更加地刺激到他们 双方就这样杀着 唐军异常地勇猛 血定山站在城楼之上 见唐军如此 眼眉微凝 顿着一下 吼了一声 唐玉 我要你死 说着 血定山就拿出了自己的弓箭 朝着唐玉 就射出一箭 这一箭很快 破空的声音很响 唐玉本来正在督战 突然听到声音 抬眼一看 是一只利剑 唐玉眼眉微凝 暗道 不妙 想要躲闪 已经来不及 利剑越来越快 直接射中唐玉胸口 唐玉叫了一声 直接差点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周围一众武将文臣见词 顿时就着急了 圣上 快保护圣上 护送圣上回去 退兵 快退兵 唐玉中间 这肯定会影响他们的士气 所以这一仗 他们不能够继续打下去 必须尽快地回去 很快 有人护送着唐玉退回军营 身下的兵马 也都陆陆续续退了回来 城楼之上 薛定山见自己一剑射中唐玉 心中不由大喜 唐玉也不过如此嘛 中了我一剑 我看他还怎么攻打我的虎门馆 薛定山并不确定唐玉有没有死 但他一剑向来不弱 唐玉就算命大不死 也肯定要休养个一两个月才行 唐玉若是休养一两个月 唐军只怕不会前来攻城 如此一来 他的目的也算是达到 薛定山站在城楼之上 哈哈大笑 一众武将不停地称赞 将军果然好剑法 厉害厉害 将军若是能够射杀唐玉 那将军可必将名扬万里呀 一众将士越说越离谱 薛定山听了之后 欣喜不已 与此同时 唐军已然护送唐玉回到了军营 进入大帐之后 已经被送进床上的唐玉突然就坐起 众人看到这个之后 不就愣了一下 圣少 您没事啊 这真是太好了 没错 太好了 唐国的文臣武将都很兴奋 他们没有想到唐玉竟然没事 这可真的有点喜出望外呀 而唐玉这里 笑了笑 扯开衣服 搂出了一块黑色的铠甲 显然是一块黑色的铠甲 救了唐玉一名 如今 我们可以假装 我被薛定山射伤 你们明日领兵去报仇 因那薛定山出山 然后只要薛定山出城 我们攻下虎门关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薛定山很是厉害 但他的几万兵马 跟唐军的相比 却还是差了很多 所以 只要薛定山肯出城 那他们 就要灭掉薛定山的兵马 就不是什么问题 唐玉这样安排之后 其他人连忙领命 明天就让我承咬经 去叫阵吧 很快 唐玉受伤的消息 就在虎门关传开 薛定山听得 唐玉受了伤 不由撇了撇嘴 这个唐玉还真是命大 一切没能够要了他的姓名 将军不必担忧 虽说没有要了他的姓名 但也彻底伤到他了 试问整个华夏 诸多国家之中 谁能够伤得了唐玉啊 有谁啊 只有将军您一个人呢 就是 薛将军是最厉害啊 此日 程咬经带着几万兵马 来到虎门关下 薛定山见唐玉受伤 唐军竟然 还敢来叫针 不由得撇撇嘴 你们堂皇死了没有 薛定山望着 程咬经问了一句 程咬经听到这个顿时大骂 我呸 你死了我家天子都不会死 那可不一定 薛定山 你这个使用暗戒的小人 今天我要替我家堂皇报仇 有本事出来与我凭啥 程咬经破口大骂 那薛定山出城与他私斗 薛定山心里暗笑 他自然知道 程咬经攻不下虎门关 所以故意这么说 要他出城一战 若是以前唐玉领兵 他绝对不会出城 但现在 他明知道程咬经的意思 却还想要出城一战 他们周国的大象军团 虽说是个秘密武器 但一支不用 岂不是明珠蒙城 这样就有点爆裂天舞了 所以他准备 今天拿程咬经开开刀 来试一试 他们的大象军团 薛定山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即吩咐 等会儿本将军带领兵马出城 与唐军一战 你们找准时机 把大象军团给我放出来 我要狠狠地教训一下唐军 薛定山这样吩咐下去 他便带着兵马出了城 程咬经见薛定山 居然真的出城 心中不由大喜啊 他觉得陈平的计谋 还真是管庸 这薛定山 说出城就出城啊 程咬经 我知道你 在唐国算是个二流猛将吧 不过在我这里 你根本不是对手 我劝你还是逃命的好 不然真的打起 或者刀枪无眼 要了你的性命 可就不好了 出城之后 薛定山望着 程咬经就说了一句 程咬经听到薛定山这话 顿时气不大一处来呀 他陈咬经在唐国 怎么能算是二流猛将呢 他在唐国很有名的好不好 他也是一直觉得 自己在唐国是一流猛将啊 我呸 你个薛定山 闭上你的乌鸦嘴 竟然敢这样说我陈咬经 我让你好好看看 今天我才要你的性命 说着 陈咬经一挥手喝道 给我杀 杀了薛定山这个狗祸 给我杀了他 陈咬经愤怒至极 骂得有点难听啊 薛定山一听 陈咬经竟然敢骂自己是狗祸 顿时就有点恼怒不已 贴着兵刃 带着兵马就杀了过去 顿时 两拨兵马杀作一团 血腥味道很快就弥漫开来 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将士倒下 陈咬经怒吼着 唐军实力要比中国的兵马 要强悍一些 所以双方交战之后 唐军仗志人多 还是很占据优势 薛定山这边 虽然他很厉害 不少唐将根本经不了他的身 但中国整体的趋势并不是很好 双方就这样不停地厮杀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国后面 突然就杀出了一只兵马 领兵的赫然是李元把 李元把专程来克制薛定山的 不过 看到李元把来了 薛定山却并没有露出多少惊慌失措 他只是哼了一声 今天来多少人 都得给我死 一声怒吼 薛定山再次拼杀开来 与此同时 虎门关城门打开 紧接着就听到了几声奇怪的叫声 那是大象的叫声 不过 很多唐国人都没有见过大象 也没有听过大象的声音 所以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不少唐国的将士顿时就是浑身发抖 有点不安 而就在唐军这样不安的时候 一批接着一批的大象 从虎门关这里走了出来 何须大象很大 跟一个小屋子那么大 而且在大象的背上 还有一个类似于栏杆的东西 这些栏杆固定在大象身上 栏杆里面 站着几个中国的士兵 他们可以站在大象的背上 不停地挑杀唐军 大象冲出之后 直接杀向了唐军阵营 大象很大 是个庞然大巫 而且他们皮很厚 就算是唐刀 也有点奈何不了他们 就算能够砍伤他们 也只会让大象更加的愤怒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中国竟然有这样的东西 太恐怖了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少唐军将士 心生不安 面对这样的大象军团 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 还手的力道 本来他们是占据优势 李元爸带着兵马来了之后 他们就更占据优势 可是中国的大象军团一来 他们的优势顿时就是荡然无存 大象军团如物无人之际 在唐国阵营之中是来回冲撞 不少唐军都被大象军团 背上的中国兵马给杀了 很多又是被大象给踩死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唐军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元爸这里 一锤像一头大象砸去 那大象本能地用鼻子 卷住了李元爸的铁锤 李元爸想要把自己的铁锤抽出 可是那大象不松鼻子 他竟然怎么抽都抽不出来 看到这个 李元爸震惊不已 他的力气是华下所有猛将之中 最厉害的一个 可是如今却被一头大象给碾压 他的心里特别不爽啊 李元爸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可是就算这样 他扔就没能够把自己的锤给抽出来 那大象惊叫一声 直接把鼻子给甩了出去 紧接着就听到碰的一声 李元爸的锤就直接扔了出去 战场之上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震惊了 一直以来 李元爸在他们心中 那都是无敌存在 可今天他却被一头大象给欺负了 看到这种情况 大家越发地没有继续作战的勇气 退 退兵 陈咬经喊着 李元爸虽然有点不服气 可如今这种情况 他也只能够回去了 看着唐军仓皇逃窜 但薛丁山忍不住是哈哈大笑起来 唐军也不过如此 在我大象军团的热理 简直不堪一击 你李元爸很厉害 那又如何 能有我大象军团厉害吗 薛丁山是越发地狂傲起来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都是连连点头称实 中国将士越来越兴奋 忍不住高声呼喊着 薛丁山此时也越发觉得有点得意 唐军大赢 唐军在大仗之中等着消息 在他看来 有陈咬经和李元爸出手 只要中国的薛丁山出了虎门关 那他们唐国要击败中国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他在等着胜利的消息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将士急匆匆地就跑了进来 身上大事不好 陈将军和李将军他们回来了 他们败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听到陈咬经和李元爸回来的时候 唐玉心里是一喜 可是听到他们居然败了 唐玉的眼眉就凝了起来 这简直不可能 他们怎么会败呢 也许陈咬经的武力不怎么厉害 但李元爸绝对不会败的呀 让他们进来 一声令下 那将士就又退了出去 不多时 陈咬经和李元爸就走了进来 其他 徐茂公等人也跟了进来 他们的脸色都不这么好看 李元爸很是愤怒 从他脸上也就看了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薛定山只要出城 我唐军不可能败的眼 甚至啊 薛定山 中国的兵马的确不是很厉害 我陈咬经带着兵马 是足以击败他 不过就在我们杀着的时候 他们中国突然出现了一只大象军团 那些大象好生厉害 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被他们杀的一个大败 陈咬经说着 李元爸也是撇撇嘴说道 身上 那些大象力气好大 把我的锤都给卷走了 我也不是那些大象的对手 要攻下湖门关 必须击败这些大象才行啊 听到大象 唐玉的眼眉微微一宁 大象是什么样子的村在 它比这些人都很清楚 后世有关大象的很多东西 他都知道 这种陆地上的巨大生物 真的是力大无穷 想要跟它们比利起 实在是吃人说梦 而且大象的皮后 想弄死它们也不容易 中国的兵马 站在大象的背后杀敌 自然是事半功倍 而要破大象军团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他人 还在嘀嘀咕咕说着 或震惊或愤怒 唐玉沉眉 许久之后 挥了挥手说道 好了 要破大象军团也容易 给我去抓来老鼠 越小越好 听到让它们抓老鼠 徐茂公等人就有点不解 身上抓老鼠做什么 既然是要破大象军团 你们无需多问 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见此 徐茂公他们也只能够领命 没有敢再多问 这个时候 正是牧春初夏时节 这里的老鼠还是很多 所以 当一大半唐军 都去抓老鼠的时候 很快便把这一片的老鼠 都给抓得是干干净净 以至于到了夜里 总能够听到一些野猫饿的 喵喵叫的声音 而唐军这里 则是老鼠 吱吱吱叫着 老鼠的声音甚人 让人听了之后 十分的不舒服 一众唐军心中是越发的 奇怪起来 不知道他们肾上 让他们抓老鼠做什么 唐军抓老鼠的动静 还是很大 中国这边 自然也是 有所耳分 薛丁山听闻唐军抓老鼠 顿时就是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 唐军断粮了吗 竟然要抓老鼠 他这么一说 其他将军 立马也跟着附和 将军 我看唐军快要离开了 就是就是 他们还敢跟我们继续作战 只能够离开 看来我们要取得最终的胜利 唐国想要灭掉他们 那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 大家是嘀嘀咕咕说着 就是觉得唐军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恐怖 要祭拜唐军并非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而就在中国这样嘲笑着唐军的时候 陈咬军再一次领着兵马 来到虎门关之下 薛丁山 你给老子出来 今天老子要打爆你的脑袋 陈咬军拿着高音喇叭不停地高声叫着 城楼之上的薛丁山掏了一下耳朵 有些不屑 看了一眼成咬金 紧接着就是呵呵一笑 看来上次是没打怕你 既然如此 我就再让你看看我中国兵马的厉害 来人 开尘门 有了上次的情况 现如今的薛丁山并不害怕出城与唐军一战 就算他拼实力不是唐军的对手 但他们有大象军团 大象军团何等厉害 要击败唐军还不容易吗 虎门关的城门打开 薛丁山带着兵马冲了进来 双方就很快是一番接战 唐军的轰天雷也有用 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 轰天雷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能够击杀不少中国兵马 但并不能够击败中国的兵马 双方就这样来来回回厮杀着 唐军渐渐占据了优势 情况跟上次差不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薛丁山一声怒喝 紧接着 中国的大象军团就再一次地冲了出来 大象发出了惊人的鸣叫声 让人听起来是十分的刺耳 大象脚踩着大地的声音 隆隆作响 仿佛大地都要抖三抖 可是那些情况 对于薛丁山来说都是一种兴奋 想身是越大 他就越兴奋 大象军团就这样狂奔而来 陈咬经看到大象军团来 心里也是没有底儿啊 但还是联盟按照唐玉的吩咐喝道 放老鼠都给我扔出去 一声令下 那些老鼠就被唐军要投十击 给投到了大象军团之中 老鼠很小很多 投过去之后 有的直接就趴了上去 趴在那些中国将士的身上 有些老鼠倒也不可怕 但突然就这样跑来 让人觉得有点胜人 让人忍不住手忙搅乱起来 中国的将士一时间不能够杀敌 这并不是唐军想要的结果 唐军真正忌惮的是那些大象 老鼠胆子很小 突然这样抛过去 他们害怕地到处窜 而老鼠一旦想要躲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会找洞穴的地方 可是 这里是战场地面很是平坦 根本就没有什么洞穴 所以这些老鼠仓皇之下 便直接往这些大象的鼻子里钻去 大象鼻子很长很长 老鼠钻进去 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这些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子之后 这些大象顿时就凌乱 他们呼吸不舒服 而且极其难受 他们甩着鼻子 可是 还是把老鼠甩不出来 他们变得狂躁不安 他们不再继续往前冲 反而在中国的兵马之间 来回地转悠狂奔 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军营 给弄得不成样子 薛丁山带着兵马正在杀敌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顿时愣了一下 之前 他一直觉得 唐军用老鼠没有什么用 但现在看来 唐军用老鼠很有作用 他们就是用来克制 他们的大象 要知道 大象的克星就是老鼠 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子里 大象能够忍受的主才怪呢 此时 中国的大象军团 已经有点溃不成军 薛丁山知道 这样厮杀下去 他们非得 彻底崩溃不可 于是 再不迟疑 薛丁山 立马带着自己的人 退回虎门关 陈瑶青这里 顿时就乐了 他没有想到 他们家 逃皇的办法 竟然真的管用 就这些 这样的小小的老鼠 破了中国的大象军团 如今 中国没有大象军团 要灭掉他们 还不容易吗 唐军趁着中国兵马 没有退回虎门关内的时候 对中国兵马 展开了一轮追杀 这场追杀十分刺激 杀了不少中国兵马 不过 等薛丁山他们 退回虎门关之后 陈瑶青便停了下来 薛丁山小儿 有本事你出城一战 陈瑶青很是骂得得已 薛丁山站在城楼之上 眼眸凝着 眼神之中充满了愤怒 怒火地要喷出了 可恶 可恶 吩咐下去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出城一战 现在这种情况 出城就等于送死 陈瑶青获胜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唐军大营这里 圣上 圣上 赢了 我们赢了 圣上的办法真的厉害 那些老鼠钻进 中国大象的鼻子里后 那些大象 顿时就不行了 探子 把情况跟大家说了说 众人听完之后 简直不敢置信 你说什么 那些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子里 老鼠钻进大象鼻子之后就没事了 那些大象就不行了 有这么神奇吗 不敢置信啊 竟然还能这样子 圣上真是厉害 厉害呀 圣上太厉害了 我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 如此 破中国大象军团 我们唐军 还怕了什么 看来要攻下虎门关 指日可待 大家是嘀嘀咕咕说着 都很兴奋 因为破了中国的大象军团 他们就有了破敌的希望 而这破敌的希望 就能够让他们有自信 有士气 大家这样说着的时候 程咬金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快给我们说说 当时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很好奇 想听程咬金说一下 程咬金这个人 本来就喜欢那种炫耀的 这个时候自然不会放弃 这么好一个机会 很快就跟大家说了一下 不过 他说的跟炭子说的差不多 但可能因为太过于兴奋的缘故 大家听得还是兢兢有为 虎门关内 薛灵山气愤不已 可恶 可恶啊 真是没有想到 唐军竟然想出这个办法 来破我们的大象军团 如今他们有老鼠 我们想要击败他们 可就不容易啊 大家说说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薛灵山望着众人询问 这些人之前都很得意 根本就没把唐军放在眼里 如今打了仗了 就有点失魂落魄 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多少精神 薛灵山询问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所以都没怎么开口 当然他们现在都知道要严守沉门了 但是都知道的主意 说出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还不如不说呢 沉默 整个大仗之中都是沉默 让薛灵山有点气愤 他望着一眼众人冷冷说道 怎么回事 现在用到你们的时候了 你们却一个办法都没有了吗 众人仍旧不说话 给我想 都给我想 薛灵山愤怒地吼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突然站了出来 将军 我倒有办法 兴许能行 站出来的人 其貌不扬 之前 都没有什么人 把他当回事 不过他现在站出之后 大家都把目光 投向他的身上 哦 你有什么办法 速速说来听听 大家都有点迫不及待 快说 快说呀 他们这些人都说不出来 现在有人能够说出来 他们自然着急 再有就是 他们说不出来 其他人说出来了 他们心中也不舒服 所以便希望 这人也不要说出来 催促急切一点 可以让他们 看到这个人 并不是那么厉害 不过 不管这些人怎么催促 这个人显得十分冷静 说道 这事也好办 老鼠不是喜欢 往大象的鼻子里钻吗 那我们就用一个东西 把大象鼻子给绑住 同时还可以让大象出气 这样老鼠钻不进 大象的鼻子里 这一切不就都好办了吧 说到这儿 这人又露出一丝浅笑道 再有就是 我有一个师妹 叫做梵梨花 武艺高强 精通幻术 如果能够请她出山的话 兴许可让我们中国 一举灭掉汤君 这人一连说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面对汤君的老鼠 他这么说完之后 大家都有点恍然大悟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他们之前 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他们知道 很多人喂牛的时候 都会给牛弄一个口罩 那这个口罩主要防止的是 在根地的时候 牛吃庄稼 那他们按照这个 给大象的比例 也弄一个鼻罩 不就完了吗 这样老鼠钻不进去 还能够呼吸 看汤君的老鼠 还能够怎么样 薛丁山的神色 是终于松了下来 好 好 这个办法好 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办 把那大象的鼻子 给我带上鼻罩 我倒要看看汤君 看看他们的老鼠 还能够奈我何 薛丁山这样吩咐下去 立马就有人 按照他说的去办 而这个时候 薛丁山又说道 你那师妹樊梨花 真的很厉害 连唐国的李渊霸都不怕 那人说道 将军 若论武艺 没有人是李渊霸的对手 我那师妹也不可以 但我这师妹精通幻属 只要李渊霸一个不慎 就会在我师妹手中 栽了羹头 到时候 要勤拿李渊霸 都不是什么问题 听到勤拿李渊霸 都不是什么问题 薛丁山的内心 顿时就激动不已 如果能够勤拿了李渊霸 那他薛丁山 在整个华夏诸国当中 名气会立马高涨起来吧 就算李渊霸不是他亲自 勤拿 那至少是在他虎门关 被勤拿的吧 兴奋 现如今的薛丁山 反而兴奋起来 他看了一眼 那人说道 好 肃清女师妹下山 前来帮忙 那人连忙应下 转身就去准备 不过这个时候 薛丁山好像想起了什么 忽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令人笑了想说道 将军健忘 末将 含糊 薛丁山 欧了一身 然后问道 你会换鼠吗 那樊梨花 是你师妹 如果你师妹会的话 你应该也会吧 薛丁山 是个急性子 有点等不了 樊梨花的到来 如果这含糊也会的话 那就简单审视多了 不过 薛丁山这样询问 那含糊 却是苦笑说道 将军有所不知 这换术不是好练 需要悟性 我悟性不好 没有练灰 换了师妹聪明 练灰了 而且很厉害 我去请几天就能够把他请下来 将军不必着急 见此 薛丁山也只能够点点头 算是硬了下来 却说 含糊去请樊梨花的时候 薛丁山这里仍旧镇守着湖门关 这天 陈瑶金仍旧带着兵马前去叫针 在陈瑶金看来 上一次薛丁山的大象军团被击败 这一次薛丁山应该不会出城一战 所以叫针的时候 陈瑶金显得是颇有点心不在眼 十分大意 这不过就是走个过场罢了 可是就在陈瑶金拿着喇叭 在下面叫针的时候 虎门关突然打开 薛丁山带着兵马就冲了出来 此时 陈瑶金一楼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神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二十九集 陈瑶金是一楼 竟然敢出关 真是好胆识 好好 看我陈瑶金 再破了你 说着 陈瑶金提着兵器 带着兵马 就杀了过去 陈瑶金武艺高强 但跟薛丁山比起 还是差了很多 两国兵马很快交战在一起 顿时就厮杀起来 血腥味道开始弥漫开来 死亡 一个接着一个的尸体倒下 唐军实力强悍 很快唐军就占据了优势 陈瑶金看着薛丁山 呵呵一笑 好你个薛丁山 真是不错 不过 你们周国根本就不是我们唐军的对手 你出了关 就是在找死 陈瑶金很得意地说着 薛丁山是左右冲杀 却也是呵呵一笑 是吗 谁死还不一定呢 就你这样的三流人物 算得了什么 好小子 四到零头居然还瞧不起我 信不信我弄死你 骂着 陈瑶金提着兵马就过去了 双方很快就撕打在了一处 而就在中国兵马越发的有些不知的时候 薛丁山突然吼道 现在不出 更待何时 一声令下 虎门关了关门再次打开 紧接着 便见大象军团再一次跑了出来 见到大象军团 很多唐军的心里有些惬意 不过想到之前 他们打的大象军团仓皇逃窜 他们就有来了信心 陈瑶金更是不屑一顾骂道 不过小小大象军团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我唐军能够再击败你们一次 就能够击败你们第二次 来人 把老鼠给我放出来 陈瑶金虽是来矫正 但很多东西自然都是准备好的 他这样吩咐下去 很快就有人把他们早就抓好的老鼠放了出来 一声令下 老鼠飞奔着 向大象跑去 不过 这些老鼠虽然到处乱窜 但大象的鼻子上面好像有东西给挡着 老鼠想要躲进大象的鼻子里 有些不太可能 大象不受老鼠的侵扰 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冲向唐军冲了过来 大象军团很是厉害 大象所到之处 唐军立马倒下一片 局势 本来对唐军很是有利 但诸国的大象军团来了之后 立马就把局势给扭转了过来 大象军团在前面开路 很快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唐军实力虽然不错 但面对这种情况却也是无能为力 能够比大象军团还厉害的 看真就没有 大象军团在战场之上所向披靡 很快唐军就有点处于弱势 程耀金本以为他们必有胜算 不曾想这一次 他们的老鼠竟然不管用了 大象军团发飞 一时之间唐军又拿他们没办法 想要取胜 真的是有点困难 见此 程耀金也是知道 继续厮杀下去 对他们十分不利 不作迟疑 程耀金立马喝道 退兵 快退兵 唐军是明经收兵 很快就退了回去 薛丁山并没有命人去追杀 而是直接退回了虎门关 退回的时候 薛丁山还倾笑一下 真没有想到 这含糊的办法 竟然还真管用 这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用东西把大象的鼻子给保护起来 那些老鼠还真就不行 现在他们再一次击败唐军 有了这个办法 我看唐军能够奈火河 唐宇 你以为只有你能够御驾清真 就必能够攻破城池吗 这一次 我非得让你攻不下我的湖门关 薛丁山心里想着 对接下来的战事越发的有信心 等含糊把他师妹梵梨花请来之后 要击败唐军 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虽然他不知道梵梨花有多厉害 但会换术 应该会很不一样吧 唐军大赢 唐宇一直都在等着两军交战的消息 很快 一名侍卫急匆匆跑进大仗之中 这名侍卫显得有些慌张 圣上 大事不好 我军 我军败了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一愣 联盟又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我军怎么会败呢 中国大象军团不是不管用了吗 他们有老鼠 还怕什么大象军团呢 侍卫哭笑说道 他们的大象军团又管用了 大象军团管用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用东西 把大象的鼻子给保护了起来 我们的老鼠钻不进去 大象军团就发飞 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 侍卫说着 程瑶青垂头丧气走了进来 他看了众人一眼 叹了口气说道 圣上 末将败了 请圣上责罚 唐玉也没宁着 他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把大象的鼻子给保护起来 他们的老鼠自然就失去了效果 想要取圣 喊针就有点不容易 算了 圣败乃兵家常使 这也是朕没有算计好 没有想到 中国还能够有这样的能人 说着 唐玉望了一眼众人 接着问道 接下来 你们可有什么良策 众人互相张望 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 圣上 如今这种情况 我们只有红衣大炮给拿出来了 有了红衣大炮 要击败中国兵马 还不容易吗 即使啊 中国大象军团的确很厉害 但他们再厉害 能够厉害得过我们的红衣大炮吗 红衣大炮一出手 那些大象 还不被吓傻巴 那个时候 看他们怎么办 就是就是 看他们怎么办 甚少 用红衣大炮吧 一众人都觉得 应该用红衣大炮 毕竟 如今他们 拿中国大象军团没有办法 只能够把红衣大炮给搬出来 这才能够有胜算 不过 真的要把红衣大炮 这个秘密武器给拿出来 唐玉一失半会儿 韩真就有点下不了这个决心 身上 不用红衣大炮也行啊 就在众人都提议 用红衣大炮的时候 陈平又站了出来 在没有达到 中国都城之前 他都不建议 使用红衣大炮 一来 红衣大炮 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如果使用的话 会让中国有所防备 而宋国 见了他们有这样的武器 怕也不会再存心 灭掉中国 一旦宋国有了异心 要灭掉中国 那就再生波折 也许 他们唐国能够灭掉 周国 但如果没有其他波折 会附和着他们的要求 陈平站了出来 其他人 互相张望 程大人 您不让用红衣大炮 难道您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就是 周国大象军团 何等厉害 没有红衣大炮 我们怎么破他们 没错 有本事 你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大家这样 嘀嘀咕咕说着 唐玉 也向陈平忘了过去说道 陈爱琪 您可有什么好的办法 陈平 点了点头说道 甚啥 办法自然是有 陈已经得到消息 周国那边 派出寒虎 去请一个叫梵梨花的人 这个梵梨花 会换术 很是厉害 他如果来了之后 帮助周国 对我唐国十分不利 可如果 我们能够 事先收服梵梨花的话 那就又是 另外一种情况了 如果他们把周国 请来的救兵给策反 要破虎门关 自然也就没什么问题 陈平说的这个办法 倒是可行 但也只是说可行 想要策反梵梨花 哪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唐玉成思片刻之后 然后说道 策反梵梨花 的确是个很好的办法 这件事情 朕亲自去办 你们在这里镇守军营便是 在朕没有回来之前 就不要去再叫朕了 樊梨花会换书 不好策反 稍有不顺 反而会中了她的换书 所以唐玉觉得 这事 她必须亲自出马才行 而她这样开口之后 其他人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圣上 这事您怎么能去啊 策反樊梨花 让末将就是了 圣上 让我去 那樊梨花 要是不肯降服我大唐 我就打到她降服 不 圣上 应该让我去才对 一种武将谋士是 纷纷嚷嚷的要去 唐玉却是白白手说道 叫李元爸一人 跟着朕就醒来 其他人在这里镇守 不得违抗命令 唐玉这样命令道 群臣见此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够领命 想到李元爸天下无敌 有他在 唐玉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因此便连忙硬了下来 这样说好之后 唐玉和李元爸二人一番打扮 便向樊梨花所在的梨山赶去 而就在唐玉和李元爸二人 向梨山赶去的时候 寒虎已经是快马家鞭 赶到了梨山 梨山上种着很多的花木 这个世界 仍旧能够看到一些开着的花 各种颜色的都有 这里仿佛永远都是春季 不过寒虎上得梨山之后 看到这些却是轻声一笑 因为他很清楚 这些不过是幻境罢了 是樊梨花幻化出来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里是四季如春呢 在这幻境之中 寒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在这里左右的走了一番之后 便走出幻境 离开幻境之后 所看到的景致 跟这个世界的景致差不了太多 而这里有一座庙宇 庙宇并不算特别的壮观 隐隐能够听到终声传来 寒虎顺着终声而去 不多时就到了庙宇之中 敬得庙宇 他便看到梵梨花 梵梨花年纪不大 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 看起来更加的成熟稳重一些 看到寒虎之后 他就有点意歪 师兄 你怎么回来了 寒虎说道 师妹 师兄此次回来 是想请你下山帮忙的 如今周国危在旦夕 随时都有可能覆灭 我希望你能够下山帮忙 击退唐军 在梵梨花这里 寒虎并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就把自己的来历给说明了 不过 面对寒虎这么直接的要求 梵梨花却是浅浅一笑地说道 师兄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梵梨花不想再沾惹 城市之间的一切事情了 这些国家的大大杀杀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我就只是想在这里修行 下面的事情 我不想管 对于寒虎的要求 梵梨花并不想答应下来 这乱世杀掠 她并不想沾折 不过面对梵梨花的拒绝 寒虎并没有放弃 师妹 并非师兄想请你下山 而是师父当年留下了警囊 要你今年下山帮忙 听到这个梵梨花神色微动 他们师父离山老母早已先世 他并不知道 自己师父还给自己留下了警囊书信 师父将我今天下山 寒虎点了点头 随即从身上拿出一个警囊交给梵梨花 梵梨花直接打开警囊 打开看了一眼 她并没有怎么看内容 只是看了一眼上面的自己 她便神情微微移动 真是师父的自己 对于自己师父的自己 梵梨花还是很清楚了解 只看一眼 她便知道 这些字迹不会有假 而确定之后 她才仔细地 看到那封信的内容之上 信上内容不多 就是让她下山帮助中国 而她下山之后 便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也就是能够与她相守一生的人 这样看完书信之后 梵梨花眼眉微微移动 她抬起头 看了一眼含糊 含糊神色平静说道 这是师父 灵终之前交给我的 她要我在惊言之时交给你 一切事情师父都已算到 师妹想来最听师父的话了 这是师父为你做的最后安排 你不会不听吧 对于这件事情 含糊绝对是胸有成竹 但这样说完之后 梵梨花已经把那封信 给收了起来 这样收起之后 梵梨花这才终于开口说道 既然是师父安排 我梵梨花暂会听 师兄 要我下山帮助周国击退唐军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就下山吧 她并没有留寒虎在山上住一个晚上 直接就带着寒虎离开 寒虎来回很累 但看梵梨花这个样子 她也不好提议歇一个晚上 只能够强达起精神 跟着梵梨花下了山 寒虎说服梵梨花下山之后 两人便快马加鞭地 向虎门关赶去 而在寒虎看来 只要他们去了虎门关 要击退唐军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就在他们 两人快马加鞭这样走的时候 却被两人给拦住了 两个早已来了 却就在这个地方 等着他们的人 唐玉和李渊吧 看到唐玉好好活着 含糊深色飞飞一变 有点震惊 唐玉 你 你没事 受到了薛定山一见 他觉得唐玉肯定已经死了 就算不死也是重伤 可现在唐玉的样子 哪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而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唐玉却根本没有搭理含糊 他只是把目光偷向梵梨花 这个她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姑娘 有着她这个年纪 所没有的成熟 但这成熟看起来 又好像随时都渴破 而这个梵梨花 年纪虽然不大 可相貌有着一股 说不出的英俊 她的棱角风鸣 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柔和 可就是这样的样貌 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来 唐玉是见多了美人 但是看到此时的梵梨花 她也不得不称赞一下 认定梵梨花也是一个决定的美人 而被唐玉这样看着 梵梨花的颜色顿时就变得难看 并且暴露出了一股子杀气 你看什么 看什么 梵梨花并不认识唐玉 此时也只觉得唐玉 是个好色之徒 于是忍不住就贺问说道 唐玉浅笑 这个时候旁边的含糊说道 师妹 她便是唐国的天子 唐玉 听到眼前男子 就是唐国天子唐玉 梵梨花的神色微微移动 她虽然久居山上 但对于唐国天子唐玉的一些传闻 还是知道的 而这些传闻里 唐玉是一个纵横天下的英雄 是那种有男子气概的人 可是 见到此时的唐玉 她真的无法想到 唐玉是那种争讨天下的人 虽然唐玉的样貌英俊 也有一股子潇洒之气 但跟她心目当中的英雄 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很多 而且她还有点奇怪 唐玉既然是唐国天子 那她怎么和一个兽子 出现在这里呢 天子出现在哪里 不应该有很多随从吗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三十集 樊梨花看着唐玉 唐玉浅笑道 姑娘这么好看 还不允许镇再看一看吗 这话有点灯徒子的意思 含糊听了之后轻声一笑 敢在这挑逗樊梨花 这个唐玉胆子还真是够大的 樊梨花有点生气 还从来没有哪个男人 跟她这样说过话 不过 樊梨花的心里 虽然有点生气 但不知道为什么 却又有一点输不出的感觉 好像是挺喜欢的 没有哪个女孩子 不喜欢被人赞美的吧 樊梨花也是不厉害 不过 樊梨花表现出来的 人就是愤怒 她望着唐玉冷哼一声 我漂亮不漂亮 好看不好看 是我的事情 哪用得着你来管呢 更用不着你来看 樊梨花很是生气 含糊这个时候 却是连忙说道 师妹 这个人就是唐国天子 若是能够擒拿她 或者杀了她 可谓是大功一见 那个时候唐国兵马 必定退兵 师妹刚刚下山 就击退唐军 更是大功一见 这简直就是天意 师妹 快快动手 唐玉好不容易落单 这对寒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虽然有李元把这个天下第一高手 坐镇保护 但她相信 凭借樊梨花的本事 要击败李元把 应该也不难 要知道 李元把只是 功夫高一点 但进入樊梨花的幻境之后 她再厉害也没用 出不了樊梨花的幻境 她就跟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被樊梨花的幻术困住 想要杀唐玉 还不容易吗 寒虎要樊梨花快点动手 樊梨花却是没有着急 她并不是笨蛋 很多事情她都知道 只是没有说罢了 她只是望着唐玉 冷冷问道 你既然是唐国天赐 来这里做什么 唐玉浅宵说道 实不相瞒 朕亲自来到这里 是为了等樊姑娘 等樊姑娘 等我 等我做什么 朕知道 寒虎请你下山帮助中国 不过 朕希望 你能够帮助我唐国 中国 已经是强弩之末 旧也是白酒 更何况这天下争风 应该早一点结束才是 中国肉是继续存在 这天下的黎民百姓 不知道要受多少的罪漏 樊姑娘觉得呢 来之前 有关樊梨花的一些情况 唐玉早已调查过 知道 这个樊梨花 其实并不想管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争战 她不知道樊梨花 是不是因为讨厌战争 然后 也不管是什么情况 她就觉得自己这样说 应该是会有一点帮助的 而她这么说完 樊梨花的神色果然是非非一变 她的确不喜欢战争 战争让人死亡 她不喜欢死亡 她觉得 唐玉说得好有道理 如果天下一统就没有战争 百姓自然也就可以安居乐业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含糊 却是呵呵一笑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你说的有道理 战争的确应该结束 可这战争是谁挑起的 是你们唐国挑起的战争 如果没有你们唐国 我中国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 既然天下要一统 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一统天下 而要让你们唐国 你还真有意思 韩虎是个聪明人 她也十分地了解樊梨花 知道樊梨花听了唐玉的话后 恐怕会有一点动心 所以她连忙说了这么一番话 来打消樊梨花内心的那种感觉 而她这么说完过后 樊梨花的神色又变了一遍 唐国发动了战争 她又何必要帮助唐国 我唐国一统天下之后 百姓才可安居乐业 试问现在整个天下 哪里的百姓 比得上我唐国百姓进服 你们中国吗 可笑 你们中国百姓 巴不得当我唐国百姓呢 唐玉说着 她的口才函很是不错 樊梨花很快就被唐玉说得心动 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有资格一通天下 唐国显然符合这个 韩虎见此有点不安 连忙说道 说这些也没有用 想让我们投降 有本事就破了我师妹的幻境 韩虎是个聪明人 她很清楚情况 如果任由唐玉这样说下去 樊梨花真有可能会被说服 所以她想必须想办法阻止唐玉 而她知道樊梨花的幻境很是厉害 如此只要唐玉答应破了樊梨花的幻境 那么她就有可能陷入幻境之中 进而被樊梨花申请 韩虎这话说完 樊梨花的反应倒是平淡一些 对于樊梨花来说 唐玉说得很有道理 但她也不太可能因为唐玉的几句话 就乖乖地回去 不管含糊地邀请 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一旦一开始做了一个决定 那么就算后面的事情再有道理 想让她改变这个决定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人的心里会有一种依赖感 或者说对于一些改变和恐惧不安 樊梨花既然已经答应了韩虎 那么她便不怎么想要改变这个决定 除非有绝大的外力来影响 而唐玉的一番话 很显然有点不够 韩虎说完 樊梨花就看了一眼唐玉说道 你敢吗 对于自己的幻境 樊梨花还是十分的自信 她相信 凭借唐玉的本事 根本就不可能破了她的幻境 而唐玉这个是聪明人 她自然很清楚 含糊话里的意思 不过她也知道 如果不能够破了樊梨花的幻境 想要测犯樊梨花 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面对樊梨花的问 唐玉嘴角露出一丝简笑 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 又是正破了你的幻境 你可要臣服我唐果 如何 樊梨花对自己的幻境很是自信 她并不觉得唐玉 能够破了自己的幻境 所以面对唐玉的疑问 她顿时就哼了一声 紧接说道 这有什么 只要你能够破了我的幻境 我就归顺你唐果 唐玉点了点头 然后又看了一眼寒虎说道 你呢 寒虎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唐玉会把她算在内 不过 她对樊梨花的实力 也是十分自信 相信 凭借着樊梨花的本事 要轻拿唐玉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此 也是很不屑哼的一声说道 你若是能够取胜 我寒虎 投降你唐果又如何 唐玉点头 好 一言为定 那就开始吧 说着 唐玉就动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李元霸突然大喝一声道 圣上 要破这个娘们的什么幻境 何须您亲自出手 交给末将便是 李元霸站出 含糊 眼眉 微宁 作为如今华夏诸国最厉害的一员武将 他自然是知道李元霸的厉害 李元霸出手 他还真就有点不安 不过 樊梨花虽然也听说过李元霸的实力 但他 并无丝毫的担忧 只是斜眼看着李元霸 樊梨花扁挥手说道 来吧 我倒是要看看天下第一高手到底有多厉害 面对李元霸 樊梨花浑然不举 这让李元霸有点受挫 于是 再不迟疑 提起兵刃 李元霸 直接就杀了过去 李元霸武力惊人 力气更是大的煤鞭 他拎起铁锤杀过去的时候 整个人都仿佛带着一股无尽的杀气 找死 李元霸是高声怒骂一句 紧接着一锤就向樊梨花劈去 这一锤下去之后 他举得自己 能够把樊梨花这个女人砸成肉泥 可就在这个时候想着的 他的一锤却突然砸空 紧接着 他便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里好像有很多的花 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这里 他想要出去 可是他怎么跑都跑不出去 狂奔 他不禁地狂奔着 只是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都跑不到尽头 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到达什么地方 而就在这个时候樊梨花再次出现 女娃找死 吃我一锤 看到樊梨花之后 李元霸再次一锤杀来 樊梨花只是嘴角露出一丝弹小 紧接着突然挥手 一刀就看了过来 他这一刀的力道看起来并不是很大 李元霸这一锤下去 能够把他的刀给砸断 可是 两个兵刃碰到一起之后 樊梨花的刀是十分的锋利 直接就把李元霸的铁锤给劈成了两半 看到自己的兵器被劈开 李元霸顿时心就慌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个世上 怎么可能有人比他的力气寒大 怎么可能有人把他的兵器给劈开 不安呢 不安让李元霸的思绪就乱了 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打 等他再一次书醒过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已经被五花大绑 并且就躺在樊梨花的眼前 他有点迷茫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竟然就这样被擎拿了 这个世上居然有人能够擎拿得住李元霸 寒虎看到李元霸被深情 心中顿时大喜 连忙笑道 还是师妹厉害 连李元霸把这样的天下狄猛将都能申请 看来要击退唐军 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呀 面对寒虎的吹捧 樊梨花只是嘴角飞飞一动 并没有说什么 对他来说 这都不算什么 再厉害的高手进入他的幻境之中 也只能够受到他的控制 想要取伤 根本就没有可能 而他们现如今 连李元霸这样的天下第一猛将都给击败了 那么 想要击败唐玉 想必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吧 樊梨花把目光抬起 直视唐玉 她并没有开口 但意思已经十分明显 如今李元霸已经被她申请 她唐玉还敢站着吗 唐玉眼眉为宁 她没有想到樊梨花这么快就把李元霸给倾拿住了 这樊梨花的幻境还真是很不一般 自己有点低估樊梨花的能力了 她知道要破幻境满力是不行 不然李元霸怕早就破了樊梨花的幻境了 这事得靠智力 唐玉心中想着 随着嘴角露出一次淡笑说道 樊姑娘的本事果然高潮 连我唐国第一猛将都能够轻易申请 不错不错 不过我唐玉还真想领江一番 说着唐玉拿着兵器就走了出去 她要破了樊梨花的幻境 唐玉已经见识过樊梨花的厉害 不过就算她知道樊梨花很是厉害 但为了能够灭掉中国 她还是要跟樊梨花比试一番 她别无选择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她们才能够减少伤害 以最少的牺牲来得到她们唐国想要的胜利 樊梨花见唐玉竟然还能够跟自己斗 嘴角就露出的一丝清晓 很是不邪 在她看来 连李源霸这样的天下第一猛将都不是她的对手 唐玉虽然会武功 但是要取胜却是不能的吧 既然不能够取胜 却又要继续与她动 未免有点太不自量力了吧 不过唐玉虽然要玩 那她就跟唐玉玩 抬头看了一眼唐玉樊梨花呵呵一笑 请拿了你 这场战事恐怕就要结束了吧 你可要考虑清楚 对于堂皇 樊梨花内心不知为何 有一点好感 所以她并不想要唐玉的性命 如果唐玉肯退兵的话 她也不会杀了唐玉 寒虎在旁听到这话 多少就明白樊梨花的意思 而明白之后 她就微微凝眉 有点担忧 要是真的把唐玉放走 那恐怕就真的是放虎归山 唐玉回来早晚想办法灭掉周国 她有点担心地望着唐玉 唐玉嘴角一笑说道 怎样樊姑娘 记住刚刚的誓言就好了 若是我破了幻境 击败了你 你可要为我逃国 效命才是啊 对于此 等于此樊梨花不顾一邪 她呵呵一笑 放心 我樊梨花说过的话 从来都是算数的 两人这样说好 唐玉提着霸王枪就杀了过去 杀过来的时候 她的一枪就挥动了 这一枪很快 就算樊梨花的速度很快 也被她给击伤 可是唐玉一枪杀来之后 樊梨花却是突然消失 紧接着 她的死中就生起迷雾 迷雾四中 弥漫开来 完全让人辨别不清楚方向 看到这个唐玉心里 微飞一沉 她知道 自己这是进入了 樊梨花的幻境之中 而这个幻境中 有很多东西都是假乡 她想要取胜 那就必须透过假乡 看到世间的本质 迷雾人就在弥漫 而且越来越多 唐玉一开始 有点慌乱 在来到这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几下之后 她就觉得 自己这样走下去可不行 万一送到樊梨花的跟前 那岂不是在找死 所以她很快在幻境之中站定 然后观察四周情况 四周很近 近得仿佛听不到一点声音 但唐玉就这么站着 还是很快听出一点什么 她听出来后 眉头微微一凝 随后 就在声音渐渐静的时候 她突然出枪 这一枪很快 樊梨花本来是想要一刀解决了唐玉 不曾想唐玉竟然知道了她的方菲 心头一惊 不过她对这样的地形最为清楚 一个转身 立马又躲闪不见 迷雾很重 但仍旧不停地散去 风呼呼地刮着 还是突然来的风 很显然 樊梨花发现唐玉能够察知到她的方位之后 就放出了风 不过 有了风 迷雾就飘散得厉害了一些 有的地方自然就会稀薄 唐玉看到这样的情况过后 眼眉微凝 她觉得自己的短兵器 很显然很难伤到樊梨花 想要伤到她 必须使用其他兵器 想着 唐玉就拿出一把枪 枪里的子弹 并不是那种具有特别大的杀伤力的 最多就是让樊梨花的行动受阻那样 不过对她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风不停地刮着 迷雾漂浮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下 紧接着 唐玉一枪就打了过去 如果是其他冷兵器 樊梨花很有可能能够躲闪过去 但像手枪这样的热兵器 子弹打出去的速度是高得很多 这绝对不是樊梨花能够躲开的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樊梨花感觉到了什么 她想要躲开 可是等她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她的身上就已经中了什么 很痛 但并不致命 她知道这是唐玉 并无杀她之心 只是她又很震惊 唐玉打出的东西是什么 竟然能够伤到她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幻境之中 她的速度很快 她觉得没有谁速度能够比她快 可如今她竟然受伤了 一声并不算很高的叫声 从樊梨花的嘴中叫出 疼痛的感觉袭来 没有人能够阻挡得出那种声音 惨叫 就如同人类的本能一样 而就在樊梨花惨叫一声过后 唐玉眼眉微动 提着长枪就杀了过去 长枪带着无尽霸气 直接刺到樊梨花的脖颈之处 但并未伤到她 刹那瞬间 所有环境都烟消云散 唐玉的霸王枪控制着樊梨花 含糊见到这种情况过后 忍不住就愣了一下 樊梨花连李渊吧 这样的天下低猛将都能够请拿 怎么就拿不住唐玉 这个唐玉到底有什么本事 不敢置信 真的是不敢置信 如今唐玉破了幻境 制服了樊梨花 那是不是说唐玉赢了 唐玉若是赢了 中国的命运只怕堪忧了吧 樊梨花看着唐玉 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就这样输了 唐玉神色平静 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司机说道 樊姑娘 现在情况怎样啊 我赢了吗 樊梨花哼了一声 但还是点点头说道 你赢了 之前我说过的话都算输 我会为你唐国效命的 等你唐国灭掉中国之后 我就会离开了 唐玉笑了笑 这个自然 朕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说着 唐玉看了一眼含糊 这个人还是有用的 你之前说过的话 算数吗 他也要含糊投降他唐国 因为只有这样 他的计划才会更容易实施 含糊有点犹豫 他是中国的人 如果投降了唐国 算什么事情 唐玉见他如此 犹豫 便知道他不好下定决心 不过 唐玉并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 含糊 一定会答应的 含糊 有点犹豫 唐玉见他如此 浅笑说道 你在中国的地位 并不是很高吧 应该没有什么人 知道你 对不对 含糊这个人 在中国名声不鲜 唐玉对中国的一些人 有一定的了解 他此前并没有听说过含糊 如此也就不难得知 这个含糊在中国 并不被人重用 算是那种怀才不遇的人 这样的人 一定很郁闷 唐玉说完之后 含糊并没有开口说什么 唐玉也不急 浅浅一笑过后 便又知道了说道 来我唐国吧 来了之后 朕可以让你 很好地发挥你的才能 只有这样 你才不算 白来这个世上一遭啊 不然被人取笑 你觉得这一声 还有什么意思吗 被人耻笑 自然是指 他没能够把梵梨花 给带回去 带不回梵梨花 须定山和其他人 怕是不会再信任他了吧 这么一番话说完 含糊的神情 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唐玉说的明显 都是不错的 他在中国名声不鲜 可是他却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他完全是可以在中国大展身危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中国不给他机会 唐国给他该如何选择 他也清楚 中国怕是躲不过这一劫难了 良情责目而惜 他是不是该换个地方了 他看了一眼梵梨花 梵梨花的神色很是平静 他是肯定要投降唐玉了 他输了 他肯定会认赌服输 不过别人怎么选 他并不想知道 也不想别人因为自己而做出改变 他觉得 任何一个人的主意 都是要自己来拿定的 只有这样 在以后发生意外 他才不会怪其他人 才不会后悔 含虎的决定 自然也是要含虎来选 他投降了唐玉 自然是可以得到唐玉许诺给他的那些东西 如果他不投降唐玉 也许唐玉会杀了他 也许会囚禁他 怎么选择 自然全看含虎一个人的意思了 而含虎这里 在看到梵梨花过后 就已经有了确定 唐军得到梵梨花 虎门关这里的中国兵马 肯定是守不住虎门关的 中国兵马守不住虎门关 自然也就不能够守得住他们的都城 就算他们的都城有很多的兵马 但到时候唐国和宋国的兵马联手 要攻破他们周国的都城 怕并非是难事 如果他继续跟着周国 那他的家常只怕很不好 作为一个聪明人 想要学会审时度士 而现在周国显然要亡国 他又何必继续为周国卖命 含虎看了一眼唐玉说道 堂皇所言 可是真的 听到这话 唐玉就知道 含虎真是动心了 他点点头 然后说道 朕一言九鼎 说过的话 自然都是真的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含虎就投降唐国 只是不知唐皇 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唐玉浅笑 然后说道 我要你两人回到虎门关去 然后假装跟薛丁山联手 接着寻找机会 让我唐君攻下虎门关 这个对你们来说 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二人都是十分聪明之人 而樊丽花还是很厉害 他们自然清楚唐玉的意思 唐玉 这是要让他们去虎门关当卧底啊 然后给唐君寻找攻下虎门关的机会 唐皇放心 这对我们来说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寒虎直接就硬了下来 因为这件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没有什么困难 要解决这件事情 真的挺容易的 樊丽花对于这些 没有什么概念 不过寒虎说可以 那她也就只能够点头 然后跟着寒虎去虎门关 跟着薛丁山演一场戏 两人硬下之后 便直接就向虎门关赶去 唐玉和李源爸两人 也算是完成任务 于是不再迟疑 他们很快也向唐君大营赶去 樊丽花他们有了结果过后就会通知他们的 所以她比之前去唐君大营作真 以便能够跟樊丽花内外接音 攻下虎门关 虎门关 薛丁山等了好几天之后 才终于把寒虎和樊丽花等了回来 寒虎回来过后 便直接见了薛丁山 将军 这位就是我师妹樊丽花 她的幻叔很是厉害 要击败唐君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薛丁山抬头看了一眼樊丽花 虽然樊丽花年纪不是很大 却有着这个年纪不曾有的成熟 而且樊丽花的样貌 在她看来也是那样的好看 只是那么以刹那 她便觉得整个人都被樊丽花给吸引住了 樊姑娘好 你的厉害含糊已经说过 如今有了你的加入 要击退汤君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薛丁山对樊丽花的态度不错 相比之下 樊丽花的反应却是平淡许多 只是看了一眼薛丁山 随后说道 将军想怎么击退唐君呢 薛丁山说道 唐君不容易攻破 所以我想跟唐君耗着 等他们耗得差不多 我们再出城 与他们一战 击退唐君 这个办法的确很不错 虽然说他们有大乡军团 但唐君的实力也不弱 找出一个可以解决他们大乡军团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 所以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能够镇守虎门关 不出虎门关 唐君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 不过 薛丁山这样说完过后 樊丽花却是摇摇头说道 太慢了 想要击败唐君 简直太容易了 明天出关 看我如何 击败唐君大将 为周国找回面子 他现在需要得到薛丁山的认可 因为只有这样得到薛丁山的信任 他才能够寻找机会 狠狠地坑一下薛丁山 好让唐君攻下虎门关 这是 樊丽花这样说了之后 薛丁山却有点犹豫 出城一战 他们的胜算不大呀 而见到薛丁山犹豫 樊丽花就有点不耐烦了 既然是请我来 又不肯出城一战 那我来又有何意义呢 樊丽花撇了一眼含糊说道 师兄啊 看来我不用来了 我立马就走 说着 樊丽花就要离开 含糊看了一眼 顿时就急了 连忙向薛丁山说道 将决 我这师妹厉害 如果明天出城一战 试一试又如何 樊丽花自然不会真的走 但样子还是要做一下的 含糊这边开口之后 薛丁山又犹豫了一下 最后才终于点点头 既然樊姑娘这般自信 那明天我们就出城一战吧 对于樊丽花的能力 薛丁山还是有一定不确定的 不过 她觉得他们中国这里还有大象军团 就算樊丽花败了 但有大象军团在 要击败唐军 也不是没有可能 薛丁山这样决定之后 樊丽花这才做罢 此日一早 薛丁山和樊丽花 带着兵马就出了城 唐军这边 徐茂公带着一众兵马 前来迎战 双方兵马对峙 唐军气势更为高涨一点 哪怕他们此前 与中国用兵输了 但他们的综合实力 肯定要比中国的强 薛丁山看着唐军兵马 把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这个时候 樊丽花去着兵马 来到前面高声喝道 儿等唐军 谁敢敢来与我一战 唐军之中 见一名女子前来叫朕 忍不住这哈哈大笑起来 周国无人了吗 竟然派个女人来叫朕 我们怎么忘了 周国的皇帝就是个女人呢 这简直就是 唉 我都不想再说什么了 没错没错 看来周国的男人都死光了 在周国 女人的地位并不比男人低 但男人也要有自尊的 被人说他们不如女人 他们的心里肯定不舒服 薛丁山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不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并没有因为唐军的一些话 而失去理智和冷静 唐军的将士 仍旧在哈哈笑着 樊丽华哼了一声说道 有本事就出来击败我 没有本事 只是成口舌之快 毫无意义 说到这里 樊丽华又冷冷一笑 难道唐唐的大唐 就没有一人敢出来应战吗 樊丽华这样说完 唐军之中顿时有人大喝一声 大胆女子 竟然敢说我大唐不敢出战 让我李元宝来教训你一下 话语刚落 便见李元宝提出自己的铁锤 就杀了过去 中国兵马这里 见到李元宝出阵 他们不由得有些担心 他们都知道李元宝的厉害 他们的薛丁山薛将军 都不是李元宝的对手 这个樊丽华 会是李元宝的对手吗 他们不敢相信 他们觉得樊丽华这个女人 怕是要被李元宝砸成肉泥了 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被杀死 他们都感觉到一阵的唏嘘 然后中国的兵马就这样议论着 而这个时候李元宝已经杀了过来 不过他杀过来的时候 樊丽华没有丝毫的害怕 很快两人就杀到一处 不过就在他们这样杀着的时候 樊丽华就已经展开了自己的幻术 所以虽然李元宝很厉害 但一点不留情面 但还是很快被樊丽华给倾拿住了 李元宝被樊丽华倾拿 众人看到这个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不 不是吧 怎么可能啊 大家震惊了 薛丁山这里也是一愣 他在李元宝的手下走不过三招 可是樊丽华却倾拿了李元宝 这岂不是说樊丽华比他薛丁山 不知道厉害多少倍了吗 薛丁山本来对樊丽华有好感 此时看到樊丽华倾拿李元宝 不由得对他越发的有好感 周国士兵士气大震 唐国这边见李元宝被倾拿 心里知道不好 徐茂公更是不与周国开战 立刻明惊守兵 他知道 李元宝 倾拿 对他们唐国士气来说 影响太大 他们如果与周国兵马开战 是绝对没有取胜的霸火 所以 为了减少损失 只能够暂时退去 至于李元宝 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周国这边 其实虽然旺盛 但薛丁山并没有派人取追 一来 唐军退而有序 追上去恐怕占不了多少便宜 再有就是 秦拿了李元宝 他们的目的也算是达到 如此他们也没有必要去追杀 好 好 让他们回城 徐丁山站在城楼之上 有些幸福地说着 没有过多久 李元宝就被人带到了湖门关 范丽华 尽得军中打仗 徐丁山立马就称赞起 范姑娘果然好手段 居然把李元宝这样的天下第一梦将都请了 实在是厉害呀 有范姑娘在 要击退唐军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范丽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然后说道 什么天下第一梦将 就是个蠢货罢了 经了我的环境 他什么都不是 他这个人留着也是废物 不如就杀了吧 范丽华要杀李元宝 徐丁山神色微动 李元宝这样的天下第一梦将 杀了实在是可惜呀 不过想到李元宝这样的人 想要收服也不太可能 范丁山也就没有觉得有什么 点了点头说道 好 既然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 那就杀了吧 范丁山说完就要派人去杀 不过这个时候 含糊却站了出来 拦住范丁山说道 愿据这李元宝虽然不容易被我们说服 但留着活着的肯定更有一些作用 有李元宝在我们的手上 可以震慑汤君 而且他们也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手 而如果杀了李元宝 怕是会激怒汤君 那个时候汤君不顾一切的功成 我们怕也守不住骨门关 所以不妨留着李元宝 作为我中国的筹码 有的人十分重要 自然也会得到重视 作为天下第一猛将 李元宝自然会得到十分的重视的 这样的人留在手里 远比杀了更有作用 于是 对他们中国而言 大有好处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三十二集 含虎要求不要杀了李元宝 薛定山有着的有道理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决定 而是看了一眼梵梨花 这李元宝是梵梨花给申请的 何况处决 还是要尊重梵梨花的意见 如果他执意要杀了李元宝的话 他也不会留 梵梨花看了一眼含糊 随即就哼了一声 薛将军决定吧 这样的人留着也行 不留夜行 全看薛将军的意思 听到这话 薛定山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如此 那就先留着李元宝的性命吧 一众人这样说完 薛定山便命人摆下酒席 为梵梨花庆祝 酒席之上 众人对梵梨花称赞不已 不过梵梨花对于这些根本不怎么在意 但他虽然不是很喜欢跟别人喝酒 但又没有离开 大家在酒席上这样喝着 一直到很晚之后 才终于离开 酒席结束 梵梨花转身回屋 薛定山因高兴喝了不少的酒 而他喝酒喝得有点晕乎乎的 看到梵梨花回到房间过后 不知为何 他突然想和梵梨花发生点什么 于是就在梵梨花会屋之后 他紧跟着就去了梵梨花的房间 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 但因为有了梵梨花而变得很不一样 薛将军来这里做什么 梵梨花凝眉 有点不喜 因为这个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他们孤男寡女的在一个房间 实在有点不妥 薛定山眼睛是红的 仿佛被浴火给染红一般 他看着梵梨花 突然就扑过去 梵姑娘 你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爱你 我要和你困叫 薛定山扑过去的速度很快 可是就在他扑过去的时候 却一下子扑了个空 紧接着整个房间里没有梵梨花的人影 人 人呢 梵姑娘 你在哪儿啊 薛定山不停地叫着想要出去寻找 可是不管他怎么走 怎么都走不出这个屋子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点风声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夜幕降临 一中将士在军营里休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到了大象军团所在的地方 他在大象军团的那些大象的食物里 掺杂了一些东西 然后便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人影离开之后 那些大象便变得十分疲软起来 看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 夜色越来越深 将士们都在休息 没有人知道虎门关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夜很快过去 此日一早天明之后 唐军再次向前攻城 而让中国兵马没有料到的是 之前被他们的薛将军舍中的唐玉 此时却完好无损地 骑在高头大马之上 怎么回事 唐玉既然没有死 看样子 他不仅没有死 而且连受伤的意思都没有啊 震惊不解 中国将士有点怀疑人生 而这个时候 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薛将军 将军呢 如今唐军已经到了关下 将军怎么还没有来啊 就在众人这样说着的时候 梵梨花从后面进来 众人看到梵梨花过后 顿时就多少松了一口气 昨天的梵梨花太厉害了 现在的梵梨花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简直就是英雄 有梵梨花在 他们要击败唐军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很快 手撑的将军就跑来 范姑娘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梵梨花看了一眼 城下的汤军 紧接着冷冷说道 薛将军有令 出城一战 说着 梵梨花便 把薛定山的令牌拿了出来 这些将军看到领兵 也没有生意 直接就跟着 梵梨花出了城 双方兵马很快对峙 这一次梵梨花并没有叫阵 一挥手过后 中国的兵马就杀了过去 唐军这边 在唐玉的带领之下 也是蜂拥地杀来 唐军兵马众多 实力强悍 却非虎门官这些兵马能比 所以双方真的厮杀在一起过后 中国很快就表现出了 有点力不能支 想要基本上取胜 是没有太大的可能 梵梨花虽然是在军中杀着 看起来并不这么厉害 中国兵马渐渐露出了溃败姿态 这些中国将军 突然有些怀疑人生 怎么回事 梵姑娘怎么一点都不厉害啊 中国的将军质疑 而就在这个时候 虎门关打开 大象军团从里面跑了出来 不过 大象军团刚刚跑出来 那些大象就有点支撑不住 扑通扑通全部跌倒在地上 那些站在背上的中国将士 也都摔倒在地上 甚至有一些人 被大象压在身下 直接被压死 大象军团顿时不成样子 看到这些 中国的士兵顿时有点绝望 本来他们想要翻盘 想要全靠大象军团 可如今呢 他们的大象军团 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还怎么打仗 他们的大象军团不行 将军啊 都这个时候了 将军啊 众人说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高鹤 突然传来 你们的将军 在这儿呢 声音落下 便见薛丁山 被李元霸 请拿着走了出去 看到他们的薛将军 竟然被李元霸 给控制 中国的将士 顿时就傻了眼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李元霸 根本就没有搭理这些小兵 他只是看了一眼 薛丁山说道 让他们投降 薛丁山眼神之中满是怒火 可他很清楚 如果不投降的话 他立马就会死 而他的这些将士们 恐怕也活不成 他好像没有选择 这个时候 唐玉便开口说道 薛丁山 不要忘记你之前所说过的话 如今我已经羁败了你 你是不是应该 归顺我唐国 薛丁山 薛丁山脸颊通红 作为一名有名的将军 他还是不想出尔反尔 许久之后 他才轻叹了一声说道 投降 薛丁山没有任何的选择 如果他不肯投降的话 李元霸真的会一锤 把他打成肉浆 如今他真的是败了 所以他只能够投降唐玉 而薛丁山这么吩咐下去之后 那些中国的兵马 并没有怎么犹豫 很快就陆陆续续地放下兵器 等于他们而说 投降是他们早想做的事情 因为唐军实在太厉害 如果他们不投降的话 他们可能要死 而如今投降了 他们多多少少 还能够保住一条性命 薛丁山和虎门关的 周国将士投降 唐玉带着兵马 浩浩荡荡进入到了虎门关 而后便开始了 对虎门关的接受 只要在这里的事件结束 他们就可以直逼 周国都城 青安城 而就在薛丁山战败之后 没多久 青安城这边 消息便传了过来 周国大殿之上 周五妹正与群臣商议着士气 一名工人急匆匆跑了过来 工人跑过之后 周五妹眼眉微凝和道 发生什么事情 身上 薛丁山将军投降了唐军 如今整个虎门关已经被唐军控制 只怕很快 这会攻打到京城啊 听到这个消息过后 整个大殿顿势哗然 怎么会这样 薛丁山怎么会投降唐军 可恶 他简直就是罕奸 他怎么卖主求荣 对于薛丁山 中国的这些官员都气得不行 而他们之所以这般生气 是因为虎门关的尸首 让他们接下来就变得十分被动 一旦唐军杀来 他们的好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 他们担心害怕 所以才觉得薛丁山是个坏人 此时 周五妹 而是宁眉 甚至他整个人的脸颊都变得有点难堪 他自认为对薛丁山不错 所有武将都能够享受的待遇 他基本上都给薛丁山 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薛丁山竟然还是背叛了他 那一刻 他很愤怒 特别的愤怒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薛丁山竟然背叛了他 周五妹心里暗骂 脸色却变得更加苍白 大殿之上 仍旧有人不适地喧嚣着 不久之后 那声音渐渐降低之后 周五妹这才开口问道 这位爱亲 如今虎门关被迫 唐军很快就过沙来 送过兵马 想必也不会太忙 我周国如今面临身死存亡的时刻 你们可有什么良策 如今唐国和宋国联手灭他们 他们连盟友都找不到 想要渡过此次难关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群臣互相张望 都不知道该如何渡过此次难关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官员站出说道 圣上 我周国多山岭 而这些山岭之间 很容易就能够藏人 如果我们真的守不住秦安城 那我们不如画正为灵 躲入深山之中 然后寻找机会 灭掉汤军 圣上以为如何 他们中国地势比较复杂 藏一些人到山上 汤军想要找到他们 也不容易 如果真的到了灭国的地步 他倒是真的可以这样做 不过周五妹 在听到这个消息过后 却是眼眉微淫 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他是真的没有经历 东山再起 那朱丽可疑 他却是做不到 所以 与唐军对面之后 能够击退唐军 就击退唐军 如果击不退的话 那他只能够心甘情愿地做 亡国之君 那那个时候 所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生死抉择 那个官员的办法 有人响应 不过周五妹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命人抓紧备战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着 大概半个月之后 唐玉带着兵马 来到了青安城 与此同时 宋国这边的兵马 也已经赶到 双方兵马会合之后 兵力已经很势不弱 不过此时 秦安城内 还有几十万的兵马镇守 唐军和宋军 想要攻下秦安城 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此 中五妹和很多中国臣子 都坚定地 天气很热起来 而且热得有点难受 这样的天气 并不适合攻城 唐军和宋军的兵马 在秦安城下 一眼望去 飞鸦鸦一片 全是人 让中国将士 忍不住心头一颤 中五妹带着群臣 来到城楼之上 城下的唐玉 见到他们 嘴角露出一次浅笑 女帝 你这周国 朕是要定了 如今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为了避免无辜伤亡 女帝不如弃城投降 这样的话 朕说不定 还可以给你一条深路 而且让你以后的日子 过得很不错 唐玉这样说着 中五妹却露出一丝浅笑 唐环汉真会说笑 虽说我周国弱了一些 但你们想要灭掉我周国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唐环你是聪明人 你说是不是啊 周五妹的声音 依旧是苏玛苏玛 让人听了之后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得不行 城下的唐君听到 都是浑身发软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女人能够拥有 这般的魅力 让人想要忍不住 去和她发生一点什么 唐玉见中五妹不肯投降 便耸耸肩膀 随后说道 好啊 既然如此 那你周国就等着被灭吧 说着唐玉挥手 很快就有人把他们 大唐的那些红衣大炮 给拉了过来 见到红衣大炮 不管是周国还是宋国的人 都顿时已愣 有点意外 这个东西 是他们此前根本就没有见过 如今唐国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 那么很显然 那就是唐国 又研究出了什么秘密武器啊 轰天雷已经够厉害了 如果再有这样的武器 那他们还拿什么根大唐斗啊 宋国的人眼眸微凝 他们终于明白了一点什么 怪不得大唐愿意把火药 以及火药的秘方给他们 原来大唐又弄出了新的武器 只是 这样的新武器 不知道威力怎样 真的能够攻下秦安城吗 宋国的人在怀疑 中国的人也在怀疑 这样的一个东西 能攻破他们的城池吗 秦安城下 几十门红衣大炮 给唐军将士给拉了出来 红衣大炮看起十分的笨拙 但却有点威风凌凌 唐愈看了一眼 城楼之上的周五妹说道 待会儿破城之后 朕在与女帝好好地聊聊 说着 唐玉挥手 紧接着 几十门红衣大炮 就朝着秦安城搭了过去 红衣大炮威力巨大 而且又是这么多 一个地方的城墙 就算再坚固 怕也支撑不了几下 一个接着一个的大炮 被轰炸过来 很快秦安城的城楼 就被炸出了一个口子 口子越来越大 很快就能够让将士们通过 中五妹站在城楼之上 觉得头有点眩晕 等她发现城楼被击破之后 她的脸色顿时就有点难看 他们秦安城的城墙是十分牢固 按理来说 唐军根本就攻不破才对 可唐军的红衣大炮就这样 炸了几轮 就把他们的城墙 给炸了一个口子出来 如果唐军的红衣大炮这么厉害 那唐军要灭掉其他国家 岂不是很容易 没有城门的阻拦 要攻破城池自然容易的态度 中五妹 没有想到 唐军这么快 就能够攻下他的城池 那接下来 他们别无选择 只有决一死战 念着 中五妹立马吩咐下去 一时令下 诸国将士就杀了过去 城楼下面 宋国兵马 唐国兵马 都开始向里面冲杀而去 虽然有点震撼 唐军的红衣大炮的厉害 但都已经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他们宋军好像也是别无选择 只能够先灭掉周国再说 就算他们临阵倒戈 怕也没有太大作用了吧 中国肯定是要被灭的 两国兵马就这样冲进了青安城 很快就与中国的将士杀伐到了一起 死亡很快来临 一个接着一个的将士被杀 血腥的味道在整个青安城弥漫开来 令人闻之作呕 因为天气渐渐地炎热 血腥味道引来很多的苍蝇 这些东西让人看了之后更加的不舒服 可面对如今的这样的局面 他们也只能够继续拼杀 中国将士面对身死存亡之战 自然是杀气腾腾 不过唐国和宋国的兵马也是不弱 他们三国就这样厮杀到了一处 没过多久 中国的兵马就显得有点溃败的意思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三十三集 双方这样杀着 黄昏来临 中国兵马终于要溃败 圣上 走吧 再不走就真的没机会了 一名大臣望着中五妹祈求着 如今他们别无选择 要想活命 那就只能够突围出去 进入大山之中 唐军和宋军拿他们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中五妹却是摇摇头 作为一国之君 作为华夏诸国之中唯一的女帝 她有着自己的骄傲 如果诸国亡了 那她就随诸国一起灭亡 对她来说 从头开始太累 她做不到 她只是一个女人罢了 能够做到女帝 已经是她人生的极限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头再来 中五妹不肯走 不过周国的其他人 却开始四散地逃窜 他们 开始离开秦安城之后 便向四周深山之中逃去 对他们来说 只有进入深山才能够活命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投降 中国将士之中 投降的是越来越多 离开的也是越来越多 能够作战继续的也是越来越少 他们实力有点不行 很快唐玉和宋国的人终于控制住了局面 攻下整个秦安城 没有费多大的时间 周五妹成为了阶下囚 唐玉看着周五妹 看着这个曾经让很多男人都神亡的女人 此时却只是露出了一丝浅笑 女帝 现如今 你可愿意归属我唐国 她还是想要再给周五妹一个机会 如果周五妹愿意投降他们唐国 她可以考虑 给周五妹一条姓名 毕竟 像她这样的女人 应该有一些特权才是 不过 面对唐玉抛出的橄榄枝 周五妹却只是呵呵一笑 败就是败了 我现在周五妹已经是一无所有 留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吗 说着 周五妹拔出自己的刀 就是一柄唐刀 是他们周国从唐国购买的唐刀之后 她精心挑选了一把 不过 这一把刀 此前只是一个摆设 从来不曾见血 如今这把刀却见血了 可惜 见的是她周五妹的血 一刀划过去 鲜血顿时就喷洒出来 紧接着周五妹就倒在地上 作为女帝 她需要有自己的准营 看着女帝的尸体 那些周国将士虽然有点痛心和愤怒 但面对如今的局面 他们毫无任何的选择 只能够继续投降 黄昏之后 唐军和宋军彻底掌控了清安城 控制清安城之后 很快有人便把一些情况报告了上来 他们并没有杀死多少周国兵马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周国兵马 在城市被破了之后 就四散逃窜了出去 听到这个情况 唐玉的眉头就是微微凝起 中国地势比较复杂 这些人逃出清安城过后 只怕会躲到深山老林里 他们在那里 唐军是很难剿灭他们 而不能收服 也或者是尽快剿灭他们 那就给了他们喘息的时间 一旦他们慢慢地变大 也或者是唐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势必会搅动风云 如何尽快地灭掉他们 就显得是十分重要 唐玉思索片刻 随即把陈平叫了过来说道 陈爱卿 如今中国已经被灭 但仍有不少漏王之鱼 剩下这些人 朕就交给你了 务必要把他们归属我大唐 不肯归属的 就全部杀掉 这类的事情 必须交由一个有能力的人 而且这个人 还要必须很聪明才行 相比较之下 陈平不居于形势 倒是一个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 而陈平听到这话过后 并没有怎么犹豫 就直接硬了下来 陈平领命之后 便派人去调查那些逃走的 中国兵马的实力以及去向 在陈平看来 想要解决这些事情 只能够知己知彼才行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消息 对他们来说 更为有利一些 而陈平做着这些之后 唐玉他们就已经开始和宋国 瓜分整个州国 这个倒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之前怎么说的 唐玉都会原封不动地给宋国 毕竟 这一战 唐军折损也算是比较严重 暂时 他还不想跟宋国发生冲突 等他回去之后 休养好了 再与宋国作战 也是不迟 宋国这里 对于唐国行为很是满意 当然满意归满意相比之下 宋国的这些人 对唐国的担忧还是有的 唐国的红衣大炮实在是太厉害了 攻城掠地变得十分容易 如果他们面对唐国的红衣大炮的话 他们能够坚守多久 只怕他们也坚守不了多久 所以他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要么他们自己研发出这个东西来 要么他们就想出克制这个东西的办法 宋国和唐国这样瓜分了中国之后 倒也没有怎么在一起说其他的 直接就各回各国 唐国这边 只留下陈平在这边 剿灭那些中国的余孽 唐宇带着兵马班师回朝 回去途中 樊丽花来见唐宇 唐皇 我投靠你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等中国被灭之后 我有来去自由 不知道这话 你是否还算说 樊丽花望着唐宇 这个让他有点心动的男人 此时仍旧能够给他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只是 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和唐宇发生什么 他不想 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唐皇后宫 有很多女人这种事情 所以他宁愿把这份悸动藏在心底 就这样藏着永远都不说出来 既然藏着 倒不如离开 唐宇见樊丽花要走 心中倒是有点不舍 对于这个女孩子 她是喜欢的 因为她能够给自己一种 其他不一样的感觉 不过喜欢归喜欢 她并不想禁锢别人的自由 如果樊丽花想要离开 她也不会挽留 所以 在樊丽花说完之后 唐宇点了点头 朕 说得自然算数 你现在是自由的 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 唐宇说的好像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 好像樊丽花就这样走了 也没有任何可让她不舍的 樊丽花看着唐宇这个样子 内心突然有点受伤 那种感觉她说不出来是什么 反正就是有点不舒服 因而在唐宇这句话说完之后 她并无任何迟疑 转身就走 她也要让自己看起来 更加要尊严一些才行 樊丽花走了 樊丽花看着她的背影 突然伸出无限的不舍 只是在如今 这种情况之下 她又能够怎么样呢 此时正是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樊丽山犹豫了一下 是开疆拓土做出一番事业来 还是跟着樊丽花去浪迹天涯 也许樊丽花并不想要跟她去浪迹天涯呢 作为男人不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吗 她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许久之后 薛丁山这才终于决定下来 夕阳已经快要落金 樊丽花骑着马在前面走着 这个时候突然 她就从后面传来了自己名字的喊声 她有点意外 转头一看 才看到那是薛丁山 你来做什么 我来跟着你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事业固然重要 但是一个能够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女人 更为重要 秦安城作为大唐的一个府 这个府现在没有任何知府上任 所以一应事务都暂时交给陈平这个剿匪将军 陈平在秦安城等消息 很快他要到消息就陆陆续续来了 怎么样 那些中国余孽可都调查清楚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大人都已经调查清楚 逃走的中国余孽一共有八族 不过这八族的实力确实有悬殊 他们也有几百人 有几千余人 有的多的上万人 其中最大的两股都是一万多人 很是不好剿灭呀 一万多人的中国余孽 藏于深山老林之中 的确不容易剿灭 唐军很快 也很多先进武器 在深山老林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他们只能够去肉搏 可是 敌人占尽了先机 这事情 看真就有点不好办 其他要留下帮忙的人 听到这些过后 都有点愁容惨淡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陈平思虑过后说道 这些中国余孽并非强盗 他们此前都是中国的将士 在这秦安城 也都是有家眷的吧 大人说得不错 他们都是有家眷的 而且他们的这些家眷 在他们逃走之后 都已经被我们给控制了 陈平点了点头说道 好 既然已经查清楚了方位 那就带着这些家眷 去剿灭他们 我就不信这些人看到 他们的家人之后 还能够无动于衷 愿意继续在这深山老林当中当野人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 那些中国余孽只怕也是想念自己的家人 如果让他们的家人去劝说的话 那些人恐怕是动了回家的心思吧 只要他们动了心思 那么收服他们就不是什么问题 到时候再承诺他们一家人一些好处 就不信这些人不归降 陈平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这些人立马就按照他说的去办 陈平这个办法还是可以 这些将士的家人一出现 再吆喝几声自己儿子或者丈夫的名字 他们这些人立马就流下眼泪 忍不住想要跟着自己的家人团聚 而这个时候陈平为了把他们投降唐国之后 朝廷给他们一些安排说了一番过后 他们立刻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投降 毕竟投降不仅可以活命 还可以和家人团聚 还有一些好处 比如说土地什么的可以耕种 那他们何必要在这深山老林里躲藏着呢 这样的日子只怕不好过吧 还是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舒服 八股周国余孽 很快就被陈平给收得差不多了 八股周国余孽 最后只剩下一路兵马不肯投降 这一路兵马人数也不多 就三千人 这个人数很好控制 像那些人数多的一两万的他们这些兵马当中 很多将士都想回家 只有一部分人想要回家 那将领根本就控制不住 人少的话担心害怕 不知道不是汤国的对手 就算没有家人的呼唤 他们也想投降 只要汤国能够给他们生存的机会 只有将这种两三千人不好投降 三千人的兵马 算是一些想回家的 这三千人兵马的将军 也很容易能够控制住他们 而且三千人也不算是一股小势力 要让他们战绩有力的地形 唐军就要拼尽全力与他们一战 也都不一定能够灭掉他们 而留下这么一股势力的领头人 叫做五三四 他是钟五妹的一个表格 在中国拥有着很大的权利 钟五妹自杀之前 他就已经带着自己的亲信 躲了起来 他的这三千人都是他亲信中的亲信 对他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没有选择投降唐军 一段时间过后 陈平已经对这里的情况有了了解 陈大人 有一股中国余孽不肯投降 领头的人是五三四 一名探子把情况跟陈平说了一下 陈平听完之后 眉头微宁 随其又问道 这个五三四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这人打仗的本事也没有 但却是一个心狠手纳之人 在做恶事上面 可以说是十分的流利 以前在周国 他就没少祸害周国的钟良 但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所以一直都没有什么事情 哦 对了 这个人很会收满人心 他的亲信对他还算是忠心耿耿 五三四虽然对人心狠 但为了能够抓住自己亲信的心 他倒是舍得花钱 甚至女人什么的 他都毫不吝啬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为他去死 很多人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并不想分什么善恶 他们只在乎是别人怎样对他的 谁对他好 他就对谁好 就要报恩 谁对他不好 他们就要杀谁 他们才不管你是好人 还是个坏蛋 还是恶人 探子说完 陈平眼眉宁的更深的一点 这些情况都让五三四能够选择不投降 而想要击败他却又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五三四如今藏在什么地方 大人 这个五三四现在在孤立峰 这个地方很陡的山峰 上山的路只有两条 一条好上一点 另外一条完全是悬崖断壁 十分危险 基本上没有人走 就是有人走 一次也走不了几个人 而好上的内阁也有一些异手难攻 五三四对以前中国的一些地形比较熟悉 他知道躲藏在什么地方 最是不容易被唐军给灭掉 而孤立峰是一个在他看来绝对安全的地方 也许他们很多粮草不容易运输上去 但孤立峰上也未众多 他们完全不用为食物而担忧 陈平听完探子的讲述过后 便陷入了沉死之中 像五三四陷入今这样的情况 还真是有点很难剿灭 但唐玉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他 无论如何他都是要灭掉五三四的 不过 刘他们在这里早晚都会成为朝廷的祸害 他躲在山上 这对唐军来说的确是个难题 不过在陈平看来 这个难题也容易解决 看来是时候让中国余孽知道我唐国厉害了 吩咐下去 给我找些热气球 越冬越好 明天我们强行登山 像这样的情况 强行登山简直就是找死 绝对是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对其他人而言 对唐军来说就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样说完 陈平又考虑了一下 为了万无一失 他又安排一些人走另外一条山路 虽然这条路不好上 但是要上去了一批 就可以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有了这些时间 这些被灭掉一股中国余虐 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陈平这样吩咐下去 很快就有人安排 一夜无话此日一早 陈平带着兵马来到了 孤立峰 孤立峰 海拔大概一千多米 从远处看的话 还不算什么 但是要爬过山的人都很清楚 哪怕是一千多米海拔的山 想要爬上去 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爬山很难 但谁都能够爬 陈平忘了一眼孤立峰 此时孤立峰周围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一眼望去根本就见不到什么人 五三四他们就常在这里 显然很是有优势 陈平犹豫了一下 随即下令开始攻闪 这条好走的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走 唐军一开始走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什么敌人 甚至走到了大半个时辰 都没有遇到什么敌人 不过就在他们又继续走了一段路后 五三四的兵马突然就出现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而这个时候 唐军已经累得不行 这些兵马又居高零下 占据优势 唐军想要攻上去 绝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他们这些兵马 平日里都有训练 但走一个时辰之后 他们这些兵马 还真正有些疲惫 面对五三四的兵马 他们基本上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 不过就在五三四的兵马出现之后 空中早已经准备好的热气球突然飞了过来 他们飞过之后 朝着五三四兵马藏身的地方就扔了几个轰天雷下去 轰隆隆隆的响声 在整个孤立峰回响起 回声阵阵有点刺耳 让整个人觉得头脑都是昏尘 轰天雷一个接着一个炸下去 把拦路的五三四兵马都给炸死不少 不过整个孤立峰很大 开始五三四的人不知道唐军涵备有轰天雷 所以暴露了行踪 不过等他们明白过来过后 他们便很快就隐藏下去 并且开始向唐军发射案件 五三四兵马隐秘起来 轰天雷想要炸死他们可就不容易了 而且等五三四兵马与唐军近了之后 轰天雷投鼠即起 更是不敢随便发射 唐军这边登山的又累得不行 想要作战更是不能 唐军攻山困难 陈平不停地呼喊着要兵马向上冲 只是 敌人占据要位 他们想冲上去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将士刚冲上去没多远 就被早已埋伏好的敌军给杀掉 一个接着一个的唐军倒架 他们很是愤怒 同时也很无奈 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过憋屈 可是 登不上就是登不上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平还在不停地喊着 让人冲杀过去 等在他 等到另外一条路上来的人 如果那一伙人可以牵制一部分兵马的话 说不定他们还真就可以拿下这个为祸的中国余孽 时间就这样过着 唐军之中被杀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天气渐渐热了 鲜血的味道弥漫开来 让人有点受不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条比较偏僻的路上 唐军正在慢慢地走着 这条山路很窄 而旁边就是悬崖 稍有不剩 就会有可能直接跌落下去 唐军走的路并不是很长 而这并不是很长的路上 他们已经丧失了好几个兄弟的性命 不过他们仍旧在往前走 因为现如今的他们没有任何选择 他们如果掉头回去的话 可能会死得更快 这条路连掉头都很难 他们只能够往前走 这也是他们的任务 只要他们这样走下去 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 他们一共五百人 这五百人只要有一半上到了山 他们就可以牵制周国余孽 很长一段时间 而这很长一段时间内 陈平的兵马说不定就能够攻上来 走 必须走 领头的人在前面走着 后面的人谨慎地跟着 一颗石头落地的时候 根本就听不到任何的响声 缝呼呼地刮着 哪个人的额头都冒着冷汗 时间就这样过着 许久之后 他们这才终于走完了这条山路 在他们看来 他们终于可以不用提心吊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 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居然有几百名周国鱼 也在等着他们 而领头的是个矮子 很矮 像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不过他有胡须和咽喉 让人一看便知道他是个成年男子 等你们多时了 你们来得有点晚 矮个男子说着 紧接着又不停地发出笑声 他的笑声有点瘆人 这些唐军心里一紧张 脚下一个不留神 直接就落到悬崖下面 他们来不及发出参叫 便不见了踪影 没想到敌人在这里留下了人 现如今该怎么办呢 唐军之中有人担忧不已 因为现在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该怎么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冲过去的时候 肯定是送死 可若是回去 他们又有点不甘心 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现在回去能行吗 半路之上死了怎么说 再有就是他们好回去吗 作为大唐的男儿 就这样贪生怕死 这怎么能行啊 大家很是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领头男子宁眉 喝道 等我为国战士 不去 随我杀来 领头的人有点愚衷 但这也是 他没有任何选择 要么为国而死 要么就懦弱地逃回去 去面对未知的死亡 一声怒喝之后 一众唐军顿身胆气 于是再不声迟疑 纷纷向前杀去 来个男子健壮 却是一点不及 露出以色冷笑之后 挥手喝道 啥 一声令下 利剑如雨般地向唐军射去 唐军躲闪不便 如同剑靶一般 紧接着 一个接着一个的唐军 就这样发出最后的惨叫 跌落悬崖 唐军仍旧在向前冲着 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 他们只能够成为敌人的靶子 没过多久 几百名唐军就这样全部被杀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唐军身出胆怯之意 唐军被灭 这条路永远都不好走 这边 陈平还在继续等待 可是等了许久之后 人就没有等到自己兵马的到来 而按照他的计算 现如今自己的人应该赶到啊 而现在都没有感到 只怕是出了意外 出现了意外 情况就有些不妙 陈平心头飞飞一宁 于是 再不迟疑 立马吩咐 退兵 启动第二计划 一身令下 本来还奉用冲杀的唐军 很快就向山下退去 上山是很难 但下山相对来说就容易得多 一众唐军快速下山 而他们下山的时候 已经快是黄昏 黄昏的时候起风 风吹来有些凉意 唐军这一次攻山 可以说是毫无成就感 所以这个时候 唐军就显得有点垂头丧气 他们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憋却过 大人 现如今该怎么办呢 陈平脸色铁青 看来也很吓人 许久之后 陈平这才开口说道 在这里安营扎寨 明天天亮之后 启动第二计划 火烧孤立峰 孤立峰很大 里面的产物也还算是丰富 对于很多百姓以及猎户来说 都是不小的产物 他们靠着这个孤立峰 可以生活得很不错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陈平并不想火攻孤立峰 但如今他们攻不下孤立峰 就只能够用火攻了 这些山林之中的树木 还是很容易着火的 只要这山着了火 毕竟弥漫青眼 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信那些人 能够在这山上躲藏 他们要么被烧死 要么就下山 而他们就在山下等着 只要中国余孽下山 杀无者 陈平吩咐下去 一众唐国将士 都没有说什么 他们开始去休息 很快夜幕来临 今夜星空很是漂亮 夜色也很美 让人望着这么美的夜色 都有点忍不住 睡不着 这么美的夜空 也许以后都看不到了 这一夜显得有些安详 不管是唐军 还是中国余孽 都在等待着天亮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有一个方法还存在 他们之间的游戏 就还没有结束 他们必须玩下去 而且还得不得不玩下去 他们没有其他 更好的选择 没有 一夜就这样过去 此日一早 天气晴朗得不行 陈平并没有再去派人攻城 而是找了一个地方藏起 两个下山的路口 都有埋伏之人 他们这样埋伏好过后 热气球再次伸向天空 紧接着 一只又一只的火箭 就飞射而来 这些火箭很多 飞射过来之后 整片森林都被电燃 火势燃起之后 整个天都红了 变得热了 一阵热风吹来 整个山林燃烧得更加厉害 此时孤立风上 五三四宁霉 可恶 唐军竟然烧山 好不要脸 好不要脸呢 这么好的山 就这样给烧了吗 五三四这样没有想到 唐军会这么卑鄙 连这样的办法 都能够想得出来 他们所以在山上被烧 可以说唐军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要还是附近的百姓 付出代价很大 同时他们自己怕爷 在这山上藏不住了 浓烟越来越多 他们这些人有点受不了了 怎么办将军 现在可怎么办才好啊 矮个男子望着五三四询问 他这样开口询问的时候 顿时就被浓烟给呛到了 所有人都望着五三四 因为他的决定 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生死 五三四眉头凝着 更深了一些 许久之后 他才终于开口说道 先找地方藏起来 实在不信我们在下山 这场火真的要烧起来 恐怕能够烧上几天几夜 我们就不信唐军能够守多久 他信唐军能够守多久 见不到他们的尸体 唐军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但现在五三四只需要安抚自己人 不然他的人一旦贪身怕死逃下山 他的班底可就全没了 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五三四带着自己的人 就开始没有在或是蔓延的地方躲仓 一开始这样的地方还是很多 但大火实在太蒙 一天之后这样的地方就少了许多 但还有 而山下陈平他们并没有离开 他们在等 等五三四他们忍受不了这样的火事 而逃下山来 在这样的大火之下 他们没有选择 要么被烧死 要么下来受死 下来面对人 他们兴许还会有机会 而且不至于太难受 但是在大火之中 他们肯定会生不如死的 大火还在烧着 唐军还在等着 一天之后 整个孤立峰都被火势蔓延开来 五三四带着自己的人 终于没有地方可以藏了 将军 现在怎么办呢 再不下山 我们恐怕活不成了 将军 怎么办才好啊 将军 快下山吧 不然我们非得被烧死不可呀 我都快渴死了 周围全是火 他们现如今很可解释正常 五三四望着自己的人 他知道 如果他再不下令下山的话 这些将士怕是要烦 来不及多讲 五三四点点头说道 下山 一声令下 这些将士如同脱了江的野马一般 开始往山下狂奔而去 他们本来就离山下不远 所以没过多久 他们就冲下了山 山下 并没有看到唐军的影子 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可以活命了 快走 快走 一众人下山之后 便在五十三的带领之下逃走 不过 他刚走没多久 四周暗处 突然便传来一只又一只的利剑 利剑如雨 那些刚刚获得新生的人 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直接成为了剑下亡魂 利剑一个接着一个的飞射而来 周国余孽一个接着一个的倒在地上 鲜血惨叫 可恶 竟然上当了 五三四怒骂一句 现如今的他情况很不妙 逃也逃不走 山也回不去 他们只能够和唐军拼杀 给我杀 五三四大骂一声 带着兵马就冲杀 只是面对唐军设限的埋伏 他们的冲杀显得很是无力 很苍白 苍白得有点无奈 一个接着一个的周国余孽倒了下去 他们没有任何的生路 很快 周国余孽只剩下几百人 而唐军利剑也射得差不多 这个时候 陈平带着自己人走了出来 五三四看到陈平 眼眸之中 仿佛冒出血来 可恶 陈平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五三四歇斯底里地喊着 陈平却显得很是轻松 很平常 他只是露出一丝浅笑 然后挥挥手 一个不留 全给我杀了 一声令下 早已等得有点不耐烦的唐军 直接就冲了上去 他们人很多 武力也是很强悍 而且不疲乏 而剩下的这些中国余孽 已经累得有点不成样子了 他们的实力 跟陈平带来的唐军差别太大 所以 在他们这样短兵相接之后 五三四的人根本毫无抵抗力 很快就被斩杀殆尽 连接着五三四 也直接被杀 陈平连一点机会都不想给他们 杀死五三四过后 仅剩一股周国余孽 这才终于给平定解决 山上大火酣在烧着 可能至少一天 一天过后 这里会变成一座光秃秃的山 但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了平定周国余孽 陈平也只能够这样子做了 而这些之前投降唐国的周国余孽 都有点庆幸 如果他们也像五三四那样没有投降 那以唐军的脾气 也应该赶尽杀绝 不留一点后路吧 他们不管是在山上 还是在树林中 都无法与唐军抗衡 如今他们投降了 他们的命还活着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可以和家人团聚 可以回家务农耕田 可以不用刀口上填写 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比活下去 更加能够吸引人的呢 对于他们这些 整天打打杀杀的人来说 活下去 是他们毕生地追求 而现在他们就这样简单地实现了 老婆孩子热炕头 再加上几亩地 他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 很轻松 他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面临生死的战争 这样的日子说起来是真的好 陈平平定周国余孽之后 便班师回朝 唐玉带着兵马回到长安城之后 已经是秋天 长安城秋色更为明显一些 风吹来是凉的 可又让人觉得十分舒服 回到长安城之后 唐玉用了几天时间 把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朝中事情 给处理了一下 事情处理之后 一切又回归到了正常 唐玉每天上下朝处理事情 虽然略有一些单调 但是对于一个天子来说 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什么 而且唐玉早已经适应了 这天早朝 一名官员站了出来说道 身上 我唐国灭掉中国几个国家之后 人口增长有点迅速 以至于现如今粮食短缺 很多能够使用的粮食价格 都有所上涨 若这再这样下去 怕这会有很不好的后果 唐国人口增长 算是比较迅速 几乎每年出生率都很大 没办法 大唐的各种福利都不错 百姓安居乐业 生的孩子 自然也就多起来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而且这些孩子生下来过后都要吃饭 别小看他小 那也是一个人的口粮 其他国家被灭之后 那些救命成为唐国的百姓 唐国朝廷就要管他们吃 如此粮食消耗就有点大 粮食变少 人口增多 最先出现的情况 就是粮食的价格上涨 而粮食价格上涨 必定会导致很多百姓吃不饱饭 有百姓吃不饱饭 就会出现问题 而且是造反这样的大问题 从古至今 很多造反都是因为吃不饱饭 官员把这情况说出之后 朝中群臣顿时就商议开来 而他们商议也多是不好 这种情况对他们唐国来说很不好 人口增长过快 会让人均资源变少 大家有人活不下去 肯定就会做出一些其他事情 甚少 如果我们必须想办法 一直人口增长 也或者想办法增加粮食的产量 就在众人纷纷讨论的时候 徐某公站了出来 而他这么说完 大家也都觉得有道理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要么一直人口增长 要么就是提高粮食生产 相比较之下 一直人口增长 毕竟好做 至少很多官员都是这样做的 而提高产量 想必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都有些困难 地就那么多 你能让他们能够提高粮食生产吗 徐某公说完 唐玉望了一眼 群臣说道 人口只怕是不好控制 如今我唐国中围 战事并没有断绝 不管哪个地方都存在有敌人 若是一直人口增长 对我唐国的发展十分不利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人口就代表着一个国家实力 只要这个国家还有人 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断绝 他们深深不惜 会把这个国家给延续下去 可如果人少了 这个国家怕是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而且生孩子这种事情 哪里是好控制的 这个年代有没有避孕的东西 这些百姓又不可能不过夫妻生活 如此一来 他们怀孕的几率就很大 根本就控制不住 好像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都热衷于生孩子 只要有的吃 他们就会生 甚至在他们连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 他们含会生 想要控制 根本不可能 所以 想解决这件事情 正觉得 还是在提高 粮食产量来办 唐玉说着 看了一眼群臣 群臣表情 都有些疑惑 因为想要提高粮食产量 太难 肾上 如何提高粮食产量 是啊 肾上 想要提高粮食产量可不容易啊 大家 嘀嘀咕咕说着 唐玉说道 我觉得 我大唐可食用的粮食 还是太少了一些 如果我唐果有各式各样的粮食 那么自然就可以增长粮食产量 说着 唐玉看了一下系统仓库 然后 露出 一丝浅笑 我这里有很多的种子 是可以在各种季节种植的 只要种上好生搭理 几个月后 结出的粮食就可以吃了 还有 正这里有一些肥料 你们想办法生产一些出来 这些肥料 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很有帮助 它们可以把粮食的产量提高 唐玉 把一些种子什么的 跟群臣说了一下 群臣听到唐玉 竟然有这么好的种子 都很震惊 不过 想到唐玉 以前弄过红薯土豆之类的 它们也渐渐释然了 反正 有这些农作物的种子 它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 来增加粮食的产量 这些粮食的产量 肯定是最后满足 它们人口增长的 对于唐玉说的这周情况 群臣都表示赞同 并且希望可以立马落实 以此来试验一下 唐玉 点了点头 随后 把这件事情 交给了 私农死 随后 他又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去搬 那就是把北方种植的小麦 给朕移植到南方 南方的水稻成熟之后 其实还可以再种植一季度的小麦 这样充分地利用过后 我唐果小麦的产量会一下子 争夺好多的 唐玉说着 群臣却是互相张望 有点懵逼 唐玉要种这些 它们没有见过的农作物 它们不觉得这有什么 毕竟是种子就能够种出来的嘛 可把小麦移植到南方去 这就有点颠覆它们的认识了 因为一直以来 都是北方种植小麦 南方种植水稻 把小麦种植到南方 只怕这些小麦不会成熟吧 很快 朝中的一些官员们 就把这些情况给说了出来 圣上 此举只怕不行 我们且不可以向天开 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地来呀 是啊 圣上 小麦在南方种植怕是不行 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 一年时间地浪费 不知道我们要少收多少粮食 又要饿死多少人 不少人都表示反对 唐玉却白白手说道 诸外请放心吧 小麦在南方 有些地方种植 是绝对可以生长出小麦的 而且有了这个 我唐国粮食产量 肯定会有所提高 诸位要是不幸 就先找一块地 在南方试验一下 很多事情 说是没有用的 要去做才行 唐玉把撕农死的人进行实验 而对于他们唐国来说 他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来慢慢地解决这件事情 粮食少 人口增加得快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 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爆发 就算要爆发 也肯定会在很长的时间内 所以 他们在有时间进行这些农作物的实验 唐玉这样说着 朝中官员自然没有什么意义 就算这样同意下来 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又有一个官员站了出来 圣上 玉门关那边传来消息 有大师国最近频繁调兵 干涉西域诸国的事情 甚至于西域诸国之中 有不少国家都开始倾向于大师国 他们渐渐地成为大师国的附庸 大师国是大唐西北之地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也是由一个小国通过不停地蒸发 进而灭掉周围的几个国家 成为现如今的大师国 大师国的兵力 与他们唐国差不多 当然 说的只是兵嘛 若是要说兵器 他们唐国的兵器 肯定远胜于他们大师国 不过 就大师国这样的兵力 要控制西域诸国 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今 他们把自己这一块领域的敌人 全部消灭 然后便把矛头指向了华夏大帝 这是唐宇登基以来 遇到的第一个超级超级大国 相比之下 大师国的优势 是他们唐国没有的 比如 大师国已经灭掉了一片敌人 他们如今想要控制西域诸国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可是唐国 有吐蕃 宋国 以及南明小朝廷这些 而在距离上 大师国 离西域诸国更近一些 调动兵马 粮草什么的 都会相对很坏 而他们唐国 与西域诸国之间 远隔一个沙漠 只要横穿沙漠 对于他们唐国来说 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如今 大师国在控制西域诸国 这似乎跟他们唐国 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西域诸国 互相之间是独立存在 他们并不附庸于他们唐国 当然 从远真之处想的话 情况又有不同 如果大师国控制了西域诸国的话 那他们同等于切断了唐国重要的经济来源 唐国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赚的钱财可是很多 大师国野心勃勃 控制西域诸国之后 肯定会切断他们经济的 而控制西域诸国 就等于把他们唐国又给包围起来 那个时候 大师国只怕会慢慢吞噬他们整个唐国 虽说有大漠相隔 但早晚有一天 他们大师国会达到中原 如今大师国的一些行动已经算是警惕信号 他们必须想办法才行 这名官员说完之后 朝中的一些其他官员顿时就有点愤怒 可恶 这大师国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那西域诸国是我唐国的 他们竟然敢直染 就是就是 虽说我们没有控制西域诸国 但他们早晚都是我唐国 如今他们这样做 未免也太不给我唐国面子了吧 不给我唐国面子 就击败他们 甚至灭掉他们 让他们知道我唐国的厉害 唐国的人已经养成了一股子高傲气息 他们蔑视任何敌人 他们也觉得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好东西都应该是他们唐国的 比如西域诸国 在西域诸国肯定早晚都是他们唐国的 他们唐国的东西 怎么可能被大师国给制染 他们一些人倒是没有想到大师国的最终目的 可能是席卷他们整个华夏 但现如今 大师国对西域动手 就是惹到他们 惹到他们就要付出代价 全臣激愤 想要对大师国动手 唐玉这边 听到他们说完之后 却是犹豫一下 大师国想要控制西域诸国 对他们来说 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但真的要跟大师国动手 也未必考虑清楚才行 如今的宋国还没有灭 他们若是与大师国展开战争 那对他们唐国来说 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 这一场战事如果能够避免的话 他都想避免 等他们唐国没有后顾之忧之后 再与他们大师国动手不齿 但是大师国在慢慢地控制西域诸国 如此想要避免这场战争 又显得过于天真一些 犹豫过后 唐玉最终开口 这外 清说得有理 大师国想要控制西域诸国 未免太不把我唐国放在眼里 朕要派人去教训一下大师国 而等群臣 有谁愿意领兵 唐玉询问 只是群臣听到之后 却并不怎么积极 要去西域 要与大师国作战 他们要横穿沙漠 而这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如今很多人都已经享受惯了 舒服惯了 突然 让他们去辛苦条件下打仗 他们还真就不怎么愿意 大家没有怎么前去的激愤 变得低调一些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唐玉的心头猛然移动 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好是坏 官员缺少了当年的激情 自然也就不会造反 但对于唐国的稳定来说 肯定是好的 可是没有激情 面对敌人 他们就失去了杀气 这对保护唐国的安危 又是不利 比如现在这种情况 朝廷需要有人领兵打仗 可是 却没有人自暴奉勇地站出 如此 他们又如何保家卫国 唐玉宁美 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少年站了出来 然后说道 圣上 末将愿意领兵 与大师国一战 教训一下他们 少年将军 颇为英气 说的话 也带着一股子 说不出的狂妨魅力 众人立马把目光 投了过去 然后他们就 看到了一个 他们并不是很熟悉 刚刚被唐玉 提拔上来没多久的人 这个人就是费青 一个在灭掉 中国之战当中 立下了大功 大家见到 魏清竟然要领兵出征 不由地露出一丝浅笑 他们看不起这个少年将军 不可否认 在灭掉中国战争当中 魏清是立下了一些功劳的 但他的功劳在防备敌人 而不是击杀敌人 所以当大家听魏清要领兵 去击败大师国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不屑一股 他们不觉得这个少年将军 有这个能力做这些事情 他好像还很年轻 他好像并没有展露出 多少领兵打仗的本领 而这样的一个人 谁放心把几万的将士的性命 交给他 交给了他 那就是不负责任 大家都不想不负责任 议论之深不绝 大家都不看好魏清 而大家这样说着的时候 魏清站在大殿之上 却是十分平静 好像丝毫没有受到 这些人言语的影响 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他自信自己能够击败大师国 他只是看着唐宇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是不是能够领兵打仗 就全看唐宇是否同意了 唐宇看着魏清 内心有点欣慰 也许其他人不清楚 魏清的本事 他自己确实知道 他相信魏清 议论之深含有 唐宇挥了挥手 安静 整个大殿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唐宇 因为他们知道 唐宇要做决定 这个少年将军的命运 也就在唐宇的这个决定当中 大师国意图 慢慢吞噬我唐国 这是我唐国危机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 朕希望能够看到的是我唐国将士奋勇出战 可是到目前为止 只有魏清一人站出 朕有点失望 说出这话的时候 一众群臣脸色顿时有些发红 他们有点羞愧 因为他们的内心真正有点抗拒这件事情 唐宇这边继续说道 好了 诸位爱卿 都有心为我大唐建立 公业 这个朕知道 这一次 朕要相信魏清 朕相信他不会让朕失望 相信他一定能够击败大师国 让我唐国 继续统治西域诸国 魏清 朕再交由你一个任务 击败大师国在控制整个西域 让他们对我唐国臣服 甚至一个一个地灭掉他们 你可能做到 击败大师国 已经算是耀眼的功劳 而且灭掉西域诸国 更是不是起功啊 这样的魏业 李静只怕什么有信心 可如今 唐宇却要魏清做到 他能做到吗 大家看着魏清 眼神都是怪怪的 可为何就这个样子 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唐宇望着魏清 他在等魏清的回答 魏清上前一步说道 圣上放心 末将若不能够击败大师国 控制西域诸国 臣便不回来了 这话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魄力 众人从这个少年将军的身上 突然看到了一些他们曾经有的 但现在渐渐失去的东西 那是一往无前的沙发之气 唐宇点了点头说道 好 好 魏清能够有此心 朕也就可以放心了 给你三万兵马去了之后 与五云昭会合 击败大师国兵马 然后帮朕统治西域诸国 五云昭在玉门关那里 现如今差不多五万兵马 再加上三万兵马 他们差不多有八万兵马 八万汤军绝对不是个 可以容忍消失的实力 谁低估的这八万汤军 谁就离失败不远 魏清领命之后 并未多作迟疑 很快便下去集合兵马 出征西域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三十六集 却说魏清带着兵马 向西域那边赶去的时候 唐域这边 仍旧做着每天的事情 上朝 批月皱折 亦或者是去后宫 陪自己的妃子孩子之类的 现在他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 年纪大了 也有四五岁的 小的才不过刚刚出生 而皇室宗卿之中 也有不少孩子 他们时常也会来皇宫玩 而那些上了学的 每隔一段时间 唐域都会亲自检查 他们的血液 因为是唐域这个天子 亲自检查 这些宗室子弟 都十分的用功 不过 唐域检查几次之后 就发现 这些宗室子弟 对于一些诗经古籍什么的 了解还算不错 但对于其他一些学科 却是知之甚少 也就是说 这些宗室子弟 平日里只知道读书 读一些诗词歌赋之类的书籍 但是对于比如说数学 科技之类的 可是不甚了解 甚至一些宗室子弟的体能 都不怎么过关 看起来很示弱啊 唐国是在诸国 蒸发之中 走到今天 虽说唐域 从来没有提倡过 以武立国 但很多人都宠武 可宗室子弟 却偏偏 与其他人不一样 这就让唐域 觉得奇怪了 按理说 宗室子弟也应该有一个不错的体魄呀 现如今的问题 唐域就觉得很有问题 不过 他仔细想想过后 便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主要还是怨他了 当年他作为废太子 为了能够争夺地位 那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多很绝的事情 最后 连自己的几个弟弟 甚至是书伯都给杀了 虽说当时作为敌对双方 他不杀那些人 那些人就不杀了他 他没有选择 但他的一些行为 还是让人觉得 他是那种会赶尽杀绝的人 特别是宗室的一些人 他们觉得自己那种 为了皇位巩固 会杀兄弟亲人的人 而想要好好活下去 那就只能够让自己表现的是人处无害 如果自己身体弱 谁还会担心 他造反呢 这些宗室子弟这样的思想影响之下 便疏忽 甚至是故意让自己的孩子体弱 如此 才造成了今天这种情况 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过后 唐玉就有点心疼 宗室若是不够旺盛 他们唐过以后怕是不会旺盛 而且 他并无对这些宗室子弟下手的意思 当年做出那件事情 也只不过是迫不得已罢了 如今他皇位稳固 怎么可能还对宗室子弟动手 他觉得自己必须尽快想个办法 扭转一下这样的局势才行 唐玉在皇宫御书房 拖着下巴穿死 许久之后 他才终于站起 既然要改变 那就改变体魄开始 唐玉准备对宗室子弟进行一些训练 一些体魄的训练 唐国宗室子弟的身体普遍偏弱 这种情况让唐玉很是担心 所以他想要改善一下这些宗室子弟的身体 不让他们身体强壮的话 唐国宗室子弟会越来越少 而一个国家的宗室子弟越少的话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肯定是不利的 也许宗室子弟强了 会有一些人生出谋反之心 但相比之下 谋反的人少 护国的人多 而他们唐国 不能够因此以厌废使 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唐玉就把一众宗室子弟 给叫到皇宫的盐武厂来 唐国宗室子弟很多 有几十人 几乎要快上百 而在这些人当中 有才不过八九岁的 也有十几岁的 有超过二十岁的 唐玉已经不怎么管他们了 这些人他们都叫来 而这些人到了皇宫盐武厂的时候 都有点紧张 不知道唐玉叫他们来是为何 因为此前担心唐玉赶尽杀绝 他们这些人都有点不安 来到盐武厂之后 众人窃窃私语 想要以打消他们内心不安 这些人并没有等太久 很快 唐玉便带着一些人来到这里 今天叫你们来 是有事情和你们说的 你们都是我唐国的忠实子弟 以后唐国的安危和治理 少不了要靠你们的帮忙 但朕发现你们的体魄有点不行 所以朕要按照训练将士的方法 来对你们进行一些训练 谁能够通过训练 谁就可以不用再训练下去 谁没有通过就给朕一直练下去 训练兵马的办法 相对来说有些辛苦和残苦 那些将士有时候都有点受不了 更别说这些养尊处优 什么都没有辛苦过的宗师子弟 唐玉这样说完 这些宗师子弟互相张望都很奇怪 怎么他们的天子让他们练体魄 他们有点怀疑唐玉的用心 但唐玉安排他们又不好反驳 却能够按照唐玉说的去办 第一天他们就开始一些比较简单的训练 跑步 让他们沿着炎武场跑几圈 不过 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训练 这些宗师子弟当中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下来 他们的体魄实在太差了 差得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他们跑了一圈之后 就已经累得有点不行了 让他们继续再跑 根本就跑不动 最后他们都是走下来的 而这个有很多人走了半天才走下来 而如果是一个身体合格的人 一炷香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够完成 他们这些人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第一天的训练结束 很多就有人把这个结果跟唐玉汇报 身上这些宗师子弟的身体实在太差 一圈跑下来 没有一个能够跟个人似的 他们都累得不行了 完成任务的更是一个都没有 负责的人 把情况跟唐玉说了一下 唐玉听完之后 眼眉凝了起来 他知道 宗师子弟的身体很差 但没有想到 竟然差到这种地步 如果他们这些人连跑一圈都觉得累得不行 那他们以后长大了 要繁衍后代的话 这种事情他们能够做得下来吗 如果他们做不来 那他们无法生出更多的孩子 久而久之 这唐国的宗师子弟就会少之又少 没有了他们 唐国皇室的实力就会弱 实力弱就会被别的国家灭国 这种情况 唐玉绝对是不想看到的 所以在听负责人把情况说完 唐玉点了点头 这些人 给我按照训练将士的办法给我练 完全不用留情面 谁练的好了 谁以后就不用继续 练不好的 就让他们每天都训练 这个唐玉是说过的 但很多人都觉得他可能只是说说 这些宗室子弟 谁敢惩罚他们 但如今唐玉在说 他们就意图到了什么 而是不可言语 负责人领命之后退去 与此同时 那些宗室子弟 在累了一天之后 也终于回到了家里 他们回到家后 他们的父母立马就有点心疼的 哎呦哎呦的叫起 一边派人给他们做好吃的 一边让人给他们按摩 好让他们尽快恢复过来 毕竟以前没有训练过 这一训练 他们浑身上下都有点酸痛的感觉 而他们这些父母 在这样的安排之同时 也在进行这些询问 等他们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都了解完之后 他们这些人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了 儿子呀 身上这样做只怕这没安好心啊 他可能是要找出潜伏的威胁 以便能够除去 你们如果表现得很强悍了 哪怕是引起他的忌惮 所以以后训练呢 你就装着身体不行 完成不了训练 不然呢 你们就可能有性命之忧了 因为以前唐玉争夺皇位 杀了自己兄弟的事情 他们这些宗室子弟可不能够忘啊 而因为记者 他们就相对有一些担心 唐玉会突然对宗室子弟这个样子 他们少不了一些疑惑 所以就这样安排他们儿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 相比较之下 保住自己的性命才是最为关键 忠室子弟的父母 大多都是这样安排的 没有做什么安排的 一般都是脑子比较大路 什么都不想做的那种 反正唐玉争怎么做 他们就怎么做就行了 身体练好就练 练不好他们也不强求 这些人这样安排下去过后 他们的儿子听完也就没怎么怀疑 很自然的就硬了下来 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说的对 好端端的唐玉亚训练他们 确实很引人怀疑 因此他们就只能够继续装下去 他们也不想死 有了这个想法 在接下来的几天训练里 他们这些人仍旧表现出了十分虚弱 跑一圈下来 就算他们已经不怎么疲惫 也要装得十分疲惫 怎么跑都跑不下来的样子 负责的人看到这种情况 也没顿时就凝了起来 这些宗室子弟没长进 可不行啊 训练不出这些宗室子弟 他可是要受到唐玉的惩罚的 训练这些宗室子弟的人也很着急 很紧张 所以在发现这些宗室子弟没有任何长进之后 他便连忙进攻 把情况跟唐玉说了一下 唐玉听完之后 眼眉微宁 体魄这个东西跟一般知识不一样 一些知识还需要一定的理解力 你的理解力亦或者天生天赋不行 教你多久 你都不一定能够清楚了解 但体魄这个 只要你训练 就肯定有长进 如今这些宗室子弟都没有长进 这就有点奇怪了 不过 唐玉是个聪明人 他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道理 他们这些人的体魄 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担心杀害 引上杀身之祸 所以才娇生惯养他们 如此就算他们的体魄有了长进 他们也要装作继续老样子 明白怎么回事过后 唐玉嘴角露出一次前笑 随即对着此事负责人说道 你就告诉这些人 后天真有时间 会对他们进行一下考核 看看他们训练得怎么样 告诉他们 如果证据着他们不合格 到时候可是有惩罚的 负责的人听完之后 便退了下去 把情况跟宗室子弟说了一下 那些宗室子弟听到唐玉要训练 他们的结果都紧张起来 毕竟 他们担心到时候装不下去 被唐玉看出马脚 那样的话 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得罪唐玉 担心 但他们还是决定 按照父母说的去做 该隐藏还是要隐藏 不隐藏的话 他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这样决定之后 这些宗室子弟就开始练习演技 毕竟到时候稍有不慎 他们就有可能被唐玉给察觉 好在他们也知道 跑一圈之后是什么情况 跑几圈之后是什么情况 因此他们要装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难事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 便到了唐玉考核他们的时间 这天一早 唐玉来到演武场 一众宗室子弟早已在等着 他们现在按照要求站着 不过有的人显得有点疲惫 有的人依旧看起十分虚弱 只看一眼 就让人觉得感觉不到气势 不过 虽然这些人宗室子弟看起很是虚弱 但唐玉却是并没有说什么 他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挥手说道 好了 开始 唐玉这样下达命令过后 否则人便按照之前的情况 让这些宗室子弟开始他们的演练 其实演练也简单 就是绕着炎无常跑嘛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必须跑个五圈才行 超过这个时间就算不合格 几十个宗室子弟 汤玉分成两拨 第一拨大概三十几人 这三十几人绕着炎无常的外圈跑 还是相当宽阔 一声令下 这些宗室子弟就开始跑了起来 而这么跑起过后 就有一些有趣的情况出现了 其中有一些人没有什么杂念 有能力就跑 所以他们跑得比较靠前 有些人比较保持均速 而且那种不是很快的均速 他们要等跑一两阵之后 在心假装跑不动 现在嘛 就这样跑着就行了 这样的人还是比较聪明的那种 可有一种人 看起来相当笨拙的许多 他们竟然从一开始就开始装虚弱 跑都跑不动 只是绕圈子快步走 甚至连快步走都不是 这些人当中 唐玉看的一眼 基本上都是假装的 相比之下 那些匀速的 反而有几个是真的身体不行 这几个人都有点肥胖 肥胖的走路都困难 人胖的话 跑起来自然就费劲 而那些开始领先 唐玉觉得还不错 而这样的人 没有多少杂念 可用 很快 三十几人跑了几圈 而当领先的人 跑第四圈的时候 他们已经领先其他人差不多一圈了 他们速度很快 而后面那些故意跑得慢的 因此也就自然就拉开差距 唐玉宁眉 心里有点不喜欢 这些人 这些人明显耍心急 不过 唐玉并没有点破 这些人 待会儿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的 三十几人 完全跑下 只有那么三四个人是完全合格 在一炷香的时间内 跑完五圈 唐玉 只是点点头 没有多说其他 然后 让剩下的部分人开始跑 他们这些人跟前面的一波情况差不多 也是有人一开始跑得很快 有人均速 有人一开始就假装跑不动 这样跑下来 也有三四个完成任务 几十个人当中最后完成任务的 居然不到十个 结果出来之后 唐玉的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 很失望 朕对你们很失望 一般的普通人 经过这样的几天训练之后 在一炷香的时间内 跑完五圈 那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你们这些人 只有不到十个人完成任务 剩下的几十个人 竟然都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你们这几天是怎么训练的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危险的战争 你们这种体魄 如何能够保得住我唐国江山 唐玉有点愤怒地说着 言语之中都是愤怒 那些没有完成任务的宗室子弟 都有一点担心紧张 他们摸不清唐玉的脾气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唐玉练他们一顿 他们说完之后 唐玉这才开口说道 刚才完成任务的宗室子弟 你们接下来就可以休息了 你可以随意走动 想回家就回家 剩下的这些人 都给我再次重新考核 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你们就别想回家 以后吃住都在皇宫 谁完成了谁就离开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说要惩罚你们 就要惩罚你们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三十七集 说完这一些之后 唐玉挥了挥手 让负责此件事情的人 对这些宗室子弟 进行继续的考核 谁完成了谁就离开 完成不了就继续待着 而那些宗室子弟 听到这个之后 顿时就傻了眼 他们已经很累了 还要再跑一次 再跑一次 他们能够跑得下来吗 而且跑不完 还不让回家 这可让他们怎么办才好啊 那些宗室子弟很犹豫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之中 有一些人的体力 是真的不行跑不下来 有一些是已经训练的 可以的 跑下来 还是能够跑下来 可如果他们跑下来的话 他们假装的事情 岂不就是暴露了吗 他们想要隐藏自己的目的 岂不是也达不到 可如果跑不下来的话 他们就要在这里 一直待着 那怎么能行呢 他们一天待在这里 就一天有危险 只要回到家 他们就会觉得 不安全 不可靠 犹豫之后 这些宗室子弟 选择跑了下去 有一些人就选择装 还有一些是真的跑不下来 让他们跑 他们也跑不掉 这样进行一番筛选过后 最终 只有一半的人离开 而另外一半的人 留了下来 看到这个结果 唐玉还是没有丝毫地放松 人命给他们这些人 准备往后 他们便直接回去 这些人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那他们就得在这里继续待着 每天训练不说 他们还不能够做其他事情 唐玉就要用这种方法 来逼他们锻炼自己的体魄 而唐玉这样安排的时候 这些忠实子弟的父母在家中 已经等得不成样子 没有回来的那些人的父母都很紧张 而就在太阳落山之前 他们这些人 七刷刷地向着皇宫赶去 途中 一些人还遇到了 皇宫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 他们来到之后便到语书房 唐玉并没有休息 好像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们了 沈少 我儿子怎么还没回家呀 沈少 我们儿子也没有回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沈少 我儿子呢 他们这些人都是宗室子弟 身份不低 但在唐玉这里 他们却不敢放肆 唐玉现如今手握唐国大权 谁敢招惹他 这些人问着 唐玉却是神色平静 等他们说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才终于开口说道 你们的儿子都在镇这里待着呢 镇要训练他们的体魄 可惜他们的体魄不过关 所以只能够对他们小小地惩罚一下 什么时候过了关 什么时候就让他们回去 听到这话 那些人互相张望 眼神之中都有些疑惑 他们不知道唐玉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这是要找借口软禁他们的儿子 还是真的要训练他们的儿子的情况 他们这些人欲言又止 唐玉这里好像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担心 于是他们又露出了一丝浅笑说道 你们怎么想的 朕都明白 不过朕要让你们知道的是 我唐国宗室子弟必须有强壮的体魄 只有这样 我唐国才会一直延续下去 你们明白吗 说到这儿 唐玉站起身子 好好地喂我大唐 朕谁都不会亏待 你们若是没有什么事情 你们就回去吧 这事儿朕自有分寸 你们以后也会明白朕的用心的 唐玉挥手 这些人没办法 只能够信信然地离开 离开皇宫之后 他们这些人并没有四散而去 你们说肾上这话能信吗 他真的只是要提供我们儿子的体魄 这谁知道呢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想来肾上也不会伤害咱们的孩子 走吧 回家吧 也是啊 这些人互相安慰 但心里人就有点担心 可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够看着儿子自己的表现了 唐玉要动真格地 达不到要求就不能够回家 这些宗室子弟现在之后 便明白唐玉的意思 而他们明白之后 在接下来的考核当中 再也没有什么保留 直接就通过了这些考核 那些身体不行的 仍旧继续留下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也要加强训练 后来再考核 也就考过去了 他们这些人 陆陆续续地考过之后 唐玉自然就放他们回家 这些宗室子弟的父母 见到这种情况过后 终于明白唐玉说的是真的 他要做的就只是提高 他们这些宗室子弟的体魄 好让唐国可以长存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 这些宗室子弟 仍旧按照训练士兵的方法 进行训练 而因为明白了唐玉的用心 所以在接下来的训练里 他们这些人就还算是用功 并不敢偷懒 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人 如果偷懒的话 还是要继续训练的 想要少吃点苦 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不偷懒 以此学会就行 宗室子弟继续训练 不过除了训练体魄之外 唐玉慢慢地又开始 让他们学习其他东西 比如说天文 算术之类的东西 这些宗室子弟 不能够只读科举用的书籍 其他各类的书籍 都也要好好地学习 而对于这些东西 宗室子弟并不反感 相比之下 这些东西是他们比较陌生 但同时也是他们感到有趣的 至少 比整天的知乎者也 要有趣得多 所以他们学习还算不错 而有的人在通过 对这些东西的学习之后 显他们在某个领域 其实有天赋的 而这种天赋 是他们在其他地方 所做不到的 他们现在 有了自己的天赋过后 唐玉便让他们 在各自的领域之中发展 而他们这些人都是宗室子弟 要当官也不用科举考试 所以在自己喜欢 而且有天赋的领域发展 他们觉得好像也挺不错 所以并没有说什么 直接就硬了下来 唐玉这边对宗室子弟进行着训练和改造 而魏青带着兵马 已经进入到了沙漠之中 横穿过了这条沙漠之后 他们就能够到达玉门关了 沙漠里路难走 而且因为已经入秋的远古 这里到了晚上 冷得让人有点受不了 魏青带来的兵马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气 他们来到晚上 只能够伸出一堆又一堆的篝火来 而除了此之外 他们还要防止被沙漠里的一些虫移咬到 从他们进入沙漠开始 因为被一些有毒的昆虫咬而死 就有百十来人 百十来人虽然不算特别的多 但死在这些昆虫的手里 还是让人觉得有些憋屈 不过路虽难走 但是魏青的激励之下 他们这些人并没有有人有怨言 他们跟着魏青 十分坚定地往前走着 这一天 他们在沙漠当中走着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前面有一只商队凸显 只是这只商队虽然出现 但是他们都显得有点无精打采 而且作为商队 他们的骆驼身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货物 看到这些之后 魏青就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他大手一挥 命人把前面的那个商队的头目叫了过来 商队头目样貌中等 看起来有点精壮 皮肤幽黑 一看就知道是经常在外面跑的人 魏青看了他一眼 这个人来到自己跟前的时候 人就有些无精打采 甚至看起来有点哀怨 这让魏青越发的奇怪了 你们这商队是要去长安城吗 领头的点了点头 回将军的话 我们的确是要回长安城的 魏青欧了一声问道 既然是要回长安城 何以没有任何的货物 这么问了一句 那领头男子突然唉声叹气了一口说道 哎 实不相瞒 将军啊 最近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伙强盗 他们号称什么沙漠之湖 专门拦截打劫我们这些商队 我们的日子简直是没法过呀 以后啊 再也不走这条路做买卖了 我的钱都赔光了 货物被劫 他们的损失可以说是很是严重 而一直被强盗这样拦路打劫 他们不赚钱 谁会做这样的生意 听到这人的话后 北清凝眉起来 商人不走这条路 这对唐国来说影响很大 而西域诸国 从他们唐国这里拿不到想要的东西 自然也就慢慢地断绝与他们的来往 而且走这条路的商队 不仅仅有唐国的商队 西域诸国的商队也是有的 这沙漠之湖拦路抢劫唐国商队 自然也不会放过西域诸国的商队 西域诸国商队不去长安城 唐国的经济贸易肯定要受到影响 这个时候 丝绸之路就等于作非 北清眼眉微宁 沙漠之中竟然出现了这么一只强盗 还真是有点可恶 你们没有去御门关 向武云昭将军反应一下吗 反应了 不过最近武云昭将军好像抽不出兵马 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忍了 听到武云昭抽不出兵马 北清眉头凝得就更深了一点 如果武云昭抽不出兵马 那肯定他那边是发生大事情了 如果他早点去的话 肯定能够帮上忙 只是 这沙漠之湖的存在 也实在对他唐国不利 若是现在不出去的话 久而久之 就真的没有商人走这条路经商了 这是绝对不行 思虑过后 魏清决定 除去这只强盗 他看了一眼领头的人说道 原来如此 你们放心吧 本将军既然来了 便帮你们除去这只强盗 你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吗 知道 往前走有一个绿洲 那个地方原本是属于一个小部落的 但后来 却被那些强盗给强占去了 说到这儿 领头的人又说了一句说道 不过将军可要小心一点才行啊 那强盗老大武艺高强 他手下又差不多一万兵马 实力不如小事 一万兵马 一万兵马的数字实在说不上少 要知道 很多军队上才有这么多人 普通的强盗 哪怕是很厉害的强盗 也能有几千人就不错了 可现在 这只强盗竟然有一万人 实在是令人有点费解 不过 一万人的强盗 他魏清还是没有放在眼里 思量一番过后 魏清带着自己的兵马 向着前面的绿洲赶去 而就在本来准备回到长安城的商队 却是在犹豫之后 决定跟随魏清 去那个绿洲 他们的东西被抢 如果灭掉那个强盗之后 他们说不定 还会把自己的货物给要回来 这是个机会 他们还是决定冒险 试一下 作为商人 天生就要具有冒险精神 他们想要理解这个道理 那就是 如果想要赚钱的话 那就必须冒险 不冒险就赚不到钱 其实这个商人刚才说的 再也不走这条路 但只要有韩能够赚钱 他肯定还是会走这条路的 那句话只不过是 老嫂之言罢了 魏清带着兵马向绿洲赶去 与此同时 绿洲这边 又有另外一种情况 在绿洲的东边 那里有很多帐篷 每个帐篷里都有人 这里曾经是一个部落的地方 但现在那个部落的人都被赶走 取而代之的是一伙强盗 强盗头子长得跟汉人有点不一样 不过 在这个外族来往的地方 倒也不让人觉得稀奇 强盗的名字叫阿风提 他长得十分魁梧 强壮 他坐在自己的大帐子中 很快就有楼楼送来消息 老大 刚刚得到消息 堂国的一支队伍 离我们这里只有两天距离 而且他们直奔这个绿洲而来 怕是要对咱们动手啊 阿风提听到这个的时候 并没有在意 他只是嘴角露出一支冷笑说的 来就来吧 他们躺过的兵马也不过如此 来了我们就灭了他 如此对我们的陛下的大事 也是有助帮助的 老大说得即使 阿风提想了之后 就又吩咐下去 让我们的人巡逻好 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 一有消息立马来报 虽然并不觉得唐军有什么厉害的 但他还是觉得谨慎一点的好 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两天之后 魏清带着兵马来到了阿风地的绿洲 绿洲并不算很大 甚至一眼就能够望到边 不过 在沙漠当中有这么一片绿洲 那是十分难得 不难想想 这片绿洲曾经作为一个重要的东西 被这里的人争来抢去的 而现在 这个绿洲属于一伙强盗 唐国的兵马有好几万 冲来的时候还是浩浩荡荡 甚至可以看到满天的沙尘 魏清来的时候 阿风地已经得知消息 随之 他便带着兵马严阵以待 两波兵马对阵起来 魏清看了一眼 眼眉就凝了起来 这让对方的兵马战姿以及一些情况 他很快就发现 这伙强盗并不是普通的强盗 他们身上隐隐能够看到一些军人的特质来 而魏清发现这一点过后 眼眉就凝了起来 之前他一直觉得这些人很可疑 人数有点多 现在发现他们是军人 他就更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 这些人的样貌跟他们不一样 可能是西域诸国的某一个国家的人 但如果是西域诸国的话 他们为何要这样做 丝绸之路对他们可是有很多好处 想不明白 不过魏清并没有继续想下去 他看了一眼阿风地 随即说道 丝绸之路早已是我唐国领地 你们竟然敢在我唐国领地撒野 韩真是有点活得不耐烦了 阿风地听到这话 却是一点都不紧张 他呵呵一笑 糖果?糖果算什么? 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说不定的一天 我还坐在长安城坐坐呢 你能把我怎样? 很狂的话特别狂 魏清听了之后 眼眉微微一宁说道 你会为刚才的话后悔的 犯我唐国虽远必诛 这句话你应该听过 而现在这是我对你说过的话 后悔? 我阿风地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有本事你且来杀呀 魏清是哼了一声 随即挥手说道 一声令下 唐军弓箭手便把大唐神弩给拿了出来 这东西射程很远 魏清喝了一声之后 顿时力剑如鱼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哪怕比如 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仍旧镇定地指挥兵马 抵御着敌军的进攻 战事就这样持续着 一直等黄昏来临之后 这才终于结束 六万敌军虽然很多 但想攻下玉门关 确实有点困难 西域诸国兵马退去 但五云昭很清楚 他们明天 还是会回来的 而他们不知道 能够坚守多久 入夜之后 玉门关的天气 越发转良起来 很多将士 都有些承受不住 这里夜晚的寒意 圣上派出来的援军 何时能够赶来 义士听 我云昭望着自己属下询问 很快 一名将士站出说道 将军 圣上派出援军 还需要三天 才能够抵达我们这里 听到这个过后 我云昭就拧起了眉头 如果他们没有分出 一部分兵马的话 别说三天 这是三个月 他也能够守住 但如今兵马分出一部分 他剩下的兵马 能够守住几天 那就不好说了 不过 我云昭却没有说什么 他需要给这些将士信心 如果他的这些属下 没有了信心 那他们会怕 更加守不住 守不住 他们就是唐国的罪人 毕竟 御门关被破之后 他们唐国这边的边防线 可能彻底就没有了 犹豫一下之后 吴云昭又问道 圣上派出的是 哪位将军起来 是徐茂公 还是李源吧 在吴云昭看来 这边情况这般严重 唐玉派来的人 肯定是十分厉害 徐茂公精通兵马 李源霸力大无穷 是华夏第一梦奖 由他出手 相对来说 会更加能够解决这里的问题 不过 我云昭这样问了之后 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将军 不是徐茂公 也不是李源霸 而是一个叫做魏清的人 魏清 他是谁 御门关这边的消息 相对来说 比较闭塞 魏清虽说是在灭中国战功之上 立了战功 但却也并不算特别大的功劳 所以 五云昭并不知道魏清 所以在听到这个名字过后 五云昭的心头 微微一沉 他们身上派出了一名 名不见经传的人来 这未免也太儿戏了一点吧 五云昭几乎有些懵逼 这里的情况这么危机 唐玉部把他唐国最厉害的武将谋士派来 却派了一个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危险了 五云昭的脸色有点不好看 其他人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们也没有听说过魏清这个人 如此 他们带着兵马来了之后 就能够帮他们遇敌 甚至击败大师国这个危险的对手吗 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接下来的命运突然成了迷 他们倒有点不安了 此日一早 西域三个小国的国王又带着兵马来了 他们还像昨天那样对羽门关进行着攻击 他们的将士仍旧十分的激愤 好像他们一直都是不起眼的小国 可是如今竟然可以跟唐一战 他们觉得很是激动 刺激的他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感觉他们如果可以攻下御门关的话 那他们就成为这西域诸国彻底扬民 他们就这样杀着 他们就这样杀着 不过 却仍旧被唐军给击溃 不过 虽然他们被唐军击退 夜幕来临的时候 唐军这边的折损也是十分严重 如果再这样过两天的话 他们说不定真的守不住羽门关 人就是意识听 吴云昭将一众的将领 聚集在这里说道 今天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支撑不了几天了 只怕我们根本等不到援军的到来 羽门关就要被他们给攻破了 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他们这些人并不傻 今天的情况他们都看得是一清二楚 他们可能真的是等不到援军的到来 将军 我们跟城外的敌军拼了就是 没错没错 跟他们拼了 难道我们还真的怕他们不成吗 作为大唐男儿 他们早已有了一股为国捐躯的心 所以只要是打仗来临 他们就什么都不怕 大不了这是马格国事嘛 只是他们这样群情激风的时候 五云昭却是宁门摇头 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 我也不怕死 但我们不能够一级用事 我们如果死了 能够守住玉门关 那便是值得 可如果我们死了 却没能够守住玉门关 那我们将死的是毫无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 守住玉门关才行 而不是去死 五云昭是个武将 但同时他却有着其他人 没有的质谋和思想 他们不怕死 但前提是能够守住玉门关 五云昭这样说完之后 其他人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也都清楚 五云昭说的情况 他们的死必须有价值 必须阻挡住敌军的进攻才行 必须守住玉门关才行 大家互相张望 这个时候 一名将士战初说道 将军 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夜袭敌营 如果能够骚扰他们休息 明天他们可能就不会攻城 只要他们不攻城 他们说不定 还能够等到援军的到来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西营 但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西营 毕竟 只要西营能够成功 他们说不定就有一线升级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五云昭 五云昭想了想 最后点了点头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 我们可以西营 不过 我们也要讲究一下方法 你们看 应该怎么办才好 五云昭询问 一众人互相张望 紧接着 就有人出谋划策起来 将军 我们可以集合兵力 对其中一个用兵 然后就击败一个国家 相对削弱他们的兵力 他们自然就无力一战 不错不错 集中兵力击杀一个国家 可以分化他们 他们这些人 虽然联手攻打我唐国 但他们肯定有矛盾 心不合呀 集中一个国家攻打 他们很快就会伸出二心 大家都一同出来 攻打唐国的 结果其他国家 没有多少折损 他们 却几乎是全军覆没 如此一来 他们还会像以前那样杀敌吗 肯定不行 所以 这个办法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可行 不过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人站出说道 将军 虽然要分化他们 但我们为何不来一个绝一点的 我们装扮成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去攻打其他国家就行了 就算他们很快能够明白怎么回事 也能够恶心他们一下 不错不错 事情越乱越好 乱了就有机会破他们的联盟 大家是针先恐后地说着 有支持集中兵力攻打一个的 也有支持假装其他国家进行攻打的 而且很快 他们就吵了起来 甚至吵得有点不可开交 武云昭看到他们的样子凝美起来 挥了挥手说道 好了好了都给我安静下来 一声喝 整个议事厅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下去 武云昭想了想说道 假装成其他国家的人 然后进行攻打 思虑过后 武云昭觉得 还是这个办法相对来说更加好一点 一来他们假装成其他国家的人去习赢的时候相对安全一点 可以迷惑他们 而且习赢成功之后可以激化他们几个国家的矛盾 如此一来还可以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虎云昭这样说完过后 其他人互相张望 虽然仍旧有人不支持这个 但如今 虎云昭已经决定 他们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能够点头映下 夜已经很深 玉门关的夜 人就是冷 亲切冷 因为之前杀死了很多西域小国兵马 他们现在倒也不缺其他国家的衣服 武云昭把这些人的衣服脱下之后 便让他们的人穿上去 穿上去之后 又等了差不多半个多时辰 已经到了午夜 午夜来临 这里的温度显得更低一些 一只又一只的糖果兵马 悄然离开了玉门关 然后向着不同方向飞奔而去 夜色很惊 三只兵马很快就来到 不同的西域小国的军营之外 他们到的地方 并没有引起那些西域小国的怀疑 他们以为只是友军到来 甚至还有一些小国 对他们表示欢迎 巡逻的将士不多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可下一刻 那些冲进去的糖果兵马 突然拔刀向那些巡逻将士的命 你们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我们是友军 友军 你们这样做太不厚道了 不厚道啊 夜色下 杀略顿气 假扮成西域诸国的糖军 在西域小国的军营之中 来回冲杀 他们出现的突然 而且那些西域小国一开始就有点懵逼 所以他们没有反应过来 唐军趁着这个时间对他们不停地冲杀 这样的冲杀大概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这些西域兵马就反应过来 不过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唐军杀得已经差不多了 而他们这样杀完差不多过后 也并没有停留多久 直接带着自己的兵马就回到了御门关 那些西域小国的军营乱成一团 也没有精力去追击他们 一个西域小国的军长之中 一个小国的国王十分气愤 可恶 可恶 唐军真是可恶 竟然假扮成我们的勇军来袭击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折损了多少 一个国王愤怒不已 而当他听到他们折损了数字过后 就更加气愤地不行 因为他们今天晚上折损了兵马 比他们攻城折损的都要多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大意了 再也就是他们受到唐军轨迹的迷惑 如果唐军没有假扮成他们友军的话 那肯定不会有这么多的折损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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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军找死 我一定要灭了他们 灭了他们 已经是零明前 这些西域小国的军营仍旧乱着 按照这个情况 他们只怕要到了天明之后 才能够平静下来 几个西域小国的国王 很快就聚集在了夷处 唐军真是可恶 如今我们如此平定局势 明天早晨一战 只怕不太可能了 就是 将什么休息不好 这仗就不好打 我们只能够等候天了 他们要忙到天明 如果天明去攻城的话 他们肯定没有时间休息 这对他们来说肯定很不好 他们必须休息好之后 才能够继续攻城 三个国王都很气愤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理智 这样说完之后 他们便达成了一致 决定明天休息一天 后天进行攻城 对他们来说 玉门关的汤军 就像是他们嘴边的肥肉 什么时候吃 全看他们的心情 他们并不担心这块肥肉飞走 玉门关 天亮之后 五云昭就带着一部分人 站在城楼上等着 昨天晚上 他们的西营相当成功 但他就算西营成功 却也并不确定 他们的计划 是不是能够成功 如果西域三个小国 不过一切来攻城的话 他们也只能够继续作战 夜间的温度很低 但太阳出来之后 这里又变得很热 太阳已经升起 西域三个小国的军营 并没有什么动静 五云昭得知这些消息过后 嘴角便露出一色淡笑 看来 我们成功了 得知西域小国并不会攻城之后 五云昭他们这些人 也都算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今天他们不攻城 明天的话 他们的援军就差不多要到了吧 虽说对魏青这个人不了解 但不确定他有多大的本事 但只要来了几万的援兵 他们要击溃城外的西域小国 就有了希望 只要再来几万兵马 只要交给他五云昭统领 他就觉得灭掉外面这些西域小国的兵马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五云昭有这个自信 这一天 就这样风平浪静的过去 大家都有点相安无事 五云昭也终于可以睡一个安心觉 好好的休息一番 不过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五云昭的心就慢慢穿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当明天黎明升起的时候 他们就要再经受一次西沙 西域小国会对他们继续拼杀 而他们能不能守住玉门关 真的很不好说 他们有压力 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晚 然后应对明天战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五云昭却是久久不能够睡着 他毫无睡意 天上有一个很亮的月亮 月亮照着整个玉门关的城楼 让这里看起显得更加的潇洒 许久之后 五云昭还是决定去休息 强制着自己 他也要休息 只有休息好了 他才能够应对明天的一战 夜里的风呼呼地刮着 五云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此日一早 天刚蒙蒙亮 西域三个小国的兵马 就直接来到玉门关下 五云昭站在城楼上 望着眼下 随即呵呵一笑 怎么 昨天晚上你们还没有受到教训 还要与我大堂为敌吗 五云昭有点取笑他们的意思 他要从心里上击溃这些人 不过 这些西域小国的国王 并没有婴儿暴跳如雷 他们好像也是十分理智 五云昭 本国王也知道你是个猛将 如果你愿意投降我们的话 说不定我们会饶你一条性命 甚至给你荣华富贵怎么样 昨天晚上你们虽然吸引成功 但那点损失 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倒是你 能守得住这玉门关吗 今天我们可是要攻下这玉门关的 三人连番对五云昭说着 五云昭的眼眉微宁说道 有本事就来攻城嘛 想要攻下玉门关 你们想的未免太多了一点 一番唇枪蛇剑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很快这些西域小国的国王 便明白过来 想要取生 却能够用武力攻下玉门关 于是不再迟疑 他们挥手就命令 他们的将士冲杀过去 三国兵马实力还是很强大 唐军一开始 还能够抵挡他们一阵子 但是随着兵马进攻的越来越厉害 他们想要阻挡他们 却是有点困难了 唐军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唐军虽然都是拼死一战 可面对实力的悬殊 他们拼死一战 似乎并不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集 火云昭愤怒地喊着 今天他们怕是守不住玉门关了 而如果玉门关被迫 那他们也只能够以身殉国 与西域小国拼死一战 他们好像没有希望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轰鸣之声 轰鸣之声之大 跟轰天雷差不多 但又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轰响要比轰天雷更响一些 而随之轰响之声响起 顿时西域小国的兵马之中 顿时就有人被炸得是面目圈非 而紧接着就是传来了惨叫声 轰隆隆的声响不绝 后面的唐军不停地用红衣大炮轰炸着 轰炸到那些西域小国的兵马再次懵逼 他们以为轰天雷就已经很厉害了 没有想到唐国还有比轰天雷更厉害的东西 而现在面对红衣大炮 他们根本毫无还手的能力 一片接着一片的西域小国兵马倒下 而直到这个时候 武云昭才终于看清楚后面的情况 只见一名少年将军带着一只唐国兵马杀了过来 而在他们前面 十几门红衣大炮开路 简直是无人能挡 十几门红衣大炮不停歇地轰炸 很快就把这些西域小国的气焰给轰炸了下去 这就是我唐国的红衣大炮吗 果然厉害 武云昭听说过红衣大炮 但还没有拿到手 此时见到红衣大炮发飞 他的内心也是十分激动 现在 他们唐国已经占据了优势 但他并不觉得这是魏清的功劳 他只觉得这只是红衣大炮的功劳 有这样的武器 不管是谁都能够击败敌人的吧 红衣大炮还在不停地轰炸 西域小国的兵马已经是方寸大乱 果云昭见此情形不再迟疑 立马带着兵马就杀出羽门关 他要震慑西域诸国 如此就必须让他们知道唐国的厉害和狠决 只要把这三个小国给灭了 其他西域诸国才会对他唐国有所顾忌 而如此的话 他们才会有机会控制西域诸国 确保丝绸之路的完整 火云昭带着兵马冲出去之后 立马就跟西域小国展开了一场厮杀 与此同时 魏清这边也已经带着兵马杀了过来 红衣大炮虽然厉害 但却是不能够一直用 一旦敌人冲上来之后 红衣大炮就失去了他的杀伤力 所以这个时候 仍旧需要短兵相接 几波兵马这样杀过一处 本来这里是西域小国兵马多一些的 但现在魏清的兵马到来之后 唐国的人数就占据了上风 再加上唐军的战斗力 本来就比西域小国要厉害一些 所以很快唐军就扭转了局势 扭转了一个时辰过后 这些西域小国就开始溃败 他们现在只有被杀的份 看到这种情况 那些西域小国的国王也终于慌了神 怎么办 现在该如何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能够赶紧退兵 我们可是把全部家党都拉出来的了 要是这样就没了 我们就等于亡国了 三个西域小国想要逃走 不过看到这种情况过后 魏清却是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即挥手喝道 给我杀 一个都别想走 魏清来到的时候就受到唐宇的命令 他要把这些西域诸国掌控住 甚至是灭掉如今的这些西域小国 找上他们的麻烦 如果不狠狠地灭了他们 那其他的西域小国怕是不会轻视他们唐国 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好办了 在这样的乱世 想要别人听话 那就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 知道自己的狠觉 只有这样 他们才不敢轻易地招惹 魏清一声令下 唐军再无任何顾忌 贴着唐刀就杀了过去 那些西域小国兵马早已失去了胆气 如今见到唐军杀来这般迅猛 顿时就有些害怕起来 他们再也顾忌不了其他 只能一个劲地逃走 那些西域小国的国王喊着 现在他们只想离开 离开就能够活命 不离开 恐怕他们就要再死在唐国的屠刀之下 一众西域小国的将士 护着他们的国王想要逃走 但就在这个时候 五云昭骑着快马飞奔而来 所有拦路的人很快被他斩下 他有万千军中取上将手机的本领 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 而他的目标是那些西域小国的国王 虽然要震慑其他西域小国 但这些人就别想活着离开 而想要快速结束战斗 只能够先杀几个小国的国王 五云昭单枪匹马 飞奔而去 紧接着直接出手 只听一声惨叫 一名西域小国的国王脑袋就飞在空中 紧接着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西域小国国王被杀 这些国家兵马顿时就没有了斗志 想要逃命的念头更加重了一些 不过他们有魏清带着大部队的兵马拦截 所以五云昭并不管他们 五云昭只是调转码头 向另外一个小国国王狂奔而去 杀了一个是不行的 他还想继续再杀 直到把三个西域小国的国王都给杀了 这些小国的国王 此前在玉门关那般的嚣张 现在他非得让这些人知道 他的利害不行 五云昭在军中来回的飞奔 不多时便把三个小国的国王给斩杀 三个国王被杀之后 魏清这边也已经在进行着最后的收割 如今的玉门关前是一场残忍的杀略 这就好像是屠杀 但唐国的人并不觉得这有多么的残忍 战争本来就是这样 你不杀别人 别人就会杀了你 战争没有错 不管你做什么 血腥的味道更加浓了一些 而且在玉门关前弥漫着 哪怕是已经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 此时闻到这里的血腥味也有点受不了 忍不住想要呕吐 这场杀略直指最后一个西域小国的兵马被杀掉而结束 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 甚至可以说是夜幕降临 夜幕来临 玉门关外的风吹得是有些凉 凉风夹杂着血腥的味道 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魏清带着兵马进入玉门关 五云昭突然对这个少年有了那么一点好感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的看法好像是一样的 这个世上的人 总是喜欢对那些跟自己有着相同意见的人有好感 五云昭并非笨蛋 当他看到魏清带着兵马屠杀那些西域小国将士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 魏清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 跟他一样很绝一些 两人带着兵马进入玉门关 本来并不想给魏清好脸色的五云昭 破天荒地让人给魏清准备了宴席 宴席之上 五云昭笑道 实不相瞒 对于魏清你的情况 我了解不错 我的诸多手下也并非狠看好你 如今 从今天你要灭掉三国兵马的情况看来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 五云昭是个武将 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他把自己以及其他人对魏清的看法都说了一遍 魏清这里听完之后并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笑 除非对我魏清有怎样的看法 咱都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我魏清功绩不鲜 被圣上安排做这件事情 的确让人不放心 不过这个世上的事情 总会有人去做的 而后 大家会认为 认可这个人 圣上让我掌控西域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因为大师国要攻打清城 魏将军派去的那些兵马怕是不好手 不如我们兵分两路 看看 各自的本事如何 清城的情况确实有点不乐观 听到这个过后 五云昭的嘴角就露出了一丝淡笑 魏清能够想到这些 显然并非笨蛋 好 完全没问题 今夜之后 我们便兵分两路 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 到时候 看看谁做得好如何 魏清点了点头 这个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红衣大炮 我带的虽然不多 但也可以分一半给五将军 魏清竟然想把红衣大炮给分享出来 五云昭本想着撑面子不要 但想到红衣大炮的厉害 犹豫了一下之后 他还是点点头说道 好 这红衣大炮不错 我就收下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五云昭为魏清 劫封洗尘 也算是庆功 而就在他们这边喝着酒的时候 三个西域小国挑衅唐国 结果被灭国的事情 已经在西域诸国之中传开 西域小国的人听到这些消息过后 很快就议论开来 很快就议论开来 对于这件事情不幸的人很多 但同时也有一些人是相信的 以他们并没有看到有活人回来 而幸这件事情的西域小国忍不住大了个寒着 虽说大石国也是很厉害的 但跟唐国这种很绝相比 大石国反而就弱了很多 看来以后不能够招惹唐国啊 谁说不是啊 唐国太丧心病狂 招惹他们绝对没好果子吃啊 不少西域小国都被震慑住了 他们害怕被殃及 所以对于唐国 他们是不敢招惹 甚至 大石国拉拢他们与唐国为敌 他们也绝对不会去做 对他们来说 保住自己的国家 才是最重要的 但与此同时 有一些国家 却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 叶狼是西域诸国当中 一个寒算不错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兵马三万 比其他小国要多那么一点点 而就这么一点点的兵马 让叶狼国的国王 叶狼颇有些自大 觉得他们是西域诸国当中最厉害的 而他也必将一统西域诸国 成为这片最厉害的国家 他想要一统西域诸国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实力虽然可以 但想要一统西域诸国却有些困难 所以他就在大石国来拉拢的时候 投靠了大石国 因为大石国的国王阿斗答应他 只要他肯依附大石国 大石国就会想办法帮他一统西域 一统西域的夜浪是梦想 也是他觉得一生都要为之奉斗的事情 所以大石国提出这个之后 他根本就没有怎么犹豫 直接就同意下来 所以 当其中的其他小国被吓到的时候 夜狼国却没有被吓到 他甚至还叫嚣着要击败唐军 给唐玉他们知道一些厉害 当然 整个西域三十六个小国 没有被吓到的 自然不止夜狼国一个 整个西域诸国 大大小小 不可依附于大唐的 有七八个之多 他们的兵马加起来 大概是十五万 十五万兵马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并不觉得唐国有多厉害 他们和夜狼国一样 都在不停地叫嚣着 西域诸国因为这个而有了分歧 一部分人按兵不动 一部分人却高调地嚷嚷着 生怕唐国的人不知道 他们根本没把唐国放在眼里 这几个小国十分地猖狂 而就在他们这样猖狂的时候 魏青带着自己的兵马 向着这些国家赶来 他在来之前 已经派人去打探西域诸国的情况 他要知道 谁不安分 谁投靠了大师国等等 只有这样 他才好下手 西域诸国一脉连之 兵马加在一起 还是很多 所以就算魏青的目标 是掌控整个西域诸国 但他并没有傻到直接去得罪所有人 在他看来 他要慢慢地瓦解掉其他人 灭掉一个国家之后 再去灭掉一个国家 西域诸国之间 虽说时常会有帮助 但同时也会因为利益而互相提防 说白了 他们的信任并不是那么深 相互之间也时常是勾心斗角 如果他们灭掉其中一个国家的时候 其他国家只怕不会出手相救 而是先行观望 魏青决定对西域诸国动手 他派人收集情报 而很快 他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 这些情报 皆是西域诸国的一些态度 有依附大使国的 有观望的 也有与大唐关系十分不错的 西域三十六国可以说什么情况都有 魏青把这些情报看过之后 考虑一番 紧接着拿出地图又看了看 这样看完之后 他便手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我们先灭掉的就是他了 众人顺着魏青手指望去 然后便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名字 夜郎国 魏青想要灭掉的就是夜郎国 而之所以先灭夜郎国 第一是因为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嚣张了 简直不把他们唐国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那他们也只好先行灭掉他 再有就是 夜郎国地势比较平坦 相对来说 利于他们作战 如此的话 夜郎国是很容易被灭掉的 像西域诸国这种情况 他们要做的就是 先亿后难 把容易地解决的都给解决了 这个决定之后 魏青便带着自己的兵马 向夜郎国赶去 而他们向夜郎国赶去的时候 夜郎国这里 他们的国王夜郎 派出去的探子 已经急匆匆地赶来 国王陛下 唐国的魏青带着兵马 向我们这边赶来 看样子 他们是要灭了我们夜郎国呀 探子把情况说了一遍 他这么说完过后 夜郎国的官员 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的不安 唐国兵马终于来了 国王陛下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灭了他们 就是就是 唐国也不过如此嘛 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赶来 我们就灭了他们 夜郎国国王很是自大 而且他的臣子也是十分自大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 他们压根就没有当回事 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把唐国当回事 朝中群臣这样说完的时候 夜郎的脸上带着笑意 他点点头 诸位爱卿说得不错 唐国的确一般般 我夜郎国还真就没把他当回事 那魏卿赶来 我们就让他永远都回不去 回不去的意思 自然就是彻底灭掉他们 让他们死 夜郎这样一说 朝中群臣又跟着附和起来 群臣这样说完 夜郎这才挥了挥手 说道 唐国很快就会派兵马过来 我们该如何一战 诸位爱卿可有什么良策啊 夜郎询问正事 朝中群臣顿时就有些不说话了 让他们吹牛他们很在行 但说到正事上 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大家互相张望面面相取 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更好的办法来 看到这种情况 夜郎 隐隐地皱起眉头 有点像要生气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 第三百四十一集 本陛下养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 你们这么多人 也没有一个想出了办法的吗 大家看到了夜郎的愤怒 众人互相张望 许久之后 才站出一个人说道 国王陛下 我夜郎国兵马十分厉害 要灭掉唐军很是容易 所以臣提议 不妨直接出城 与唐军一战 这个官员说出了自己的主见过后 其他官员都连忙跟着附和 反正有人出主意 他们跟着就行了 夜郎国的官员们就这样说着 夜郎 在他们说完之后 觉得也是 他们夜郎国这么厉害 难不成还像其他国家那样 守不住城池吗 这样的话 岂不是显得他们过于懦弱一些 作为他们夜郎国的将士 就应该出城与唐军一战 这样想过之后 夜郎点了点头说道 好 既然诸位爱卿都觉得应该出城与唐军一战 那我就与唐军一战 我们要打出我夜郎国的威风 要让唐军知道我们的厉害 在夜郎做出决定之后 朝中群臣立马就高声嚷嚷起来 他们对于夜郎的这个决定很是欣赏 也是很是支持 这样决定之后 夜郎国的人便开始为接下来的战事而做准备 而魏清这边离夜郎国已经很紧 而且那个时候魏清已经得知了夜郎国的情况 什么夜郎国准备出城与我唐军一战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魏清有点意外 在他看来夜郎这样的小国 归缩在城内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他竟然还敢出城 出城那不就等于是死了吗 魏清一开始是惊讶 不过 等他想明白夜郎国喜欢自大之后 他就很快明白过来 他觉得这真是一群傻蛋呢 竟然自大到毫无一点理智 甚至觉得这个世上他们是最厉害的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的一群人啊 很快我就会让他们的从梦境当中醒来 在魏清看来 夜郎国的这些人都是在做梦 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的梦里 而只有失败和灭国 才会让他们从梦境当中苏醒过来 很快 他就会让这些人从梦境当中苏醒 魏清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而后问道 还有多久我们能够到夜郎国 回将军的话 还需要两天时间 听到还需要两天时间 魏清点了点头 两天时间还是挺长 也就是说 夜郎国的那些人还能够再做两天美梦 两天之后梦境破碎 魏清带着兵马向夜郎国赶去 两天之后 他们便来到夜郎国的王城外面 他们来到夜郎国王城的时候 夜郎国的几万兵马 已经在他们的国王夜郎的带领之下 严阵以待 双方兵马对峙 魏清看了一眼夜郎国的兵马 他们的兵马看起来挺强壮的 不过就凭他们这个样子 就想与他们的唐军一战 未免也太天真了一些 魏清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随之望向夜郎说道 听说你们夜郎国很是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话说得随意 夜郎竟然还没有听出来 魏清调侃的话 还以为真的是在夸他们夜郎国 不由得把胸膛挺了起来 脖子也扬着 那是当然 我夜郎国很厉害 你们唐国与我们作战 简直就是在找死 我劝你们还是从哪来回哪去 不然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夜郎说着他身后的那些将军将士 都很是高傲地对着唐军不屑一顾起来 魏清看他们这个样子 突然忍不住就想笑 他见过自大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自大的 而且他们也是 而且他们不仅自大 还不自知 魏清已经有点懒得和他们废话了 好 我唐国今天 就要灭你们夜郎小国 说着 魏清一回首 十几门红衣大炮就被推了出来 这些红衣大炮推出之后 夜郎国的那些人也并没觉得有什么 亦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红衣大炮的威力 他们还有点好奇 还有一点取笑的意思 弄出这么个玩意儿出来 就想灭掉我叶狼国吗 唐国的人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 别废话了 给我冲 叶狼一声令下 叶狼国的兵马就冲了过去 不过这个时候 魏清也紧跟着喊了一声芳 轰隆隆的响声突然爆炸开来 那些向前冲的夜狼将士突然愣住 好像被那巨响给吓蒙 碎之 在那些炮弹炸开之后 这些夜狼国的将士就发出了 震震的惨痛的哀嚎之声 他们突然不敢前进 所有人都停下来了 他们害怕了 他们此前所有的高傲在此一刻烟消云散 而唐国的红衣大炮还在不停地进行着轰炸 一个接着一个的炮弹炸开之后 把那些夜狼国的兵马炸得是四分五裂 鲜血飘派 惨叫连连 几轮红衣大炮轰炸过后 那些夜狼国的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 文艺青他们这些人 看到这些人的怂恙之后 不由得摇头苦笑 随之又一挥手说了 一声沙 唐军蜂拥杀来 本来就很自以为是的夜狼国兵马 在面对如此的冷兵器的时候 也是完全方寸大乱 他们现在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打仗 如何去抵挡唐军 唐军冲过来的时候 简直就像是在收割 他们在收割夜狼国的头炉 唐军就这样杀着 几万兵马也并没有杀多长时间 这里的人虽然有点自大 但还不算太傻 知道打不过的时候 可以投降 有一半的兵马选择了投降 而当他们投降之后 这场战事也就算是结束了 夜狼国的国王夜狼被唐军抓来 带到了魏清跟前 此刻的夜狼 已经完全没有之前的高傲 他缩着脖子 整个人显得十分不安 饶 饶 饶命啊 他甚至还说出了一句饶命啊 完全没有一旦作为一国之君的气概 魏清看了他一眼 摇了头说过 听说你们夜狼国很厉害 夜狼的心仿佛突然被什么东西刺通一下 以至于他的脸色变得很是苍白 而且可以说苍白的可怕 不 不厉害 一点都不厉害 他们连跟唐军一战的能力都没有 又哪里说得上是厉害呢 而且现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阶下囚 要是他敢说自己的夜狼国厉害 那唐军不得杀了他呀 魏清看夜狼如此 忍不住撇了撇嘴说道 我要灭了夜狼国 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听到要灭了夜狼国 夜狼的脸色就又变起来 变得很纠结 很惶恐 亲将军 收下留情啊 我夜狼国愿意归附于你们唐国 此后年年上宫 韩清饶了我夜狼国呀 夜狼开始求情 他很清楚 如果魏清要让夜狼国灭亡 那他只怕也没有机会再当国王了 可如果夜狼国存在 他兴许还能够成为夜狼国的国王 只不过他要背负起 弃去大石国 转而投靠唐国罢了 不过夜狼虽然求情 魏清却是丝毫不为所动说道 看来你是有意见啊 可惜有意见的人都死了 说着 魏清给旁边的一个侍卫一眼色 这侍卫会议之后 直接抽刀 一刀就将夜狼的头颅给砍了下来 他的动作很快 夜狼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杀了 而魏清看到这个之后 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 在他们来这里 本就是为了灭掉夜狼国 如今击败夜狼国的兵马 又擎拿了夜狼国的国王 那杀了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此不长兵 魏清很明白这个道理 打仗是残酷的 他信不过夜狼 放了他 万一他又投靠大石国怎么办呢 而且背叛他们唐国的国家 就别想再存在 唐国要掌控整个西域诸国 不听话的就先灭掉 听话的就慢慢的灭 虽然有点不厚道吧 但国与国之间 又何来厚道怎么也说呢 他们好像从来都是不厚道的 杀了夜狼之后 那些投降的夜狼国的兵马 就有点愤怒 不管怎么说 夜狼到底是他们的国王 唐国就这样杀了 也太过于草菅人命了吧 不过 如今他们已经丧失了兵器 他们若是敢反抗 那死恐怕就是他们了 人人都惜命 他们也不例外 所以在夜狼被杀之后 他们也只能够选择任命了 灭掉夜狼国之后 魏清并没有闲政 西域诸国之中 还有好几个国家 都是依附于大石国 与他们唐国作对的 他要一一地把这些国家给灭掉 相比之下 剩下的这些国家 比夜狼国要聪明一点 并没有自大道认为 出城就可以与唐军一战 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了 聚城一首 不过 西域诸国的城池 并不是很大 更谈不上坚固 更有的就是唐国有红衣大炮 这样的武器 要攻破城门 那更是一件了如指掌的事情 所以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魏清已经一连灭了几个西域小国 这些情况 若是放在以前 倒也是值得称赞 但如今有了红衣大炮 魏清的本事 反而彰显得就不是很厉害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又遇到了最后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叫做归资国 他们也依附于大石国的 并且与唐国为敌 而在攻打归资国之前 魏清对于这个国家 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他发现 这个国家的兵力并不算很强大 只有一万多一点的兵马 他们的国家也不算大 算是西域诸国中 面积比较小的一个 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西域诸国却从来不敢轻视他们 甚至不敢轻易地对他们用兵 这让魏清就觉得很奇怪了 按理说像归资国这样的小国 从来都是挨打的呀 可他们却好像没有挨过打 这归资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魏清询问 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 为他解答 将军 这归资国的国王名字叫吴贵 以前是梁国的一个刺客 梁国被我唐国灭了之后 吴贵就来到西域 并且成为了归资国的驸马 而他成为驸马之后 便训练了一批刺客 并且通过这些刺客 窜夺了王位 成为了如今的归资国的国王 听到归资国的国王 竟然是个汉人 魏清的眉头就忍不住 微微凝了一下 因为跟这里的人打过交道之后 他发现 西域诸国的人的智商 还真不算很聪明 要论开发程度的话 他们完全比不了他们汉人 这也就是为何吴贵 能够来到归资国之后 很快就能够篡夺皇位 而很显然 这个吴贵是个聪明人 魏清来到这里过后 第一次遇到一个聪明人 如此的话 接下来的仗 只怕会有点麻烦 当然 对魏清来说 这也只是麻烦了一点而已 他有信心解决归资国 吴贵成为国王之后 就把归资国的将士 全部训练成了刺客 虽然有一万多人 但他们的战斗力 却是十分强悍 而且他们经常搞暗杀 哪个小国得罪他们归资国 吴贵很快就会派出一些刺客 不几日之间 得罪他们的小国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普通百姓 就会被他们的暗杀 那些官员害怕得很 所以就不赞成 对归资国用兵 归资国的厉害之处 在于他们喜欢搞暗杀 而对于这样的国家 谁愿意招惹 大家不怕明的敌人 却怕暗的敌人呢 听完这些过后 卫青对归资国的情况 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确切说 归资国就是刺客之国 得罪一群刺客 那接下来的日子 你就等着寝食难安吧 这样的国家 还真就让人有点不好对付 甚至在灭掉他们这个国家之后 他们也很难安心 毕竟他们是刺客 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报仇 不是谁都可以当刺客的 乌龟训练这些刺客兵马 肯定有着其他国家的将士 所没有的忠心 卫青是来来回回走着 其他人互相张望 将军 怎么办呢 这归资国 我们对他们动手吗 大家都看向卫青 归资国喜欢搞暗杀 他们如果对归资国动手的话 不知道归资国的那些刺客 会不会找他们的麻烦 他们其实是有点害怕的 他们不怕战死沙场马格果尸 但他们却害怕被归资国的刺客 给暗杀了 如果被暗杀 那未免太委屈了一点 卫青思虑了一番 许久之后 才终于开口说道 归资国的确有点难办 但我们既然来了 就断然没有不作之地 集合兵马 我们快向归资国赶去 灭掉归资国 作为一名战士 他们本来就是在刀口上填血 如此的话又何必畏惧什么暗杀呢 怎么死不是死啊 怕什么 卫青决定之后 便带着兵马向归资国赶去 与此同时 归资国王城内 吴贵派出的探子 已经把他们探听到的消息 跟吴贵说了一下 国王陛下 未经带着兵马向我归资国赶来 看来 他们是要对我归资国动手 听到唐国要对他们归资国动手 吴贵的眼眉就凝了起来 以前在梁国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唐国灭过一次国了 现在他逃到了西域 没有想到还是要被唐国给欺负 可恶 唐国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灭掉其他国家我不管 要灭我归资国 那你们唐国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一些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三百四十二集 吴贵骂了一句 随后便吩咐说道 排除叮嘱刺客 让他们给我找机会暗杀唐军的人 我要让他们人人自飞 看他们还怎么攻打我归资国 归资国的刺客 是按照甲乙丙丁来分的 丁祖刺客属于第四等 在归资国并不算特别厉害 但就是这样的一组刺客 却也是让西域诸国温风丧胆 在吴贵看来 先如今只是让唐军的人人人自危 丁祖刺客完全就可以了 他这样吩咐下去 很快就有人下去安排 没过多久 丁祖刺客便悄然离开了归资国 向唐军的方向赶去 作为刺客 他们这些人 有着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 他们会尽量地让自己不引起注意 他们之间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他们成为隐形人 让他们成为最最普通的人 让谁也不会去在意他们 而能够做到这些 他们就算是成功的刺客 丁祖的刺客都是成功刺客 他们出手了唐军阵营 肯定会死人的 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唐军在魏清的带领之下 向归资国方向赶去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 才能够赶到归资国 在去归资国的途中 魏清表现十分谨慎 可能是担心 可能是担心归资国派出刺客来吧 所以在行军途中 他基本上不允许将士们单独行动 对于刺客的一些手段 魏清多少是了解的 在他看来 只要他们能够待在军营里面不出去 那些刺客肯定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等他们到了归资国 灭掉归资国之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 兵马就这样走着 可是就在魏清觉得 他们的军营十分安全的时候 却也伸出了一件事情 这天黄昏 大军已经是安营扎寨 只等今天晚上休息一晚过后 明天直奔归资国 灭掉归资国 魏清在大仗休息 这个时候 一名侍卫急匆匆跑来 将军 大师 大师不好了 胡石将军 被人给杀了 胡石将军 是魏清的一员副将 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还是个十分细心的人 魏清对他很是看重 以后想着会给他更多的职务和职权 只是魏清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被人给杀了 他有点震怒 什么人杀了胡将军 侍卫苦笑 不知道 这话有点矛盾 不过魏清却是在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明白之后 他的眼眉突然凝了起来 走 去看看 魏清出了大仗 很快就来到胡石被杀的案发现场 那是胡将军的军长 他就死在自己的仗营之中 在他后面插着一把匕首 一把并不属于他们唐军的匕首 匕首上有些痕迹 一眼看过去就明白 绝对那是归姿吻 很显然杀死胡将军的人 是归姿国的刺客 只是整个军营戒备僧严 那些刺客是怎么创进来的 而把他匕首留在这里 很显然是一点 示威的意思 一旁的一些将领互相张望 脸色略有些发白 他们都开始担心 担心他们会成为第二个胡石 要真的是这样 他们的性命就悬了 这些归姿国的刺客 是在太过于无影无踪 想要防备他们 还真就有点不容易 不轻杀了这些刺客 他们这些人 还真就有点不安心 魏将军 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啊 那些刺客肯定还在军营之中 他们在寻找机会对我们下手吧 是啊 这件事情实在太恐怖了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他们 然后解决了他们 唐国将士都有点恐慌 那些藏在暗处的敌人 是最让人恐惧的 魏青脸色很是难看 他不怕任何明面上的敌人 但这些暗处的敌人 却让他有点束手无策 看宁眉 望着地上的尸体 那匕首很是显眼 刺客竟然敢向他示威 这是他绝对不能够容忍的 片刻之后 魏青说道 要找出这些刺客也不难 我来当幼儿便是 魏青作为唐军的将领 那些刺客是最想杀的肯定是他 因为杀了魏青 这场战事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如此 就像那些刺客 想刺杀魏青十分危险 甚至他们知道 这其中可能有一些陷阱什么的 他们应该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扑过来的 魏青拿自己当诱饵 来把这些刺客给引出来 他要让这些刺客知道 向他示威的代价 这样说好之后 魏青便做了一番的安排 这样安排之后 便直到天黑 夜幕暗了下来 唐军大营 也是慢慢安静 此周一片寂静 只有一些将士在巡逻 一夜仿佛就这样过去 当快午夜的时候 魏青突然从自己的帐篷之中跑了出来 他显得有点急 然后便急匆匆地去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他有点拉肚子 要方便 而就在魏青方便的时候 暗处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他 他们在犹豫 在分析 在思量 这是一个机会 他们要把握住吗 魏青难得落单 杀了他 唐军就溃败 他们归资国 也就能够保住 可这个时候 魏青却突然方便 这会不会有诈 人有三级 好像也说得过去 犹豫 犹豫 纠结 纠结 不过他们这些人 并没有犹豫太久 也没有纠结太久 既不可失 师不再来 他们互相忘了一眼之后 便在夜色之中 突然向魏青杀去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他们知道如何伪装自己 他们也知道 怎样才可以更好地杀人 一切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 他们觉得 他们一定可以杀死魏青 哪怕牺牲掉自己的性命 他们也可以杀了魏青 可就在他们向魏青扑过去的时候 正在方便的魏青 却突然向一侧闪过去 紧接着 一只又一只的利剑 就飞射而出 这些刺客 还没怎么反应过来 就被利剑射成了刺猬 这些刺客 很不甘心 虽然早就知道 这可能是个陷阱 但他们还一如反顾地跳过去 在被杀的那一刻 他们有点后悔 但却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魏青躲闪过去 利剑一只接着一只飞蛇 很快 所有的刺客都被解决 在这样的利剑扫射之下 哪怕他们很会伪装的本领有多强 他们也绝对逃脱不出 刺客有几十个 杀的并不算多 但杀了这么一些刺客之后 大家的心里总算是输了一口气 这就是刺杀他们的代价 杀了他们一个人 那就要让归资国很多刺客的性命 来交换补偿 不过 虽然杀死了很多刺客 但唐国的这些将士 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他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才行 谁知道整个军营之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刺客在潜伏着 大家都各自回去休息 门前都安插了不少侍卫 而他们只等明天天亮之后 直接就直奔归资国 彻底地解决了归资国 现如今他们很愤怒 对归资国的愤怒 让他们想要彻底地灭掉归资国 一夜无花 显然昨天晚上他们杀了那么多刺客 彻底震慑出了那些人 当然唐军更加谨慎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那些刺客厮杀的机会 他们能怎么办 天亮之后 魏清带着兵马直奔归资国 快中午的时候 他们来到归资国王城下面 吴贵站在城楼之上 看着冲来的唐军眼眉拧着 他有点生气 他的刺客竟然没有把唐军给吓到 要知道 他的刺客可是很厉害的 一般其他西域小国要攻打他们归资国的话 他只需要把刺客派出 很快那些国家就会因为害怕被刺杀 而选择放过他们归资国 可唐国却没有 宁媒不惜 吴贵哼了一声 唐军这般气而不舍 要灭掉我归资国 你们唐国可有想过后果是什么 吴贵望着魏清贺文 魏清嘴角露出一丝浅笑说的 自然知道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你们归资国从此要在西域诸国之中消失 吴贵是呵呵一笑 消失 不错 若论战斗力 你们唐国的确比我归资国厉害 但是就算我归资国消失 我归资国的刺客 也会让你们唐国不得安宁 你可要想好了 只要杀不死他们这些人 归资国就有办法让唐国不得安宁 说了这么多 吴贵还是想把唐军给吓走 可是很可惜 他这一次遇到的是魏清 一个从来不害怕被人吓的人 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灭了你归资国之后 恐怕要把你们赶尽杀绝了 听到这话的意思 如果不是因为吴贵的话 他可能还会绕了归资国一些人的性命 现在却不会了 他们两个人唇枪舌剑的一番 吴贵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好 说得好 有本事你就来工厂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唐国有多厉害 吴贵气得不行 已经不想跟魏清再废话下去 而魏清这里也早就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只见他一挥手随即 几门红衣大炮就被拉了出来 一声令下 轰隆隆的响声传来 炮弹直接在归资国的城楼上炸开 一轮接着一轮 没几下就把归资国的城墙 给炸出了一个大口子来 西域诸国因为帝氏的原因 他们的城墙也不算很牢固 现如今城墙被破 这些归资国的将士都有点震惊 这才几下呀 就把他们城池给破了 吴贵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望着前方凝眉许久之后 这才终于咬着嘴唇喝道 给我杀给我杀 他要与唐军拼了 而他这样喊了一声过后 自己却带着自己的一些轻信 想要逃走 他知道 就凭他这点兵马 根本就不是唐军的对手 想要活命 那只有逃命了 在这个上面他有经验 当年从梁国逃出之后 他就很好地活了下来 一群人冲上去与唐军拼命 吴贵带着人想要逃走 不过整个龟资国王国都已经被唐军给团团包围住 他们想要逃走 又谈何容易 双方兵马很快短兵相戒 龟资国刺客刺杀人很是厉害 但在战场上杀敌他们却是缺少经验 而且他们以前学的那些本领在战场上作用也不大 双方开战之后 唐军便以一种碾压式的方式 直接把龟资国的这些将士给杀了起来 鲜血喷洒 血腥味道弥漫 惨叫声一个接着一个 很快 龟资国前面就倒下了许多尸体 而这些尸体当中龟资国的人占据了大多数 吴贵带着人想要逃命 但却被魏清带着兵马给拦住 得罪了我唐国还想逃 真是太异想天开了吧 说着 魏清挥手立马就由唐军应了上去 吴贵的身手以前是不错 不然他也不可能从梁国逃出来 不过自打当上了龟资国的国王之后 他的身体就渐渐有点发福 而且整天只知道享受 他的武艺也伸输了许多 与唐军作战的时候 几次都差点丧命 这样又继续杀了几番过后 他一个不小心 直接被一名唐军给砍掉了手臂 手臂被砍掉之后鲜血喷洒 疼痛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像要昏厥过去 可他知道自己必须硬撑下去 不然的话他只有被杀的份 不过就在他硬撑的时候 魏清已经骑马飞来 一刀就劈了过去 这一刀很快 快到吴贵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 只见一颗头颅直接飞了过来 吴贵身亡 那些龟资国的将士虽然都是刺客 是吴贵训练的 但他们到底还是有人的略根性 如今国王被杀 他们顿时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样 再也不敢与唐军拼啥 更像的是逃命 唐军这边却是团团包围 一个接着一个地屠杀他们 这些人都会行刺 虽然不知道他们逃走之后 还会不会继续做刺客 但对唐国来说 他们就是潜在的威胁 所以必须一个一个地 把他们都给杀了才行 唐军就这样杀着 不过龟资国的这些刺客逃走的手段 还是很多 所以唐军虽然杀了很多 但到最后还是有一千多人逃走 夜幕降临 战事结束 龟资国被灭 王城外的血精味久久不散 一群恶狼不是发出咆哮的声音 唯卿并没有带着兵马 进入龟资国王城之内 这些刺客对龟资国的王城十分熟悉 而且王城的掩护很好 他们进去之后 就等于给了那些刺客行刺 他们的机会 所以他们现在只有在城外安营扎寨 这样子的话 对他们来说更为安全一点 等到明天天亮之后 他们再进入龟资国王城 进行安抚以及财产的搜刮 对于他们来说 灭掉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财产的搜刮 战争是很费钱的 而他们想要减少这样的损失 只能够从其他国家那里 把这个给补回来 从古至今 战争都是这个样子 从战败国那里 把他们之前投入的东西 全部给找回来 只有这样 战胜国才能够强大起来 夜色深深 唐军虽然击败了龟资国 但因为有一千多名刺客逃跑 所以他们在入夜之后 还是相当谨慎小心 生怕被刺客给刺杀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堂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三集 可是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整个军营之中 还是有十几个人 被刺客无声无息地给杀害 他们杀人杀得很是高明 让人完全没有察觉到 虽然他们杀的不是什么将军 但他们能够这样杀人 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恐怖 很快 有人就把情况跟魏清说了一下 听到军营之中有将士被杀 魏清脸色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这些刺客真是好深刻乎 竟然敢这般杀害我将士 等抓到他们之后 我非得将他们千刀万剐了不可 一名将军气愤地说着 因为杀的将士 有好几个都是他的人 不过 他这样说完过后 魏清的神色却是微微移动 他也想杀了这些刺客 只是这些刺客已经逃走 想要抓住他们 谈何容易 现如今越是表现出欲杀他们而后快 这些人就越不好抓 而他们在暗处随时都会对他们动手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候也不妨妥协一下 魏清很快就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走 进城 唐军在魏清的带领之下 向归资国王城赶去 此时王城已经完全被唐军控制 归资国的百姓都成了王国奴 他们都有些担心自己的命运 不过从一开始 魏清都没有怎么对这些百姓动手的意思 他们唐国是不会屠杀这些灭国百姓 魏清自然也不会这样做 进入王城之后 他一边派人去搜刮王宫的财宝 一边派人去把那些逃走刺客的家人给带走了 全部带进了王宫这种 这些刺客虽是刺客 但同时也是归资国的将士 他们都是有父母妻儿的 毕竟他们不算是纯粹的刺客 而且他们有父母妻儿 很多事情就好办得多 唐军出动之后 便把这些人的父母妻儿什么的 都带进了王宫这种 但是把他们带到王宫之中 做了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魏一清也没有让人知道的意思 好像他就只是想这样做 王宫里的珠宝 已经被唐军全部搜刮了一空 如今的王宫 只住着这些刺客的家人 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贵自国王城内外 那些逃走的刺客 很快就聚集在了城外 怎么办 唐军把我们的家人都带走了 怎么办呢 这些人说着 但就在他们这样说完之后 整个房间顿时又安静下来 他们互相张望 许久都没有说话 许久后的许久 才终于有人开口 而他开口的时候 眼睛满是泪 我出生的时候 有点难产 我母亲身下我可以说 是从鬼门关走了一圈的 长大后我 身子又虚弱 母亲又好吃的 总是第一个想起我 说着他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人人都怕死 可谁又能够忘记亲情 谁也忘不了 有时候生死又算什么 我妻子为我生了个儿子 我儿子才一岁 我这个父亲不称职啊 大家都说着自己的情况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人 或者父母 或者妻儿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他们的存在 都是他们内心的牵挂 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又于心何人 风吹来凉意 许久之后 他们都站起 我们去救人 哪怕是死 我也要去 这个世上 有很多东西 都是不能够分舍的 比如说亲情 比如说爱情 当这些刺客决定之后 他们便接下来 去营救准备了 两天之后 他们便开始 攻打起了王公 对于王公 其实他们并不是很熟悉 可能无贵的职业病的缘故 担心自己的属下 行刺自己 所以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士兵 进入王公里面 不过 就算不熟悉王公 他们还是冲了进去 王公门口 并没有什么人把守 他们知道 这可能是唐军故意的 要是关门打狗 等他们进去之后 就会有人堵住他们的出路 不过 他们不在乎 他们一如反顾 他们这样喊了一声之后 便继续往里面冲啥 这样冲了一段路过后 他们已经来到了王公腹地 但是他们仍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他们越发觉得 这就是个陷阱 他们仍就没有停下 哪怕他们知道这是陷阱 可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他们还能够退的可能吗 领头的男子 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很快 他们来到一个大殿 这里有着他们的家人 而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的家人在这里吃得很不错 穿得也很不错 他们活动自由 除了不能够离开之外 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人质 当他们互相看到自己亲人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激动地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们互相拥抱着 诉说着彼此的思念 而就在这个时候 温义清突然带人冲了过来 将他们给团团包围住 幸福来得很快 但悲凉有时候也很快 他们突然有一种不安 他们知道 他们可能要死在这里 他们活不了的 活不了的 归资国王宫大殿 温义清的突然出现 让这些刺客的星系 一下子就变得有点苦 说不出的苦 世上的好日子 紧跟着就是苦日子嘛 他们这一刻突然想放弃抵抗 没有用 他们抵抗了 他们的家人 反而有可能会殃及到 他们不可能抵抗 为了家人 他们也不可能抵抗 相比之下 他们的家人 反而不是那么的紧张 看到温义清的出现 反而很是热情 不解 迷茫 而这个时候 温义清已经走了过来 他看着这些刺客说道 归资国已经亡了 本将军本来 是想要你们的性命的 不过看在你们这些 人性的份上 我就不杀你们了 但是 你们必须为我糖果服务 你们可愿意 这些刺客 他们独特的本事 如果可以为自己所用 对他们糖果来说 很是有帮助 温义清 饶了这些人的性命 这些刺客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都有点不敢相信 他们以为 他们肯定要死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还有机会活着 他们一下子兴奋地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能够跟自己家人 在一起好好的活着 不是挺好的吗 以前他们觉得 这是一种奢望 但现在 这种奢望 却成真了 激动 他们激动得不能自己 温义清望着他们 却又说了一句话 投降我糖果 你们愿意吗 这个时候 他们又从兴奋当中 恢复过来 愿意 我们愿意 没错 我们愿意 为糖果效力 温义清点了点头 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 解决这些刺客 他们以后就没有什么 后顾之忧了 他让这些人 把刺客给收编一下 而后 又把一众将士 召集起来 诸位 我们已经解决了 归资国 到现在为止 所有依附大师国的人 都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 但西域还有其他小国 对于此 你们可有什么看法吗 微卿的目的 不仅仅是灭掉那些 依附于大师国的西域小国 他想要的是 整个西域 如今他们还有 二十几个小国没有灭掉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魏青询问 一种将领很快说道 将军 我唐军有红衣大炮 十分厉害 其他小国根本不足为惧 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向他们开炮 灭掉他们 没错没错 一个一个地灭掉他们 今年冬天来临之前 我们肯定能够一统西域诸国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是灭了一个国家 又一个国家 以至于 他们现在对自己特别的自信 在他们看来 其他一些小国根本不足为惧 要灭掉他们 十分的轻松容易 不过就在这些人 都表示要 灭掉其他小国的时候 一个人却站了出来 将军 我觉得不能够对其他小国动手 我们必须慢慢地来才行 我们灭掉 归自国这些国家的时候 他们不会联手 是因为 这些都是大十国的人 他们跟我们本来就是对立的 我们对付这些国家 天经地义 可如果 我们 这些中立的 亦或者是投降 我们唐国的小国动手 那么他们便会觉得 我唐国十分残忍 要灭掉他们所有国家 一旦他们这些国家感觉到危急 那他们只怕 要联合起来 与我唐国为敌了 他们二十几个国家 兵马差不多四十万 我们这几万兵马 真的跟他们打的时候 是对手吗 西域小国很多 每个小国实力 都不算特别强悍 但当那些小国把所有的兵力 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不是他们唐国 所能够轻视的了 而魏清的几万兵马 更是不能 所以 对这些小国动手 十分的不划算 这个战出来的是一个将军 年龄不大 也就二十来岁 比魏清 要稍微小一点 魏清看到这个将军的时候 神色微微移动说道 哦 那你觉得 我们应该如何控制 西域小国呢 这些西域小国 现在处于一种观望状态 他们肯定在考虑 是投靠大师国好 还是投靠我们唐国好 而他们投靠谁 全部取决于 武云昭将军 是不是能够在 清城击败大师国的兵马 这个毋庸置疑 大家都很清楚 对于这个少年将军的话 大家很赞成 不过他并没有 或者说不算回答 魏清的问题 不过大家都没有着急 他相信 这个少年将军 会继续说下去 而事情 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武云昭将军取胜之后 这些西域小国 必定向我唐国衣服靠拢 那个时候 我们可相应地扶持几个国家 然后让他们互相攻法 虽然这样会把一些小国给养大 但等他们能够把其他小国灭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唐国就可以出手灭掉他们 可那个时候 他们的兵马肯定不会很多 而且还互相攻法 他们已经有了仇恨 想必还不会再联手 少年将军随便出了一个主意 他使主意说出之后 众人都有一种体护灌顶的感觉 仿佛一下子突然就开悟了 这样做真的是绝妙 绝妙啊 他们真的感觉到这样做是绝妙 要知道 在权力面前 这些小国肯定会按照唐国的要求去做 可以灭掉其他国家 增加自己实力 他们只怕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诱惑吧 这就像是猪看到食物 就会忍不住吃一样 而等他们养肥了 也就是在被杀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少年将军的办法很是巧妙 卫青听完之后十分喜欢说道 好主意 果然是好主意 好 那就按照你说的办 这样说完之后 卫青突然想到那什么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将军小的笑说道 莫去兵 名字很有意思 卫青点了点头 好 好一个莫去兵 我会把这里的事情写成奏折 上报给朝廷 你的主意也会写上 如果圣上同意 肯定会对你嘉奖的 莫去兵 联盟应下 多谢将军 在这样的一个乱世 即将结束的年代 莫去兵还是很想 趁着这个东方 做出一番功绩来的 而西域这里 正是他大战身手的地方 卫青这样说好之后 便决定先稳住西域诸国局面 一切等五云昭那边 有了结果之后再说 与此同时 他还真就写了咒折 向朝廷奏报 而就在魏青灭掉西域 几个小国的时候 五云昭这边 正带着兵马向清城赶去 清城这边 本就是由唐军兵马镇守 不过 面对差不多七八万的 大十国兵马 他们不敢出城一战 一直只能够镇守清城 不过哪怕他们出城一战 在面对强悍的大十国兵马 强悍攻击之下 清城已经有了一些 摇摇欲坠的感觉 仿佛这清城随时都有可能 被攻破一般 清城危急 这天 大十国兵马再次攻打清城 清城眼看就要被攻破 就在这个时候 五云昭带着他的兵马赶了过来 而他赶过来之后 直接就命人把红衣大炮拿了出来 轰隆隆的响声顿时在大十国的兵马里响起 一个又一个的大十国兵马被炸死 而这种轰隆隆的响声吓得很多大十国的人都是抱头鼠船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就在那么一刹那之间 他们的内心就伸出了一些恐惧 大十国的将军叫做五十八 他的心理素质还算很好 并没有因为红衣大炮而乱了方寸 不过 看到一片又一片的将士被炸伤 五十八还是有点震惊 唐军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他们唐国就这么厉害了 在此之前 虽然他也知道唐国厉害 但并不觉得唐国有多么厉害 可此时见到红衣大炮这样的武器 他才有点震惊唐国的厉害 不过他也很快看出了红衣大炮的弱点 这种东西只能够远程发射 静了就不行了 所以他只能够靠近唐军 就能够破了红衣大炮 发现这点之后五十八 突然高喝一声 给我冲 骑兵向前 给我冲 他这样高声喝了一声 大士国的骑兵 立马就像五云昭这边杀了过来 骑兵的速度很快 红衣大炮想要炸倒他们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就算能够炸倒 可几枚炸弹发射过去 骑兵早已经过了射程之内 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骑兵速度很快 他们很快就向唐军冲了过来 五云昭看着大士国骑兵冲来 并没有丝毫紧张 反而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来得好 我让你们看看我大唐的厉害 说着 五云昭又是一声高喝 莫刀队出 一声令下 唐军之中的莫刀队立马飞奔而出 迎着大士国的骑兵就杀了过去 与此同时 清城城门打开 清城内的唐军也是提着兵人杀了出来 唐军就这样 把大士国给包围起来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四集 木刀队气势如虹 就在大士国的骑兵飞奔而来的时候 他们的大刀直接飞奔而下 把他们的兵马就给劈成两半 人带着马直接被劈 一个接着一个的骑兵 就这样被唐军的莫刀队给砍杀 五十八见到这一幕过后 比刚才见到红衣大炮还要震惊 因为在他看来 骑兵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兵种 没有什么兵种能够击败骑兵 可现在 唐军的莫刀队却专克骑兵 如此的话 他们的优势岂不是没有了 唐军杀得疯狂 杀得兴起 乌云昭心中大快 忍不住大喊了夜神 他奶奶的 给我杀 一声大喝 乌云昭自己最先拿起兵器冲过去 乌云昭有万夫不当之用 这些大士国的兵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乌云昭锁国之处 所见皆是尸体 鲜血飘洒 血清味道 弥漫不散 乌云昭带着唐军不停地拼杀 虽然大士国兵马要多一些 但红衣大炮已经击溃了大士国的士气 而莫岛队又克制了大士国的气兵 让大士国更加的不堪重负 如今 乌云昭身先士卒 冲得迅猛 那些兵马就更加的惶惶不安 所以等乌云昭冲杀而来的时候 大士国的兵马 根本就没有多少招架之力 将军 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办才好啊 一名将士望着五十八 着急地询问着 五十八似乎没有料到 唐军竟然这样的猛 不过 他却也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兵马 就这样溃败 就在乌云昭冲杀而来的时候 他的眼眉微微一凝合道 三十六 给我杀了这个人 五十八已经看得出来 只要杀了乌云昭 唐军的士气就会溃败 就不可能再杀人 而要杀了乌云昭 就只能够让他军中最厉害的人 三十六出手 三十六 是个魁梧的汉子 他领命之后 提着兵刃就杀了过去 大十国的人看到三十六出手 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好啊 有三十六出手 我们兴许还有希望 这一下就有了希望 不错 三十六很厉害 唐军肯定要溃败 即使即使 我们赢定了 三十六加油啊 因为三十六的出手 大十国的人 再一次燃起了希望之火 五云昭正正在奉勇杀敌 突然军中一名猛将飞奔而来 唐头拿命来 大十国三十六一身宝盒 紧接着提着兵刃就向五云昭杀来 五云昭眼眉微拧 只从这猛将冲来的气势 他便可以判定 这人十分厉害 不敢大意 五云昭也是大喝一声 紧接着就提着兵刃杀去 两个人砰砰的一过招 紧接着就忍不住倒退两步 好身手 五云昭是哈哈大笑 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 他很是兴奋 提着兵刃又杀了上去 两个人拟来我往不停地拼杀 竟然一点都不分胜夫的感觉 不过 等二人这样过了十几招过后 五云昭嘴角就露出一丝冷笑 紧接着就直接拿着兵刃劈了过去 刚才他不过这想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罢了 试探过后 他发现这个三十六虽然很厉害 但是跟他比还差了那么一点 知道了对方的实力 那他差不多也该结束这场战斗 五云昭拿着兵刃劈去三十六联盟来挡 他以为自己能够挡得住 可这一次他却没有 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 而就在这一声惨叫声发出过后 他整个人都被五云昭给劈成两半 三十六死了 众人见到这种情况过后 顿时就有点懵逼啊 这 这怎么可能 三十六这怎么会死 三十六可是很厉害的人啊 怎么会不是五云昭的对手呢 三十六死了 大十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唐军气势如虹 越杀越勇 胡云昭带着唐军来回冲杀 大十国倒下的兵马是越来越多 五十八眼看眼前情况 眼睛顿时就凝了起来 将军 我们不是唐军的对手啊 要不撤退吧 是啊将军 我们不是唐军对手 继续厮杀下去 对我们十分不利啊 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还是赶紧撤退吧 大十国的将士都害怕了 他们纷纷要求退兵 不过 五十八却是瞪着双眼冷冷说道 不准后退 所谓大十国的勇士 我们只能够站着死 没有退着身的道理 给我杀 给我杀 五十三说完 自己就身先士卒地杀了起来 其他大十国将士看到这个 很是无奈 可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连忙跟着拼杀 双方顿时又杀到了一起 五云昭看准机会 直接就奔着五十三去了 找死 五十三见五云昭杀来 忍不住大骂一声 直接就向着五云昭杀去 二人很快就过了一招 一招过后 五十八顿时就从马上落了下来 与此同时 五云昭飞升向前 直接就结果了五十八的性命 五十八被杀 大士国兵马 顿时就如同鸟搜山一般 哪里还敢继续拼杀 连忙逃亡起来 他们想逃 唐军却不管 拦住他们就杀 不多时就杀了不少大师国的勇士 不过大师国的兵马不少 最后还是逃走一些 不过这一战过后 大师国的兵马是无力在攻打清城 五云昭带着兵马进了清城之后 便开始做起安排 诸位 大师国已经败了 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将军 大师国虽败 但他们 没有向我唐国投降 所以末将的意思 不如继续追杀 杀到大师国的人 愿意向我唐国投降为止 不错不错 继续让他们投降 不如我们不会把休 达到他们投降 以他们大唐目前的局势来看 还不是灭掉大师国的时机 所以他们目前最好的要求 就是让大师国投降 只要大师国投降 那么一切都好说了 五云昭思虑一番 最后点点头说道 好 休息一下 明天随我 继续追击大师国的兵马 我们要把他们打回老家去 一众将士士气如虹 他们在清晨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一早 便在五云昭的带领之下 急匆匆地向大师国的那些残兵游泳 追杀了过去 大师国的将军五十八已经死了 他们根本没有人带领 所以现在的他们都急着回国 而就在他们回大师国的时候 唐军从后面追上了他们 大师国的将士已经被唐军打爬 再加上他们没有将军作真 更是没有主心骨 所以只顾逃命 而他们越是这样逃命 就越发只能够挨打 唐军追过去之后 对于他们一阵的屠杀 等这场战事结束之后 大师国只剩下了几千人逃了出去 几千人的兵马 对唐军来说已经不算什么 而这种情况表示 大师国已经是全军覆魔 这个时候 武云昭并没有继续拼杀 他们的目的差不多已经达到 大师国就算不投降 也没有关系 其实他们很清楚 以大师国的实力 想让他们投降 他们唐国是不大可能 如此 杀了他几万兵马 让他们全军覆没 教训一下大师国 那情况对他们来说 也算是差不多了 武云昭带着兵马退回清城 而后又往御门关赶去 而就在他们往御门关赶去的时候 这个消息已经传开 当然除了西域诸国之间传开 武云昭这里也很快命人 写成捷报 送往京城长安 西域诸国这里 见唐军把大师国都给打得 是全军覆没 那他们顿时就向唐军献好起来 现在他们才算明白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到底谁是最厉害的 只能是唐国 而魏清这边见此 心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要唐军同意获取兵的主意 那他这边就可以开始挑唆西域诸国 扶持国家 灭掉其他国家了 大师国都城 大师国的都城叫做瓦克城 是一个相当大的都城 这里的繁华程度 并不比长安城差 大师国王宫之中 阿斗坐在龙椅上面处理事情 很快一名大臣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陛下 大师不好 大师不好了 阿斗光头断眉 听到这话过后 眉头顿时就凝离起来 让他的面目看起十分献獰 何事不好 不是吧 带领大军攻打清城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了呀 这个消息传来 整个大殿上的人 顿时就愣了一下 都有点傻眼 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五十八克是我大师国最厉害的统帅 他怎么可能会输 而且还全军覆没呀 是啊 唐国的确很厉害 但也不至于把我们打得是全军覆没呀 一众人这样说着 阿斗的脸色却变得极其难看 在他们这一片领域里 他用了十年统一了诸国 他的大石国现如今强悍的已经不成样子 他的野心在膨胀 膨胀着想要灭掉唐国夺得华夏 而对清城出兵 便是他试探唐国的第一步 如果这第一步走好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展开东正 可是 第一步竟然就这样夭折了 夭折得很厉害 他的兵马竟然全军覆没 看来还是小瞧的唐军呢 阿斗心里想着 而后抬头望向众人说道 诸位爱卿 唐国灭我大石国兵马 接下来你们可有什么要说的 阿斗开口询问 一众人虎相张望 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 陛下 唐军竟然杀我大石国兵马 那我们绝对不能够善罢甘休 要跟他们拼了 就是 唐军也不过如此 我们要去灭掉唐国 十年来 大石国功无不可战无不胜 他们的官员和武将 都也养成了和唐国一样的脾性 不怕任何国家放在眼里 而他们这样的脾性 让他们在战败之后 仍旧没有感觉到疼痛 有的只是一腔愤怒和报仇的欲望 他们想要报仇 与唐军决议死战 不过 就在他们这样说着的时候 大石国的一名官员站出说道 陛下 唐国实力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强大得多 而且他们的一些兵器太过厉害 绝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轻易说服 如果我们执意要对唐国发起战争 只会两败俱伤 那个时候 我们刚刚统一的国家 只怕要发生数遍 大石国刚刚统一没多久 内部还有很多矛盾的 不管国家还没有完全融合 若是就这样急着开战 他们国家内部真的会发生一些动乱 这个时候 这里怕是要四分五裂了 这种情况绝对不是阿斗想会看到的 所以这名官员开口 阿斗的神色也是飞微跳动一下 紧接着他便问道 黑子爱情 那你觉得我大石国现在应该怎么办 黑子是大石国很厉害的一个臣子 可以说是个谋士 跟徐茂公在唐国的地位差不多 被阿斗询问 黑子连忙说道 唐国武器厉害 我们想必须想办法谋取大唐的这些东西 所以陈之间倒不如先与唐国议和 寻求发展 等我国内稳定又得到唐国武器之后 我们再与唐国发动战争 这个时候 要灭唐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们的死周现在来说还是很安全 唐国则有吐蕃和宋国两个敌人存在 所以他们如果有一天真的要与唐军一战的话 胜利的可能性很大 但前提是他能够得到唐国的武器 黑子说完 众人互相张望 很多武将都不怎么同意 黑子大人未免 有点长他人之气 灭我们自己威风 我大石国何等强悍 难道还灭不了一个唐国 就是就是 我看唐国也就那样子 有什么好怕 国王陛下 我们就直接灭掉唐国 那个时候 整个华夏都将是我们的 刚傲很容易让人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性 现在的大石国就有这样的脾性 不过他们虽然不同意 非子的办法 阿斗在思虑过后 却是点点头说道 黑子爱卿 颜值有理 要灭唐国 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行 既然如此 那这派黑子爱卿出示一趟唐国吧 一定要与唐国一和 再就是 也要为我大石国 争回面子呀 大石国的面子 还是要的 黑子领命 其他大臣见此 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只能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大石国这边准备出示唐国 唐国长安城捷报传来 大殿之上 一名工人把西域诸国 以及清城情况说了一下 说出之后 朝中群臣顿时震惊不已 什么 魏清竟然连灭七国 西域虽是小国 但也还是很厉害 魏清能够灭掉他们 看来本事是有的呀 身上让他出征 不错 真没想到 魏清竟然还有这等本事 以前还真是小瞧他了 此前 大家都觉得魏清的能力一般 不怎么会打仗 可现在见到魏清 真的打了胜仗之后 大家才终于明白 他们看错了魏清 这个少年 有着他们不知道的能力 大家对魏清的震惊 比武云昭将大十国的兵马 全军覆没还要震惊 毕竟 大家都知道武云昭的实力 武云昭做出这个 大家觉得是理所应当 能够理解 魏清做的这些 这才叫做不可思议 众人就这样说着 有兴奋的 有震惊的 而这个时候 工人把针对西域诸国的办法 也说出来 说出之后 朝中顿时一片哗然 不是吧 这也是魏清出的竹叶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扶持小国 让西域诸国互相乱斗 这个主意 在他们看来 是绝妙的主意 如果这个主意 是魏清想出来的 那他们对魏清的看法 会又不一样 不过 就在大家这样好奇的时候 工人把答案说了出来 是一个叫祸去病的人 想出的主意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朝中群臣都是一笼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也实在太普通了 他们压根就没有把这个人当回事 原来还以为是魏清呢 可惜了 谁说不是 我以为是魏清想出的主意呢 原来不是 大家似乎都有点失落 好像这个主意 不是魏清想出来的 于是他们 便没有任何的刺激了 可此时的唐宇 却是神色微微移动 祸去病啊 这可是又一员会打仗的将军 他有些激动 所以在群臣不以为然的时候 唐宇却突然说道 祸去病的这个办法可行 让魏清实施吧 还有让祸去病封关 让他做魏清的副手 唐宇直接给祸去病封了一个很大的关 在整个军营 他已经可以排到前十 这样的封策 此前少有 众人都有点奇怪 这个祸去病 值得唐宇这个样子吗 虽说祸去病的这个办法挺不错的 但也只是个挺不错而已 唐宇这样 未免过于恩宠了一些吧 大家都觉得唐宇赏赐的高了 但对于此事 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够连忙印象 很快 长安城的飞鸽传书就传到了远在西域的魏清手里 接到飞鸽传书之后 他便把对祸去病的封策给说了出来 对于祸去病这个人 他也很是喜欢 祸去病听得封策之后有点震惊 他没有想到 唐宇竟然对他封策这么高的一个官职 可以说他是一跃冲天 独上青云 刹那之间 或许并感激不已 忍不住就想跪在地上 对唐宇谢主隆恩 那是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 唐宇是爱猜的 只要真的有才 他毫不吝啬这些官职 跟祸去病说完这些之后 魏清把一众属下就叫了过来 圣上已经同意祸去病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西域诸国进行分化了 你们觉得我唐国应该扶持哪个国家好一点 既然同意了 那他们接下来就要选择一个国家 亦或者是几个国家进行扶持 让他们互相争斗 只有这样才能够削弱西域诸国的实力 最后 让他们唐国一举灭掉西域诸国 魏清询问 众人互相张望 紧接着一众人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将军 末将觉得应该扶持楼兰小国 这个国家实力相对来说很是不错 既然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是依附于我唐国 让他们与其他国家作战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这个将军说完 很快就有人出来反驳 不行不行 楼兰小国的确有实力 也是依附于我唐国 听我唐国的话 但楼兰小国性子比较文顺 不喜欢战争 如此我们扶持他们 他们却灭不了其他国家 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 要我说 还是扶持乌松国吧 乌松国有一股子好胜斗勇的性子 扶持他们他们肯定会不停的攻法 很快我们的目的就能够达到 不行不行 乌松国狼子野心 把他们扶持大了 最后反而不好灭了 大家你说一个 我说一个 你反对我的 我反对你的 反正说的是 有一点不亦乐乎啊 魏清清他们这样说完之后 最终选择了大碗国 选大碗国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 他们离唐国距离近 要控制他们的话 比较方便容易 再有就是 大碗国实力还算可以 而且也喜欢攻法别人 有掠夺的精 才容易扶持他们吧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还是大碗国有一个 这算他们强大了 唐国也可以轻易 灭掉他们的办法 而这一点 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说白了 他们担心扶持的国家 伟大不掉 而大碗国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样选择了大碗国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对大碗国进行扶持 扶持当然不会能够明着跑过去 是我大唐要扶持你们 你们想灭谁就灭谁吧 肯定是不能够这样子说的 他们想要想办法 让大碗国慢慢地强大起来 让他们自己忍不住 想要去灭掉其他国家 而唐国可以作为他们的后盾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很快唐国就派出了使臣 去了大碗国 见了大碗国的国王 石榴 大碗国的国王石榴 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 长得是异常魁梧 但他的眉梦又十分地厚重 一看就是那种很狂暴的人 不过 面见唐国使臣 他的态度却是十分地好 唐国使臣来我大碗国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啊 他很奇怪呀 同时呢 也有点担心 因为唐国最近灭了不少国家 突然来他们国家 实在是让人害怕担忧的呀 唐使浅笑说道 也没什么事情 这是我唐国看上你们大碗国的马 想要跟你们交换一些 来往贸易 一来加强我两个国家友好来往 二来也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了 我唐国很多货物都可要优先提供给你们 唐使把他们唐国跟大碗国进行贸易的愿意说了一下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他们大碗国的马 不过大碗国的国王十六听完之后却是眼眉为宁 他们大碗国的汉血宝马可是千金难求的马呀 他们一向都不外卖的 唐国想要 还真就有点为难他们了 不过很快 十六眼珠子夜转就有了一个想法 随即笑道 我大碗国很是喜欢你们唐国的唐刀 不知道可否卖我们一批呀 唐国若是不同意卖唐刀 那他们也不同意卖汉血宝马 唐国要是同意卖唐刀 那他们就同意 卖了汉血宝马的话 那他们也不亏呀 可以说大碗国国王这个如意算盘 打得很惊啊 唐使谦笑说道 这个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唐国和大碗国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唐国把唐刀卖给大碗国 这无疑是增强了大碗国的战斗力 大碗国的战斗力增强之后 只怕是要对其他国家动手 而唐刀卖给了大碗国 也就是因为大碗国卖给他们马匹给大唐 谁也说不得他们什么 当然除了扶持大碗国之外 唐国还对另外两个小国进行扶持 他们不可能让大碗国一家独大 大碗国一家独大的话 太不利于大唐以后的统治 让西域境内多几个强国 让他们互相牵制 显得是更为稳妥 魏清和霍去病 他们就在西域做着这样的事情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石国的使臣黑子 已经带着自己的团队向长安城赶去 等他们赶到长安城的时候 已经是初冬时节 初冬的长安城天气有些寒冷 冷得让人有些受不了 不过大石国的人可能是适应了寒冷的天气 所以他们来到长安城之后 并没有觉得车有多么冷 黑子等人来到长安城之后 便被安排在了驿馆 而唐玉他们很快也就得到了消息 圣上 大石国在战败之后派出使臣前来 不知所非何时 唐玉宁没 大石国这个时候来的确让人觉得有些意外 不过大石国没有再挑起战士 那只怕是他们想跟唐国议和 唐玉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一众群臣听完也都觉得很是有道理 大石国签来议和 就为爱卿觉得我唐国可要和他们议和吗 唐玉宇问 徐茂公立马站出说道 圣上 虽是我唐军打败大石国的兵马 甚至将他们给全军抚摸 现在更是控制整个西域诸国 但大石国的实力却是相当雄厚 我唐国目前没有灭掉他们的时级 所以不妨与他们议和 在徐茂公看来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他们唐国的战斗力肯定要强过大石国 但如今并不是灭掉大石国的最佳时机 所以与大石国暂时保持和平的关系 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什么时候他们大唐要灭了宋国和吐蕃 周边没有在后顾之忧 他们差不多就可以与大石国一战灭掉他们 当然徐茂公虽是这样说 但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够灭掉大石国的能力 连徐茂公自己都不清楚 毕竟 大石国是一个不亚于他们大唐存在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国家 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以灭掉他们 击败他们可以灭掉他们 难 大石国可能是如今唯一一个 与唐国匹敌的国家了 就连宋国都不能 宋国国力其实也并不是很强大 他们之所以能够支撑到现在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比较好 离他们唐国比较远 而唐国一开始要灭其他国家 把他们宋国留到最后 徐茂公这样说完 其他臣子也就随着附和 他们的确有着自己的高傲 没有把任何国家放在眼里 但如今连徐茂公都这样说了 那显然大石国并不好灭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大石国离他们唐国实在太远 他们好像从来就没有把大石国 当成必须灭掉的敌人的意思 他们的敌人好像只有宋国和吐蕃 如此一来大石国要议和 那就议和吗 反正与他们而言也没有什么 圣上徐大人说得对 大石国暂时不是灭掉他们的时机 他们要议和 那我们就议和吗 就是就是 议和了我唐国就可以腾出手 灭掉宋国和吐蕃 没错 灭掉宋国和吐蕃之后 再与他们大石国计较 大家都同意一合 唐玉这边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点了点头之后 便硬了下来说道 好 明天让大石国使臣上朝吧 长安城突然下去雪 临心小雪 而这样的小雪 让长安城的天气一下子冷了许多 这天一早 群臣站在大殿之上 等着大石国的使臣 寒风呼啸 黑子带了几个副使 上了大殿 外面很冷 进来之后 大殿上却是暖和如春 黑子等人都愣了一下 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这么暖和 这是什么法术吗 黑子他们进来之后 被这种暖和给震惊到了 以至于他们并没有立马说正事 而是想要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这些人的震惊 唐国使臣却露出了一次轻笑 就像是遇到几个土包子一样 竟然连暖炕都不知道 真有意思 谁说不是 这可是我们大唐取暖的东西 你们大使国没有吗 唐国使臣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这么一个好机会 狠狠地奚落一下 大使国的那些使臣 黑子等人听到这话过后 就知道他们刚才的行为 有点失态了 不过他们大使国的确没有这种东西 到了冬天 他们都冷得不行了 而他们大使国的冬天 可比长安城要冷得多呀 他们想着 如果他们也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回去之后 他们过冬就不冷了 不过 如今被唐国的人取笑 绝对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所以很快 黑子便恢复了瓶颈 原来唐国 就是这样对待使臣的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你们唐国是礼仪之邦 现在看来 有些言过其辞了吧 黑子说完 唐国大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不过唐国的臣子 见了黑子他们的时候 仍旧有一些嫌弃和看不起 唐玉这里浅向一声说道 我们唐国有一句话 叫礼上往来 遇到什么人 我们就会用什么理解吗 你们大师国攻打我唐国 怎么 就不允许我唐国 取笑一下你们吗 唐玉也是有点伶牙俐齿 他这话出口之后 顿时说的大师国的这些使臣 就有一点哑口无语 最后没办法 大师国使臣 只能够吃了这个亏 连忙把他们此来的目的 就说了出来 唐国大殿之上 大师国的使臣黑子 脸色有点难看 他连忙向前说道 唐皇 我们此来是想与你大唐合议 以便我们两国能够和平发展 进行一些贸易往来的 果然是一和 唐玉心里想着 脸上并无丝毫的变化说道 一和 那不知道你们大师国 准备赔偿我大唐点什么呢 这 唐皇此话和解啊 黑子开始装傻充愣了 唐玉眼眉顿时就有点不好看了 什么和解 你大师国攻打我唐国 不得赔我唐国损失吗 不赔偿就想一和 你不觉得这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都让你们大师国全给占了吗 这 唐皇 我大师国可是全军覆没呀 那是你们活该 唐玉有点盛气凌人 黑子很是委屈地翻了个白眼 可他翻白眼也没用啊 唐玉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不赔偿他们大唐一点什么 休想一和 而此时的大师国 又需要跟唐国一和 他们需要对唐国了解一些 然后再找时机动手 最后没办法 黑子只能够硬着头皮说道 不知唐皇 想让我们赔偿点什么 唐玉是呵呵一笑 那要看你们大师国 能够赔偿我们一点什么呢 所要赔偿 也跟做生意差不多 谁先开口 谁就失了先计 唐玉若是要的少了 那可就亏了 让大师国先开口 如果不满意 他还可以还价 如果大师国直接给出了 超出他们想象的东西 那再好不过呀 唐玉要大师国的使臣黑子先说 黑子无奈 只能够把他们大师国 开出的条件说了一下 他们会赔偿大唐一些钱财 除了钱财之外 还有他们的一块土地 不过 听完这个之后 唐玉却是摇摇头 你们那块土地 离我唐国太远 我们不要 你们还是折线吧 给我唐国 金银珠宝就行了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里 感谢您的收听 听到这个 黑子的脸 一下子就黑了起来 那块土地 是他们国王阿斗 专门让出来的 因为这块土地 有点特殊 当然 不是说这块土地有问题 而是那块土地的位置 是在他们大石国境内的 凹陷处 如果唐国派人 去那儿的话 就等于是 入了他们大石国的怀抱 随时 都有可能 被他们大石国 给控制 再有就是 唐国派人 去了之后 大石国的人 就可以学习 唐国的一些先进的东西 那个地方 只有阿斗 抛出的诱饵罢了 而在这样的乱世 突然知道 每一个国家 对土地的渴望 是十分强烈 唐国 绝对不会拒绝 可此时 唐玉 竟然拒绝了 唐玉 并不知道 那块土地很特殊 他只是觉得 有点远 如果 不能够 一举 灭掉大石国 那要 大石国周边的领土 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个时候 不能够再以一块土地的得失 他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 把他们唐国 变得更有钱 让大石国 更没钱才行 当然 折现这点钱 也并不算什么 但总比 要一块没有用的土地 要强得多呀 唐玉这样说完 黑子 苦笑一下 知道 反对也没有用 他只好点头 硬了下来 唐皇说的这些 自然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同意 大石国的黑子 同意的还挺痛快的 如今在唐国 他不同意 那很多事情 都是做不成的 好在 唐玉 虽然有点 狮子大开口 但说的那些情况 他们大石国 倒也能够接受 相比之下 他们大石国 还是很富裕的 见黑子直接同意了 唐玉撇了撇嘴 心想 自己要是不够狠 不过 都已经说了 在反悔增加筹码 似乎有点不妥 没办法 他也只能够如此 而这个时候 黑子又站出说道 唐皇 如今我大石国 赔偿你唐国 这一盒的事情 应该就没有 什么问题了吧 唐玉 耸了耸肩膀 说道 钱 是个好东西 既然你们大石国 肯出钱 那自然就什么 都没有问题 这话虽然有点俗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 天子能够说出来的话 可这偏偏 就是唐玉说出来的 黑子一身轻叹 一个大唐的天子 跟他们大石国的天子 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既然唐皇 同意议和 那有件事情 和希望唐皇能够同意 哦 什么事情 说吧 此时的唐宇 有点大意 并没有十分 把黑子当回事 黑子这边 连忙说道 我大石国的人 有点仰慕你唐国文化 所以想趁着 这几天的时间 想跟你们唐国的 一些高手切磋一些 比如说 诗次歌赋 书画什么的 不知道唐皇意下如何呀 听完黑子的话后 唐玉神色微微一动 他很快就明白 黑子的意思 说是跟他们 大唐切磋一下 是假的 想要在某些地方 击败他们唐国 找回面子 才是真的吧 不过 他们唐国 若是不答应 未免 还是有点小瞧于人 所以唐玉想了想之后 便点了点头说道 这个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们大石国 想跟什么人切磋 我大唐 都是十分欢迎 听到这话 黑子嘴角 露出了一丝轻笑 如今有了唐玉这句话 那接下来 他们大石国的人 就要在长安城 大现身位了 到时候 只要击败了唐国的人 就能够震慑住唐国 削弱他们的事情 虽说这对战士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 但可以让他们大石国 找回面子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有关乎这百姓的荣誉 这样说完过后 黑子便退了下去 唐国的早朝 虽至也结束 不过早朝虽然结束 唐玉在回到玉书房之后 却跟自己的探子 吩咐了一下 时刻注意大石国的动向 有消息 立马来报 大石国想让他们 唐国折了面子 那他唐玉 不关心一下是不行的 甚至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他也得想办法派人去救场才行 探子领命之后退去 唐玉的心里 却是有点不安 大石国实力雄厚 只怕人才也是很多 而且还是各个领域的人才 他们有备而来 而他们唐国也并无多少准备 只怕接下来的情况 对他们唐国来说 并不是很妙 认重到远了 义馆 黑泽回到义馆之后 脸色并不算多么好看 虽然多少达到了一点目的 但他们大石国赔偿给唐国的那些东西 也真的很让人心疼 不过 已经答应的事情 他倒没怎么太过在意 他还是很快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了接下来的事情上 大人 我们先派谁去挑战唐国 黑子讲了想说道 让慕容七去吧 慕容七是他们大石国数一数二的猛将 武力之高 两个三十六都不是他的对手 三十六死了 让他们大石国有点震惊 所以这一次他想用慕容七来找回面子 再又就是也看看唐国猛将的精良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如此他们心里有数过后 以后打仗也是好说一点 而这一次慕容七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唐国第一猛将李源巴 他要跟李源巴一决雌雄 黑子这样吩咐下去过后 很快就有人通知了慕容七 慕容七是个皮肤很黑的人 长得也是十分魁梧 强壮 看起来就是那种不容易 都不容易被人打败的那种 他听完黑子的安排过后 立马就握紧拳头紧接着 就听到指头的响声 好 明天我便在长安城下摆下擂台 到时候我要让唐国的人都知道 我的厉害 李源巴 我的目标是李源巴 你给我等着吧 慕容七笑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猙獰恐怖 此日一早 慕容七便来到长安城 并且在人最多的地方摆下了一个擂台 他要把擂台摆上去之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废话 就直接嚷嚷道 我要打败唐国所有的高手 谁不服上来一战 很狂的话 他这么说完 就站在擂台上等人 他相信 自己这般的挑衅 唐国肯定会有人忍不住跳出来的 只要他们跳出来 就那一切都好说 果不其然 慕容七这样说完 立马就有唐国的游侠 看不下去 我呸 一个大石国的人 也敢在长安城这般猖狂吗 说着 那游侠翻身上了擂台骂道 我来教训教训你 慕容七看了一眼游侠 嘴角露出一次惊嚣说道 看看是谁教训谁 说着 慕容七就直接出手 他的出手很简单 但同时也是十分霸道 那个游侠也算是个高手 见此立马出手 只片刻之间 二人便过了一招 只是一招过后 那唐国游侠就直接吐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都被慕容七给震飞出去 从那游侠上台到战败 一切只发生在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 除非很多唐国百姓 他们看到这一幕过后都很震惊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众百姓是纷纷议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唐国的高手 飞升上了台 我来教训你 整个上午 一连好几个唐国高手上擂台挑战 只是那慕容七实在太厉害了一点 唐国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慕容七的对手 最后都以失败收场 唐国百姓变得有些垂头丧气 甚至有点愤怒 唐国百姓呼喊着猛将 下午的时候 倒也真的有几个唐国猛将出现 跟慕容七打了一番 但是很可惜 他们的战斗力虽然很强 但跟慕容七比起 却还是差了一些 并没有取胜 黄昏来临的时候 慕容七仍旧是个强者 而此时他显得特别的狂傲 唐国没人嘛 既然没人 那就让你们唐国第一猛将李元霸来吧 明天我就在这里再等他一天 如果李元霸再不敢出现的话 那你们唐国就真的够可以的了 慕容七直接把李元霸的名字 给叫了出来 他的目标就是李元霸 这样说完过后 慕容七大摇大摆地离开 而那些唐国百姓更是傻眼 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李元霸的身上 而这个时候 今天情况已经有人急匆匆地进攻 向唐玉禀报 身上 今天有十几个上台挑战 但他们都不是慕容七的对手 那对手是挑战李元霸 看来只有李元霸上场才行啊 听到慕容七挑战了一天 唐国没有猛将能够取胜他 唐玉顿时就拧起了眉头 若是不能够在武力上取胜过这个慕容七 只怕唐国的百姓对唐国很是失望 以后对大师国用兵的时候会影响士气 可如果让李元霸出手 又显得他们大唐没有高手 毕竟李元霸是他们唐国第一猛将 第一猛将就算赢了 那也是不过赢了 唐玉死虑片刻说道 不急 吩咐下去 但凡有人能够申请慕容七 正封他为大将军 明天若是还没有人能够取胜 再让李元霸出手 场子一定要找回来 关键是怎么找 如果其他人能够击败着慕容七的话 那自然再好不过 这个场子找得很过瘾 可如果让李元霸找回场子 大家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毕竟李元霸 是他们唐国第一猛将 他的武力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比的 唐玉吩咐就下去 立马并有人安排 李元霸早已经想上擂台 教训一下这个慕容七了 但唐玉让他忍一忍 他也只好认着了 他奶奶的 这个慕容七还真是猖狂 不过你也别得意 明天看小爷我怎么教训你 非得教训死你不可 李元霸气得是破口大妈 他倒是希望明天没有人能够击败着慕容七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出手教训这个慕容七了 到时候他会让这个慕容七后悔的 又是义管 慕容七回来的时候像个英雄 而此时他在很多大师国的使臣眼里 的确是个英雄 今天慕容七为他们大师国长了脸 黑子尤其的高兴 因此早早的命人就背下了庆功宴 就等慕容七回来 慕容七回来过后 这庆功宴便立马开始 慕容将军豪是厉害 有您在肯定能够打遍唐国无敌手 谁说不是啊 慕容将军可算是把我大师国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慕容七也有点得意地说道 明天等我击败了李元霸 才是你们真正该高兴的时候 不错不错 那李元霸好称这唐国第一猛将 如果能够将他给击败 那才是真正地打击了唐国 众人说着 黑子突然问道 慕容将军 那李元霸是唐国第一猛将 你有几成把握能够击败他呀 虽然对慕容七很有自信 而且给予他很高的希望 但黑子是个十分谨慎的人 那李元霸能够成为唐国第一猛将 其实浪得虚名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慕容七见黑子问出这样的话 忍不住就翻了个白眼说道 至少有八成把握 八成把握 已经算是很厉害的那种了 要击败李元霸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听到这个 黑子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 他们继续开始喝酒 此日 慕容七再次在长安城 设下擂台 继续挑战 商务的时候 仍旧有不少人来挑战 但他们都不是慕容七的对手 而达到这个时候 唐国百姓已经对其他人 都全部失去了希望 在他们看来 现在也只有李元霸 能够解决这个慕容七了 所以现在他们都不怎么看 其他人打 只想看李元霸出场 但大家越期待李元霸 李元霸却是久久没有出场 莫不是你们唐国的李元霸 也怕了 要是真的怕了 就把唐国第一猛将的称号 扔了吧 见李元霸 还不肯出来一战 慕容七忍不住 就嚷嚷了起来 而他这么一嚷嚷 唐国的百姓 却越发想让李元霸出来了 唐国百姓 还是很一致对外的 不过 李元霸 仍旧没有出来 而这个时候 一个魁梧汉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个魁梧汉子 身上背了一个包裹 手中拿了一个铁棍 铁棍看起是挺沉的 魁梧汉子走上后 并没有上台 只是看着 旁边的百姓 见此 却有点着急 我说你这汉子 要是真有本事 就上去把这个牧师 七个打败 你站在下面 算什么事啊 那些着急的百姓 见了魁梧汉子 好像是个会武功的 便忍不住催促他上台 这汉子 眨巴了一下眼睛 却突然问道 我饿了 管饭吗 一听汉子 竟然是个要饭吃的 旁边的百姓 却是大低眼镜 不过一想 好像还真是 到了吃饭的时候了 不让人家吃饭 就上去比试 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这个时候 一个有钱的商人 走了过来 你要是肯上去打 而且能够打赢他 你吃多少 我就给你送多少 怎么样 先让我吃饱了再说 那商人也是不差钱 见此 也没有怎么犹豫 点点头就同意 然后派人 给汉子拿了一些 饭菜和馒头 馒头很多 几乎是十个人的 饭量 汉子却是一点都不嫌弃多 拿来之后 往地上一坐 就开始吃了 十个人的饭量的饭菜 很快就被他一扫而光 众人在旁边看着 都有点震惊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汉子竟然这么能吃 好了 你现在也吃好了 上去打吧 大家又开始催促起来 这个时候汉子也不好推脱 把包裹卸下之后 来到了擂台上 慕容器看了一眼 这人嘴角露出椅子冷觉 说道 又来了个头打 好 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您刚刚收听的是由 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回到大唐当皇帝》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